第179集 季哥哥 那一晚 我睡不着 想去找奶娘说说话 经过后院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人 扛着什么东西在树底下 那人背对着我 又戴着帽子 身形并不大 而且 又指着李明舟 比她 还要高一点 当真没有看清脸 没有 后来我就走了 说完 身子往后再次缩了缩 不再说话了 长一言的出现 让整个剧情发生了反转 而她的话 则让大家都陷入了 沉默 这样说来 那线索岂不是又断了 有了长一言作证 加上李明舟自己的说辞 最终 房明三只好下令放人 自然 玉音姑娘也得放 杰云书亲自去了一趟牢房 玉音得知自己要被放出去的时候 奇怪地问 为什么 突然 突然放了我 不是突然 是你的来烟之己 李明舟 帮你做了证 明舟 他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手镯 正好被 正好被寄云书看到 你不用藏着了 我们都知道了 不然 也不会放你出去 你们 是怎么找到明舟的 他半夜上山 去挖长士良的墓 被抓回衙门寿 道出了识情 去挖墓 嗯 说是为了拿回长士良 从他手里拿走的那枚班纸 玉音似恍悟 似迷惑地垂下头 没有再说话 然而 纪云书却仔细端量着他的神态 都记在了心里 两人出大牢时 天已渐渐亮了起来 玉音离开后 纪云书也回了衙门 他在屋里 瞇了一小会儿后 便去找了一趟墨若 墨若正在院子里喝酒 悠闲自在 见他一来 纪先生不是灵异会什么 都不休息一下 衣服上那块污渍 查出来是什么了吗 妈 查不出来 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 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要是再查不出来 就 急什么 不是还有两天吗 纪云书抹了一把汗 一脸的无奈 墨若子慢悠悠地 从衣袖里 掏出一张纸 递给他 衣服上的污渍 沾了一种药材 而那种药材 正好我又认识 叫汗林草 有纸写 消肿 消蜀 和 说重点 墨水 啊 是你让我说重点 我说了 行 那你慢慢说 汗林草 其实是所有药材中 最普遍的 基本上每户人家都买得起 买不起的 赏上去踩一下 反正遍地都是 但一般都是长在 岩石边上 做药材 其实 也挺难的 但是 我看长老爷身上的污渍 其实是一块墨水 墨水里 就有汗林草 什么意思 因为 汗林草不仅是一种药 还可以用来供墨 一般懂得自画的人 都会在墨汁里加这种东西 而且在自画行 买卖墨水的行家 都会用汗林草 墨迹 加有汗林草的墨水 墨若伸了个懒腰 我就知道这么多 你自己琢磨吧 说完便回屋睡觉去了 季云书在原地私存半晌 随后 去找了景荣 将此事告诉了他 想让他派人悄悄去一趟长府 和李明州的府上 看看有没有 家有汗林草的墨水 但昨晚又是上山抓李明州 又是会神 景荣还躺在床上休息 听完季云书的话 他翻了个身 本王手底下那些人 可不是铁大的 这两天来加上赶路 他们也累坏了 等他们休息好 再去 事态紧急 可是本王要睡觉 你为何不找房明三 让他带人去一趟长府不就行了 我担心那块污渍就是破案的关键 所以 如果长大人 带人去长府查 凶手知道风生后 必定会毁灭证据 这也是我没有在房大人面前 提及衣服上那块墨迹的原因 那你怎么就确定 那块墨迹跟凶手有关 难道你忘了 长小姐那天在灵堂里说过 长老爷是最怕脏的 如果说那块墨迹 是长老爷遇害钱粘到的 他没有理由不去清洗干净 所以我才有所怀疑 一 要么就是他屋子里 本身就有加了汗连草的墨水 在他被凶手弄晕的时候 不小心沾到的 如果长家没有那种墨水 就剩下第二种可能 就是凶手在行凶的过程中留下的 有人会在身上带有墨水 世上之人无奇不有 如果是的话 想想看 一个随身会携带墨水的人 想必也算是个奇人了 范围缩小 查起来也会轻松一些 那你查李明舟做什么 李明舟这个人 虽然将事情的原委说得清清楚楚 而且有长一言作证 表面上是洗脱了罪名 可他一定还有事情没有说明白 不只是没有说明白 有可能是一个字都没有说 所以就算人不是他杀的 他或许也知道些什么 至于说玉音装鬼吓人 只是为了不被人欺辱 这个说法实在太牵强了 这整个案件 就像身处在深水中 明明看得清所有 偏偏又像是被迷雾遮着 太奇怪了 这是他第一次觉得案子诡异 景容听完后 眼眸已沉 又翻了个身 你的意思 本王都明白了 但案子再急 也要等人喘口气 一个时辰后 我去找人尝 的确 上吊也要喘口气啊 纪云书也不想为难 他身边的侍卫 刚准备出去 手臂就被景容拉住 用力的一拽 随即被子一掀 直接将他牢牢抱在了怀里 当身子握在那 结实的胸膛上时 纪云书才反应过来 伸手推了推他 你做什么 外头有人 怕什么 都是自己人 你 你先放开我 不放 景容手上力度加重了几分 蠢贴在他的耳垂上 你就这么没耐心吗 好好求求本王都不行 你若是多久一遍 本王就派人去查了 热火惊 你平时那股死磕到底的人今儿 去哪儿了 你不是说他们要休息吗 我只是顺着你的意思 何时这么乖巧了 你别闹了 先放开我 要是别人看到 该说你我 断袖之皮了 上有挨地重弦 下有我请容卫书 若是管传下去 必定是短佳话 此时 一道身影 定在了门框内侧 手里的银子 哐哐地滚落到地上 一双大眼睛 含着泪 盯着床上的两个人 卫义本是抱着几钉银子 过来找纪云书的 哪里知道看到了这一幕 双脚往后退了好几步 后背撞在了门外的 一根大红柱上 发出了一声闷响 随即便传来 狼博好奇的声音 卫公子 你怎么在这儿 卫义咬着唇 含着泪 不说话 卫义 听到声音 纪云书立刻从床上弹起来 冲到了门外 看到了卫义那张 因为难受而扭曲的脸 卫义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 书二 你是我娘子 不是别人的 为什么要骗我 不等纪云书解释 卫义就转身冲出了院子 纪云书追了出去 狼博愣在了原地 挠挠脑袋摸不清状况 等景蓉穿上衣服出来时 早就不见他们的身影了 人呢 季先生去吃魏公子了 那小子怎么过来了 不打清楚 狼博看了一眼地上洒落的银子 弯下腰一一捡起 王爷 你看 这是魏公子雕的 足足五十多两呀 没想到魏公子还挺有钱的 你眼红什么 属下 你派几个姓氏小心的人 分别去一趟长府和礼府 看看他们府上的燕太利 有没有加过一种叫汉莲草的腰菜 记住 茶的时候不得生长 速去速回 是 属下这就命人去一趟 那这些银子呢 景荣一把夺了过去 直接收到自己衣袖中 暂且又被毛剔的保管者 狼博眼巴巴地看着他将银子收下 转身进屋 另一边 魏毅将自己关进了屋子里 整个人窝在床上 用被子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纪云书在门外不停地敲着 可是过了许久 也没有听到里面有动静 反而引来了经过这里的张补头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急匆匆的就冲了过来 差点要拔刀 纪先生 怎么了 没什么 不劳烦张补头 张补头透着门缝 朝里头瞄了一眼 是不是魏公子出事了 不是 那这是什么情况 我想让魏一开门 那还不简单呀 纪先生 你先到一边 我来 等 等等两个字都还没有喊出来 张补头已经抬起脚 用力地将门踹开了 砰的一声 纪云书当即就傻眼了 跟他说过多少回了 别冲动 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之前在渔州城外的客栈里 跟他说的话 难道都忘记了 门被踢开 张补头就一脸紧张地冲了进去 跑到床边赶紧扯了扯被子 魏公子 你没事吧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魏一却死死捂着被子 就是不肯将头露出来 急得张补头手足无措 纪云书进来后 推了推他 张补头 你还是去忙你的事吧 这里我来处理 可是魏公子他 他指着床上那团东西 话还没说完 纪云书已经将张补头推了出去 将那被他踢坏的门再一次掩上 张补头被堵在了外头 他挠了挠脑袋 没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只好耸耸间去找人修门了 门内 纪云书坐在床边 他隐约还能听到被子里 乌叶的哭泣声 他心头一颤 像是被扎进一根针似的 素纸轻轻碰了碰被子 魏一 却没有得到回应 魏一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去伤害你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我答应过你爹娘 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不管发生任何事 都会将你带在身边 这半年以来 我都不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 对于你 我除了内疚 还有不忍 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亲人了 你是我的弟弟 我能为你做的 就是尽一切能力 去保护你 他眼圈放红 碰触在被子上的手 隐隐发颤 这番话 他多少次咬着牙 吞了回去 就是不想伤害魏一 他们之间是亲人 不能是夫君和娘子的关系 但现在 他要是再不坦白 任事情发展下去 只会越来越糟糕 过了一会儿 被子里传来一句 我不要当树儿的弟弟 树儿是我娘子 魏一 我知道你我之间是有婚约的 也知道你一直希望我成为你的妻子 可是 话还没说完 被子就猛然掀开 魏一坐了起来 那双含着眼泪 带着血丝的眼睛 看着他 树儿说过 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我 可是你现在不要我了 我怎么会不要你 你是不是要做锦绒哥哥的娘子了 这样 你就不会再要我了 傻瓜 我不会不要你的 我会一直照顾你 他伸手想去碰碰他 魏一又躲开了 我不信 我知道我傻 所以说让你嫌弃我对不对 那一刻 静云叔终于忍不住 哭了 心里想法如何 眼前这个人并不懂 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而且 他从未嫌弃过魏一傻 委屈 无奈和内疚的情绪 一瞬间交织在一起 几乎让他透不过气来 魏一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说了 你是我的亲人 从我把你带进京城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发誓会一直照顾你 哪怕是一辈子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娘说过 我们以后成了亲就会一直在一起 你是我的娘子 我们要生好多好多的小魏一 可是现在你跟景蓉哥哥在一起了 那你们是不是要生很多小景蓉啊 我不准 树儿 我不准 魏一 我们是亲人 无关于男女之间的爱 你能明白吗 我不明白 总之 树儿就是不要我了 就是不要我了 魏一说着 从床上跳了下来 蹭的一下跑了出去 纪云书担心他出事 便再次追了出去 魏一跑出了衙门 在大街上疯狂的跑着 纪云书一边叫他的名字 一边追 一路上魏一跌跌撞撞的 撞了不少人 什么回事 不张眼睛的吗 谁啊 哎呦我去 跑什么跑 撞到人都不知道吗 真是的 不张眼睛的东西 大街上一阵抱怨声 纷纷指责起魏一来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和轮子滚动的声音 大街上的人被惊得赶紧朝两边散去 商贩的摊子没来得及撤走 直接就被冲过来的鸡匹马踢翻在地 甚至还撞到了好几个人 魏一只顾埋着头跑 等到他一抬头的时候 鸡匹马已经朝他冲了过来 他双脚定在了原地 瞳孔放大 脑袋一片空白 根本躲不开 而马背上那几个人 丝毫没有拉缰绳的意思 反而一边挥着鞭子 一边大声呵斥 让开让开 眼看着鸡匹马就要朝魏一踏过来 纪云书突然拉住他的手臂 本想将他拉到一边 偏偏魏一身体牢牢的定在原地 他力气不够 只好几步上前 拦在了魏一面前 抱住了他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看着这一幕 要是马冲过来 这两个人非死即伤 马上的人各个凶神恶煞 驾马冲了过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两道身影突然跃了出来 刷刷脊脚 踢在了几匹马的蹄子上 马儿吃痛 嘶吼一声 纷纷倒地 压倒了两旁商贩的摊子 就连马背上的人也滚落了下来 周围一阵哗然 第一百八十集 石子金和石子然 稳稳当当地站在面前 冷冷地看着那些人 好猖狂 竟然在街上遛骑马来 果然不是在天子脚下啊 石子然哼了一声 石子金则走到金云书身旁 纪先生 你没事吧 他摇摇头 查看卫义 那小子显然吓坏了 身子在发抖 卫义 别怕 有我在 他搓着他冰冷的手 抱着他颤抖的身子 哪个不长眼的 竟然敢跟我们作对 只见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一个人 从地上爬起来 指着石子然等人 石子然本就天不怕地不怕 眯着眼道 谁给你们这么大胆子 在市集内横冲直撞 你笑了吗 不知道我们是谁 管你们是谁 大爷我还没怕过谁 你们要是撞了我家主子 可就不止从马上摔下来这么简单了 断胳膊断腿或者死个人 都是有可能的 一脸的傲慢 大概是跟景荣跟久了的缘故 从山淮县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他和石子晶不过回京一趟 刚追上大部队 就碰到了这一幕 幸好是赶上了 不然纪云书和魏毅出点事 自家王爷不得哭死 对方听完了石子然的话 怒火上头 指着身后的旗子 小费 你可好了 我们是龙阳标局的 当我们的路 成死 说着就吆喝人持刀上前 石子然和石子金也做出迎敌的准备 可两方还没有打起来 后面马车里就传来一声 住手 原本气势汹汹的几个人 立刻粘了下去 退到了一边 只见那辆马车里下来一个人 身材高大魁梧 衣着也是习武的装扮 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样子 威严肃立的面容 音质有力的眸 凝聚着一团寒光 像数把刀子转在里头 分分钟能将人勾得血肉模糊 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石子然 心里也有些泛寒 来人踩着一双铁制相边的靴子上前 纵标头 两旁的人恭敬地喊道 云童阳眼皮子往下一压 看着石子然 突然拔出自己腰间上的一把匕首 本以为要刺向石子然 哪里知道 他朝旁边一甩 匕首狠狠地插在了之前那个气势汹汹的人的大腿上 那人惨叫一声后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满头虚汗 云童阳也转变了之前那张威严的脸 压低身子 客客气气地和石子然说 我龙阳镖局 向来都不惹是生非 今天 刚刚回城市又要事要办 所以才出了方家的事 爱情继位公子见谅 若有得罪的地方 我云某道一声签 还望原谅 云童阳拱了拱手 完全不像是粗人 石子然看了一眼后方马车上插的内面旗 憋嘴一笑 哼 你们龙阳镖局还真厉害啊 打着镖局的名号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这要是撞死了人闹出了事 是不是连衙门都不敢动你们 简笑了 我们龙阳镖局不是做黑买卖的 是地地道道的正经镖局 云某人手下的人做错事 方才也算教训过了 至于周围打扮的东西 我龙阳镖局也会一样不差的全部补偿 若又伤到几位公子的地方 我也会承担责任 云标头办事倒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那还请各位公子行个道 石子然回头看了一眼 见纪云书和魏义安然无恙 他也不想再继续闹下去 毕竟自己是荣王身边的人 出了事难免会牵扯到景荣 想了想也就作罢了 既然云标头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想为难你 但这里毕竟是大街上 今后这样的事可千万不要犯了 若是伤了人 问题可就大了 是 云某谨记 他说话的口吻和他现在这身打扮 有些违和 此人分明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说话虽然客客气气 但看他刚才用匕首赐自己手下的行为 可见不仅控制欲强 下手更是极其狠力 若有人反抗他的控制 后果可想而知 旁人看不明白 纪云书却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等人散开后 云童阳命人给那些商贩赔偿了一些银子 然后收拾了一下 便离开了 纪云书安抚着魏意 他却脸色苍白地缩在纪云书的怀中 身子颤抖 回到衙门以后 便让莫若过来看了看 说是惊吓过度的原因 休息两日就好 纪云书在他床边守了一会儿 内疚极了 我应该拉着他 不让他跑出去 是我不好 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真该死 站在身侧的景容说 别自责了 也别担心 莫若都说没事了 让他好好休息 我们先出去 纪云书点头 两人走出去 见到房明三就站在门口 请罪道 是下官的错 应该派人好好守着魏公子 求王爷责罚 事情都过去了 与你无干 那些人是什么人 那些人是龙阳标局的人 龙阳标局是朝廷底下的官局 专门运送贡品和货物的 石子然依靠在不远处的柱子上 冷笑一声 怪不得这么嚣张 那个什么龙阳标局的总标头 是什么来头 此人在渝州城没什么背景 但手底下的人各个彪悍 对他也是唯命失踪 没有背景 还能有一帮为他卖命的手下 谁信呢 不过也表明此人并不简单 景荣也不想将事情闹大 而且魏义只是受了惊吓 休息两日也就可以了 那臭小子也该尝尝乱发脾气的后果 房明三公申道 王爷 要不要下官 要不要去惩治一下云童阳 话还没说出口 景荣抬手打断 你只要命人好好守着这个院子 照顾好魏公子就行 别再让他乱跑 是 本王已经命人去了偿府和立府 就等做 你之前给本王暖传的回报 季云书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你也累了两天 赶紧回院子 好好休息一番 若是你累垮了 就算再给你十天半月 你也查不出这案子的原委来 不等季云书回应 景荣便将他推给了十子金 并且吩咐道 带着你的主子回去好好休息 守在门口 他若是敢出来 就用你手里这把剑 打断他的腿 石子金还回了一句 是 最后 季云书就被石子金 强行架走了 随后景荣将房明三等人前走 将石子然叫到一边 小声问 京城那边怎么样 果然和王爷想的一样 我和子晶还没进城门 就已经察觉到义王的兵马 将城门外围了起来 并不是明目张胆的 看来义王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若是等到王爷回京 他们必定会在途中阻拦 想尽一切办法 不让王爷回京 果不其然 景荣眉心皱了几下 面容冷映下来 景仪会这样做 是在意料之中 但 王爷怀疑什么 本王不过刚刚离京 他就在京城外 部署了自己的安慰 未免太前人忧天了 难道 义王还有别的打算 当初太子围攻时军 东宫兵马 将整个抚养殿都围了起来 如果说景义想要一去一步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不会吧 王爷 义王没有这么大胆子 连太子都有这个胆子 他景义为何没有 何况 他在京城门外 部署自己的安慰 想必也是位于筹谋 倘若有一日 父皇的决议 不在他所接受的范围内 说不定 当初复养殿的围攻时军 最后 就会演变成为京夺位 为京夺位 让人震惊 即便是见过世面的石子然 也心中一正 景荣如何也想不明白 景义到底在怕什么 太子草包是事实 即使皇帝如何宠爱 最后坐上皇位的人 也不可能是景华 而他明明可以好好做个义王 等着太子被废 等着朝堂官员 倒戈自己 然后被拥立为储君 这样不好吗 连几年都等不了 偏偏他绝情到宁愿狠心 杀了自己的几个兄弟 也不愿意留着良心 为自己部署一条后路 所以最后太子死了 景荣被逼上了一条 不得不争的路 现在是新的路 新的局面 今日一切的局面 都是景义所谓的 启人忧天 所谓的未雨绸缪造成的 想到这里 他沉了一口气 没有说话 石子然说 我才离开京城去庙里吃了半年的斋 怎么整个京城变化这么大 真够热闹的 行了 总之 你每隔几天回趟京城 打探下消息 也看看景义的安慰 有没有进一步行动 随时通报 明白 还有 告诉陆江 让他不要盯着义王府了 以免景义察觉出来 后面的安排 等本王通知 是 两人在一起说话时 墨若正在卫衣的屋子里 他坐在床边 眼巴巴地盯着床上的人 你小子 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启姑娘待你真好 若人生在世 遇到此种人 不是局 就是该嫁 可怜你这傻小子 就算美人是骄傲 站得也不是你的仇 卫衣在床上睡着了 扭扭身子 抱着被子 蹭了蹭 十分的可爱 墨若为他盖好被子 起身 开门 关门 出来了 刚好看到 景蓉和石子然 在说话 你们主扑二人 什么时候有秘密了 扎在一边 说悄悄话 墨若还不忘 嘴角带着邪恶的笑 瞇了他们一眼 然后就在外头 回廊的长椅上坐下 脚一搭 那样子显得 十分的慵懒 景蓉摆手 让石子然退下 走过来 就往墨若搭在 上面的腿踢去 墨若险些 栽了个跟头 你这是吃的 哪门子的药 卫衣到底怎么样 说实话 什么实话 不是说了吗 他就是惊吓过度 休息两日就好了 我要实话 我这就是实话 墨若 我们一起长大 你说没说谎 别人不知道 我知道 这种被人拆穿的感觉 真是不爽 于是 墨若深深呼了一口气 怂怂肩道 好吧 我就跟你说实话 你知道为何 季姑娘 要将胃衣 送到我的御华阁吗 这病 没错 所以呢 温宜的情况 原本是很糟糕的 我为她施针 这几个月来 她的情况 好得连我都惊讶 还记得之前一次 她说她脑袋疼 我就发现 她的情况 已经在慢慢好转了 这次的情况 和上次没多大区别 但也证明 她的确在慢慢好转 所以 你的意思是 她已经不傻了 不 傻和不傻这个界限 分得其实不小 只是懂和不懂的区别 这是无法以照眼去鉴定的 也可以换另外两种方式来说 那么 就是她已经好了 但她自己没有意识到 要么 就是她在装傻 但 装傻的可能性并不大 何以见得 我说伟大的王爷 难道你明明聪明过人 还偏偏要装傻中浪 这不是显得太无知了吗 有时候 聪明人不一定活得长 傻一点 长命百岁 莫若莫明觉得 这话其实是故意在讽刺她的 于是豁然起身 垂胡子瞪眼道 可是聪明的王爷 像太子那种自作聪明的人 也没见她长命百岁 景荣嘴角抽搐 小样 跟她斗 莫若已经转身走人了 景荣摇摇头 不理会 反而朝卫义的屋子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最后 也离开了 而另一边 云童阳离开集市后 加紧赶回了龙阳镖局 整个龙阳镖局 气派不凡 一进去 整个院子两旁都是兵器 里面的人 个个身材魁梧高大 一看就都不是容易招惹的人 可是云童阳一回来 镖局里的人 个个都不敢再说话 毕恭毕敬地迎接她进来 总镖头 这次活物出了事 真的是意料之外的事 镖局里的头等镖师 杨宇赶紧禀报道 云童阳黑着脸 没有回应她的话 迈步走进到厅内 掀起袍子 在正位上坐了下来 两旁的席位上 都是镖局里的各位当家 此次由龙阳镖局运送的贡品 在路上出了事 要是追究下来 不仅整个龙阳镖局会遭殃 传出去 那名声也没了 所有人都知道 云童阳这个人在外面 客客客气气 但关上镖局的大门 私下里是极其阴狠 无情的 大伙儿战战兢兢地坐下 面面相去许久 镖局的二当家 开口 总表头 这次的事情 真的与我们标局无关 谁也不知道 半路会加这么大的雨 露面泥泥 又是晚上 再加上是家籍的贡品 这才没有冒雨连夜赶路 谁也不知道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的 是面粉了 小心翼翼地说完这番话 二当家的额头上都冒着虚汗 接着又有人接了话 这次就算我们有责任 刘大人那边也要承担责任呀 往年运送贡品进京 刘大人都会交代里面是什么 但是此次什么都没说 只说是一些寻常的物件 宫里要得急 哪里知道里面会是面粉 要是早点知道 我们也会做别的准备呀 刘大人是专门负责 渝州一带贡品的官员 一般运送到渝州驿站的贡品 他就会全权交给 龙阳标局继续运送 往常都会告知 里面的贡品是什么 但是这一次却没有说明 而出于信任 加上单子加急 所以龙阳标局没有过问太多 直接接了这一单 赶紧运进京去了 哪里知道 那里面竟然是面粉 一路上遇到大雨 又是晚上 就算那几个箱子盖上了雨布 可雨水回潮 箱子里的面粉都揉成了一团 第181集 此刻 云童阳就是刚刚处理完这件事情回来 好在那些面粉是从梁城运送来的 花点银子再从梁城购买一些 再加快运到京城还算来得及 只是这事一闹开 什么朝廷专门的官局 怕是保不住了 云童阳黑着脸 也是情有可原的 他脸色越来越沉 板着脸 身体周围仿佛带着火焰 半声 他捏起拳头 重重砸在了梨花椅的把手上 吓得大伙都不敢出声 各个身子颤抖 当初我就说过 不管是贡品还是私人户 都要问清楚运送的是什么 但刘大人算什么 我龙阳标局竟然问都不问运送的货物是什么 就相信他 那是贡品 一旦出错 只会死人的 你们在座的各位 也都是标局里的老一辈了 底下年轻的犯错还可以原谅 可你们连这种错误都犯 我龙阳标局 何时这般了 尽管没有大吼 可就是这种浑厚的声音 让人心中发慌 周围没有人敢说话 纷纷低着头 连视线都不敢碰上去 云童阳克制着心中的怒火 你们都听好了 我龙阳标局是渝州城的官局 这块牌子就算拉出去一个人去顶罪 也要保住 刘大人那边 我去处理 梁城的面坟也已经重新运送进京了 朝堂那边暂时能挽住 但梁城那边要是泄露 风声最后让礼部发现 追究起来的话 总要有人去顶罪的 大家都缩了缩身子 生怕被拉出去顶罪 毕竟是贡品啊 云童阳将众人的眼色都收尽眼中 你们都出去吧 没人犹豫 纷纷出去 毕竟在这里如坐针毡 没一会儿 标局的管家梁叔走了进来 俯身在他身旁 云童阳的目光盯着门外 那双眼突然阴森了几分 要是礼部发现了 就把二当家推出去 那家伙早就该死了 诶 明白 我离开渝州城这段时间 可发生了什么 又死了一个人 谁 程世良 你出城去处理贡品的第二天 人就死了 云童阳表情上没有多大变化 可那双手却暗地里握成了拳头 手背上抱出青筋 他起身 你别跟着了 我出去等 好 云童阳离开龙阳标局的半个时辰之后 出现在了李明州的府上 昨晚从衙门被放回来后 原本打算今早就离开的李明州 依旧没有动身 看到云童阳出现的时候 他还惊讶了一把 立刻遣散了下人 将云童阳带到了后院 你怎么来了 都死了三个人了 我能不来吗 你想说什么 李明州对他明显带着警惕 云童阳面色凝重 五弟 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换他五弟 其实李明州也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 他冷笑一声 朝周围看了一眼 然后拉着他进了一间屋子 将门关上 此时此刻 就在李府后院的屋顶上 两道身影静静等了一会儿 便闪走了 衙门里 那两道身影 最后稳稳当当落在了警戎身旁 查出什么来了吗 警戎坐在院子里 回王爷 长府和李府都没有发现有哪个宴台的墨水里 加了汗莲草 都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那就退下吧 两人迟迟没有退下 说 那两人互看一眼 这才回答 王爷 我们在李明州的府上 看到了龙阳镖局的云童阳 景戎手里的茶杯一阵 重重放下 确定没看错 没有 而且 他还叫李明州为五弟 那也就是说七兄弟出现了五个 当年刘邦派的七个当家 目前在渝州城已经出现了五个 那另外两个呢 属下原本打算继续听他们说些什么 可李明州却将云童阳拉进了房间内 我们也只好回来了 那不是更奇怪吗 云童阳和李明州之间有什么秘密 景戎暂时想不出来 但或许这是一个新的线索 他本打算去找纪云书 可转而一想 那女人已经两天没有好好休息了 现在告诉他 岂不是又要折腾 随即 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而此时 纪云书在屋子里焦急地坐着 时不时地打亮门口守着自己的石子巾 果真是个听话的人 他撑着额头叹了一声气 满脑子都是案子 最后实在坐不住了 豁然起身 刚走到门口 石子巾的身板就挡在了他的面前 纪先生 王爷说了 让你好好休息 只有两天时间了 我不能坐着什么都不做 不行 紫巾 我真的不累 你若是听王爷的话看着我 我会在里面闷死的 可是 别可是了 我现在要去找文师爷 跟他拿一些这个案子的资料 他轻轻推开石子巾 直接绕了出去 朝文令阳办公的书房走去 文令阳正在里面写东西 看到纪云书进来 便放下手上的活儿 赶紧起身相迎 哇 纪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除了你之前给我看的那些案卷 还有没有别的资料 文令阳赶紧拿出一份自己随身携带的记录本 递了过去 案件的资料 一般都是记录在了案卷中的 而这上面的记录 是我在案发现场随手记的一些 纪先生你看看 是否有能帮到你的 多谢 纪云书接了过来 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一边翻看 一边头也不抬的说 文师爷不用理会我 你继续写你的字 文令阳点了下头 没有打扰他 他看他的 他写他的 过了大概半炷香的时间 纪云书合上本子 走到桌案旁 歪着脑袋 看着文令阳写在纸上的字 干干净净 一笔一滑 力道十足 臣看人中影 人以德高升 归在当年旁 依依建故人 纵使当年纪培教过他不少诗词 用现代话说 他的文化水平也不低 随口也能蹦出一两句 有深意的诗来 可是这几句 文师爷的这四句诗 讲的是什么 文令阳将笔放回象牙笔架上 与纪云书对视 先生博学多才 难道不懂这四句诗的意思 在下学诗浅薄 其实这四句诗不难懂 想来先生再仔细琢磨琢磨 也就明白了 是吗 那好 在下便有心将这四句诗记下 等案子结束后再琢磨 随先生 两人相视一笑 纪云书将本子摆在桌上 推到他面前 多谢 已经看完了 可有线索 暂时没有 那先生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这一问 纪云书也没了主意 他摇摇头 目光扫到了那只象牙笔架旁的盒子上 那盒子分为三层 刷着装红色的漆 上面雕刻着十分精美的纹路 而且盒子的顶部 还有一个小小的铁环 似乎是用来吊在哪里用的 盒子看上去 不像是会出现在这里的物件 而且也不像是文令阳这种男人所有的 纪云书好奇新奇 问道 这盒子看上去 挺不错的 是文师爷的吗 他竟然点了头 哦 这么精致的盒子里 文师爷莫非装着文房四宝 他好奇地盯着 文令阳一笑 大方地将盒子的第一层打开 展示给他看 里面是摆放整齐的四五只毛笔头 我见季先生之前去长府验尸时 也会带着一个精致的檀木盒 菜下也有这个习惯 出门就会带这个 以免在随房大人记录案件的时候 笔头坏了 而且我也用惯了自己做的毛笔头 用不惯别人的 原来如此 那第二层呢 他又打开了第二层 里面是用细线 一一绑好的小纸轴 整整齐齐地摆着 差不多二十几个 啊 这也是以防万一 毕竟有时候记录的东西太多 怕身上带的纸不够用 若是在荒郊野外 想找张纸也难嘛 所以便自己背着了 文师爷真够细心 他夸赞着 目光落在了最底下的第三层 他更加好奇第三层里面装的是什么 文令阳洞悉到他的心思 然而他也并没有打算藏着掖着 于是正伸手要去拉 突然 外头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人 撞在了桌脚边上 鬼魂锁命来了 鬼魂锁命来了 男人一边喊着 一边飞快地钻到了桌子底下 双致牢牢牢地抱着自己的膝盖 眼神涣散地盯在地面上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鬼魂锁命来了 看到这一幕 纪云书和文令阳都懵了 当两人反应过来后 才看到桌子底下的那个男人 头发凌乱 满脸胡渣 一张四十多岁的老粗模样 嘴唇发白 眼神惊恐 可此人身上 那身凌乱的衣裳却是丝绸做的 看料子 并不像是寻常百姓人家的 整个人缩在桌子下面 浑身发抖 这是怎么回事 纪云书先是和文令阳对视了一眼 文令阳摇摇头 表示不认识 纪云书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缓缓蹲下身 尝试着与那人的视线对上 可那男人眼神带着无尽的惶恐 纪云书只好语气轻柔地问 你是 鬼魂锁命来了 鬼魂锁命来了 什么鬼魂 谁要锁你的命 鬼魂 鬼魂 鬼魂要锁命 为什么要锁命 你到底是谁 鬼魂锁命来了 男人嘴里只有这一句话 纪云书问不出一个究竟来 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 衙门的一名小思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看到钻在桌子底下的男人时 一拍大腿 哎呀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说着就要上前拉人 可那个男人死活不肯出来 两人一拉一推 折腾得满头大汗 纪云书拦住那个人 问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思摸了一把汗 无奈至极 纪先生 我也不知道呀 我刚才本来打算 从后门出去买点东西 哪里知道这个疯子 突然就冲了进来 一转身就没影了 我找到大半天 原来是躲这儿来了 自己跑进来的 这大白天的 还能有个大活人 从衙门后门跑进来 真不好意思啊 纪先生 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说着 小思硬是用力 将人从桌子底下 拉了出来 这里可是衙门 你是哪家的疯子 怎么跑进这里来了 这要是冲撞了人 非把你活剥了不成 真是的 赶紧走 赶紧走 有鬼魂 有鬼魂 鬼魂说明来了 鬼魂说明来了 男人用力拉着门框 就是不肯出去 赶紧走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找人 把你抬出去 赶紧的 两人叫上了劲 可那男人力气很大 门框都拉得支支作响 硬是没分出个谁赢谁输 文令阳从桌后走了过来 上前也不是 站着也不是 而小思在和那个男人 拉扯的过程中 纪云书突然注意到 那男人衣服上的一块印记 敏感神经作祟 他当即上前抓起男人的衣袖 查看 心头一紧 眉心一皱 一种莫名的预感 在他的心中 冉冉生气 小思大概是被 纪云书弄懵了 也松开了那个男人 笔直地站在门口 纪云书眼眸一沉 好奇且认真的问 你到底是谁 男人整个人都蹲在地上 双臂抱着膝盖 嘴里念着之前的那句话 纪云所灭来了 纪先生 还是让我把他带出去吧 以免耽误你和文师爷 忙正事 不用 还劳烦你去请 莫公子过来一趟 现在 现在 小思挠着脑袋 想不明白 但还是把腿去叫人了 文令阳瞧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上前询问 纪先生 到底怎么了 等莫公子过来就知道了 文令阳闭嘴不问 静观其变 没一会儿功夫 小思就带着人来了 除了莫若 还有景荣和石家兄妹 这气势 是来打勤架的吗 景荣见他 从自己的院子 跑到了这里 心里克制着怒火 这个女人 真是无时无刻都在忙啊 转而目光又被蹲在门框旁的男人吸引住 莫若摇晃着身子走过来 朝那男人眯了两眼 眉头紧锁 纪先生这么急匆匆地叫我过来 是打算上我给这个人看病吗 还是让我猜猜 他试试啊 纪云叔没有回应他的话 而是将男人的衣袖拉了起来 可还没有来得及给莫若看清楚上面的印记 景荣便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何时有这种怪癖 动不动就去扯男人的衣服 上回从厂家带一件 这回倒好 直接从人身上扒了 景荣和莫若说出来的话 总能呛死个人 纪云叔白了他一眼 没再搭理他 而是将那男人的衣袖再次抬起 示意莫若看看上面的墨迹 莫若一看顿时就明白了 赶紧掀开袍子 蹲伸下来 手里搓了搓上面那块不大不小 却十分明显的印记 然后沉思了片刻 冲纪云叔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 纪云叔觉得自己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而这个男人还在不停地念着 鬼魂锁命来了 莫若奇怪地问 他到底是啥 不知道 自己跑进来的 自己跑进来的 鬼魂锁命 难道说 话没有说完 可纪云叔和景荣 其实已经懂了 但是旁人却愣是没能明白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纪云叔吩咐之前那个小厮 麻烦你 去通知房大人过来 啊 还不快去 哦 是是是 第182集 很快 房明三来了 纪云叔也将此事的来龙去脉 和缘由说了一遍 众人恍然大悟 所以纪先生的意思是 这个疯子 就是凶手 尚不能肯定 但此人口口声声念着 什么鬼魂锁命 衣服上 又有和长老爷衣服上 一模一样的墨迹 此案 兴许跟他有关系 其实他自己心里 现在也没有多少底 那他一定就是凶手了 疯子杀人 本来就变态 三个案子 也就合情合理了呀 疯子是能杀人 可是 能使用如此缜密的杀人方式 可不是一个疯子 能做到的事 那他会不会是装傻呀 你才傻 他若是装傻 就不会自投罗网地 往衙门里头钻了 想想也是 张捕头尴尬一笑 不再说话 免得被人当作没文化 而文令杨则在第一时间 抓起自己的本子和笔 开始记录起来 并问纪云书 纪先生 既然觉得凶手 可能不是他 那这案子和他 会有什么关系 人兴许不是他杀的 可鬼魂之说 不是空穴来风 他衣服上的墨迹 更不是子虚乌有 若他与案子有关 我想 长老爷死的那天晚上 他兴许看到了什么 或者可以大胆地说 他看到了凶手 还与凶手有过接触 所以身上才会有 这块墨迹 众人深思点头 房明三弯腰 问那个人 本官问你 你是不是去过长府 看到过凶手 鬼魂索命来了 你如果知道凶手是谁 别怕 尽管说来 鬼魂索命来了 你到底是谁 那晚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长府 鬼魂索命来了 半点头绪也没问出来 这时候 前头一个小捕快 突然跑了过来 气喘吁吁地说 大人 那 那个李明周来了 他来做什么 不是都已经洗脱罪名了吗 他说 他要找自己的弟弟 弟弟 我小小的衙门府邸 拿留他的弟弟 上别处找去 房明三挥了灰袖子 可小捕快却面部扭曲 颤抖地指着地上的那个男人 李明周说 这个人 就是他要找的弟弟 看来这个案子不仅可疑 而且十分复杂 也注定和李明周 脱不了干系 衙门公堂里 李明周略显焦急地等候着 等房明三把人从后院带来的时候 他快步上前 将那个男人拉到自己身后 有心护着 却又有心藏着 阿远 你怎么到处乱跑 我不是说 让你在屋子里待着吗 这里不是我们府上 你跑这里来做什么 男人压根没有仔细听他的话 而是窝在他的身后 晃着脑袋 嘴里依旧是那几句话 李明周这才看向众人 感激地鞠了一躬 设地无端跑到衙门 冲撞了各位 还请尽量 李某现在就带他走 不打扰了 说完 本要拉人离开 却被纪云书叫住 还请留步 李老爷 你暂时还不能带他走 李明周诧异地转过身 上下打量起 眼前这个身材精瘦的男子 此人模样清秀 看上去有睿智之相 特别是那双透亮的眸 若是对视久了 更会让人心底一震 先生 还有别的事 李老爷 再下想了解一下 你这位弟弟的情况 设地名为李远 是李某的亲弟弟 因为神志不经 闹了笑话 这才闯到衙门里头来 不知道先生 想了解这个做什么 就是想问问 不知道李老爷 可否再多说一些 关于他的事 先生的意思是 请李老爷道明 不说也得说 李明周明显感觉到了 周围的气氛不对劲 开始警惕起来 季云书也摆明着是要逼他 偏偏他又推不了 毕竟周围不是衙门里的人 就是那位荣王的人 一双双目光都盯着自己 像绳索一样将他捆绑 但是还是要有底气 有原则 不想说的就是不说 他反手拉着李远 转身就要走 石子然快了几步 身板挺直 拦在了他的面前 还刻意把手里的剑 抬了抬 想走 还得爷的这把剑同意 李明周并不处 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正了正色 看来今天 我要是不说出什么来 是走不出去了 他有意将李远 往身后拉了拉 景荣见状 淡笑一声 端着王爷 本该有的架势 李明周 既然不让走 你心里就应该清楚所为何事 你又何必再藏着 心里的秘密不说出来 想必睡觉也睡得不踏实 本王若是你 便一无一失地说出来 心里也坦然些 李某并没有什么事情藏着 好 那你可否解释一下 李远为何口口声声 说什么鬼魂所命 他本就神志不经 胡说八道的话 谁会放在心上 那他的衣袖上 为何会有一块和长蛇良衣服上一模一样的墨迹 景荣这一说 李明周赶紧看了一下李远的衣袖 一脸不明 这是什么 这是被夹了汗莲草的墨迹 在长老爷的衣服上 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墨迹 这又能说明什么 难道你们怀疑阿远是凶手 昨天你们怀疑是我 现在又怀疑阿远 我告诉你们 人不是他杀的 而且这种墨汁 我诺大的礼服也有 阿远沾道 有何奇怪之处 你在撒谎 本王已经派人去你礼服打探过了 别说混合着汗莲草的墨水了 就连一株一钉的汗莲草都没有 谎言被拆穿 李明周很明显紧张了 纪云书则意外地看着景荣 既然已经知道了 怎么不早点说 察觉到了纪云书那双头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景荣当作没看见 转而与李明周说 李明周 你尚且可以证明你没有杀人 但不代表李远没有杀人 他没有杀人 李明周吼了一声 从未有过的激动 李老爷 这三个案件 明面上看与你无关 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你和这个案子必定是有关联的 而李远 一来他所说的鬼魂所命 二来他身上的墨迹 都表明不只是你 而是你们两个都跟这次的命案有关 我说了 我们没有杀人 虽说凶手的手段很高端 知道将死者的鞋脱下来穿上 制造出死者被吊死的假象 很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办到的 若说是李远所为 着实有点说不过去 但究竟他是真傻 还是时而正常 时而疯癫 那就有待研究了 好在我们这儿有一位神医 若由他来把把脉诊断一番 也就能得知 到底是真傻 还是时而正常 时而疯癫了 莫若点点头 应了他的话 要上前给李远把脉 可李明舟直接挡在了莫若面前 不老公子费劫 莫若懒懒地逆了他身后的人一眼 挑了一下眉 难道 作贼心虚 我 话还没说完 莫若便伸出食指 指着李远 然后手指在空中转了一圈 眼睛一眯 嘴里还嘖嘖有声 愣是把人给弄懵了 以本公子多年行医的经验 此人隐堂发黑 双灾凹下 双唇往下塌着 显然啊 会有大灾难发生 说人话 李远并不是全杀 大部分时间啊 其实是清醒的 也就是说 时而正常 时而疯癫 那也就是说 这一整套杀人手段 在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方明三赶紧指着李远 那他就是凶手 此时的李远 嘴里依旧在念叨 鬼魂锁命来了 鬼魂锁命来了 锁命来了 锁命来了 声音越来越小 越来越恐惧 李明舟 在面对众人围攻的情况下 一边安慰自己的弟弟 一边狠狠地甩了一句 阿远没有杀人 李远整个人都已经蹲到地上 抱着头 身体颤抖得厉害 李明舟赶紧从自己衣袖中 掏出一个精致的瓶子 从里面倒了一个药丸 塞进他的嘴里 强行让他扶了下去 看到这种情况 继云书等人也没有再继续 咄咄逼人 李明舟侯解滚动许久 似乎是酝酿了许久 最后 低垂着眸 无奈地说 没错 阿远的确 不是完全疯癫的 大部分时间里 他都是正常的 这是多年前就患上的病 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吗 好 我说 他语气沉重 周围十分安静 没人出声 也没人打断李明舟的话 大家都竖起了耳朵 粗人张补头 甚至还掏了掏耳朵 想听得更清楚 房明三则往前靠了靠 以免自己耳朵生风 漏掉什么 而文令阳则赶紧打开本子 拿上笔 生怕错过一丝一毫的线索 至于纪云书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李明舟和李远 可是 等了很久 李明舟支支吾吾的也没说出半个字来 纪云书将他的神情收入眼底 突然注意到李远脖子上带着一个吊坠 青鸾石做的吊坠 当看清那个吊坠上的纹路时 他心头猛然一颤 脑子嗡的一响 瞬间明白了什么 种种线索也一点一点地规制到了一块 他沉着一股气 与迟迟没有开口的李明舟说 如果你觉得为难 那不如我来说 而你只管答是 或者不是 亦或者 点头和摇头 都行 纪云书都知道了 所有人的视线 在一瞬间都盯在他的身上 玉莹姑娘手镯上刻着的上吸二字 我想 应该说的不是你 而是李远吧 大家等着李明舟的回应 半晌 李明舟垂着身子 点了下头 又抬头问 你怎么知道的 不难 虽然你依灵所绣的纹路 和玉莹姑娘青纱上绣的一样 但是李远脖子上戴着的这枚青鸾石 上面同样雕刻着与玉莹姑娘一样的纹路图案 但是 这枚青鸾石上的图案却更加精致 而且是人工刻上去的 连接吊坠的绳子是红色的 可想而知 应该是一个女人赠送的 除了玉莹姑娘 大概我也想不到别人了 更重要的是 青鸾石是双生石的一类 女子寄托自己情义时 往往就会送一块青鸾石给对方 上面又刻着和玉莹姑娘青纱上一样的纹路图案 可想而知 玉莹姑娘真正要记情的人 其实不是你 而是李远 我说的可对 感情之前是闹了一个大乌龙啊 玉莹姑娘真正喜欢的人 是这个时而疯癫 时而正常的李远 可是李明舟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大概是默认了 那李远 是不是当年你们七位当家的其中一位 这时 李明舟点了点头 七兄弟已经出现了六个 可是纪云书并不知道 云童阳也是其中一个 他也并不打算追问下去 而是说 好 在下不管 李远和三位死者之间 二十年前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玉莹姑娘 是受了李远的指使 装鬼吓唬三位死者 然后她再利用这一点 将死者杀死 最后 就可以将罪名归咎到鬼神之说上 当然 这有两种可能 要么就是她真的没有杀人 只是看到了凶手 这才口口声声说什么鬼魂索命 要么 就是我现在说的这种 其实你早早就知道 李远和去杀人 李期间一定阻止过 但她并没有听 暂且不说 前面两位死者是如何死的 就拿长老爷的死来说 你那天离开渝州城 去办事没多久 就听到风声说是长氏梁撞了鬼 和前两个死者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所以你担心李远第二天会再去杀人 这才从城外连夜悄悄赶回来 你根本没有去你的玉石行取账本 而是赶去了长府 想要阻止李远杀人 对吗 李明州没有说话 将头捶得更低 也更加用力地抱着怀中的李远 此般沉默似乎代表 她已经承认了 你之所以生更半夜去挖墓 也根本不是因为你所谓的班纸 而是有两个目的 一个 是你想毁尸灭迹 因为尸体上 有着你们刘邦派的纹身 第二个 就是棺材里面 可能存在着跟李远相关的东西 你必须拿回来 东西 什么东西 墓里除了那个班纸之外 就只剩下一些衣物和随葬品了 那就要劳烦房大人派人 再在长氏梁的棺材里好好找一找 兴许那些陪葬品里就有 房明三二话不说 赶紧命令下去 几个小捕快麻溜地去办事了 李明舟彻底哑巴了 所有的一切都被纪云书说了一个明白 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景荣却问 可他杀人的动机呢 那就要等他自己说了 或者 等李远清醒之后 让他亲自回答 不如 我来说吧 外头站了一个人 是玉音 他冷冷地看着所有人 在几个捕快的看守之下 走了进来 然后蹲在李远身旁 拿出自己的手帕 在他头上轻轻擦了擦 你们都误会了 我和阿元 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他喜欢的人 是我的亲姐姐 二十年前 我姐姐和阿元 情投一合 原本是要成亲的 可是刘邦派的那些当家 却极力阻拦 活生生地当着阿元的面 将我姐姐打死了 从那天之后 他就得了这个病 第183集 玉音又挑起 李远脖子上那枚青鸾石 这块青鸾石上的图案 是我姐姐亲手雕刻 送给她的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都留着 她心里 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姐姐 说到这里 玉音眼神中迸发出了憎恨 还有惋惜 眼里催着泪光 却倔强地吞了回去 随即她起身 阿元绝对没有杀人 纵使你季先生说得再对 她也没有杀人 因为常世良死的那天晚上 阿元她 她是跟我在一起的 李明舟不敢置信 诧异地看向玉音 你是说 人真的不是阿元杀的 可 我明明看到 她从长府出来 李明舟清清楚楚地记得 自己那晚从外赶回渝州城 的确看到了李远 从长府里出来 她不可能看错 而且当时为了不被人看到 她赶紧将李远带回了李家 就在第二天 传出了常世良死了的消息 和之前吴磊和刘淑淮死的情况 一模一样 按理说 李远先是让玉音装鬼吓人 也口口声声说要去杀人 那么凶手就应该是她才对啊 如今玉音所说的话 又是从何而来 面对她的疑惑 玉音并没有回应 而是看着纪云书解释起来 阿远因为我姐姐的死 一直对刘邦派 另外的那几个当家 怀恨在心 也是因为我姐姐的死 她才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和她一样 都想为我姐姐报仇 又那么凑巧 那三个人 每次来长安所都会找我 所以 我才会利用这个机会 在赏月号 带着人皮面具吓他们 然后让阿远去杀人 最后 就可以将整件事情 当作冤魂索命 可当我知道 常世良是在紫时的时候 才死的 我就觉得奇怪 因为那晚紫时 阿远是跟我在一起的 直到丑时她才离开 又怎么会去长府杀人呢 对于她的话 纪云书并不全信 而是问李明舟 那晚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李远 从长府出来的 这一问 李明舟心里也没了底 只顾着赶去长府阻止 压根就不记得时间 心中焦急一想 过了好一会儿 眼珠子一亮 笃定地说 是在丑时 第三更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 那就对了 我还记得 阿远从我这里离开的时候 刚敲完第一更 从我住的地方到长府 也要到丑时的第二更了 再怎么说 常世良是紫时死的 是阿远去长府之前就死了的 玉音阵阵有词 把时间点都抛了出来 如果真如玉音所说的那般 那常世良就不是李远杀的 李明舟愣了一下 玉音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必要撒谎 我说的都是真的 阿远那天晚上 真的是跟我在一起 李明舟心中的那块石头 也终于落地了 人不是自己弟弟杀的 他也无需担忧害怕 可房明三想了想 这不过是你们的一面之字 让人如何信服 你们之前就撤好时间点 也不是没有这颗呢 我没有撒谎 我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真的 证据呢 这一问 玉音哑巴了 证据 他所住的地方算不上偏远 可那个时候都已经丑实了 街上根本没有什么人 哪里会有什么证据啊 他握紧手心里的帕子 出了汗 当时那么晚 街上根本没有人 我住的院子周围 大家都已经休息了 没有人看到 而且我和阿元 都不想让人知道 我和他的关系 所以他来我住的地方时 根本没有人知道 哦 那那一晚 黎原为何会去你那里 他一个时而正常 时而疯癫的人 怎么会那么晚去找你 因为 语音支支吾吾 握着帕子的手 更加用力了几分 显然他有口难言 张捕头那个大老粗 上前就提着嗓子说 语音姑娘 你该不会和李远 私下有苟且吧 没有 我和阿元 没有什么苟且 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知道他心里 一直喜欢的人 是我姐姐 从来都没有我 我也不会去强求他 说到底 我只是一个风月女子 是注定配不上她的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代替我姐姐 陪着她 照顾她 那她为什么会去找你 你说 我们怎么相信你 其实那晚 我本以为她会去长府 可她却来找我了 说是很想我姐姐 所以 我就陪她 多喝了几杯 但后来 她喝多了 便在我那里休息了一会儿 这一睡 就睡到了丑时 等她酒一醒 就赶紧走了 我们什么都没做过 我玉音在长安所 向来慢意不慢身 是自己的清白为性命 你说我们苟且 从何说起 说她苟且 比杀了她还严重 张捕头踩了玉音这枚地雷 只能咽了咽口水 抹着额头上的一把汗 默默退到了一边 玉音说完 蹲下身来 伸手抚着李远的后背 一边流泪一边说 总之 我没有撒谎 阿远的确没有杀人 众人沉默了 房明三苦恼了片刻 说 可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 本官也不能信你 可那晚 根本没有人看到过 房明三叹气 此刻 纪云书的目光 久久徘徊在地上三人身上 心里也开始自问 难道李远不是凶手 玉音和李明舟 说的供词都是真的 当这两个问题 在她心里问到第五遍的时候 她眉目一定 你们分别说了丑时的第一羹 和丑时的第三羹 而且还记得这么清楚 是不是当时你们都听到了 打羹的声音 是 两人抬头异口同声地说 纪云书转身 跟房明三说 那就好办了 还要请房大人忙一趟 在下待会儿会将 李远的画像画出来 您让人拿去 给那碗子时到丑时打羹的羹夫 和渝州城行起的乞丐看一看 询问一遍 常侍良死的那个时间段里 是否有人见过李远 羹夫本官倒是能理解 可是纪先生 你找那些乞丐做什么 难道房大人没有听说过包打听吗 这次倒是听过 但是这与乞丐有什么联系吗 当然有 若说大林朝使官记录的 是朝堂正式官员 记录和一切历史相关的事件 那么 那些散在大林天下各个地方的乞丐 便是记录民间一切大大小小事件的史官 唯一不同的 只是他们缺了一支笔罢了 景戎听完沟纯笑了一下 这天底下 竟然还有人将史官和乞丐相提并论 景戎慢悠悠吐出一句话来 这真正的包打听 该是你纪先生才对 大林上下事件 想必还没有你不知道的 依本王看来 你比那些乞丐还厉害 房明三命人端来笔墨 让纪云书作画 他花了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画出了画像 歪着脑袋看了一遍画像后 又看了一眼黎远 觉得不是很满意 于是用笔尖沾了沾墨水 重新添了几笔 整幅画像更加栩栩如生了 都传闻说那位纪先生作画了得 能将一堆生生百骨的生前像画出来 所画出的画像简直堪比真人 还以为是被人给神画了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 而且能看见传说中的纪先生亲自作画 三生有幸啊 一时间大伙都围了上来 旁边还有小捕块说话 哎呀 太香了 是啊 简直一模一样 要是能让纪先生帮我画一幅画 我这一辈子也就知足了 可以啊 等你死了 尸体变成一堆白骨 我就给你画像 保证画得特别好 让你亲爹亲娘一眼就能瞧清楚是你 一旁的房明三也夸赞 纪先生 当初只是听闻 今日一见 打开眼界 你不仅能破案 还画得历手好画 本官实在佩服 若不是旁边人多 他现在恐怕就要居上一躬了 张补头本想出声 可想想又将自己嘴巴捂住了 算了 还是自己默默看着吧 文令阳满带欣赏的眼神 看着那幅画 一笔一划 流畅有力 这可比自己写的字要好看多了 纪先生作画的本事 事成何处啊 自学 厉害 见笑 纪云书赶紧放下笔 驱散了围在周围的人 将画纸从桌上拎起来 随手晃了晃 戴墨迹干了以后 交给了房明三 劳烦房大人了 哪里的事 应该是本官多谢纪先生帮忙才是 房明三将画像递给张补头 去找几个画师 将这幅画临摹多张 陈后派人去问问那碗大羹的羹夫和乞丐 是 接过画像 张补头赶紧去办事了 而此时 李远的情绪已经好了许多 李明周和玉音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 于是 纪云书与房明三说 房大人 我看李远的情况也不好 虽说现在没有证据证明 玉音姑娘说的话是真的 可若是将李远关进牢中 牢房失气太重 她这样的情况 只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 还是让她暂且回李家吧 请大夫来好好看看 一边等消息 一边等她的神志恢复好 也好方便问一些事情 房明三认同她的建议 点点头 允许了 但是又担心李明周 会带着李远离开渝州城 便下令 李明周 你别想带着李远离开 本官会命人看着你们李府 若人真的是李远所杀 本官立刻会逮捕她回衙门 如果证明人不是她杀的 本官也不会冤枉了她 都说到这个份上 李明周当然不好再说些什么 玉音离开的时候 走到纪云书面前 微微欠了欠身 多谢 等证明她真的是无辜的时候 你再谢我也不吃 玉音点头 等人都从衙门宫堂散了后 纪云书就拉着景荣去了后院 找了一处没人的地方 你既然知道李府和长府 没有那种墨汁 怎么不告诉我 我正准备告诉你 没来得及 当真 怎么 你何时连本王的话都不信了 我 纪云书 本王是在帮你查 你不谢我也就罢了 怎么反过来 还说我都不是 我何时说你的不是了 纪云书一脸的无辜 看着这个女人否定 景荣王爷的架子又端了出来 双手往身后一背 抬着傲慢的下颌 你若是再求求本王 本王再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求求本王 静荣 你若是不想求也罢了 可最近天气不好 本王一人是 总觉得双脚发热 身边空荡荡荡 心里就是不踏实 倘若我 话还没说完 纪云书就扇了他胳膊一巴掌 扭过身子 想得美 景荣唇脚上的笑意更灿烂 他发现逗这个女人 其实是一件很幸福 很欢乐的事情 景荣绕到他的前面 微微躬身而下 将自己的脸凑到他眼前 小妖精 生气了 你我早晚要睡一张床 只是时间问题 你何必让我独守空房 这么久呢 你若是阴晕了 本王晚上给你留灯留门 你瞧瞧进来就行 我明郎伯 守在院子外 没人会发现的 难道你不想知道 本王想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吗 纪云书抬眼看了他一眼 那棱角分明的俊脸 就在自己面前 不到一个手指的距离 两人的呼吸声 均匀清晰 扑在彼此的脸上 温温的 也痒痒的 纪云书身子本能地往后倾去 其料 景荣手臂一勾 还住了纪云书纤细的腰 手腕用力 将纪云书原本倾倒的身子 拉到自己胸前 贴得更近 纪云书惊慌地抬头看他 他温柔地低头看着纪云书 视线碰撞 火花四射 纪云书的脸 也不由地红了起来 手肘抵在两人中间 只是景荣力气太大 他无力挣脱 景荣高他一个脑袋 他小景荣半个身形 抱在一块儿 简直是最萌身高差 纪云书避开那道视线 警惕地看向周围 手肘用力 你别闹了 现在还在办案呢 景荣却挑起他的下颌 往上一抬 让他的视线 与自己再次对上 你一不是朝廷官员 而不是玉府闲县太爷 你办什么案 这话旁人听了无意 但在纪云书听来 却是景荣在埋怨 你在怨我多管闲事 算是吧 可偏偏你每次都管闲事 本王都不能放人不管 谁让你在本王的心上 拴了一根线 你去哪儿 本王就只能跟着去哪儿 这辈子都如此 逃都逃不掉了 景荣说得极其认真 那双温柔深情的眼睛 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让纪云书再也一步开眼 他觉得 自己一定是中了景荣的情话毒 以前听了这些话 会觉得浑身苏码 现在听着 却莫名觉得 像酒一般回味无穷 景荣很满意他的反应 小妖精 今晚你来不来 本王都给你留门 刚刚燃烧起的浪漫气氛 瞬间被他这番话 冲得所胜无几 季云书只好用力一推 将身体从他结实的 手臂间抽了出来 虚心地整理起衣裳 说正经的 你到底要与我说什么 你猜 不想猜 你要是不说 就算了 季云书转身要走 被景荣拽住 好了 不闹了 跟你说实话就是 你可知道 当年柳邦派的那几个当将 现在 已经出现六个了 第一百八十四集 六个 季云书想了想 就算加上 李远 不是也才五个 莫非 你想说 玉音姑娘 其实是男扮女装 她根本就是个男人 是七个兄弟中的 其中一个 下一刻 景荣 景荣用力往他脑门上一敲 想什么呢 断案的时候精明得很 怎么说到这儿 就跟个云木脑袋似的 要不 本王打开瞧瞧 看看里面 是不是灌水了 那你倒是说 第六个是谁 云童阳 云童阳 龙阳标局的云童阳 没错 季云书突然笑起来 竟觉得有几分滑稽 这事也太有意思了吧 简直比看那些明星的八卦 还有意思 真是没想到 什么事都能撞上 而且还刚刚好撞到了一块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本王派去李府查墨汁的人发现的 说是亲眼看到云童阳去找的李明洲 而且还换他五弟 后来 两人就进了房间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那这事 还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李明洲不是说 当年的齐兄弟因为这些事 最后都各自离开了吗 既然都老死不相往来 乔归乔路归路 怎么又这么凑巧 二十年后 全部都出现在了渝州城 这关系断得 似乎也不是很彻底啊 难不成 这三级命案 真的和那齐兄弟有关 现在的证据摆在明处的 实在太多了 可又觉得没有头绪 让人摸不着 看不透 我还是头一次 遇到这样的案件 说不上棘手 只是太诡异了 不是太诡异了 而是凶手太聪明了 纪云书看了他一眼 笑了笑 没再说话 没多久 石子然过来 说是魏公子已经醒了 可就是不肯吃药 不肯吃饭 连水也不喝 坐在床上 一句话也不说 呆呆的 像是比之前更傻了 这可把纪云书吓到了 慌忙赶了过去 屋子里 莫若正端着一碗饭 站在床边 小魏啊小魏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就饿的话 你看看你 都瘦成这样了 你要再不吃啊 你就得死了 到时候我们可没钱 给你风光大葬 随便给你裹一块草席 丢进乱葬岗 然后会有野狼野狗 来吃你的尸体 将你吃到 尸骨无存 听过不会安慰人的 却没听过 这么不会安慰人的 魏意压根就不理他 一脸的憔悴 原本天真清澈的谋 此刻迷离涣散地 盯着抓在手心里的被褥 双手用了几分力 莫若叹了一声气 十分无奈 唉 行吧 你是老祖宗 是我 莫若的老祖宗 我这辈子 还真没求人吃过饭呢 你就当是 看待你我相处了几个月的份上 把饭吃了 行吧 语气温柔 接近于请求 莫若将饭递到 卫意手边 结果 砰的一声 魏意抬手一扫 直接将那碗饭浮到了地上 打得稀巴烂 滚出来几块他最爱吃的回锅肉 莫若往后退了好几步 可他也没生气 反而心疼地看着地上的饭菜 抓耳挠腮 又恨铁不成钢地看着魏意 你小子 浪费粮食可耻啊 历历皆辛苦 你不知道 没有得到回应 外头 纪云书将这一幕都收进眼底 正准备抬脚进去 就被景容拉住 还是我去吧 你去 你要说什么 总有办法的 放心吧 于是 景容跨步进去了 静云书也只好在门口看着 希望景容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 这时 一旁的石子然幸灾乐祸起来 眯着眼睛说 纪先生 你猜猜看 王爷是用枕头呢 还是用剑呢 什么意思啊 静云书扭头看着他 带着询问的眼神 石子然则耸了耸肩 按照王爷以前的脾气啊 要么用枕头 无死魏公子 要么一箭杀了 一了百了 毕竟情敌这种东西啊 说不透 而且留不得 你很闲吗 嗯 有点 那就去跟和尚念会儿经吧 嗯 念什么经啊 我都在寺庙里 吃了半年的斋了 可受不了再去念经了 不过 纪先生你让我去念经做什么 手哼哼 石子然只好灰溜溜地走到一旁去了 屋子里 景荣进去后 就示意陌若交给他来处理 陌若探了探手 这烫手的山芋丢了最好 于是走到一边的梨花椅坐下 默默地喝起酒来 整个屋子里 弥漫着浓浓的酒香味 景荣在床边坐下 唤了一声 唯一 本王不会安慰人 你若是在听 就好好地听 本王也只说一遍 云叔一直将你置为他的亲人 且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如果真要说他究竟有多在乎你 那本王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他可以为了你去死 魏翼眼珠子动了动 原本涣散的视线渐渐聚焦 然后看着景荣 不说话 景荣冷硬的面容 此刻也温柔起来 魏翼 云叔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离开你 他也会一直照顾你 可你不能因此 而让他心里有负担 你要明白 亲人之间的爱 不是真正的情爱 他不会是你的妻子 现在不是 将来也不会是 你能明白吗 有种强势 有种霸气 更多的却是劝慰 魏翼听完他的话 一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 眼里抽着红血丝 也脆着泪水 让人心疼 季云叔不敢再看魏翼那样的眼神 索性背过身去 躲在了门口的左侧 只听到 只听到里面魏翼突然问了一句 那 你会像我一样疼 书儿吗 景蓉重重地点了点头 会 我不仅会疼他 还会像他照顾你一样照顾他 而且 我还可以为他去死 莫若听完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抱着手臂 继续喝酒 季云叔听到时 咬着飞红的唇 不让自己出声 心里却默默地作痛起来 而魏翼 他似乎听明白了景蓉的话 抬着袖子抹干眼泪 洗了洗鼻子 真的吗 你真的会一直爱着书儿吗 会一直保护他 不让他受伤害吗 他难过的时候 你会陪着他 伤心的时候 你也会陪着他吗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会陪在他身边 是真的吗 问题像洪水一样袭来 景蓉坚定地点了点头 魏翼 我都答应你 说话算话 当然 魏翼嘴巴一抿 心结似乎打开了 豁然开朗 可是下一刻 他歪着脑袋一响 突然从床上下来 可是 我也答应了娘 一定要娶书儿 过门当妻子 我不能食言 而且我也答应了书儿 将来会保护他 还会生好多好多的小卫衣 所以我不能把书儿 让给你 可是 可是我不想书儿难过 不想他伤心 所以 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斗志昂然 不等景蓉开口说些什么 他就开始攀比起来 我和书儿是一块在井江长大的 我们是有婚约的 可你没有 我被原汁哥哥欺负的时候 也是书儿帮的我 他还给我了一块手帕呢 后来 我就送了他一块玉佩 还有一个铃铛链子 他一直都带着呢 我还被书儿回过家 他还给我做过梅花灯笼 给我买过好多好玩的玩具 带我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而且在去京城之前 他还送了我两幅电梁的画像 这么一说 景蓉还真觉得自己 差了他一大截呢 尚且不说自己送过 纪云书莫宝斋那一套笔墨以外 别无其他 就连纪云书也没有给自己送过什么 唯一那一颗银扣上的珠子 还是自己死皮赖脸夺赖的 想一想 还真是心色 自己和卫义 果真差了一大截 卫义得意极了 嗯 书儿对我很好 他说过 以后还会带我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还会给我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对了 书儿还说 他会在屋子前种一棵树 用我的名字给竖起名字 这样就会结出很多好吃的果子来 每次我不开心了 书儿都会陪着我的 还有啊 就是 景蓉的脸越来越黑 嘴角抽搐的也更加厉害 他明明是来安慰这个 之前还脸色憔悴要死要活的家伙 怎么反过来 自己好像挨了重重的一刀呢 当卫义还准备说下去的时候 一直没作声的莫若终于忍不住了 皱着眉头 掏掏自己的耳朵 起身走了过来 行了行了 别说了 你再说下去啊 我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卫义气鼓鼓地瞪着他 我还没说完呢 可我们不想听了 可是 别可是了 你看看你 方才像个死尸一样摊在床上 这会儿就生龙虎虎了 你们男人的心思真复杂 突然 莫若意识到自己这句话 好像有点不对劲 赶紧说 嗯 行了行了 我可是听说啊 渝州城最出名的是温泉 要泡上几个时辰 整个人都会变得像灯仙似的 十分舒爽 当初经过渝州城的时候 就后悔没多留两日感受感受 现在来了 可不能错过啊 于是用手肘轻轻撞了撞卫义 怎么样 你想不想去啊 温泉是什么 就是洗澡 俗啊 那叫强身健体 你们去吧 本王懒得理会 景荣说着正要抬步出去 却被莫若拉住 上下打量了几言 然后用阴阳怪气的语气说 莫非 某人担心自己的身材 莫若坏坏的一笑 景荣明白他话里的含义 当即扫了他一眼 严肃道 胡说八道什么 这案子都还没结 谁有心思跟你们洗澡 都说了 不是洗澡 你可真俗啊 堂堂王爷 可真是俗大瞎了 反正就这么说定了 待会咱们就去 找这渝州城最好的地方洗澡 呸 是强身健体 门外的纪云书听得一两黑线 莫非这就是男人之间解决的方式 用泡温泉解决 千古奇事啊 好在卫义已经没事了 他也就安心了 叹了一声气 去找房明三了 房明三派去查探的人 此时还没有消息 所以纪云书就与他们边喝茶边等 看时辰也都快要虚实了 纪云书这才发现 诶 怎么不见闻师爷 房明三也纳闷 一旁的一个小捕快赶忙说 纪先生 方才我的后院看到闻师爷了 还有王爷和卫公子几个人 说是要去泡温泉什么的 但是找不到好地方 于是硬拉着闻师爷给他们带路 原来王爷还有这个爱好 早知道前两日就该安排了 房明三觉得自己怠慢了 后悔至极 又询问起纪云书 不知道纪先生有没有这个爱好 如果是有本官这就安排下去 反正现在还没有消息 先生也好去放松放松 不用了 在下不喜欢下饺子 下饺子 人太多的意思 本官可以为先生单独安排 房大人 在下确实没有这个喜好 目前案子都还没有破 哪里来的时间去松筋谷 这一说 房明三脸上的笑意僵住了 正是这个时候 门外又进来几个捕快 带着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伯和一个乞丐 想必是有消息了 来人禀报 大人 纪先生 这位庚夫看过画像后 说是丑时的第一庚是他打的 刚好在那个时候 的确看到过李远 从御婴姑娘的住处出来 还有这个乞丐 第二庚的时候 他看到李远爬墙进了长府 第三庚才出来 倘若时间真的对得上 那也就是说 李远根本不是凶手 房明三再三确认 你们二人 当真看到画像中的那个人 面对质问 庚夫和乞丐立马跪了下去 秦天大老爷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不敢撒谎 若有半点虚假 天大雷劈啊 可要想明白了 这里是衙门 若你们敢说假话 就要为关锦监楼挨板子的 草民不敢说假话 乞丐从来没有被带到衙门的经历 一时间脚都软了 句句喊着大人饶命 小得没有撒谎 一旁的那个小捕快也赶紧说 大人 纪先生 我问过了 大伙都说 这位耕夫是个老师 是不会说假话的 房明三这才点头 又转头询问纪云书 纪先生 你的看法呢 既然李远不是凶手 线索岂不是又断了 那下一步 打算这么做 他琢磨片刻 先是让小捕快将 庚夫和乞丐带走 然后与房明三说 常识良的死亡时间 是不可能错的 的确是在子时的时候死的 既然李明州有 常家小姐作证 而李远又有 庚夫和乞丐作证 双双就都洗脱了罪名 可是 李远那天晚上 确实进过常服 而且他衣服上 那块墨迹可以证明 在丑时的时候 凶手还没有离开常服 而且李远见到了 常识良掉在树上 也必定跟凶手接触过 那 李远那边如何 房明三不知道 只好看向张捕头 张捕头回答 说是李明州 已经请了大夫过去 但一般这种情况 他也不知道 李远什么时候 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 估计还得等一等 等一等 这到第四天了 不能再等了 李远既然见过凶手 那就必须赶紧 在明天之前 让他清醒过来 好询问那晚的情况 说不定 他见过凶手的样子 可李明州说了 李远往常犯病 有时候第二天就好了 有时候就得十天半个月 而且还不一定记得 自己疯癫的时候 做过什么 这是个难题 可明天就是第五天了 如果李远再不能恢复正常 五天时间一到 景荣就会带着他离开渝州城 这案子 岂不是查不下去了 第185集 季云书想了一会儿 一拍脑门 他怎么把墨若给忘了呢 那可是神医呀 于是赶紧问 可知道 闻师爷带着王爷和墨公子 去了哪里泡温泉了 应该是水月居 闻师爷去过很多回 张捕头 还麻烦你去一趟 通知墨公子一声 让他赶紧去一趟李府 务必在明早之前 让李远恢复神志 张捕头点头 正准备拔腿过去 起料 季云书又叫住他 等等 还是你带路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季先生 外头天都黑了 你这几天都没有 好好地休息过 还是留在这儿吧 我亲自去一趟就行 保证让墨公子过去 你去叫 他是不会去的 为什么 因为 他是神医 可不是哪一个病人 他都会出手看病的 张捕头不清楚 没弱的性格 会觉得奇怪 也是应该的 也没有多问 便带着季云书过去了 可刚出衙门 就被跑来的张新兰 拦了个正着 哥 令阳呢 他手里抱着一卷卷轴 点着脚尖问张捕头 新兰 你这么晚过来做什么 当然是来找令阳的 七八天前 令阳就答应我 说是会教我写字 可那天我拿了卷轴去找他 在他家等了都快子时了 他还没回来 刚好今天我有空 本来想去他家里等他 可是又怕他像上次一样不来 所以直接过来衙门找他 说着张新兰 抬了抬手里的卷轴 张捕头无语 你别闹了 现在衙门正忙着呢 文师爷也很忙 没时间教你写字 等忙完这一阵子再说 不行 今天我一定要看到他才行 我自己进去找他 说着张新兰扭着身子 要往衙门里钻 被张捕头拉住 新兰 你别再胡闹了 文师爷现在不在里面 他去水月区了 他去那里做什么 你说呢 哦 我知道了 他是去泡温泉了 怎么不叫我呢 我这就去找他 正要去 又被张捕头拉住 你这孩子怎么就是不听话呢 你 都说了是在办正经事 你好好在家待着 别去胡闹 没看到纪先生在这里吗 别给你哥我丢脸了 张新兰这才注意到 一旁的纪云书 上回让他当着文令阳的面 丢了面子 心里可记恨呢 于是 一双窜祸的毛子看了过去 房大人请来的就是不一样 架子都比别人足 以为自己有点小本事 就目中无人 张捕头 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咱们赶快过去吧 是 纪先生 你先上马车 这就过去 他点头 张新兰气得直跺脚 硬是挤到了马车上 要一块过去 一路上张捕头坐在外头 纪云书和张新兰坐在里面 张新兰大胆地上下打量他 时不时皱皱眉 时不时又冷笑几声 纪云书则正经微坐 根本不搭理张新兰 我听我哥说 你是个很厉害的人 获了不少悬案是不是 可我看你 也就是个书生的样子 根本就没什么本事 想必破的那些案子 都是靠运气吧 我看这次 你算是要栽了 都好几天过去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 还老是怀疑谁是谁是凶手 可最后都不是 看来这次连房大人 都要看走眼了 纪云书依旧不搭 他想 景轩再怎么霸道野蛮 也是个知趣的人 可这小丫头 也不知道是谁给的自信 还一副狗眼看人低的样子 看纪云书不搭理自己 张新兰不乐意了 用手推了推他 我说你是笼子呢 还是哑巴呢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 如果听到了 为什么不回应我几句 你知不知道 这样很没礼貌的 你也知道这样很没礼貌吗 你若是懂礼貌 就应该好好做着 不要吵到别人 你是说我吵 张姑娘 在下不想多言 也不想跟你废话 只是希望你能明白 这世上大多数死得比较早的 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人 你骂我 你误会了 在下不会骂人 只是在教育人 你若是做不到 管好自己的性子 最后落得什么不好的下场 也只能你自己认灾 没人会可怜你 你 张新兰被气得脸色发青 而纪云书则继续说 还有 在下破案靠的不是运气 而是本事 倘若靠的真是运气 那么今天 也不会遇上张姑娘你了 这话中带着深意 张新兰虽然刁蛮 但也不傻 话里的意思 她算是听明白 纪云书是说 遇到自己 她不走运 是她倒霉 她气到脸部发红 可又不能动手打人 只感觉被人掐住了喉咙 说不上话 这一路就只能憋着气 等到了水月居 她抱着那副卷轴下了马车 立马冲了进去 纪云书也随张补头一块进去了 水月居里 入演的是一个很大的大厅 周围是用竹子编制而成的墙面 四四方方地围起来 里面还摆放着许多可供休息的毯子 也有小桌案摆着 有人在休息 有人在吃东西 乍一看 倒像是个吃饭的馆子 还别有味道 三位是来吃东西的 还是来泡温泉的 小二迎上来 张新兰一屁股坐下 白手说 你去里面告诉文师爷 就说有人找他 姑娘是找人的 刚不是说了吗 行 这就给你去救 又转而看向张补头和纪云书 那不知道张补头和这位公子 是要 还要劳烦你去里面通知一位姓莫的公子 他跟文师爷一起的 就说人命关天 让他务必出来 说完就在另外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 小二懵了 挠挠脑袋 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来这里的人 不是来吃东西的 就是来强身健体的 这几个人怎么过来找人呢 小二困惑了好一会儿 才挪着步子进去找人 而张补头站在中间 看了一眼张新兰 又看了一眼纪云书 自己到底该跟谁坐呢 一个是自己的妹妹 一个是王爷身边的大红人 又是这次房大人求来破案的 挣扎半赏 索性他自己找了一个空位坐下 还要了一碗水 咕嘟咕嘟地喝起来 三人谁也没有搭理谁 在各自的位置上静静地坐着 里面的温泉所 热气腾腾的 水雾缭绕 如同仙境 一路小道上铺满了鹅卵石 弯弯曲曲地一路延伸 围绕着一个个温泉池 和一座座假山 男人们裹着一条毛巾 在里面来回走 有的在温泉里安静地享受 最里面是上等的温泉池 周围堆着一块块大小不一的鹅卵石 外圈围着雕刻精美的屏风 与外面的大池子隔开 十分地安静 景容莫若 魏毅和文令阳四个人 泡在温泉里 愈先愈死 温泉水上还漂浮着许多玫瑰花瓣 魏毅因为泡久了 满头大汗 浑身的细胞都膨胀了 身子发烫 蹭的一下从水里站起来 摸摸自己的手臂和胸膛 摸 摸若哥哥 我好热 莫若双手搭在池子外圈的鹅卵石上 脸上贴着一块毛巾 听到魏毅的话 慢悠悠地将毛巾取了下来 看了魏毅一眼 若就出去坐一会儿 那你呢 我再泡泡 说着又将毛巾罩在了脸上 魏毅那俊朗白净的脸蛋红彤彤的 看了一眼远处的景容 又看了一眼文令阳 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我记得以前过年杀猪的时候 娘带我看过一次 他们杀猪前都会把猪放在一个大桶子里 用热水泡着 然后再把猪杀了 我们是不是也和猪一样 这样被泡着 然后就要被杀啊 又害怕又惊恐 满脸的疑问 三人不约而同地将毛巾取下 景容将毛巾搓成一团 朝他丢了过去 大概是太用力的缘故 打在景容的左手臂上 他亮枪了一下 一头栽进了温泉里 噗通一声 拖了好几口水才冒出头来 你为什么要打我 景容冷冷地瞧着他 扭过头 闭着眼睛不说话 懒得理他 倒是莫若回应道 小魏啊小魏 你要是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说呢 魏义完全忘了刚才栽进水里一事 又坐回温泉里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自己哪里说错了 本来就是啊 你家杀猪前不用开水烫吗 文令阳看着他 笑了笑 微公子还挺可爱啊 身边若是有这样的人同行 也不会觉得枯燥了 文师爷是不知道 我家这位老祖宗的厉害啊 哦 此话怎讲 你问他就知道了 莫若用下巴点了点景容 于是文令阳将视线投向身边的景容 想等他说些什么 景容却有口难言啊 这时候小二跑了过来 隔着屏风喊了一句 文师爷 外头人找 还有一位公子找莫公子 说是人命关天 谁啊 不认识 是张布图带来的人 一位公子 一位姑娘 强必应该是纪先生过来了 应该是案件的事 莫公子可能需要你帮忙 莫若点头 于是四个人从池子里裹着毛巾出来 一边擦干身子 一边穿衣裳 景容扯过衣裳刚要穿上 文令阳背对着他还在擦身体 他注意到了文令阳腰上的一块疤痕 眼眸一紧 文师爷身上的这个疤 看样子 应该是旧伤疤 文令阳反手摸了摸自己腰上的疤 是啊 很小的时候留下的 都是自己顽皮 景容脸色凝重 掩藏得极好 没有人发现 四个人穿衣出来后 便看到了纪云书 张补头和张新兰 分作三张椅子的滑稽场景 卫一冲到纪云书身边 用力抱着他的手臂 还有一朝景容丢去一个炫耀的目光 这时景容还在想 方才文令阳腰部上那个疤 根本没心思搭理他 只见张新兰朝文令阳扑了过去 身体都掉在了他的胳膊上 令阳 你之前不是答应我要教我写字吗 上回我等了你那么久 这次你可不能再跑了 他抓着硬是不放 文令阳眉心一拧 吃痛地呢喃一声 张新兰赶紧松开他 查看起他的手腕来 我是不是又弄疼你的手了 是我不好 明知道你的手腕有急 还这么用力地抓你 文令阳是个脸皮薄的人 被当众说出他手腕有急 自然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伸手推了推他 最近衙门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顾不上你 等忙完了再说 可是 张新兰心里难受 又不好再闹下去 盯着他的手腕 心疼得要命 墨若突然走了过来 不由分说 直接拉起文令阳 方才做疼的那只手腕 别动 我帮你看看 说着将文令阳的衣袖撩了起来 并在他的手腕上按了几下 这倒不是后天碰撞形成的 而是属于遗传性的病状 文师爷你的父母 可有过这种症状 他摇摇头将手抽回 衣袖也拉了下去 在下是个孤儿 自小父母就离世了 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而且手腕上的病 出生就带着 早就已经习惯了 没什么影响 文师爷倒是个奴隶的人 手腕有急 还能写得一首好字 上人佩服 莫公子过奖了 记住 多喝一些枸杞泡的茶水 能缓解 多谢 这时纪云书走过来 与莫若说 莫公子 还请你去李府走一趟 看看李远的情况 明早之前 希望你能帮他恢复神志 就为这事 目前为止 常侍良死的那天晚上 只有李远进过长福 可能还看到了凶手 所以 他就是破案的关键 有些事 必须问他 莫若想了想 双手一摊 在旁边的席位上坐下来 膝盖一曲 手搭上去 我说纪先生 你是知道的 并不是什么歪瓜里 早我都会叫 此时关系到三庄命案 又何干 莫若倒了一杯水 喝了一口 景容抬脚往他大腿上踢去 你不是号称神医吗 比你家那位老头 还要厉害的神医 怎么 你该不会只是 耍耍嘴上功夫吧 别把激将反用在我身上 我可不是这一套 所谓玄乎济世 也分好几种 行医救人 也分好几种 我既然是神医 那就该有点神医的架子 不然啊 上我玉华哥求诊的人啊 岂不是都要我亲手把脉了 那我不是得累死啊 没本事就直说 没人会说你 谁没本事 没说你 莫若果真上了景容的套 豁然起身 跟济云书说 不就是看看病吗 前面那路 一行人出了水月居 刚到门口 衙门里的几个小捕快 就匆匆忙忙跑了过来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事了 个个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张捕头上前 严肃地问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小捕快抬起手 指着一个大概的方向 李 李 李福死人了 李福死人了 谁死了 李 李远 小捕快吸了好几口气 才慢慢缓了过来 众人已经无不惊诧 何时 半个时辰前 房大人已经赶过去了 让我来通知 几间惹王爷一声 说是李远 被带回李家后没多久 就被发现死在了床上 脖子上 被人砍了一刀 当场逼命 眼睛瞪得很大 十分恐怖 整张床都染红了 第186集 李远死了 他是唯一可能 与凶手有过接触的人 莫非是凶手作案 想要杀人灭口 随后 张捕头命小捕快 将张新兰和魏毅先送了回去 众人赶去离府 去的路上 景荣与纪云书暗语了几句 方才在泡温泉的时候 本王发现文林扬的身上 有一块八 纪云书身子一颤 他还有这种爱好 景荣知道他想歪了 于是曲起指头 往他脑门上一敲 想什么呢 我是想告诉你 那块啊 跟刘邦派的那个纹身形状 很像 什么 别太惊讶 你确知道 可他若是七兄弟的那第七个人 二十年前 他才几岁而已 几岁就是刘邦派的当家 这也太扯了 继云书也觉得 他叹了一眼 走在前面的文令阳 先赶去离府再说吧 半住香后 到达离府 离府上下阴气沉沉 里面的小丝丫鬟们 个个面色惶恐 战战兢兢 后院 离远的屋子外 围着衙门里的人 将暗发现场封锁起来 屋子里 只有房明三 李明舟和一个小丫鬟在 李明舟摊坐在床边 满脸失神地 看着床上照着白布的离远 而那名丫鬟则跪在地上 屋叶哭泣 身旁还有一碗打翻的汤药 继云书进去后 问了事发缘由 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 丫鬟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人已经死了 可离府上下 并没有看到可疑人进去过 外头也有人守着 按道理 没人能进来杀人 这凶手 莫非还能遁地了 房明三又指着地上的丫鬟 要不 就是这丫鬟杀的人 因为只有他进来过 丫鬟身子一颤 赶紧磕头 大人 人真的不是奴婢杀的 就算借奴婢一万个担子 也不敢呢 奴婢只是进来给二爷送药 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求大人明鉴 说着 丫鬟哭得更加伤心了 这会儿 季云书已经走到了床边 与李明舟说 让在下看看尸体吧 李明舟垂着头 双眼布满了红血丝 双手紧紧地抓住那块染血的白布 看似是伤心难过 可手背上抱出来的青筋 更像是愤怒 片刻 他抬起头来说 不用吵了 人死了就死了 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死人了 声音嘶哑 语气近乎于无奈和请求 不再查了 李明舟会说出这样的话 着实让人意外 季云书也全当他是吓傻了 李明舟 你要知道 这是一起命案 凶手还逍遥法外 你难道要看 李远死得不明不白吗 他沉了一口气 摇摇头 我不会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不会再死人了 不会再死人了 李明舟像是失去了灵魂 摇摇晃晃地起身 跌跌撞撞地出去了 季云书并没有多想 将白布掀开 露出了离远 他的脖子被割断 那道伤口血迹斑斑 皮肉外翻 十分恶心 好在血已经凝固 脑袋和脖子沾着半截 仿佛轻轻一碰 就会滚到地上 他取出一块手帕 裹着手掌 轻轻将离远的下巴抬起 随着被抬的弧度 渐渐变高 脖子上原本粘稠 干确的血迹瞬间裂开 皮肉也分开 缓缓露出里面的一截喉骨 他仔细看了一会儿 伸出手指在喉骨上轻轻按了按 然后将手从李远的下巴处收回 他又查看了一下他的十根手指 手指弯曲僵硬 指甲缝里还有几根细细的纤维 他将纤维扯出来 放在指尖上搓了搓 又放到鼻尖上闻了闻 眼眸一深 心中姑且有了一个大概 随后将白布盖上 在屋子里转起来 方明三问 蒂先生 可侦查到了什么 没有回应 难道是之前的那名凶手 可前层位死者都是有预兆的死亡 离远的死好像不一样 还是没有回应 先生 房明三又叫了一声 纪云书也将屋子打量完了 这时候 门口出现了一位妇人 有一名年轻的女子搀扶着前来 这位是纪先生吗 纪云书见此人穿着端庄 面容温和 不像是普通人 在下正事 不知夫人 民妇 是李明州的妻子 原来是李夫人 纪先生 可否单独以你说几句话 纪云书迟疑片刻 最后还是应远了 而景荣示意在暗处的石子金根上 作为保护 以防万一 李夫人将纪云书请到了一处亭子里 命人重新长了两盏灯 深夜下的凉亭里 冷风卷起 带着一股寒意 李夫人出生在书香世家 无论在形体还是气质上来说 都比同龄女人多了几分温婉大方 不知李夫人 有何事 要与在下单独说 是关于 我夫君的 请夫人明示 这段时间 渝州城死了好几个人 而那几个人 偏偏又都是我夫君当年的挚友 都同为刘邦派的当家 三起命案 我与夫君本以为是阿远所为 所以心中惶恐 本打算带着阿远离开渝州城 但昨天才得知 原来不是阿远杀的人 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 自知不该过问此事 但没想到 如今连阿远也死了 夫人有话 不妨直说 季先生 我不想我夫君也出事 当年刘邦派的当家 已经死了四个人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不瞒你说 我夫君的书房里 有两个秘密通道 一个是直通往外面的 还有一个 是通往阿远房间的 所以呢 我怀疑 凶手是从其中一条密道 进到了书房 再从书房 进到阿远的房间 将他杀死的 我怀疑 而知道那个通道的人 除了我和我夫君 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 是不是龙阳标局的 云童阳 先生 人是他 人果然是他杀的 可是 他为什么要杀阿远 之前死的那三个人 难道也是他杀的吗 不是 他只是杀了李远 杀害另外三个人的凶手 其实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 李夫人 二十年前 刘邦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下希望 你能将你所知道的 统统说出来 我 事关人命 还请告知 李夫人垂眸 犹豫很久 才终于叹了一声气 抬头看着挂在 黑夜中那轮明月 钱 都是钱在作祟 一炷香后 继云书心中的一团迷雾 顿时被拨开得干干净净 所有的一切都明了了 他豁然一笑 返回了李远的屋子 然后与房明三 耳语了几句 李明舟面部一僵 再而一震 吃惊了好一会儿后 才招招手 将张捕头叫了出去 没人知道 他与房明三说了什么 而继云书则悄悄打量起 正在作笔录的文令阳 那张侧脸 在灯光的映照下 线条分明 百里透红 像一块精致清透的玉石 薄薄的唇轻轻抿着 坚挺的鼻梁高高耸起 浓密而如菩萨的睫毛 往上卷曲着 趁着那双深邃的眼眸 这样的男子 的确温文儒雅 放在众人中 也算得上是佼佼者 一旁的墨若用胳膊肘轻轻撞了撞景荣 小声提醒 小心你会来王妃啊 成为别人的 景荣一看 这才发现纪云书的目光 一直注视着文令阳 醋意一起 上前将纪云书拉到一边 看出什么来了 想知道 你说 明日一早 衙门宫堂上 一切都会分枪 景荣不明 纪云书也没有再做回应 迈步而出 打了一个响指 石子金便出现在他的身边 纪先生有什么吩咐 他在石子金耳边说了几句 石子金点头离开了 那一晚 龙阳标局里 李明州从书房的密道 离开了礼府 来到了这里 云童阳似乎早就知道他会来 早早就在屋子里等他了 这个时候你们李家都是官府的人 你过来就不怕被发现吗 云童阳坐在正位上 手里捏着两个铁球 为什么 李明州问 他如同一具行尸走肉般站在屋子中央 头发散乱折挡着他嗜血般的目光 为什么 李明州的话让云童阳不禁冷笑一声 哼 五弟 我是为了你我好 李明州已经接近崩溃边缘 你就为了你我好 所以就要杀人吗 阿远是我弟弟 你杀了他 等于杀了我 原来他知道人是云童阳杀的 所以之前才会与寄云书说 不要再查了 我如果不杀阿远 他就会将当年的事情全数说出来 如果衙门里的人知道 你我就不能活命了 可阿远是我弟弟 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那又如何 我不能让他毁了你 更不能毁了我 衙门人知道他接触过凶手 难保不会在问他的时候 问到当年刘邦派的事 我不能冒险 一点也不行 大哥 阿远已经疯了 他不会将当年的事情说出来的 就算他真的说了又怎么样 难道会有人相信一个疯子说的话吗 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 当年的事情都不能暴露出去 刘邦派解散后 我在渝州城创立了龙阳标局 一步步称为朝廷任命官局 这才有了我今天的地位 所以我绝不能冒险 阿远他必须死 你 五弟 你也为你的妻女想想 要是阿远将事情说出去 你妻女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你想过吗 你忍心吗 云童阳将两个铁球放下 朝他走了过去 只有阿远死了 你一家才能继续在渝州城生活下去 我是在帮你啊 李明舟 李明舟眼神晃了晃 似乎被他说服了 内心挣扎了很久 一来 云童阳说的没错 二来 李远是他亲弟弟啊 见此 云童阳继续说服他 现在就只剩下你我二人了 你是知道的 这么多年来 唯有你我关系是最好的 阿远死了 以前的种种也都过去了 没有人会知道当年的事情 你我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李明舟沉默 两久 他紧绷的身子一松 沉了一口气 阿远死了 衙门就会介入 迟早会插到我们头上的 云童阳安慰地拍了拍他的手臂 放心吧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只要找一个人来顶罪就行 什么意思 衙门查案 不就是为了找到凶手吗 只要推一个凶手出去 衙门也不用费神 岂不是两绝其美 能行吗 阿远是你的弟弟 只要你能接受暗子了解 就没人会在意 再说了 衙门也嫌麻烦 李明舟原本心中忐忑 但一咬牙 彻底被云童阳这番话说服了 云童阳拉着他坐下 倒了一杯茶 推到他面前 先喝口茶 胖的事再说 李明舟也没多想 叹了口气 将茶端了起来 可抬起茶杯 又放下了 那一刻 云童阳的眼眸沉了一下 放在膝盖上的手 也握紧了几分 李明舟十分严肃地问 大哥 你实话告诉我 吴磊 刘淑怀 还有常世良 是不是你杀的 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既然阿远不是凶手 那凶手是谁 李明舟显然是在怀疑云童阳 但云童阳眉头一紧 认真道 我杀了阿远是因为衙门的人 要向他问话 我担心当年的事暴露 才会起了杀心 但我没有必要杀了无类他们 那凶手是谁 我也不清楚 云童阳的确想不明白 按理说 自己为了掩盖当年的事 的确有足够的理由杀了吴磊 刘淑怀等人 可他确实没有做过呀 而且 世良死的时候 我人都不在渝州城 怎么可能杀人 难道 真的是冤魂索命 大哥 难道是 别乱想了 这世上根本就没什么鬼魂索命之说 也不存在你想的那样 说不定 是无类他们三个得罪了什么人 这才惹祸上身的 李明州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后 云童阳再次将那杯放在桌上的茶 推了过去 你先喝口茶缓一缓 然后赶紧回府去 不要让人发现了 李明州点头 端起茶 喝了下去 云童阳拍了拍他 行了 赶紧走吧 李明州起身 叹了一声气 没有再说什么 心里有些凝重 刚推开门准备离开 哪里知道 就在门推开的那一刹那 外面燃起的火把 瞬间将二人浑身映照的透红 整个院子被团团围住 房明三带着张捕头 站在院子正中央 周围全是捕快 那一刻 云童阳和李明州才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抓起来 房明三一声令下 衙门后院 从李府回来后 继云书就去了 放置刑案和案卷的屋子 他翻到了一桩 二十年前的旧案卷 这一看 就忘了时间 一个时辰就过去了 景荣和莫若 一直坐在外头等着 还悠闲地命人 煮了一壶茶 莫若将其中一杯 倒满茶水 在两个杯子之间 来回倒腾着 直到热茶变成凉茶 才罢休 你说 季先生当真知道 凶手是谁啊 应该吧 应该 再过两个时辰 就要天亮了 五日时间已到 不管他查不查得出来 咱都得走了 去玉府县的路程 不能耽误 查赈灾银的事 也不能耽误 你也知道不能耽误 那之前是谁 说服我让他留下来的 莫若 是你 是你这个臭小子 第187集 莫若摆摆手 算了算了 当我没说 说完 将凉茶又在两个杯子里 来回倒了两遍 朝屋内眯了一眼 你说 天一亮 案子真的能活 证据多的是 可是没一样是指向凶手的 还有 李夫人跟季先生 到底说了什么 你真的不好奇 好奇 那咱 就完 然后呢 没然后了 那有什么可问的 这逻辑 莫若彻底语色了 得 咱还是默默地坐着吧 这时 石子然从前院过来 王爷 莫公子 凶手抓到了 话语中是难以掩饰的兴奋 景荣和莫若同时露出震惊的神色 凶手抓到了 是谁 云童阳 是房大人亲自去抓的人 现在云童阳和李明州 都已经被带回衙门了 正在共同上受审 说清楚一点 原来啊 李明州的书房里有两个密道 一个是通往府外的 一个是通往李远屋子的 云童阳是从外面进到书房 然后再进到李远的屋子里杀的人 李明州心里清楚啊 这才悄悄从密道离开 跑去龙阳标局 向云童阳质问 房大人就带人跟着 切耳踢到云童阳承认杀人 这才将两人抓了回来 房明三何时这么精明了 那糊涂关哪儿精明了 是季先生的意思啊 莫若回头 再次看了一眼 季云书所待的屋子 恍然大悟 哦 原来季先生 悄悄跟房明三说的事 是这事啊 可是他怎么会知道 李明州会去找云童阳 又怎么会知道 云童阳就是凶手呢 石子然耸耸肩 他也不知道 于是两人都将目光投向景容 想得知原因 哪里知道景容也摇摇头 我也不清楚 很快 小捕快就过来了 说是房大人请季先生过去 正要到屋子里叫人 却被景容拦住了 不要打扰季先生啊 等他在里面待够了 怎样会出来的 可是公堂上 公堂上人都齐了 告诉你们房大人 审他该审的 做他该做的就行 是是是 小捕快只好哈着腰离开 屋子里 季云书听到了外头的声音 人抓到了就好 他合上手里的按卷 起身放到架子上 然后走到书案后方 提起笔 在纸上迅速写了四句话 等墨迹干绝后 将纸折好 收进衣袖中 这才出了门 公堂上 云童阳和李明洲 双双跪着 一个始终气势不减 丝毫没有畏惧 一个低垂着头 心中既是后悔 又是难过 经堂木重重地一砸 回荡在公堂上 有些刺耳 房明三正色 瞪着底下的两个人 云童阳 还不从事招来 你究竟是如何 杀害的死者 云童阳很冷静 不紧张 也不恐慌 反而问 庞大人 你是不是弄错了 云某怎么会杀人呢 我是良民 此刻你还在狡辩 你与李明洲 在房间所说的话 本官在外面 听得清清楚楚 你亲口承认 杀了李远 休要抵赖 那都是云某胡说的 大人可不要当真 云童阳 本官知道你的厉害 也知道你龙阳 标局的势力 但你别忘了 渝州城境内 在本官的管辖范围内 还由不得你猖狂 你杀了人 就要偿命 房明三提高了音调 其实民押官这种现象 在各府各州并不少见 说得更严重一些 有些地区 官甚至还得靠一些 有钱人养着 只要借了银子 官府就帮忙办事 甚至到了 言听计从的地步 好在房明三 算得上是个清官 云童阳笑了一声 抬着那双无辜的眼 大人 你没有证据 就说人是我杀的 单单只凭你听到几句虚言 就认定云某是凶手 这样说出去 渝州城的百姓也不会信吧 除非大人你 能拿出证据来 智高气扬 丝毫不处 房明三有些激动 抬起金堂木 又一拍 本官的两只耳朵就是证据 所有人都听到李明舟质问你 而你也承认了人就是你杀的 好 难道我说我杀了当今圣上 大人你也信吗 明显是在钻空子 云童阳 不要让本官对你言行逼供 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原来衙门 是这样让人忍罪的 房明三脸色一清 竟然被倒打一耙 他有些不知所措 尽管他和众人都亲耳听见 他承认杀人了 可目前的确没有证据 他心中想 季先生啊 你可快点出现吧 他快撑不下去了 此时 云童阳已经拉着李明舟站起来 还动手理了理自己的衣裳 他抬着夏合 瞄了一眼高堂上的房明三 房大人 我云某在渝州城是什么人 你应该清楚 我向来敢做敢当 是我做的事 我绝不推 但不是我做的事 任何人都赖不到我云某的头上来 天都快亮了 要是大人再拿不出证据来 那云某就先走了 等大人找到证据 再请云某来 说完 耳朵听到算什么 所以硬是没喊出声来 眼看着两人就要出去 还好 脚材迈出那道门就被人拦下 纪云书景荣和莫若挡在了他们二人面前 云童阳脚步一顿 眼神威灵 明显感觉到了什么 纪云书面目沉静 淡淡地问了一句 云标头这是要走呢 他没说话 你不是要证据吗 好 我就给你证据 让你心服口服地去蹲大牢 然后迈步走进了宫堂 纪云书这话一出 房明三瞬间就壮了胆 手一挥命令捕快 将人带进来 不快上前将云童阳和李明舟再次压了进来 景荣和莫若则默默地站在一边 等着看好戏 云标头 你应该还认得在下吧 你带着人匆匆赶回渝州城时 在街上横冲直撞 差点撞死人 记得吗 记得 原来你就是那位纪先生啊 没讲到我们还挺有缘的 在下跟你可没缘 只是跟案子有缘 更准确地说 在下只跟死尸和凶手有缘 云童阳嘴角抽了抽 却始终保持着之前那股气势 纪云书迈步靠近他 眼眸冷立 端正地抬起手 掌心轻轻往前点了点 下一刻 接到信号的两个小丝 抬着李远的尸体进来 放在公堂内 然后乖乖退到了一侧 纪云书蹲下 一把将白布掀开 露出了李远的尸体 他的双眼苍白中戴着青色 眼球微微凸起 嘴角微塌 李明舟一剑立马扑了上去 还远 李明舟身子颤抖 开始抽气 纪云书示意人将他拉开 不要妨碍自己办案 他戴上早就准备好的手套 将李远的下巴轻轻抬起 指着脖子上外翻的那层皮肉 一把普通的刀剑 是不可能将伤口 看得如此整齐的 所以 胸器必定十分锋利 说着 手指用力 将李远的下巴抬得更高些 原本已经有些脏和的皮肉 发出了轻轻的撕扯声 还未完全干确的粘稠血液 从里面一点一点渗出来 流到了他干净的衣袍边缘 同时露出了被血液沾染的一小节猴骨 按理说 一把如此锋利的刀 是不可能连一小节猴骨都砍不断 可见 凶手是在距离死者很近的情况下下的手 故而这把锋利的刀 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力头 不足以砍下整个脑袋 那季先生 这又如何能断定出凶手 大人别急 他将手指伸进离远的喉咙里 按住喉骨骨节相接的位置 这块喉骨上 有明显被刀划过的痕迹 但奇怪的是 倘若凶器是一把被磨得锋利 且封口平整的刀 那喉骨上 是不可能留下凹凸不平的切口的 仿佛被细小的东西啃咬过似的 但恰巧 离远喉骨上的痕迹 偏偏就是这种 这一说 房明三屁股离开梨花椅 半个身子扶在桌岸上 伸长脖子 朝离远的脖子里头看去 大伙也都好奇地看过去 果不其然 还真是 若是一把普通的刀 没可能在喉骨留下凹凸不平 似被啃咬过的痕迹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 凶器不是剑 而是一把刀 一把封口上 带着细小齿轮 且十分锋利的刀 这结论一下 众人的视线都移向了云童阳 人人都知道 龙阳镖局的刀就是这种形状 我云某的龙阳镖局 虽然惯用这种带齿轮的刀 但天下之大 可不止我龙阳镖局独用 这会儿没毛病 静云书也不急 手指从李远的喉咙里 挑出了几丝细小的纤维 那些纤维都被鲜血染红了 晾在众人面前 在下之前在查看李远尸体时 在他口中 喉咙和手指甲内 都发现了这种纤维 而且还发现 他的枕头 有被抓过的痕迹 可想而知 凶手进入房中 本是想用枕头捂死他 但是没想到 李远力气很大 凶手担心他挣脱 所以情急之下 才会用刀近距离杀人 故而没能将头颅砍下 云童阳眼神一颤 随即 纪云书又将 李远卷曲的手指抬起 从他的指甲内 抽出了另外几根纤维 大概是老天爷也在帮他吧 让他在死之前 将指向凶手的证据 统统留在手里 这些纤维 算得上证据 当然 这几根纤维 和李远口中 还有枕头上的可不一样 甚至不是他自己衣服上 或者屋子里 任何一样物件上的 而是 云标头你的 我的 你胡说什么 我跟李远并没有接触过 你可以说谎 但这些证据 却是不可能说谎的 这几根纤维 就是云标头你衣服上的 我若没有猜错 你手臂后方的衣服 应该有被抓扯的痕迹吧 这一说 云童阳当即就往后退了两步 有意遮挡 张捕头眼尖 绕到他身后一看 季先生 他手臂后面的衣服 真的有抽丝的痕迹 这些纤维 是他的 云童阳沉着脸 眼眸中顿时迸发出了杀意 难道谁的衣服抽丝 谁就是凶手吗 云标头 你无需狡辩 也无需躲避 有这种纤维的布料 的确多不胜数 不止你一人有 所以 也不能证明你就是凶手 但真正能证明你是凶手的证据 其实是这纤维上的味道 纤维的味道 季云书搓着手指上的纤维 这纤维上 有一股面粉的味道 如果是普通的面粉也就罢了 但这种面粉的味道中 却带有一股沉默香 最近 龙阳标局似乎正在运送一批 由梁城到京城的贡品面粉吧 都说梁城的面粉软而不松 甚至有一股独特的沉默香味 而云标头 因为接触过那批面粉 所以衣服上 正好就有这种味道 张补头凑着鼻子闻了闻 还真是啊 云标头 凶器也好 纤维也好 就连李明州书房的密道你也知道 种种证据都足以证明 是你杀了李远 证据确凿 由不得你否认 结论一下 云童阳终于露出嗜血的谋 和那张猙獰可怖的脸 就像一匹守在阴森树林中的猛兽 哼 我本以为我藏得极好 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 所有的凶手 都曾经这样吃傻地认为过 房明三当即下令 来人 将罪犯云童阳 抓起来 是 几个捕快还没进身 就被他急掌击退 大胆云童阳 公堂之上 竟敢出手伤人 来人 将其抓起来 重打三十大板 旁人哪是云童阳的对手 就算张捕头和几个捕快 一块拥上去 最后都不敌 噼里啪啦 一把把刀落到了地上 好几个捕快倒在地上 负伤不起 云童阳怒斥 小小一个渝州县衙 就想将我置于死地 持心妄想 他周围依旧被一些小捕快围着 云童阳 你是逃不掉的 从你被抓进来的那一刻 外面就已经布好了局 只要你从衙门大门走出去 外面的弓箭手 就会将你万箭穿心 你们未免太低估我了 你难道还指望 龙阳标局的人来救你吗 你前脚被抓进衙门 你们龙阳标局的人 后脚就全部被关进了大楼 你胡说 这时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这位季先生 并没有胡说 刘大人迈着步子进来 刘大人 负责渝州一带 贡品运输的官员 刘大人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云标头 此次梁城面粉一事 你都没有想过 其中会有端倪吗 你们龙阳标局多年来 借着是朝廷官局 多次从中牟利 私拿贡品 偷改拟定好的贡品数量 朝廷已经盯着你们很久了 梁城此次运送贡品一事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们 里面是面粉 就是想试探你们标局 是否会从中做手脚 运送面粉的箱子 都是上等的商务 绝不可能欲睡而慎 除非你们私自打开过贡品箱 想撕拿贡品 才导致里面的面粉潮湿 揉成一团 证据确凿 你们龙阳标局一个也跑不掉 现在你们标局里的人 已经全被关进了大楼 没人会来救你 原来这是一场天大的阴谋 云童阳满脸震惊 之前那股力气缓缓削减 他一直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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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8集 刘大人挺着腰板 该说的也都说了 朝房宁三拱手 房大人 现在 人都已经在大牢里了 就劳烦你 上报朝廷 刘大人放心 我还要去处理龙阳标局后续的事 就不多留了 刘大人匆匆离开 此刻的云童阳 在面对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 已经心如死灰了 他突然仰头大笑一声 王我云童阳聪明一世 却糊涂一时啊 一直哽咽不语的李明舟与他说 大哥 已经到如今抵护 谁也跑不掉了 那只云童阳晃荡着身子 一脸的阴狠 五弟呀五弟 你放心 我逃不掉 你也逃不掉 我不会孤孤单单的上路 我还要拉着你 给我陪葬 什么 你以为你之前喝的那杯茶 只是一杯普通的茶吗 你 茶中有毒 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五弟 别怪大哥 我狠毒 一切都是以防万一啊 啊 哈哈哈哈 说完 李明舟捂着胸口 不敢置信 随即 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腐蚀了一样 翻涌发热 一口血从嘴里吐了出来 身子一软 瘫倒在了地上 一旁的墨若冲了过来 食指和中指相并 在李明舟脖子后 下方三寸的位置重重一点 抓起她的手腕 把了一会儿卖 然后掏出一颗药丸 塞进她的嘴里 死不了 李明舟服了药 整个人又捕块搀扶着坐到了一边 不可能 那是贺定红 她不可能没事 毒是剧毒没错 但偏偏啊 你上了一壶好茶 难道没人告诉你 茉莉茶混着贺定红 毒性要到六个时辰后 才会从喉咙 蔓延到心脏 只要在六个时辰里 服用解药 只会伤身 无惠之命 她不知道啊 没有人跟她说过呀 云童阳面如死灰 可心里面恨啊 她辛苦建立的 龙阳标局没了 线下还陷到了这样的天地 她气愤极了 将所有的恨 都夹诸在了 纪云书身上 是你害我如此狼狈 我云童阳一生 竟然会栽在 你这个书生手里 就算我死了 也要拉着你去垫背 说完一起身 跃到纪云书面前 五指曲成爪 眼看着就要扣向 纪云书细腻的脖梗 若真被她抓住 只需使上三分力 纪云书的脖子 必断 可她哪里知道 景荣在旁啊 手还没碰到 纪云书一根头发 景荣便抽出 捕快手里的刀 瞄准目标 狠狠地砍了过去 正好砍在 云童阳的胳膊上 接着 景荣一脚踹去 将他踹倒在地 捕快将其牢牢抓住 云童阳的手臂受了伤 胸口被踢 如同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 再无还击之力 景荣阴沉的眼神带着寒光 望着地上无力挣扎的云童阳 云童阳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承认你的罪重 而你若是赶伤了 季先生的一根头发 本王当场便要了你的脑袋 云童阳压着自己出血的手臂 你是什么王 莫非还要本王 在头上凿上这两个字吗 云童阳唇脚发白 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方明三道 云童阳 如今证据确凿 你杀了李远巫 带本官上奏朝廷 将你定罪 来人 将他押入天牢 亭后发落 慢 季先生还有旁的事 李远的死 既然已经查清 那么也应该查清楚 被鬼魂锁命的 另外三起命案了 季先生的意思是 莫非凶手 也是云童阳 不是 季云书看着云童阳 面色沉重 不知云标头可还记得 一桩发生在二十年前的旧事 云童阳瞪大了眼睛 满目惊诧 你若忘了 在下便提醒你一下 二十年前 先皇驾崩 同年新帝即位 大林诸国纷纷送礼入京 经过北方边境一带时 却不料被抢夺一空 那一批被抢夺的珍宝 价值连城 当时礼部官员暗中 派人追查许久 却毫无头绪 也正是那一年 刘邦派解散 西魏当家全部失踪不见 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 也没人知道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江湖第一大帮解散 其中 必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众人一听 似乎有些明白了 房明三说 先生的意思是 当年那批珍品是刘邦派所为 那就要看 云镖头是怎么说了 云童阳喘着气 跪坐在地上 将死之人不再狡辩 无力地哼笑一声 哼 没错 那批珍品是我们讲的 那又怎样 反正我也是将死之人 再安一个罪名 又有何可怕 你错了 在下不是要安一个罪名给你 而是想知道 你们七人中 是否二十年前 就死了一个人 七个当家 只出现了六个 莫非 第七个真的死了 你为何这么问 李夫人告诉在下 二十年前 你们七人抢夺了那批珍宝后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第二天 其中的二当家便失踪了 你们也很快解散了刘邦派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失踪了 而是你们杀了他 哼 老二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他担心朝廷追究下来 所以要我们将那批珍宝全数还回去 是他自己贪生怕死 我们六个人才合伙杀了他 将他的尸神喂了狗 我们有了那笔钱 就不用在刀口上过日子了 我们分了钱就各自散了 怎么 难道你想说 是老二的鬼魂来找我们报仇 杀了无垒他们三个 这世上 没有鬼神之说 那你倒是说说看 他们三个是怎么死的 纪云书脸色凝重 朝他走近两步 压低身子 直视他的目光 如果 李夫人说的没错 那位二当家 当年应该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吧 那一刹那 云童阳脸色一顿 手心一紧 半嗓才渐渐反应过来 摇摇头 嘴里念叨着 不可能 那孩子当年也死了 他没死 说话的是李明舟 他吹着头 眼神涣散地盯着地面 大哥 那孩子 没死 怎么可能 是我亲眼看着你 为他喝下那碗毒药的 那不是毒药 你说什么 不是毒药 那只是一碗普通的迷药 我并没有在里面下毒 大哥 丹尔只是个孩子 你下得了狠心 我却下不了手 你 所以当年刘邦派二当家的儿子 还活着 也就是说 根本没有什么冤魂索命 大尔晕倒后 我把他送下山 交给了一户农家人收养 一眨眼 已经二十年过去了 如今 他终于寻仇来了 这就是 圆圆相保 可他若是还活着 他是谁 又在哪儿 这些年来 要是如何过的 这些年来 其实他过得并不好 自小生活在农家中 生活不仅拮据 而且还很辛苦 好在那孩子很聪明 也十分努力 他拼命读书识字 长大成人后 种了秀才 常年为贫苦百姓 代写家书 善得其才 温和谦虚 而且仪表堂堂 实为一名才子 可尽管当年他只有三岁 可他亲眼看见 自己父亲是如何死的 复仇压在心中 成为他多年的心结 他寻遍多年 终于得知 杀父仇人所在何处 而更巧的是 他得知育婴姑娘 有心撞鬼吓人 所以便利用这一点 第二日子时出客 潜入死者家中 将其迷晕后 制造了死者 被上吊的假象 不 不 云童阳依旧不愿相信 整个人无力地 垂在地上 可眼珠子却瞪得很大 这短短的一个时辰里 他可以说是被宣判了死刑 毫无反驳的机会 当年你们种下的因 注定 要成为现在还的果 众人只是眼巴巴地瞧着 竖着耳朵听着 但其中的意思 却有些听得不大明白 房明三索性从高堂上走下来 扒开几个小捕筷 走到纪云书身旁 小声问 纪先生 这案子 可是结了 难道 大人没听明白吗 略懂 略懂 但 凶手到底是谁啊 大人不妨看看 这宫堂之圣 缺了谁 缺了谁 房明三环看一圈 少了谁啊 他眼神不好 看得不是很清楚 倒是张补头突然惊呼一句 大人 文师也不在这儿 于是房明三再看了几眼 还真是 另样他人呢 他之前不是去礼府了吗 难道没有一通回来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这好端端的去哪儿了 也不知道 正在嘀咕 突然一顿 房明三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眼珠子一亮 瞪得极其的大 比云童阳的眼珠子还大 闹得嗡的一响 莫非 莫非是 是 硬是没将名字文令阳三个字 说出来 大家都不敢置信 更多的是震惊 公堂之上一阵哗然 有人惊讶 也有人小声议论 这怎么回事 凶手是咱们文师爷 这怎么可能 文师爷怎么可能是凶手 平日里让他杀着鸡都不敢 怎么敢动刀子去杀人呢 不可能不可能 但季先生也不会胡说呀 好端端的 这让文师爷做什么 我看啊 文师爷就是凶手 别胡说八道 咱们还是先等着看吧 房明三差点没昏厥过去 一双手颤颤的抬起 又放下 来来回回好几次 终于出声 季先生 此案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文师爷为人好善 在县衙里也是人人称赞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凶手呢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可季云书眼神万分笃定 人 就是他文令扬杀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被季云书 不知道派去何处的石子金回来了 往他手里塞了一样物件 又耳语了一句 便默默退了出去 捏在他手心里的那个东西 冰冰凉凉的 他也不看 只是用指尖 轻轻摩擦了几下后 便收进了袖子内 一柱乡后 文令阳的居所 屋子里 文令阳正盘腿坐在席上 身着一袭淡墨色长袍 发际高竖 绑着一根淡紫色的发带 垂落在背上 直至地面 前面的桌案上 放置着一个高跳的瓶子 里头插着一只竹 很笔直 肢结也十分突出 旁边则是一壶 刚刚泡好的茶 他抬起茶壶 倒了两杯茶 将其中一杯 推到了对面 像是在等什么人 茶香四溢 弥漫在这间 用竹编成的屋子里 混合着竹子的味道 令人感到十分舒心 外头 晨光已经慢慢爬了上来 透着一丝朦胧的光线 洒在地面上 桌案上 和他的身上 脸上 他低垂着眸 仔细倒腾着面前的 这杯茶 一道身影 从门口而入 将原本朦胧 微弱的光线 引去一半 最后 在他的对面 坐了下来 继云书盘腿而坐 背对着那扇 不算宽敞的门 他面前那杯茶 还弥漫着 缭绕上升的白雾 扑在脸上 和睫毛上 十分温润 闻令阳 不意外他的到来 淡薄的唇 微微勾起 目光对上 他的视线 不知不觉 天都亮了 一夜过去 这天 自然就亮了 外头清冷 先生一路从衙门过来 想必身子也凉了 喝口茶暖暖身吧 他抬手示意 那样的男子 就像一束柔和的光 落在人眼中 舒服极了 继云书没有推剧 端起那杯茶 小小的抿了一口 刚摘的 普尔茶 先生的舌头 倒是灵敏得很 往常他人喝了这茶 硬是猜了好几遍 才猜出来 那是因为文师爷 故意在茶杯中 放了一片普尔叶 故而在下才知道的 果然 茶杯中还躺着一片 普尔叶子 葱葱绿绿的 文令阳依旧温温笑着 继云书放下茶杯 文师爷有心让我知道 这茶是普尔茶 更有心 让我知道更多的事 文令阳并没有立刻回应什么 而是端着茶壶 又往他杯中贴了一点茶 接着又看了看外面 原先还朦胧昏暗的光线 此刻慢慢透红起来 空气里甚至还萦绕着 出尘的暖意 他淡淡问了一句 何以见得 纪云书不缓不急 从袖中掏出一张 之前折好的纸 缓缓打开 平铺在桌岸上 然后一百八十度转动一下 将纸上的内容 正对着文令阳 纸上干干净净地 写着四句诗 尘看人中影 人以德高升 归在当年旁 依依见故人 之前文师也写下这四句诗 在下确实不懂 但经过之后的几件事情 在下一瞬之间 便明白了 哦 先生说说看 文令阳淡淡一笑 将目光从门外收回 落在了面前这张纸上 所谓 尘看人中影 说的是你的父亲吧 人以德高升 说的 则是你自己 归在当年旁 说的 是云童阳和李明舟那六个人 而一一见故人 则是你们所有人 文令阳认真听着 那二十个字 干干净净 又仿佛是一张 只属于他的人生紧图 从开始 一直到他人生的终点 你从写下这四句诗的时候 其实就是想告诉我 你就是凶手 当然 不只是这四句诗 还有那个你随身 都会携带的小锦盒 想必 你未打开的第三层内 装的 就是混着汗莲草的墨汁吧 若当时疯癫的李远 没有冲进来 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打算摊牌了 还有你身上的纹身 你若真的想逃避罪责 是绝对不会让荣王 看到你身上那块疤 种种 都是因为 你故意想让我发现这些 文令阳没有否认 神色上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第一百八十九集 文令阳台谋 夸赞道 本以为 这世上大概除了我 没人能看懂这四句诗了 没想到都被先生解读了 先生的聪明 我一直都只是听闻 还曾质疑过 这天下哪有那样的人才 可现在 我却不得不佩服先生 你在我所欲之人中 是最聪明的 若能使得先生为身骄 此生也足矣了 无半句虚言 文言 记云书淡淡一笑 薄鸦父亲 紫妻 是唯一能听懂他音乐的人 紫妻死后 他便在紫妻的坟头 摔了自己心爱的琴 琴有闲 无人听 此种悲凉 也只有薄鸦他自己懂了 倘若世间存在如果 闻事业做薄鸦 在下做子妻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有先生这句话 就算我死了 心中也疏快 他喝了一口茶 痛快极了 后一刻 纪云书又从自己袖子内 取出一样东西 推到他的面前 那东西是一块 四四方方的石头 中间打了一个小洞 之前应该是用什么东西吊着 故而那个小洞周围 要比别的地方更加滑 更加的黑 奇怪的是 石头上被划了 七道不同深浅的痕迹 加上多年打磨的缘故 痕迹越来越深 泛着光泽 看到那块石头时 纹令阳心中微颤 眉心一簇 这是我爹的 他哽咽 捧起那块石头 小心地摩擦着上面凹下去的七道纹路 李明州之所以去挖长氏梁的墓 其目的 有两点 一 是想毁了长氏梁的尸体 另一个目的是想找这块石头 因为你父亲死后 这块石头 一直在长氏梁的身上 他也一直带着 此后长家人就将其视为陪葬品 一同放入棺中 一块如此普通的石头 长氏梁二十年来都不扔 李明州冒着被抓的风险 也要找到这块石头 想必 他对他们都很重要 这块石头上的七道痕迹 是我爹和他们一同画上去的 代表着七个人 我本以为 我爹死后 他们将石头也扔了 但长氏梁竟然一直留着 而李明州心中也惦记着这块石头 可见七兄弟的情意 其实是在的 文令阳沉了一声气 将石头捏进掌心中 冰凉的感觉 仿佛顺着他掌心上的脉络 不停地流窜 浑身都冷起来 外头 太阳已经探了半个脑袋出来 阳光扑洒进来 从地面上 移动到竹子编织的墙面上 文令阳抬起头来 伸手 将那只插在瓶中的竹取了出来 交给季云书 还请先生帮个忙 将这只竹 交给新兰 那丫头啊 最爱我屋子里的这只竹啊 时常吵着药 如今 人去楼空 留着这个 也没有意义了 不如赠云喜爱他的人 好生养着 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季云书小心拿着 点头 放心 在下 定会亲手交到张姑娘手中 多谢 季云书起身 轻轻扶了扶袍子上的褶皱 背身离开 可是踩走两步 脚步一顿 背对着文令阳 问了一句 你可后悔 他不知道文令阳的神色如何 只能感觉到背后那人笑了一下 后悔 人生就是一步棋啊 唯有细细思量过后 方可落子 而落子无悔 乃是君子也 我虽做不了一个好人 但却想 但却想 做个君子 声音越来越弱 越来越小 季云书有些不大敢回头去看一眼 此时的文令阳 他只听到微微的一点声响 是人垂下脑袋的声音 他深吸一口气 出去了 等到外面衙门的人进来时 发现的是一具已经冰冷的尸体 文令阳正正地坐着 低垂着头 眼睛紧闭 可他的唇角上 却带着笑容 而他手中 则握着那块石头 背后那扇屏风上 还印着他的影子 随着光线的移动 被拖得越来越长 此时此刻 天也彻底亮了起来 文令阳的居所外 张新兰抱着那副 一直没有打开过的卷轴 站在那 一双空洞而泛红的眼睛 从正门口 直直望着最里面的 那间屋子里 一动不动 站了许久 其实他和纪云书一样 不敢进去 不敢看文令阳 纪云书走到他的面前 将手中那只竹 插在卷轴里 什么话也没说 张新兰眼泪落了下来 声音哽咽 且十分沙哑地问他 他跟你 说了什么 纪云书摇摇头 他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叫我写字 他还是摇头 所以 他失言了 对吗 张新兰难受至极 心如刀割 但纪云书始终没有回应他的话 转身离开 案子终于得以告破 也很快就在渝州城传开了 大家一边因为案子告破 而终于安了心 又一边震惊着 凶手竟然是衙门里的文师爷 整个渝州城的百姓 都开始议论纷纷 而衙门里 却一片沉寂 线下 云童阳和李明州已经被关进了大牢 二十年前抢夺珠宝的案子 连同这次的命案一块给破了 案里说双喜临门 可方明三压根高兴不起来 从得知凶手是文令阳 到文令阳死了 他都完全处于懵吃的状态 他坐在椅子上 目光呆滞 不说他张捕头也是 好端端的一个妹夫 就这样没了 想到这里 张捕头拍着自己的大腿 摇头叹息 早孽 早孽呀 梁九 方明三支起身子 宽大的衣袖 在身侧扶了扶 交代张捕头 老承啊 领阳无亲无故 虽说他杀的人 可法理不外乎人情 你好好将他安葬吧 理解什么都别少了 就算大人不说 我也会这样做的 毕竟这两年来 领阳为衙门确实出了不少力 我也一直拿他当妹夫看 他也视我为大哥 所以他的后事 就交给我了 说着他拍拍胸脯 方明三点了下头 又望着门口 要是季先生的留在渝州城 咱们也不愁今后 有案子破不了了 衙门后院 景荣的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趁着中午时分出发 赶在晚上前 能达到落脚的驿站 案子才破就要走 连庆宫宴也不办一场 倒也符合景荣 急匆匆的性子 季云书站在院落里 抬头望着院子里头那棵桂花树 树上只有葱绿的叶子挂在枝杆上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连石子金叫了他好几声 也没有反应过来 季先生 石子金索性伸手碰了碰他 他这才回过神来 侧头一看 王爷说可以走了 嗯 谢大娘呢 人已经上到马车里了 魏翼呢 还在屋子里 刚说完 魏翼就从里头蹦得出来 手里不知道是从哪儿逃来的玩物 抱了一大堆 使劲攥在两臂间 都要没过头顶了 更巧的是 郎伯正从院子外进来 于是魏翼很自然地将手中的东西全都扔给了他 啊 你帮我搬到马车上 记得小心一点啊 别磕坏了 魏公子 你 什么 你不愿意帮我吗 我 那你还不快去啊 郎伯两塞抽抽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为什么每次你买玩具都要我帮你拿着 本想此次倔强一回将东西丢到地上得了 可最后还是没出息地帮着魏翼把东西搬到马车上去 见到自己的宝贝安然无恙地上了车 魏翼这才拉了拉纪云叔的衣角 叔儿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景江了 纪云叔点头 那我可以看到阿敏他们了 你方才那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礼物啊 我离开家的时候答应了阿敏和大宝他们 等我回去要带礼物给他们的 原来如此 景蓉从屋子里出来 瞇了魏翼一眼 你还不敢紧上马车上去 我要跟叔儿一块走 魏翼有一往寄云叔身旁站了站 一副小家子气 景蓉则送了他一记白眼 幼稚 莫若后脚也从屋子里摇晃着身子出来 手里终日不离的除了酒还是酒 他看都不看这边一眼 仰了仰手 你们赶紧的 我先到马车上眯一会儿 等到了地儿再叫醒我 说完跌跌撞撞地出去了 随后 等东西都倒腾好了 该添置的也添置完 便出发了 几人刚出衙门 郎伯就朝景蓉迎上来 低声在他耳边说 王爷 刀山寨那些人又来了 景蓉朝远处投去目光 只见赵怀和他手下的人 骑在马上一直注视着这一边 好好看着 不要让他们靠近 是 房明三提着官袍 上前鞠了一躬 此次案件能破 多亏了王爷和季先生 下官再次谢过 行了房大人 今后若再遇到这样的案子 就尽早上报给朝廷 让大理寺调人过来查办 可别再硬着头皮 自己伤了 是是是 下官记住了 此次耽误了五天行程 本王爷不便再多留 至于闻师爷和云通阳的案子 你就机灵点 整理安全 早点上报到刑部去 能早点结 就早点结了 是 房明三都应下 一旁的季云书抿了抿唇 上前说道 房大人 闻师爷一事 大人不必太难过 人已顾 便让他安心离去吧 是 先生所说 本官都明白 倒是要先生 反过来安慰我 是在 人活着 良知情 纵知理 房大人心中难过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且在下 也不会安慰人 只是说道一下 先生说的 本官都记住了 一直在旁边的张捕头 挠挠脑袋 季先生 之前在渔州外的客栈 见过一面之后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碰上 希望下回还能再见 我看 还是算了吧张捕头 为什么 因为在下每次碰到你 就会有命案发生 张捕头尴尬地笑了一下 竟然寒暄了一会儿 瞧着就快到晌午了 景荣说 行了 房大人就不必送了 赶紧去处理 案子的后续吧 本王也不耽搁时间了 说完便拉着 季云书上了马车 房明三 跟着张捕头 相送几百米 看着马车 朝渔州城的城门去了 迎着正午的阳光 越来越远 而赵怀则带着自己的人 跟在他们的马车后 不紧不慢 等马车到了城门口 却突然停了下来 只听到外头 传来狼搏的声音 季先生 李夫人找你 季云书撩开帘子 往外头看去 就看到玉音 搀扶着李夫人 站在城门口的左侧 玉音穿着一身 肃紧衣裳 脸上的妆容 也清淡了许多 像个小护人家的 碧玉姑娘 而李夫人那一张 原本温婉慈祥的面容 仿佛一夜之间 老了许多 她赶紧下了马车 走过去 拱手道 李夫人 玉音姑娘 你们怎么会在这 玉音开口 季先生 我们知道你要走 是专程在这里等你的 不知所谓何事 李夫人语气虚弱 我夫君当年做错了事 这些年来 她时常都会做噩梦 现如今 真相大白 她心里也坦然了许多 我方才去牢中看她了 她让我与你道谢 若不是你 她这辈子 都会良心不安 李夫人 李夫人言中 虽说 当年刘邦派的人 死的死 入狱的入狱 但总算 将当年一事查清楚了 而且说到底 也是我李家欠了 文家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 不怨任何人 李夫人虽然心中万分难过 可她也看开了 自己中的阴 的确是要还的 不知二位今后如何打算 我们打算 离开渝州城 回北方去 今后便在那边落脚了 那里 毕竟是我们的家 两个女人 如今相依为命 那你们路上小心 先生也是 此次去玉府县 一路顺风 三人并没有多聊 纪云书叮嘱了几句后 便上了马车 马车再度行了起来 很快离开了渝州城 马车内 魏翼挤在正中间 脑袋懒洋洋的 靠在寄云书肩膀上 看得景容咬牙切齿 不是说公平竞争吗 突然 魏翼支起脑袋 像是想到什么事 朝景容伸手 还给我 什么 我的银子 你的银子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了 敢问本王身手套银子 我没问你要 是你抢了我的银子 你学会讹人了 魏翼鼓着嘴 看向纪云书 一脸气愤的指着景容 叔儿 他拿了我的银子 上回我的银子掉到地上 是他捡了去 纪云书一头黑线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他也不知道银子的事啊 景容似乎想起来了 却脸不红心不跳 理直气壮的说 原来是那包美主的银子 那银子掉到了地上 便是工件的 谁捡着了就是谁的 再说了 本王有的事钱 无需探你那点银子 那你倒是还给我 郎伯拿去了 你找他要 马车外正在骑马的郎伯 听到了这句话 脸一黑 果不其然 卫义的脑袋 立马从里头探了出来 恶狠狠地看着他 手一伸 啊 我的银子 卫公子 我 我的钱 你的钱 我 我的钱 是是是 是你的钱 可我没 拿字还没说出来 透着车窗 他正好对上 景容那道犀利 且带着寒光的眼神 愣是让他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将话往肚子里咽了下去 他只好说 贵公子 你放心 你的银子 我放在前面的箱子里了 等到了驿站 我就拿给你 嗯 好吧 那你一定要给我 说完 卫义把脑袋伸了回去 郎伯一脸的发愁 又亏了五十多两 王爷 这锅我不想背 第一百九十集 马车里 纪云书问卫义 你丢了多少银子 卫义掰着手指头 算了算 十两 十五两 三十五两 四 五十三两 你哪来这么多银子 我娘给我的呀 他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你娘 你娘已经死了 纪云书和景戎 不约而同地互看了一眼 你娘何时给你的 不记得了 好久以前了 娘给了我好多张银票 我一直带着 娘说可以用来换银子 上次我不小心 打翻了那个姐姐的粥 她让我陪她银子 所以我就去换银子了 没想到啊 我用一张银票 就换了好多订银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老板傻 你一张银票是多少钱 上面好多字我都不认识 不过有几个我认识 以前家里的账房先生教过我 好像还写着 一千吧 就是一千 书二我会认字了 季云叔和景戎 脸拉得很长 无言以对 景戎则冷不丁地 爆出一句讥讽的话 仿佛给了瞎子一张纸 上面有字没字 傻傻分不清 她毫不掩饰地笑了一下 卫义听不懂 反而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 自己认识哪些字 哪些字会写 又是谁教的等等 坐了一下午的马车 大家最后在一处小溪边 稍作休息 墨若生了一堆火 硬拉着卫义过去给他暖酒 说是习惯了他给自己暖酒的手法 别人暖的都喝不出味来 而纪云书和景戎坐在小溪边上 靠着一座光秃秃的石头 一边看着细水长流 一边看着美景如画的天 远处天际像是被刮了一层透透的沙 硬得通红 真是一番美景 喝点水 景戎将水带递给他 他接过来喝了一口 然后遥望了一眼远处的赵怀等人 他们也在溪水边上坐着 有的在喝水 有的在吃饼 但赵怀却眼巴巴地看着溪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你说 他为何还跟着我们 可能真是要去玉府县吧 我觉得不像 如果真的要去 为何也在渝州城停留了五天 你担心他会寻仇吗 纪云书摇头 掏出一块玉 你看看 这块玉有何不同之处 看着帝送到自己面前的那一块血红色的玉 景戎先生愣了一下 这不是魏仪他爹 送给你的那块玉吗 这块玉 似乎并不简单 之前赵怀就与我说过 玉在人在 玉亡人亡 他像是冲着这块玉 而不是冲着我们 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这玉 是魏伯父留给魏毅的 景戎反应过来 手指搓着那块剔透的玉面 所以上次 你和赵怀在庭中说的 就是这块玉佩的事 也不全是 他说的话 狠狠狐狐 我听得也不大明白 但绕来绕去 总归是与这块玉佩有关 准确地说 其实是跟魏家有关系 魏家 季云书点头 景戎更加仔细地查看其手中的玉 精致的玉面上 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头像 头像的左侧 还有一个月牙的形状 背后则刻着一个虚字 他心中思存着 越发觉得奇怪 却又不知道哪里奇怪 大概是注意到他的脸色 季云书问 书何 这玉可是奇怪 的确有几分奇怪 怎么说 大连天下 会在玉上磕着一只虎头的人 有 但不多 一般都是皇祖贵金的玉佩上 才会这样丢阁 可那位老爷 与皇室扒杆子也搭不到一块 再说这个月牙形状 我似乎在哪里见过 哪 不太记得了 印象里似乎有 又似乎没有 或许 是我记错了 他心中疑惑 有些不确定 就是觉得眼熟 想不起来 修长的手指 在玉上又磨缩了好一会儿 嘴里念叨 至于这个虚字 季云书紧紧地看着他 想得知些什么信息 但景蓉又摇摇头 直接将玉还给他 我看 我看 你不妨问问卫义吧 兴许他知道些什么 那小子脑袋里虽然装不下血问 可他爹娘跟他说的话 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没准 他爹说过 他也记下了 说着便朝远处满头大汉 正在温酒的胃义看了一眼 那小子可卖力了 就像一个专业温酒师 季云书将玉接了过来 算了 再说吧 景蓉不渝 突然 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和车咕噜的响声 凌乱而急促 连带着地上滚石的声音 十分刺耳 闻声看去 原来是一行商队正好经过关道 六七辆马车上 运送着大小不一的箱子 还有三四辆马车上的货物 用布罩着 粗粗的绳子绑着 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最后面还跟着三辆马车 其中两辆稍微简朴了一些 另外一辆则略微奢华 颜色也稍微亮一些 看样子像是大户人家举家迁移 可随行人中 都是些穿着粗布麻衣的中年人 不是体型魁梧的大老粗 就是续着满脸的胡子的汉子 或者是撸着袖子赶马车的老汉 丝毫不见半点大户人家的气魄 那些人大概是赶路赶了许久 有些累了 看到这边有草坪 便停了下来 领头的汉子还吆喝了一声 大伙就在这休息吧 这有条溪 喝喝水 洗把脸什么的 然后再赶路 说完 那些人便纷纷下了马车 朝着小溪过来了 好在都还是些懂礼术的人 因为瞧见这边有人 所以没朝这边挤过来 而是走到下游 在那边休息 马车里的人也下来了 皆是几个老玉 和长得稍微清秀的年轻人 男男女女 穿得还算整洁干净 但料子却不是最好的 那帮人一下来 就嬉笑着 你推推我 我推推你 十分热闹 在日落而下的 安静小溪边上 还挺惬意的 闹什么闹 还有一段路要赶呢 要是明日赶不上 有你们果子吃 看上去像是 六十多岁的长者说道 他手中还捏着一根马鞭 奇怪 此人年纪这么大 走两步路 估计都得弃船 看样子也不是驾马的人 手里捏着鞭子做肾 那些男男女女 也顿时安静下来 一个小姑娘憋憋嘴 乖巧地说 知道了 可我们都赶了好几天的路了 玩一玩也不行吗 就知道玩 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办 知道了知道了 就你这丫头嘴皮 小姑娘不甘心 持着那辆颜色明亮的马车 抱怨道 分明就是你偏心 詹默姐姐闹腾的时候 你都不说他 竟爱说我们 老者脸色一僵 语色 加重语气 詹默可跟你们不一样 没有他 拿什么养你们 咱们还指望着他吃饭呢 怪不得人家坐的是单人马车 你们却挤在一堆 老者说的也没错 众人一噎 不说话了 接着 三三两两的就散了 走到溪水边上 洗手 洗脸 还不时用手 捧起水花 浇到旁人身上 热闹极了 老者也没辙 索性扔下手里的鞭子 也在一旁坐了下来 吃着东西 喝着水 没一会儿 那辆颜色明亮的马车上 下来一名女子 梳着凌云记 头顶鞋插着一只宝石簪 身着青色长裙 外面披着一件披风 脚下踩着一双云头锦鞋 虽没有穿金带银 却清淡地让人舒服 尽管脸上抹着淡红的妆 可依旧掩盖不住 她淡白的脸色 她手里还捧着一个 精致的小熏炉 原本还在 嬉闹玩水的那些男男女女 顿时停下来 似乎打骨子里就害怕她 安安愤愤地回到小溪边 好生坐着休息 那女子也由身边 一个小丫头搀扶着 走到这块草坪上 在一块石头旁边坐下 喝了点水 又吃了点糕点 垫垫肚子 如今三伙人马 互不干涉 景荣却好奇起来 将目光从那伙人身上收回 给纪云书抛出了问题 你猜猜猜看 那些人是做什么的 是想让我猜吗 看你猜得准不准 好啊 反正也无聊 说着 她朝那边打量了一小会儿 用下河点了点远处几辆马车 那些马车的轮子 都被磨得发亮了 上面不仅沾有泥土 还沾有许多细小的石砂 想必这些人 并不是单单出个远门而已 应该是长期在外行走的人 马车上那些被锁得牢牢的箱子 上面的漆都掉了 锁也十分陈旧 按理说这么旧的物件 没道理 锁没有生锈 还被磨得如此黑亮 可见 那锁是经常开 也经常锁 箱子里的东西 也必定经常搬出来使用 然后又锁进去 所以 里面的东西 是谋生吃饭的家伙 她眼神笃定 十分确定 景荣也一边顺着她说的去看 还真是 然后呢 你看那些赶马车的人 都穿着麻衣 而且基本上都是比较魁梧的 一看就是常年斑斑抬抬的人 所以肌肉发达 肯定是靠体力吃饭的 可另外那些年轻人 却个个白净 穿着虽说不上锦衣华服 但也十分得体 举手投足之间 还带着几分大户人家的气质 但偏偏又对那位老者很敬服 看 那老者手里的鞭子 不新 也不算旧 可拿在手里也不用 像个摆设 更像是个道具吧 你再看看 那鞭子的把手上 还沾着一些颜色 红红绿绿的都有 不仅鞭子上有 他们的马车上 还有那些箱子上 都有 景荣按照她说的看了看 的确 马车上 箱子上 都有一些颜色 然后呢 他就像个求学心切的孩子 纪云书笑了笑 难道 王爷就没有闻到一股味道吗 味道 景荣一葫芦画瓢 也闻了闻 倒是有一股味道 但 不知道是什么 是油彩 油彩 嗯 王爷应该不会不知道 油彩是含有油质和颜料的绸状物吧 一般是用于人体彩绘 或者专业化妆的 但很少有人会用来绘画 纪云书这么一说 景荣是彻底明白了 恍然大悟 他们是唱戏的 怪不得 纪云书闷唇一笑 没错 他们就是戏班子 想必应该是去安府县 搭台子唱戏去的 纪云书十分笃定 这个时候 那伙人当中的两个人 也将其中三个箱子打开 把里面唱戏用的 几顶头冠取了出来 用干布擦了擦上面的灰 若说景荣此前心中 还有所怀疑 这一刻彻底信服了 真是戏班子 他惊讶地看着纪云书 又拧着眉 奇怪道 你这个女人 脑袋里都装着些什么 脑子里装的 自然是脑浆啊 纪云书脱口而出 景荣差点没笑出声来 不得不说 你比那些只知道 钻书看书的人厉害多了 本王的龙王妃 就该是这样 纪云书送了他一记白眼 就在这时 传来了一阵干呕的声音 闻声看去 就见谢大娘 极其难受地按着胸口 干呕了几下 脸色瞬间苍白 纪云书起身 快步过去查看 谢大娘 你怎么样 他轻轻扶着他的后背 谢大娘喘着气 摇摇头又摇摇手 无力地说 我没事 莫若也注意到了这边 是该他出马了 于是 他懒泱泱地 从草坪上站起来 还不忘跟魏义说 好好温酒 我待会儿要喝 然后走到小溪边上 慢悠悠地洗了洗手 这才朝谢大娘走过来 替他把了把脉 身体上的都是些老毛病了 休息一下就好 但胸前发闷 气脉膨胀 是血脉毒了 需要好好补一补 我车上倒还有些 背下的药材 不过 却缺了一剂佛神 要等到了安抚县 才能去找药 这里离安抚县 还有一段路程 可还有别的法子 没有 必须用佛神作业 方能全域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若是再返回渝州城 怕是又要半天时间 这一来一回 我这儿有佛神 出生的正是那位 被换为詹默的姑娘 她与自己身边的 小丫头说了一句 那丫头就跑到马车上 取了一些佛神 却被那位老班主拦住 詹默 这佛神 可是好几辆银子 买回来的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 给了人呢 那就从我的酬劳里扣吧 说着 詹默便从小丫头手里 将佛神拿了过去 走到谢大娘这边 将其小心放下 这药我经常而来喝 所以身边会带着 既然所需 你们拿去吧 声音十分好听 却很弱 季云叔道谢 多谢姑娘 这药材 就当是我买了 正要掏银子给她 不必了 持不了几个钱 救人要紧 说着她也不停留 就直接折了回去 空气里还弥漫着 一股淡淡的香味 不似风尘女子 那呛鼻的味道 反而十分好闻 应该是她熏炉里 散发出来的那股香味 莫若拿了药 看了一眼沾末 然后命人将车上的药 取了下来 便开始熬药 一会儿功夫 就熬出一碗药 谢大娘服用后 身体好了许多 缓过神来 一一道了谢 看天色不早 加上谢大娘身子不好 景荣便下令出发了 离开的时候 莫若却一步三回头地 看向沾末 而且毫不掩饰 最后 景荣只好将她拽上马车 与她同城 马车里全是酒味 还有好些倒在地上的酒瓶子 你是喝了一个酒窖吗 莫若不答 撩开车帘子 伸着脑袋依旧往外看 景荣拉了她 你到底看够了没有 那是姑娘家 景荣 莫若突然很认真地叫了她一声 怎么 你可发现 那女子有何不同 不同 有鼻子有眼的 没有哪里不同 莫非 是你梦里的心上人 去你的 第191集 我看那女子 眉眼下垂 瞳瞳为诚 唇角也翻翻 更奇怪的是 她不清楚 有些偏黑 方才她说话的时候 我还是刻意看了一眼她的舌头 发现她舌尖泛黄 中部挤白 那双手纤细修长 却纷纷软而无力 你看 她还随时带着扶身 这种药 若不是常年有病症的人 是根本不会带着的 你竟然看人家姑娘的舌头 莫若 你这爱好 本我无法理解 你想什么呢 我看她那种硬症 是属于心脉上的病症 所谓人之体虚 可以用浮身作业 但虚于心脉 浮身是寒性药材 浮用过多 会加重病症 甚至连碰都不能碰 说到这里 景容严肃起来 微微眯了眯眸 你的意思是说 那姑娘服用服身 是务实了 莫若点点头 又摇摇头 应该是 那你方才怎么不提醒她 反而还一步三回头的脚 我可是人人称道的神医 不是人人都会救她 神医 我看你没被人当成神棍 就该偷笑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不要用心呢 我倒是有这个心啊 就怕那姑娘没这个意 行了 你就是喝多了 身体里装的都是乱七八糟的酒 此刻还迷迷糊糊的 再这样下去 只不定你脑子一魂 叫出大事 景容嘴巴向来不留情 莫若冷哼了一声 我没醉 既然没醉 也不想提醒那姑娘 那你还使劲 那你还使劲去教 两只眼珠子 都快长到人家身上去了 我只是好奇 你也知道 我虽看出了她的病症 却不知道 她患的究竟是什么病 心中一样 倒想去拔把她的脉 断个究竟罢了 看她眼珠子 瞇着的样子 景容又觉得好笑 她踢了踢 马车内东倒西歪的酒瓶子 我估计那伙人 也是要去安抚的 若是再遇上 你去给她整个卖 也不是不可 还是算了吧 那姑娘若是将我 当成不良人 那还了她 说完 莫若伸了个懒腰 摆摆手躺了下去 我还是做个闲人吧 总比管闲事的好 一闭眼就睡了 虽然景容与她 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 莫若了解她 但她未必了解莫若 莫若心思太重 心性也琢磨不透 她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景容至今也弄不明白 或许她什么都不想要 又什么都想要 很快 天色就暗了下来 官道上 火把照亮着大道 路面越发不平 季云书被颠簸得毫无睡意 倒是卫义 趴在她的大腿上 睡得很舒服 时不时还用手指 在鼻尖处蹭蹭 季云书双腿被她 枕得有些发麻 却只能在一边 轻轻捶几下 动得弧度也不敢太大 以免吵醒了卫义 她伸手在她脑袋上 轻轻揉了揉 嘴角泛着宠溺的笑意 半晌 笑容僵住 眼眸深了深 卫义 中矛盾 其实她一路上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揉着卫义脑袋的手 也停下来 索性撩开车帘子 透透气 外头 黑压压的树丛 看不见尽头 隐隐晃动的火把 照亮了她精致的五官 冷风扑来 混合着火把 燃起的暖意 冷意交替 让她打了个寒阵 郎伯注意到她 骑马上前 季先生 你是不是累了 嗯 有点 前面再走一小段距离 就能到一家客栈 你先忍一忍 到了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嗯 郎伯似乎话引上来 瞧着季云书也还精神 到达客栈还有一段距离 便打算和季云书聊聊 对了季先生 按照我们的行程 估计再走五六天 就能到锦江了 你可有什么打算 为何这么问 锦江是季先生 你的家乡呀 所以 郎伯欲言又止 季云书明白 目光往前面看了看 郎大哥 你是担心 我与季家人闹起来吗 季先生 我这个人嘴巴笨 你也别见怪 我就是随口问问 关心关心你 你要是不想说 也没关系 季云书果真没有回应他的话 而是朝后方看了看 赵怀还跟着 跟着 不快一步 也不慢一步 就好像拿尺子 量着距离似的 奇了怪了 不过季先生 你别担心 王爷已经吩咐 让我好好盯着了 绝不会让你再出事的 那 下午在小溪边的 另外一伙人呢 那伙人呀 应该也在后面吧 就这一条关道 估计 他们也是去安抚的 不过 先生为那些人做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随口问问 季云书将脑袋 缩回了车内 放下了车帘 郎国摸不着头脑 只觉得好生尴尬 早知道 就不问了 半个时辰后 终于到了山间的一处客栈 季云书摇醒了魏翼 拉着他下了马车 还没进去 客栈里就传了一阵 闹哄哄的声音 把林子里的鸟儿都惊飞了 原来里头的人在喊酒 所谓的喊酒 一般是山间客栈的一种俗语 言外之意 就是拼酒的意思 一堆人围在一张椅子旁 个个喊得脸红脖子粗 人群中 一个身材魁梧满脸胡渣的大汉 正用碗喝着酒 喝得眼睛抽血 整个人已经东倒西歪了 而他对面是个女人 那女人长发挽在头顶上 插着一只筷子 身上穿的衣服 扯掉了一只袖子 露出白皙的锁骨和右手臂 腰上则绑着一根大红色的带子 上面挂着一串用骨头做成的坠子 十分瘆人 手边还放着一把象牙做的折扇 他左脚搭在凳子上 手肘撑在膝盖处 大口大口喝着面前备好的几十碗酒 半点醉意都没有 直到对面的大汉喝得醉倒在地 轰隆一声 笨重的身子倒地不起 嘴里还念着 我要喝 我要喝 我要赢 大伙儿哄笑 景荣和纪云书进来的时候 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小二看到有人进来 高喊一声 三娘 有客到 女人一听 喝完最后一碗酒 将空碗直接甩到 躺在地上的大汉身上 拿起那把折扇 打开 扭着曼妙的身子走了过来 风情万种 三娘打量着景荣这伙人 眼睛一扫 就知道他们有钱没钱了 她蹭了过来 那双丹凤眼 画着红色的眼妆 十分妩媚 却又不失江湖女人的气势 各位爷 这是要住店呢 还是吃顿饭就走人呢 景荣冷着脸不语 郎伯说 安排几间房间 备些韭菜 送上楼 行 这就给各位爷准备 三娘吩咐小二 还不赶紧带着各位爷上楼去 可要好好招待着 得嘞 各位爷 二楼请 景荣抬步上去 纪云书跟在后面 可踩走了两步 竟被三娘给拦住了 那丰满的身子挡在他面前 还有意蹭了蹭 眸子微眯 这位爷身上 可真香啊 三娘醋了醋鼻 还舔了舔舌头 纪云书浑身一个机灵 越过他上楼去了 三娘则勾着薄薄的唇盯着他 哪里知道 墨若在经过三娘身边时 却停下来 上下打量他一眼 三娘欢喜 很自然地将手臂搭到墨若肩上 这位爷可是看上三娘了 姑娘 我看你身最虚软 双脚有气无力 手臂也一样 你这眼睛 幻散迷离 这是体骑之掌 大爷真会开玩笑 墨若身子一偏 绝无虚言 三娘险些摔倒 她也不恼 反而笑得更加灿烂 看来大爷对我很好奇啊 你错了 本公子不爱你这款 只是啊 闻到了你身上的酒味香 说完就上楼了 三娘也不觉得尴尬 反而扯着嗓子 冲已经上楼的墨若说 若是大爷觉得酒香 那不妨来挑战三娘 你若喝赢了我 便送你一份大礼 没有回应 没过多久 赵怀的人也进来了 紧接着那帮戏班子也来了 将这间客栈挤得满满当当 三娘扭着身子站在柜台后 灵活的手指不停地拨动着面前的算盘 另一只手则扇着扇子 那样子勾魂得很 小二从楼上下来 挤到她的身边 三娘 今儿吹的什么风啊 这么多好满满什么 刚才上去那一波人啊 带着大大小小的箱子 指不定里面装着什么宝贝 要不 话还没说完 三娘用折扇 在她脑袋上重重打了一下 瞪了她一眼 给我安分点 别闹出什么幺蛾子 三娘 这可是大蛮蛮 你没理由放着不干嘛 你傻呀 你没看到那些人不好惹吗 第一波进来的那些人 个个都是武林高手 咱们手上的功夫再快 也抵不上人家手上的箭快 第二波进来的那几个 个个凶神恶煞的 功夫虽然不行 但都是莽夫 指不定还是道上的人 你敢碰吗 四娘 那后面进来的那一波呢 他们老的老少的少 个个看上去都不顶用啊 再说了 这么多箱子 咱打开两个 也够吃好几个月了吧 哎 我告诉你 总之你今晚什么都别做 宁可错过一笔财 也不要给自己惹祸上身 客栈里到处都是高手 你要闹出什么来 我也保不住你 小二虽然心有不甘 可抬头看了一眼二楼 景荣的侍卫都在上面的 各个角落站着 盯着 我笑容 赶紧准备放菜 小二说完就溜走了 很快 他端了准备好的饭菜出来 被三娘叫住 等会儿 这饭菜我送上去 他直接将饭菜端过来 扭着腰枝上楼去了 楼上景荣的房间里 王爷 现在离安府县 还有一日的路程 要不要提前通知 安府县县陵一声 郎伯问 不必 我们只是经过而已 不会逗留多久 是 景荣倒了一杯水 喝了一口 似乎想到了什么 安府县的县陵 现在还是柳志良吗 是他 有趣 当年柳志良 捐来了这个官 消息一传开 还是王爷给压下来的 看他为人忠厚 便与吏部说了一声 将他派到了安府 这官一做 倒有好些年了 而且听说 安府治安很好 百姓也挺安乐的 说明王爷当年 留他是留对了 柳志良 虽说肚子里 没有多少墨水 十多年了 连个相识都住不了 可脑袋瓜子 却很聪明 竟耍一些小聪明 这种人 其实最适合做官了 坏人别想钻他空子 好人也拿不到 他半点好处 安府县能 太平这么多年 着实算得上 是他的功劳 皇爷说得对 这安府 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朝廷倒是多次 想上他的官 那家伙却不要 我在安府 做起了山带王 那王爷 真的不通知他了吗 不用 郎伯也闭了嘴 不再问 正好这个时候 三娘经过他们的屋子 即便隔着门 他还是听到了 屋里两人的谈话 是个王爷 三娘骨子一紧 都说做贼的 最怕做官的 三娘也不例外 更何况 里面还是一位王爷 索性端着手上的饭菜 绕过这间房 敲了敲 隔壁的一间 门却没锁 他推门进去 就看到莫若像躺尸一样 摊在床上 红唇一勾 大爷 你要的饭菜 是给你割桌上呢 还是 他端着饭菜走到床边 莫若睁开眼 看了他一眼 冷笑一声 给我一壶酒就行 说着 他便艰难地 从床上坐了起来 三娘这才发现 他手里还拿着一瓶酒 看来 大爷很喜欢喝酒啊 不是喜欢 是习惯 既然如此 不如与三娘喝几杯 可有酒 当然有 可是好酒 上等的女儿红 多少 管垢 莫若的酒虫子 被勾了出来 起身 走到桌边坐下 手指在桌上敲了敲 那就上酒吧 三娘将饭菜放在一边 走到外面 冲着楼下吩咐了几声 小二立马搬上了 几坛上等的女儿红 大爷是想一碗一碗地喝呢 还是一坛一坛地喝 随便 那 堵住是多少 三娘那双眼睛盯着她 莫若这些年走南闯北 是知道规矩的 随手从腰间掏出一块玉佩 丢到桌上 如果喝过它 那玉佩就归三娘 三娘正要将玉佩拿起来看看 莫若却用杯子倒扣住那块玉佩 真的假不了 假的 真不了 大爷真会说话 大爷用玉佩做赌注 那我 不要 你赢了 玉佩拿走 输了 也拿走 行 还有这等好买卖 不管输赢玉佩都归自己 三娘意外 别人 别人休想从他身上吃到什么便宜 他也不吃别人的便宜 可现下 脏雅 这一说可把莫若逗乐了 他将之前倒扣的杯子拿开 露出里面那块剔透的玉 然后用手指在上面戳了戳 你好生看看 这玉啊 到底是不是脏物 三娘稍微顿了一下 然后伸出修长的手指 将玉佩勾起 在指尖上翻看了几眼 然后塞进了自己胸前 滑进了衣服里 然后将身子往前一挺 妩媚至极地说 不管是不是脏物 这东西既然是大爷给的 那便是我的了 如果大爷后悔了 现在拿回去 倒是来得及 东西兜进了他胸前的衣服里 怎么拿回来 第192集 莫若瞟都不瞟一眼 送给女人的东西 可没有拿回来的道理 那可还喝酒 酒当然得喝 说着他拿起一碗酒 一饮而尽 上等的女儿红 果然喝得痛快 一游未尽的甜甜唇 他眼睛微微闭着 感叹地摇摇头 能在这山间客栈里 喝到这么好的酒 真是三生有幸 接着又喝了一碗 三娘手肘撑在桌上 半个身子歪斜着 那双柔情的目光 紧紧盯着墨若 要是大爷喜欢 大可留下来 上等的女儿红 天天给你喝 莫若没有接他的话 酒饮上来 一连喝了五碗 直到被三娘盯得 有些不自在了 他这才将一碗酒 推到他面前 独自一人喝酒 这酒啊 可就没那么香了 行 那今晚 就陪大爷喝个够 说着 那只露在外面的 胳膊一抬 端起酒 一口闷 接连喝了好几碗 两个酒鬼 一碗一碗地 喝了一坛子的女儿红 但两人丝毫 没有什么醉意 就像是喝了 一坛子水似的 三娘也摇摆着 纤细的腰枝站起来 走到莫若身后 手顺势搭在 他的肩膀上 然后一路往下 伸到了他的胸口处 见莫若没有反抗 三娘便肆无忌惮地 将手探进 他胸前的衣服里 正准备将里面的 物件掏出来时 手腕突然被拧住 莫若一个用力 将三娘的手一掰 从她衣服里 拉了出来 随后一甩 三娘身子一顿 双手紧握着拳头 莫若侧眸看了他一眼 也不怒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要是三娘想要的银子 大可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我呀 必定会给你 我不明白 大爷在说什么 莫若索性将胸前的东西掏出来 丢到桌上 砰的一声作响 但不是银子 而是一块石头 我就是个穷人 彻彻底底的穷人 这身上唯一值钱的 也就属那块被你拿走的玉了 至于这块石头嘛 不过是我今日在小溪边上捡到的 因为觉得好看 便揣进头里 三娘二是喜欢 拿走便是 三娘嘴角抽抽 揉了揉自己那只被墨若拧得发红的手腕 倒也不觉得羞愧难当 反而谄媚地笑了笑 身子一扭 又在旁边坐下 大爷 你可别误会我 我杜三娘可不是那种喜欢手上染筋的人 那就最好了 莫若不以为然 笑了笑 然后一口喝了最后一碗酒 端起空碗 往下扣了扣 你不是我管够吗 这就都喝没了 行 这就给大爷继续上酒去 说完 三娘摇摆着身子出去了 刚出门 就听到一个略带哭泣的女声 詹默姐姐 你怎么了 可别吓我 一个女子倒在地上 一脸苍白 身旁的小姑娘 则急得直冒眼泪 哎哟 这是怎么了 我家姐姐突然晕倒了 三娘仔细瞧了一眼 该不会是死了吧 这人要是死在她的客栈里 那还了得 莫若闻声出了门 微眯着眼睛 扫了一眼地上昏迷的沾末 上前蹲下身 冲那丫头说 让开 然后将詹默抱了起来 哪间屋子 小姑娘蒙了一下 愣在原地 莫若又问 哪间屋子 啊 在那间 小姑娘手指了一个方向 莫若便抱着詹默去了他的房间 放到床上 很快 班主和戏班子里的人知道后便都过来了 动静很大 惊动了景容 他问侍卫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有个女的晕倒了 莫公子把她抱到房间里去了 估计是在看病 谁 就是今天在小夕片上的那伙人中的一位姑娘 景容倒是好奇 想了想 便过去凑热闹了 到门口 就看到莫若有模有样地在给那姑娘把麦 看她脸部透红 明显喝了不少酒 屋子里也弥漫着一股酒香 景容摇摇头 这人要是哪天不喝酒 那太阳估计得打西边出来 屋子里 班主急得直跺脚 这要是出事了 那可怎么办呢 班主你别急啊 詹默姐姐会没事的 她要是出事了 那就惨了 这都答应了丈夫去唱戏祝寿的 点名要詹默唱 她要是出了事 我拿什么给人家交代 那可是要赔银子的呀 这违约金估计得赔惨了 而一直在哭泣的小姑娘说 班主 都这个时候了 詹默姐姐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年来 詹默姐姐唱了那么多场戏 一直都没有休息 要不是这样 她也不会累得晕倒 怎么 这还是我的错了 你们这些白眼狼 我供你们吃 供你们穿 到现在 还反过来说我的不是 要不是我 你们都得饿死 詹默这么辛苦 还不是为了给你们能吃上一口饱饭 咱们戏班子里 詹默可是抬柱子 他要是出了事 你们就喝西北风去 我这还要给张家老爷赔银子 好几百两呢 班主心里盘算着 如果詹默要是出了事 去给安抚富商张老爷 唱戏的事也就黄了 拿到手的银子 还得双倍赔偿出去 一想到此处 班主的心就痛起来 这会儿 默若拔好了脉 觉得吵闹极了 将詹默纤细的手 放回被子里 将被子盖好后 便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 班主一瞧 赶紧上来问 公子 怎么样 到底如何 默若面无表情 站起来走到桌边 喝了一口水 放心 这姑娘死不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可是这段时间 恐怕都要卧床不起了 卧床不起 那可不行 后天张老爷大寿 我们就是赶去唱戏的 这要是给耽误了 那是要损失很多呀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 公子 你 你不是大夫吗 你一定要救救战末呀 他 他可不能病着 默若冷笑 而一直哽咽哭泣的小姑娘走上来 公子 我家姐姐 到底怎么样 不好 不好 我家姐姐 不会有事吧 心脉虚 是生来就带的病 没有根 所以也跟着不了 加上他还长期服用服身 自药极寒 寒药入体 心脉虚不受风 加上女之音效 本该阴阳调和才对 而且人体分脉 上是热脉 中是冷脉 下是死脉 一不入水 二不入火 三不入风 这是脉象上的长血 任何一脉若是断了 身体就像断了骨湿了血 偏偏你家姑娘这一战 就占了两脉 冷脉和死脉 这要是治起来 难上加难啊 可若是不治 半年内 必死 半年内必死 大伙被吓到了 班主更是吓得双腿一须 要不是身边人给他扶住了 这会儿估计已经一屁股 坐到地上去了 莫若说话本就干脆 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脚 他心情好的时候 倒还会给来玉华阁 求医的病人看看病 但因为嘴巴太毒 从来不会婉转告知 人的病若是不治之症 他就直接说出来 那些病人接受不了 最后都吓得半死 班主颤抖着声音说 公子 你可你可一定要治好他呀 要是没了他 我这戏班子也就完了 他使劲拍着自己的大腿 莫不作声的三娘 靠在柜子边上 突然说了一句 是啊 可一定得救活了 这人要是死在我客栈里 官府查起来 我这客栈也会跟着遭殃 说完拿着扇子扇了几下 莫若问班主 服身是谁样的服用的 是大夫说的 用了服身能养病 凶器 服身以后不能再服用了 我待会开一张方子 你去找药 想必客栈里 应该都有备用的药材 等会儿熬身一晚给他服下 每两天服用一次 半年之内不能断 否则 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他的命 是是是 多谢公子 多谢公子 很快 莫若就写了一张药方交给他 三娘拿过去一看 还真凑巧 这些药啊 我客栈里都有 说着就交给一个小二 让他去抓药 熬好了送上来 卖把了 药也抓了 景荣就不必留了 刚准备走 戏班子里的一个汉子冲上来 嘴里嚷了一声 不好了 班主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咱们的箱子 被人给偷了 你说什么 箱子被人偷了 那里面可是我们吃饭的宝贝 班主脸色都轻了 急得顿时满头大汗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刚才我肚子疼 就去上了茅房 一回来 放在后院里那些箱子 就少了三个 我就赶紧上来告诉你了 那还了得 班主第一反应就是质问三娘 老板娘 我这东西在你店里丢的 你怎么也要给我个交代吧 三娘懵了一下 心想 不可能啊 自己都已经吩咐下去 不准底下人动手 怎么还会有丢东西的事发生 我说老班主啊 你可别将这件事情 怪在我们客栈头上 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就说了 这客栈人多 自己要注意好东西 你你你 这荒郊野外的 你那几大箱子笨重得很 再要是偷了 这会儿估计也没走远 我看你还是出去追一追 指不定能追上 老班主气得胸口起伏 只好赶紧下去 跑到后院去看个究竟 三娘也跟了下去 这时纪云书从屋子里出来 情况他都知道了 也听到了 本想着下去 却被景容拦住了 都这么晚了 早点休息 不该你管的 就不要管 多管闲事 对你们有好处 纪云书想了想 便打消了念头 准备折回房间 肩膀上 却被一个小二撞了一下 没事 纪云书的视线 落在了那小二的衣服 和他肩膀上 搭着的那块毛巾上 心一沉 不顾景容的阻拦 还是下去了 没办法 自己有个喜欢 多管闲事的女人 景容也只好跟着 免得他又出事 客栈的后院里 戏班子的马车 都停放在这儿 那些大大小小的箱子 也都搬了下来 堆放在一块 老班主大呼 一定是客栈里的人偷的 我那箱子里装的 都是很贵重的东西 说完又转向三娘 质问道 箱子是在你们客栈里丢的 你们要负责 负责 三娘还是头一次 听到这么新鲜的词 笑了笑 曼妙的身子扭着上前 摸了摸那几个大箱子 你们进来的时候 我就提醒过你们 现在箱子丢了 怎么能怪我们呢 依我看呢 分明就是你们自己人 坚守自盗 这一说 戏班子里的人可不干了 我们怎么可能 拿自己的东西 这箱子一定是你们拿的 饭可以乱吃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三娘也不高兴 我们客栈在这一带 可是开了好几十年了 人手干净 可不会偷拿你们的东西 反正东西是在你们店里丢的 你们要赔 可笑 我杜三娘是什么人 你们去打听打听 活在这世上的 还没人敢让我杜三娘 赔东西的 戏班子里的人都急了 突然 这东西也不用赔 只要拿出来就是 闻生看去 纪云书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东西丢是丢了 但也没丢太远 其实 就在这客栈里头 东西还在客栈里 大伙纷纷看着 从人群里走出来的纪云书 这书生气质的男子 模样十分清秀 可那张深不见底的深邃眸子 却分明透着一股 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感 若是看久了 倒让人有几分寒意 班主闻言 上前问 公子 你是说东西没丢 那东西在哪 我方才不是说了 东西 就在客栈里头 客栈里 班主一听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气势汹汹地 看向三娘 东西既然还在客栈 那肯定就是你们偷的 你们这根本就是个黑点 还不快将我们这东西交出来 交出来 不然我们就报关了 戏班子里那几个老大粗 挽起了袖子 一副要打架的架势 三娘收起之前妩媚的模样 扇子一合 插进自己腰间 抬着下盒单凤眼一挑 然后看向纪云书 这位公子 你说东西还在我们客栈里 这话从何说起 我们客栈可是方圆百里 赫赫有名的老字号 这手底下的人 个个底子干净 你可别胡说八道 若是上了公堂 我可是要告你一状的 随便 纪云书淡定自若地 回了两个字 然后不理会三娘的眼神 走到那些雷起来的箱子旁 那些箱子都刷着红漆 但大多数都已经掉漆了 她在其中一个箱子上摸了摸 指尖上瞬间沾染了一丝掉落的红漆 嘴角往上勾了勾 然后看向之前 在二楼撞上自己的小二 那小二此时还微微喘着气 头上还依稀可见汗珠 被周围的火光一照 泛着光泽 她缓缓走过去 这位小哥 貌似很累 小二身子抖了一下 抬起袖子擦了一把汗 天气热啊 哦 可这天 分明还很凉快 店里客人多 肚跑几趟 当然就出汗了 可一在下所看 似乎不是这样的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两腮透红 颧骨微凸 而且面部两端的下颌角 也同样微微凸了出来 甚至脖子红胀未散 这都表示 你在一炷箱之前 使尽全力搬过什么东西 因为人在用力过度的情况下 脸部的肌肉会随之拉伸 皮肉紧致 过而颧骨和下颌角 才会在这种情况下 凸得十分明显 鸡云书语气十分平缓 第一百九十三集 想二眼珠子一转 往后退了一步 我就算班门胎的 还要怎么样 我力气小 我们翻菜的时候 自然会用力 你在撒谎 众人心中一紧 都不出声 一双双眼睛盯着看 一双双耳朵竖着听 纪云书则眼眸一紧 指着小二的衣袖 你衣袖上染着的灰尘 应该弄脏不久吧 而且衣脚下 还沾着红色的漆 刚才我也摸过 那些箱子上的漆 跟你衣服上的 是同一种 这么一说 小二身子一晃 眼神慌乱 赶紧抱着自己的手腕 将沾染红漆的衣袖 藏在手臂间 我 我没有碰过那箱子 你别胡说八道 我可没说 你碰过那些箱子 你倒是自己承认了 我 我没有承认 你别绣口奔人啊 我衣服上的漆 是擦桌子的时候 留下的 根本不是箱子上的 你要是有证据 就拿出来 没有证据的话 你就是来诬陷我 在下可没有诬陷你 明明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我自己 季云书点头 将他的手一拉 掰开紧握拳头的手掌 掌心上 有一条两寸长的伤口 鲜血未干 而且因为没有好好处理的原因 伤口处还很脏 这条伤口 应该是你在搬箱子的时候 被箱子底下的木屑割到的吧 不是疑问 而是肯定 小二立马将手抽回 我 支支呜呜 眼神飘忽 你无需狡辩 我既说得出来 自然也拿得出证据 说着 季云书走到一个箱子边上 指着上面的一处 这个箱子上面 有一道血痕 呈现直条状 原因很简单 就是当你搬起 其中一个箱子时 因为手被划伤 伤口上的血 沾到了箱子底座的边角上 你手心吃痛 将原本抬起的箱子 累在了这个箱子上面 两个箱子叠在一块 上面箱子底座 染血的位置 正好压在这里 故而才会留下 直条形的血痕 很浅 若是不仔细看 根本就不会注意到 说得仿佛 季云书亲眼所见似的 班主听了这么多后 算是明白了 于是冲上去 就拽住那小二的衣领 你这个贼 我现在就要拉着你去见官 走 说完 便拽着他要去见官 但被警戎拦下了 老班主不想要箱子呢 当然要 拽着那人衣领上的手 用了几分力 你快将我的箱子交出来 我没拿 小二颤抖着吼了一声 然后一把推开老班主 跑到三娘身旁 满眼求助地看着他 三娘 我真的 真的没拿 三娘心里 其实已经有了底 他心里估摸着 应该是他们瞒着自己 私下动手了 所以他也不能不管 便挡在前头 与季云书说 公子 捉贼拿脏 你空口无凭 单说这些 根本就证明不了什么 季云书不恼 也不急 行平气和的寒 可戏班子那帮人 就没那么好的脾气了 东西就是你们偷的 要是再不交出来 我们现在就去报官 对 现在就去报官 你们就是家黑店 黑店 三娘见惯了这种场面 扯着嗓子吼起来 吵什么吵 这是我杜三娘的地盘 谁要是敢闹事 我可饶不了他 别说是你们报官 天皇老子来了 我杜三娘也不处 气势很足 确实震住了场面 戏班子里的人 也待在了原地 不吭声 此处不怕开水烫 你要是能找出 那几个箱子来 我杜三娘保证 那三个箱子里的东西 值多少钱 我双倍银子奉上 作为赔偿 可你们若是 拿不出证据来 也找不到那三个箱子 那你们就是在 我杜三娘的地盘上闹事 我也不会轻易放过你们 这一说 戏班子里的人就怂了 老班主没了底气 毕竟单凭一个小书生的三言两语 他也不敢全信呢 于是将目光转向纪云书 心想 你可一定要拿出证据啊 东西必定是在客栈里的 而且还被藏得牢牢的 里头的东西 必然也安然无恙 纪云书说着 将小二搭在肩上的毛巾取下来 还从上面取下一根草屑 在指尖上转动了几下 歪着脑袋 好奇道 也真是奇怪 这好端端的毛巾上 怎么会有一根草屑呢 更奇怪的是 这毛巾上竟然有一股 马粪的味道 一个跑堂的店小二 衣袖上有灰尘 倒还说得过去 可搭在肩膀上的毛巾上 有草屑和马粪的味道 这不是很奇怪吗 可说是奇怪 倒也不奇怪 毕竟要将那三个大箱子 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身上沾了味道 也是难免的 他这话一说完 小二双腿一软 差点就坐到了地上 纪云书将毛巾 甩到那小二身上 然后转头和老班主说 老班主 马厩里的稻草下面 应该有一个暗室 你的箱子就在里面 你找人搬出来就是 班主应了一声 让人去了马厩 不到一会儿 戏班里的人果然 抬着丢失的那三个箱子 回来了 领头的汉子喘着气说 老班主 这三个箱子果然是在 马厩下的一个暗室里 找到了 证据确凿 老班主底气足了 老板娘 东西已经找到了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三娘脸色难看 忍着眼眸中要 迸发出来的一团火 抬脚 狠命踹在那小二身上 不要命的东西 竟然敢偷东西 小二跪到地上 四娘 你饶了我吧 手痒 好 那就把这只手剁了 旁人哗然 小二嗷嗷哭起来 求饶我 四娘 你饶了我吧 我不敢了 真的不敢了 这手痒痒剁了 我真的就毁了 三娘 这 你看在我 跟在你身边 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就饶了我 我保证 绝对不会 再有下一次 三娘没有动摇 一脸的冷酷 瞟到自己手底下的人一眼 吩咐道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把他手剁了 是 上来两个人 一个按住小二的手 一个则扬起刀要砍下去 等等 纪云书及时制止 持刀的人手一顿 大半夜的 他见不得血 于是和老班主说 老班主 东西既然已经找回了 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而且三娘也说了 会双倍赔偿你 你看 此事就算了吧 不至于断了他一只手 老班主虽然气 可东西的确找回来了 而且还是纪云书帮的忙 所以他也不好不答应 想了一会儿 沉了一口气 白白手 既然是公子开了口 那就算了吧 你听好了 再有下次 一定把你送关 是 小二连连磕头 老班主也命人 将箱子全部搬到楼上去了 一会儿人也就散了 三娘看着那个小二 手不用断你的 但不代表你就没事了 既然是手闯的祸 手臂就得挨棍子 五十棍 挨得住就挨 挨不住 断了也就断了 小二不敢求饶 随后被人拖了下去 当然三娘也不忘 感谢纪云书 多谢这位公子 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我客栈里 竟然养了一个贼 等天一亮 我就送他去见关 你这招倒挺不错 无缝嫁接 将此事撇得干干净净 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那箱子这么重 可不像是他一个人 能扛起来的 而且那马厩底下 有一个暗示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三娘你手底下的人 应该没少干那种事吧 甚至说 三娘你也参与了 三娘面不改色 身子一偏 朝纪云书靠过去 姑娘真是个聪明人 姑娘 纪云书微惊 三娘打开扇子 扇子肩上的毛 轻轻拂向 纪云书的侧脸 醋了醋鼻 男人跟女人身上的香味 是不一样的 我三娘这辈子见过的人 比你吃的盐还多 眼睛一扫 就知道是男是女了 不过还是要 多谢公子手下留情 我不是手下留情 只是我累了 没时间将事情闹大 我也只好杀鸡儆猴 希望三娘你这只猴子 能收敛收敛 好 这话 我杜三娘记住了 说完笑了一下 离开了 人都散了以后 景容走过来 这个三娘是个聪明人 你没有起传堂 是对的 毕竟人在路上 总是要说说话的 纪云书点点头 好了 你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赶路 两人上楼了 然而 一楼的一间房内 被打了五十棍的小二 跪在地上 双手脱节一样 掉在两侧 身子发抖 脸色苍白 三娘坐在椅子上 那张脸 狠力又带着杀衣 然后伸出脚 往小二身上踢了一脚 没用的东西 小二倒在了一边 三娘 你就饶了我吧 我之前就说过 让你别动歪脑筋 客栈里来的那些人 是咱们惹不起的 你竟然连我的话都不听 次次行动 跟了我这么多年 今天却伴老娘一脚 要是刚才那场面 收不住 老娘就要你的命 我哪里知道 这客栈里 怎么就出现了一个书生 还偏偏什么都知道 我 还敢说 要不是那小书生 放了我们一马 你我现在 已经被押到衙门了 就你一个人 能抬起箱子 马厩里有密室 是你一个人挖的 他只是不想 将事情闹大 这才放了我们一马 那四娘 咱们要不要 话还没说完 就被三娘一巴掌甩过去 不要命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人 和那小书生一起的 蓝衣男子 他是个王爷 小二傻眼了 明显被吓到了 王爷 三娘眯着眼 开始寻思起来 半晌 吩咐身边的人 去通知柳志良 告诉他 让他安分点 安抚 马上要迎来一位王爷了 经过箱子被偷盗后 戏班子里的人 那晚十分小心 因为担心 再出什么幺蛾子 天蒙蒙亮 就动身走了 走之前 三娘也按照 那三个箱子的价格 折了现银 老班主捧着 赔偿的银子 心底的气都消了 便乐呵呵地走了 听说走之前 那位叫詹默的姑娘 还特意给默若 留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的是什么 就不知道了 没多久 太阳冒出一个头 景蓉便下令出发 季云书整理好东西 从房间里出来 就看到三娘 站在默若的门口 后背依靠着 红木桩的围栏上 修长的食指和中指上 夹着一张 泛黄的字条 来回晃动着 像是在把玩着 什么有趣的物件似的 默若开门 身着懒腰从里头出来 揉了一下轻松的眼睛 看清了站在门外的三娘 醒了 三娘柔声地道了一声 默若则冷淡地 吃笑一声 目光注意到 他手上那张字条 有东西给我 猜得真准 是给你的 酿酒的配方 比配方 还有用的东西 难不成 是这家客栈的地契 三娘可真舍得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完便伸手去拿 三娘却将手臂往后一缩 将那张字条藏到了身后 然后两步走到默若面前 仰头看她 斜斜地一笑 想要 三娘将纸条放到自己鼻尖上 闻了一下 嗯 这上面 有一股女子的清香味 那姑娘还真有心 为了谢你救她 天还没亮就留了这东西 还特意交代 务必要亲手交到你手上 说话的同时 扬了扬手里的纸条 下一刻 莫若夺了过去 打开 那上面就写了三句话 多谢公子 有缘再见 必报大恩 字迹还算清秀 就是笔法不够成熟 应该不是个经常摆文弄墨的人 看完她将信折好 藏到了袖子里 三娘 三娘朝她身边靠了靠 挑眉问道 怎么样 那病若兮兮的姑娘 写了什么动情的情诗啊 可惜啊 我还以为是酿酒的配方 亦会是这家客栈的地契呢 很失望吗 有点 这时候 楼底下的狼伯开始叫 季先生 莫公子 马车都在外头备好了 该出发了 季先生 莫若和三娘同时转头看了过去 正好对上纪云书那双看好戏的眼睛 三娘冲她说 原来公子起床了 怎么也不吭一声呢 季云书则淡淡点了点头 什么也没说 莫莫下楼了 只听到头顶上传来三娘冷嘲的话 这世上还难得有这么清高的公子 惜字如今呢 紧接着 莫若也下了楼 一行人趁着天刚刚亮 从客栈出发走了 紧接着 赵怀的人也走了 看人都走了以后 三娘身子撑在柜台前 手指拨弄着上面摆放的算盘 眉眼一垂 露出了狡黠的眼神 丢失的买卖 早晚要连本带利地拿回来 从客栈离开后 马车在关道上行了半日 五六月的天 到了晌午就十分炎热 甚至是闷热 哪怕坐在马车内也十分难耐 卫义扯了扯衣裳 擦着满头的大汗 嘴里嚷嚷 哎呀 好热 季云书只能寻来一张纸 耐心地给他扇风 叔儿 你不热吗 季云书摇摇头 昨晚我和狼大哥一起睡 他老是挤我 老是挤我 我浑身都酸疼的 而且还好热 我推了他好久 但是推不动他 季云书笑了笑 叔儿 我可不可以跟你睡啊 你人小不占地方 这样就不挤了 而且 卫义说着 便握住季云书的手 嗯 叔儿 你的手很冰 身子也冰 要是跟你睡 肯定就不冰了 臭小子 想什么呢 季云书敲了一下 他的脑袋 将手从他手里 抽了回来 第194集 卫义捂着脑袋 眨巴着眼珠子问 叔儿 叔儿难道不想跟我睡吗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若是随口找个理由 这小子估计又得当真 所幸 他也就不答了 这时 有人在外头敲了几下马车 季云书撩开帘子 就看郎伯递进来一个水袋 季先生 你一定渴了吧 来 喝点水 多谢 对了 季先生 王爷让我问你 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不用了 刚说完 卫义却伸了脑袋出来 我要休息 我要下马车 我要下马车 马夫听到声音 拉了缰绳 卫义立刻跳了下去 大口吸了好几口气 卫公子 你没事吧 我很热 这天气是这样 要不 你也跟我一块骑马 这样好歹有点疯 可我不会啊 没事 我教你 我不要 我要跟姝儿一起坐马车 卫义 你要是累了 我们就在这儿先歇一会儿 我不累 就是热 那你上马车 我跟你扇风 等太阳落山了就不热了 这样我们也能再有时感到安抚 卫义想了想 点了点头 正准备抬脚上马车时 突然又想到什么 转身瞪着郎伯 喂 你不是说等到了驿站就还我银子吗 昨天你都没给我 现在给我吧 这小子记性倒不错啊 可郎伯哪来这么多银子 摸了摸自己空空如也的荷包 两腮抽搐 正好 前头马车里的警戎探出脑袋问 怎么了 郎伯便下马跑了过去 压低声音附在马车旁说 王爷 魏公子找我要银子呢 五十三两 我身上的银子不够 这 没有啊 哎 那就借呗 王爷 魏公子的银子 可是你拿走的 我一两都没有拿 你把这事丢给我 我接不起来呀 警戎还装模作样的 点点头思挣了一下 那这样吧 本王借你五十三两 你拿去还给他 这钱 就在你的凤银里扣了 有他这样讹人的吗 郎伯想掐死他的冲动都有 奈何 没那个胆子 于是只好认怂 也认栽 行 那就当 暑假见您的 警戎这才掏出 魏翼的那五十三两 郑重地交到郎伯手里 记住了 你见本王五十三两 暑假知道了 捧着这五十三两 郎伯的心都在滴血 一把塞进魏翼手里 撇开眼 看都不看 魏翼拿到银子后 这才开开心心地上了马车 似乎也不觉得热了 哪里知道 郎伯都快哭了 大家继续上路 差不多有时末 到了安府县 安府不算大 却也不小 建筑偏向于江南风格 出去三条大道 基本上都是错落有致的 小道小巷 算不上繁荣 也不算穷乡僻壤 而且衣衫傍水 十分安逸 马车一进县城 就引来不少人的目光 安府虽连接官道 却不是前往京城的 唯一路线 甚至可以说是去京城 最偏的一条路 因为若是从安府去京城 便要多走一日的路程 所以许多商客和行人 为了走捷径 通常都会绕过安府 改走小路再上官道 也就不必耽误时辰了 但景荣顾虑到 同行中有纪云书 还有谢大娘 担心马车走小路 会颠簸不断 故而下令直接走官道 这才多加了一天行程 百姓们看到马车进城 开始议论纷纷 不过好在是晚上 不算特别张扬 抵达客栈后 景荣就下令 马车和马匹 拉到后院去 随后没多久 赵怀等人 也跟着进到这家客栈 两伙人一路上不交涉 也互装不认识 大伙坐在一楼用食 各吃各的 景荣寄云书和卫义 坐在一桌 谢大娘则进房间用餐 莫若因为爱喝酒 便单独坐在了旁边一桌 喝了几杯后 莫若就又开始 说起胡话来 可怜啊可怜啊 明明双双有情 中间却隔着一条雀桥 雀桥说的是卫义 景荣一听 拿起筷子 刺向了莫若 却被墨若接住 多谢 正好少了支筷子 景荣懒得理他 给季云书夹菜 多吃点 嗯 季云书接了他的好意 卫义原本在吃饭 一瞧 也立马照葫芦画瓢 给季云书碗里夹了一块肉 叔儿喜欢吃肉 甚至将原先夹到 季云书碗里的菜 挑了出去 嗯 叔儿不吃你的菜 那模样真是任性又傲娇 弄得季云书好生尴尬 景荣无语 脸都清了 最后还是将这口气 给咽了回去 这时郎伯走了过来 在景荣耳边耳语了一句 只见他脸色一沉 私存片刻后 什么也没说 出了客栈 外头 一位牙役恭敬地站在那里 一看到他出来 拱手压低声音道 王爷 柳大人想请您一嫁去衙门 那只冷狐狸 这么快就收到消息了 大人说 要是王爷不去 就一直等着 你家大人的气派倒是很足啊 让我家王爷一嫁 他若是想见 怎么不亲自过来 这 景荣回头看了看客栈里头 交代郎伯 你吩咐下去 好好照看季先生 本王去一趟 属下跟着 不用 有紫然在 是 郎伯应下 景荣便带着石子然 跟着那个衙役 去了衙门 柳志良一直供应在衙门外 看到景荣一来 提着官服就跪下了 下官参见荣王 未能前往城门迎接 还请王爷恕罪 柳志良 别跟本王来这套须的 起来吧 别把腿跪舌了 柳志良哈腰起来 依旧毕恭毕敬地扶着身子 也不敢看景荣 只是低头说 王爷 下官在后院已经备了宴 还请王爷赏脸 不必了 一定要的 等您要不是王爷 下官哪能来安抚当县令啊 王爷的恩德 下官可是一直记在心里的 天天就在想着 要是能见到王爷 一定要好好报答 如今终于盼到王爷了 自然是要好好款待 景荣完全一副 看穿他的样子 上下瞄了他一眼 柳志良 谁同志的你 等王来安抚了 王爷受命前往玉府县 查赈灾营的事 一路眼下都传开了 王爷是尊贵之趣 自然不可能与别人那样 绕小路 必定会经过安抚啊 多日来 下官早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柳大人 你这话说得也太违心了吧 你若是早就做好了公营的准备 何故不在城门口迎接啊 还派人让我家王爷一驾到你们县衙来 这一看 倒是你的驾子挺足啊 王爷误会啊 柳志良身子更低了 赶紧解释 本以为王爷到安抚 会提前遣人通知一声 但迟迟没有接到通知 便知道 王爷肯定是不想声张 故而才打消了去城门口迎接的想法 方才 下官本该亲自去请王爷 又担心暴露王爷身份 故而失了礼数 让手底下的人去请 也免得惊动他人 而让王爷不快吧 不得不说 这柳志良和大理寺少卿 倒是有的一拼 都是拍马屁的神人 而且还一拍一个准 弄得景荣也不好问责于他 好了 柳志良 本王就不进去坐牢 之所以过来 倒不是真为了你背下的那段山珍海味 而是想来瞧瞧 你这山黛王 做得舒不舒服 王爷说笑了 下官哪里是什么山黛王 在您面前 就是一只草虫 随王爷开心 嘴巴子倒是挺溜的 安抚仙 近年来到也很太平 你这个官当的 也算是致命归了 本王爷看明白了 所以 也就不留了 你好好当你的官 本王回京之后 会在吏部面前多多提提你 谢王爷 王爷 当真不进去坐坐 不用了 本王还有要事 那下官前人送你 柳志良派了两个人跟着 景荣才刚刚走了两步 就迎面跑来两个十分焦急的小厮 那两人扑通一声跪在柳志良面前 大人 我叫张老爷死了 张老爷 我叫老爷 今日受缠 请了戏班子来唱戏 才唱到一半 就死了 张老爷死了 那可是安抚县城里有名的富商啊 听说张老爷 今日六十大寿 在府上办了一场盛大的祝寿宴 请了县城里头一半有头有脸的人 也有许多从外地赶来祝寿的贵族 整个府上几乎摆满了桌席 光是鹤里就堆满了两间大屋子 可谓气派十足 说起那位张老爷 明面上是个客客气气的人 可实际上抠门得很 手缝里一定银子都不会往外露 素有铁公鸡的称号 此次寿宴为了大显风光 更是请了许多戏团过来 跳舞唱歌一应俱全 甚至花了重金 千里迢迢请了一家戏班子过来唱戏 哪里知道戏才唱了一半 人就倒在了席位上 当场毕命 而这会儿 张福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吓到了不少人 柳志良一听 有些反应不过来 倒是旁边的牙翼提醒 大人 咱们是不是要赶去张福 当然要去啊 你先带人过去 把张福封锁起来 再通知武座过去看看 是 牙翼赶紧去办事 柳志良朝景荣拱手鞠躬 王爷 此事来得突然 下官 你忙你的吧 本王不做打扰 你的人 也不用护送本王回去 是 景荣看了一眼跪在地上 身子发抖的那两个小丝 阴致的双眸 微微眯了眯 便带着石子然走了 回去的路上 石子然好奇 王爷 这该不会又是一宗悬案吧 你想知道 就是好奇 说不定那张老爷 是吃得太撑了 结果活活撑死了 什么悬案不悬案 这世上 哪里来的这么多悬案 石子然点了点头 憨憨一笑 回到客栈 已经是一个时辰后的事了 他刚进房间 就看到继云书在里面 坐着等自己 嘴角往上一勾 坏坏的一笑 打发石子然出去 转身将门关上 心想 自己这豺狼窝 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等窝 狼大哥说 你去衙门了 去见了县令柳池良一面 听说张福死人了 这消息 倒是传得挺快 然后在他身边坐下 带着命令的语气说 你听好了 明天一早出发 言外之意 不准他多管闲事 纪云书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索性笑了笑 倒了两杯茶 将其中一杯推给他 然后起身离开 可刚走两步 手腕就被擒住 被颈容一拉 身子跌进了颈容宽厚的胸膛里 顺势 腰部也被他的手臂紧紧地扣住 正脱不开 两个身子贴到了一块 未等纪云书回过神来 下巴已被他的手指挑起 两人四目相对 这就走了 不然呢 这一路上 魏娜小子总是霸占着你 本王想与你多说几句话都难 你既自己送上门了 便是盗嘴的羔羊 哪里还有挽歪推的道理 说话的同时 他依旧压低身子 将额头轻轻抵在他的额头上 霸道的眼神中带着深情 纪云书身子一酥 却也不忘往后倾去 无奈 景蓉扣在他腰间上的手 十分牢固 小妖精 别想偷 今晚 本王别吃了你 胡说 是否胡说 办了才知道 纯瓣压尽 纪云书立刻用双手 抵在他的胸膛上 使劲推开了几寸 抿了抿唇 吹眸道 已经很晚了 你早点休息 他用力挣脱 赶紧溜走了 剩下景蓉在房间里懊恼 方才就应该将那女人 甩到床上 一了百了 这倒嘴的肥肉都掉沟里了 景蓉叹了生气 索性到床上休息 一日一早 客栈一楼里沸沸扬扬 听说了吗 昨晚张老爷死了 昨晚就听说了 张老爷在府上过大寿 请了好多人 原本正在看戏呢 看到一半 突然就倒在地上 一看 竟然死了 是不是犯病了 张老爷身体好得很 怎么会犯病呢 我听说呀 衙门派了武座去验尸 发现张老爷是中毒身亡的 原来是茶杯里被人下了毒 而且凶手已经找到了 押到衙门去了 凶手是谁啊 好像是戏班子里头的人 是位姑娘 而且还是那班子里的台柱子呢 成男西装了 那姑娘叫詹莫 张老爷子嗣大寿 专门请来的 有什么仇呀 非得杀人 谁知道啊 大伙议论纷纷 纪云书和景蓉也在一楼吃饭 将他们的话一句不辣地听了去 下毒者是詹莫 在山间客栈里晕倒的姑娘 纪云书寻思着 对面的景蓉却不以为然 该吃吃该喝喝 还冷冷地说了一句 长久者 耳不闻 口不语 短命者 盗人士 多口舌 纪云书明白他的意思 索性将耳朵合起来 也当自己没听见 可莫若却突然放下筷子 豁然起身 走到那一堆正在议论的人群中 拔开人群 坐了下来 还自顾自倒了一杯茶 喝了一口 问那些人 承担西装 是个什么西装啊 大伙看着他 这小子是谁啊 可人人都有一颗八卦的心 便忽略了这一点议论起来 其中一人鄙夷地看了莫若一眼 这你都不知道 承担西装可是有名的戏班团 听说还进宫给皇上和一些皇亲国戚唱过戏呢 了不得 不过后来那旧班主死了 承担西装也没以前那么疯狂了 但破船还有三千丁呢 承担西装的台柱子 是詹默姑娘那一戏唱的 绕梁三日 特别是詹默姑娘 在中人梦中办的那个卷 听说呀 活灵活现 若能亲眼所见 此生足矣啊 第195集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人家詹默姑娘可是金嗓子 顶级蛋卷 都是些有钱人才请得起的 咱们这种地理打魂的 咱半辈子的银子都听不上一群 那位詹默姑娘为何要杀人啊 官府又是怎么抓到她 不是说戏唱到一半的时候死的吗 怎么赖到人家姑娘身上了 没若这一问 一个瘦瘦的汉子凑了过来 这个我知道 我二舅子就在衙门里当差 昨晚上回来的时候说 原来啊 詹默姑娘在登台前 亲自给张老爷递了一杯茶 张老爷就是喝了那杯茶之后死的 武作曲验了尸 那杯茶里就有毒 可他为什么要杀张老爷 无怨无仇的 这哪知道啊 姑娘当时什么也不肯说 人已经被抓到衙门大牢里关着了 这要是严刑逼供啊 他熬不了最后一定会招的 好端端的 真是可惜了 莫若听明白了 便挤出人群 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坐下 又若无其事地喝起酒来 仿佛方才 他的行为举动 一点意义也没有 景荣也不提这件事 纪云书也只好将话验了回去 等东西收拾好 添置完新的物件后 景荣便下令出发了 可刚出客栈的门 远处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 有人尖叫 有人大喊 还有东西不断摔在地上的声音 只看到有一个人冲出人群 朝着这边狂奔了过来 眼看着就要撞上景荣这伙人时 被他身边的侍卫架住 被当成刺客一样压在地上 被压在地上的人发疯似地喊着 没了 没了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很快 有一伙人急匆匆地跑过来 大声喊着搬住 原来是那帮戏班子的人 而被压在地上的正是他们的班主 景荣手一摆 侍卫便松了手 戏班子里的人将班主扶起来 班主 咱们还是回去吧 山沐他会没事的 没了 没了 他好像疯了 戏班子里那些人个个叹息 一些女子甚至在哭泣 看得景荣和纪云书一脸懵 这才过去一天 这老班主怎么就疯了 突然一个小丫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朝纪云书连磕了三个头 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纪云书愣了一下 伸手将他拉起来 那姑娘却将他推开 哭着求道 公子 你一定帮帮我嫁姑娘吧 你救救他吧 他没有杀人 没有下毒 你能查出通我们箱子的人 也一定能查出是谁杀了张老爷 我们班主受不了刺激 已经成这样了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大发慈悲 救救人吧 我给你磕头了 求你了 说完开始磕起头来 额头磕在地上的声音十分响亮 很快便出了血 看着都让人心疼 你先起来 纪云书使劲拽他 偏偏的小姑娘力气很大 一边推他 一边磕头 公子若是答应我 我就起来 你若是不答应 我就惭愧不起 你家姑娘是否杀人 与我无关 我也没有证据证明 人不是他杀的 你这是在为难我 不是的 我家姑娘真的没有杀人 毒不是他吓的 是有人栽赃陷害 公子 你救救我家姑娘吧 求求你了 说完又开始磕头 青石板上仿佛都要被磕出一个大坑来 纪云书一脸为难 只好转眸看向景荣 想询问他的意见 只见景荣冷着一张脸 看着地上的女子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去衙门 纪云书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当场愣住 景荣转头吩咐狼搏 你先去通知柳枝梁医生 就说我马上到衙门 去 狼搏硬下 他的态度让纪云书很意外 回过神来后 他赶紧与那小姑娘说 姑娘 你先带你们班主回去吧 那公子的意思是 答应汇报我们家姑娘了 嗯 你家姑娘若是被陷害的 这案子我便接了 多谢公子 多谢公子 姑娘又磕了一个头 这才起身 那些戏班子里的人 十分感激地道了谢 然后将老班主带走了 很快 景荣纪云书和墨若去了衙门 柳志良提前接到消息 等在门口 看人一来 立刻迎了上去 下官参见荣王 不知荣王所为何事啊 人呢 王爷说的是 你抓回来的那个疑犯 王爷 是为此事而来 你将人带过来 本王要亲自问话 说完他便进去了 当纪云书经过柳志良身旁时 柳志良的眼神明显顿了一下 手心一紧 心想 此人就是纪先生 那位文明京城的纪先生 想到此处 他竟然有些紧张起来 却强装镇定 命人将牢中的詹墨 带到了宫堂上 詹墨身上都是伤口 那身轻薄的衣裳 都被打得裂开了口子 鲜血布满全身 原本精致的脸蛋 也红一块 轻一块 他被压着跪在地上 因为身体虚弱 牙翼刚松开他的肩膀 他就扶到地上 一脸苍白 眼睛微睁 张了张嘴 说不出一句话 情容面色顿时沉下来 冷眸看向柳志良 柳志良使着精明的老狐狸 赶紧上前 王爷 下官并不知道狱卒 会对这姑娘动刑 还请王爷明鉴 不是你下令 谁敢下手 王爷明鉴啊 下官绝不可能 对一个姑娘言行逼供 何况证据尚且不足 下官只是 罢了 柳志良 本王今日来 不是听你的托词 是想弄明白张府明爱一事 是 景容转头与莫若说 人交给你了 莫若点头 上前查看伏在地上的沾沫 那女子被打得半死不活 整个身子上都是血 她不敢轻易碰她 只能轻轻拨开她额尖上凌乱的发 看到她那双血丝密布的眸 莫若手一紧 更加不敢碰她了 从腰间掏出一个精致的瓶子 倒出一粒药丸 然后塞进沾沫嘴里 等她吞下后 莫若才将她从地上扶起 在她耳边轻声说 你听着 现在什么都别说 等会儿他们会将你 重新压入牢中 那位纪先生会去找你 到时 你把你所知道的 前书告诉她 詹莫回应不了 只能微微点了点头 此时的詹莫 就如同一句死尸 若想从她嘴里 问出什么话来 根本不可能 柳志良自知 便朝景荣拱手道 王爷 下官一定查明 是谁用了刑 必定严惩 可王爷 若是为了张府命案前来 这一时之间 恐怕是问不出什么来了 毕竟 地上的女人被打成了这样 身体虚弱 开不了口 那就麻烦柳大人 将张府命案 与本王说个明白吧 是 昨晚张老爷大寿 请了城南戏装的戏班子 来唱戏 唱戏之前 这姑娘就端着酒给张老爷 说是敬喜酒 张老爷喝了一口 没一会儿便死了 武作曲验了尸 乃是中毒身亡 正是他递上去的那杯酒里有毒 下官便将他带回衙门审问 可这审了一晚上 他就是不承认呢 故此便将他押入大牢 岂料 柳志良叹了一声气 没有再往下说 景容听完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单单问了墨若一句 如何 身上都是伤 哦 开口呢 柳大人 宁看错 勿断错 毕竟牵扯一条人命 可不能杀错了人 下官明白 还请王爷吩咐 暂且 先将他押入牢中 等能开口说话了 再沉问 是 柳志良随即下令 将詹默重新押回牢中 并让人去请了一个大夫 詹默刚刚被带走 门外便传来狗的叫声 声音十分高亢 纪云书先是走出公堂 闻声探取 就看到一条大黄狗 冲着一面高耸的墙壁狂叫 就好像那面墙的前面 站着什么人似的 过了一会儿 一个老翁便寻过来 将狗脖子上的绳索一勾 又朝那狗身上踢了一脚 死狗 老是喜欢乱叫 这墙里是有骨头还是什么 再乱叫 吵了别人 我就宰了你 那狗依旧叫着 老翁拽着绳子 将那条狗拉走了 纪云书看着 心里却突然泛起不好的预感 大概这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吧 正想着 柳志良便走出来朝他拱手 啊 这位应该就是季先生吧 柳志良笑脸相迎 带着奉承的意味 季云书自是回了一领 问道 衙门还养着狗 就这么一只 是厨房里忙活的老刘养的 养了好多年了 他点头不再过问 此次张府的案子 惊动了王爷 也惊动了季先生 都说季先生你破案了得 想必张府的案子 很快就会结案了 柳大人高看在下了 哎 先生谦虚啊 不知先生对这案子有何见解啊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柳大人 不知道张老爷的尸体 可还在府上 在 那可否待再下去一趟 看看他的尸体 当然行 有季先生帮着查案子 那是求之不得 他依旧温和谦虚地笑着 朝身后的莫若说 莫公子 你也随我去一趟吧 莫若耸耸肩 无所谓啊 景荣则道 那就赶紧过去吧 不要耽误时间了 使不得 王爷乃是尊贵之趣 张府发生命案 您若是前去 话还没说完 景荣一尽冷眼瞪向他 无需理会本王的身份 去了张府 也不要声张 是 一住乡后 一行人到了张府 张府大门十分气派 门前有两头石狮子 威武气魄 大门牌匾上的张府二字 是烫金 闪瞎狗眼 整个张府 每个角落上都挂着红灯笼 张灯结彩得很是喜庆 但后院却一片狼藉 原本摆放整齐的几十张桌子和椅子 好些都东倒西歪 而且碗筷不是被砸在地上 就是凌乱地散在桌上 可那块布置得十分大气的红色舞台 却干干净净 前往灵堂的路上 有两个小牙医小声议论起来 那么有钱 死得真可惜 那可不是 你看看这家业 再看看这府上的气派 一副羡慕的口气 绕过这个舞台 便到了摆放尸体的一个院落里 府上几个夫人守着尸体哭了一晚上 一屋子的小丝和丫鬟 在旁边都不作声 柳志良一进去 便与张管家说 本官带了人来 再查查张老爷的死因 张管家正要开口 地上哭得最伤心的三夫人起身说 柳大人 凶手都已经抓到了 武作也来咽过尸了 还查什么查 凶手就是那个唱戏的女子 我家老爷究竟是杀了他全家 还是对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他竟要毒死我家老爷 柳大人 你赶紧将他处死才对啊 三夫人是张老爷最宠的一方 而且张老爷膝下 唯一的儿子也是三方所出 现在张老爷死了 家产都还没交到自己儿子受伤 三夫人怎么能不激动 三夫人啊 你别激动 本官也是想查出事情真相 切莫遗漏些什么东西才好啊 这位季先生破案了得 让他看一看张老爷的尸体 若证明那戏子当真就是凶手 本官一定会秉公处理 三夫人看了季云书一眼 犹豫了片刻 洗了洗鼻子 不作声了 算是同意了 柳志良与季云书说 季先生 劳烦你了 他点点头 吕莫若一起走到棺材边 棺材里 张老爷脸色轻紫 毫无血色 而且双唇发黑 的确是中毒身亡 银双毒 加入茶水中 会快速融化 无色无味 常人是茶就不出来的 一般只有嗅觉灵灵的动物 才闻得到 看来找你一块过来是对的 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区区一具尸体 还验不出个究竟来 我不是什么武作 心肝脾肺肾不归我管 他若是一堆白骨 兴许还能查出个究竟来 可中毒身亡 还是需要你走一趟 莫若唇脚一勾不语 继续查看 他伸手掰开张老爷的嘴 看了看 然后一把将张老爷的上衣扒下 露出了赤裸的上身 这简单粗暴的手法 让齐云书愣了一下 只见莫若在张老爷的胸腔上 按了按 眉头紧锁 细想片刻后 给张老爷拔起脉来 脸上也是一阵纠结之色 片刻 他认真的与齐云书说道 看来你让我过来 是对的 怎么说 他是喝了加了银霜的茶死的 可是身体里还有另外一种毒 死毒服用后 半炷香的时辰内 就会中毒身亡 但死毒很难会被人发现 就是皇宫里的御医 都不一定能发现这种毒 但凑巧的是 这种毒我遇到鬼子 叫茶毒 茶毒 众人诧异 柳志良疑惑 上前说 怎么会有这种毒啊 之前武作看过了 说是那杯茶里只有银霜 张老爷身体里也只有银霜 没有茶毒啊 那是庸武作 哪杯茶呢 柳志良立马让人将那杯有毒的茶拿过来 莫若取出一个小瓶子 倒出一点粉末 往那茶中撒了进去 但那杯茶没有任何变化 这杯茶里的确只有银霜 没有茶毒 可死者的身体里 确实存在茶毒 而且服用银霜 毒性一般只会在五个时尘后发作 可茶毒 却只需要半住相 也就是说 死者真正的死验 显示茶毒发作 那就奇怪了 可凶手盛上来的这杯茶 只有银霜啊 莫若该说的都说了 掏出手帕擦了擦手 与纪云书说 该帮你明白的 都弄明白了 后面的事 我也帮不上忙了 第196集 莫若把刚才那个小瓶子 递给纪云书 茶毒遇到这里面的粉末后 会变成红色 你知道该怎么做 我就先走了 说完就走了 估摸着是因为酒饮饭了 剩下一屋子的人犯蒙 两种毒药 可明明茶杯中只有一种 可死者身体里 为何有两种 莫若走后 纪云书将小瓶子 放在一旁 然后细心查看起 死者的尸体 旁人看着他在死者 光着的身上摸来摸去 翻来翻去 景容脸都绿了 一个女人 在男人身上摸来摸去 算怎么回事 虽说不上是醋意 就是浑身不舒服 纪云书在死者身上 并没有看到什么 于是当众将死者的裤子 扒下来 当场的丫鬟都背过身去 柳志良赶紧上前 先生 你这是 纪云书头也不抬 继续查看 景容的脸色 已经轻到了极限 只见纪云书 翻看着死者的大腿 一路查看到小脚处 可是他的身上 并没有什么伤口和痕迹 所幸 他朝柳家人 要了一双手套和一把小刀 和一些针线 提起刀子 对准死者的喉咙 正准备切下去的时候 三夫人突然冲上来 你要做什么 切开他的喉咙 不行 五家老爷的尸体 必须完好无损 三夫人 据之前五座验尸的结果 死者是中了银霜而死 但他的身体里 却还有另外一种茶毒 在下只是想证明 茶毒是否也是 从他喉咙里灌入的 不管是不是 反正凶手已经找到了 就是那个戏子 就是他杀的 我不能让你将 我家老爷的尸体抛开 说着便要上来阻止 却被衙门里的 小牙医拦住 柳志良上前 三夫人 现在最重要的 是查清楚 张老爷到底是怎么死的 事有蹊跷 总不能就这样 将那个戏子定为凶手吧 三夫人犹豫 这时 门口传来一声 娘 让他碰 一个男子走进来 扶着三夫人 娘 爹现在死了 最重要的是 还第一个公道 将真正的凶手找出来 三夫人膝下 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他叫张一墨 长得十分清秀 看上去也算是个 明世里的人 张夫人眼光含泪 最终点点头 他与纪云书说 先生 麻烦你了 你一定要找出 我爹的死因 纪云书点了下头 手中的小刀 慢慢地切了下去 尖刀伸入皮肉内 只有些许的血液溢出来 甚至有些粘稠 而那些血液 是黑色的 小刀一点点深入 最终露出死者的一截喉骨 也是黑色的 他将没落给他的那个小瓶子拧开 将里面的粉末倒在喉骨上 一点反应也没有 并没有变成红色 死者入喉的毒 只有银霜 茶毒 并不是从喉中灌入的 那那种毒 是怎么进到我爹身体里的 纪云书暂时还没有结果 摇摇头 然后取来针线 将切开的喉咙 一针一线地缝合起来 像是在绣花似的 最后一针收完 再用干净的帕子 在喉咙上擦干净 原本切开的痕迹 若是不仔细看 压根就瞧不清楚 众人惊讶 心里开始琢磨 这人到底是谁 而纪云书则不紧不慢 将死者原本脱去的衣服 一件件穿起来 将外衫穿上去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宽大的衣袖上 有一些碎末 那些碎末 勾在衣服上的银线上 他捏在手里看了看 发现像是打碎的瓷器碎末 便问起张家人 你家老爷 可是与人打斗过 张家人摇摇头 昨晚老爷受沉 怎么可能与人打斗 那他衣服上瓷器碎末 从何而来 衣服 张家的管家突然上来说 这衣服是老爷昨晚寿宴席中去房里换的一套 为何会中途去换衣裳 因为大夫人的茶杯被猫打翻了 茶水溅到了老爷的衣服上 这才去换的一套 是在戏班子唱戏之前 还是之后 或者说 是在那个戏子上茶之前 还是之后 上茶之后 戏班子刚唱 茶水就打翻了 老爷去换了衣裳回来 戏已经唱到一半了 刚刚坐下 人就倒了 张管家所言句句属实 纪云书思索片刻 那 可否带在下去你家老爷的屋子里看看 张管家看向张一默 张一默说 张叔 你带先生过去吧 是啊 刚出去 就听到一声猫叫 两只猫在院子里十分兴奋地扑着 想要进到屋子里去 看到纪云书出来 又想朝纪云书扑过来 被张管家挡住 这猫今天是怎么了 平日里最怕老爷 现在老爷死了 就拼命地小猫里面扑 连纪先生你都想扑啊 纪云书没说话 只是盯着那两只猫 看着它们发亮的眼珠子 觉得十分诡异 那是两只毛发十分光泽的黑猫 长得还十分好看 就是体型不大 猫的脖子上都挂着一颗 圆润剔透的玉珠子 是上等的和田玉做的 大户人家的猫就是不一样了 纪云书好奇地问张管家 这两只猫是府上养的吧 是啊 是大夫人养的 大夫人很喜欢猫 这些年来养了许多只 可是老爷不喜欢 说这些猫很古怪 也不吉利 而且老爷还特别嫌脏 但是因为大夫人喜欢 也就没有说什么 这些猫也很害怕老爷 今日却奇怪了 这老爷死了 它们就要往里头扑 大概这猫也有灵性了 是想来送送老爷吧 那你们大夫人呢 老爷死了 大夫人受到刺激后回房了 纪云书没有再问 然而其中一只猫 却突然蹭到他的脚边 爪子抓着他的腿 想使劲往上爬 张管家瞧见 赶紧让人将猫带走 只听到那只猫 嗷嗷嗷地叫着 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 随即 大伙便去了张老爷的屋子 进去的时候 张管家还说 老爷昨晚出事后 屋子没人进来过 说着便将门打开 屋子里的摆设很整洁 也很干净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屋子 可也不像经常住人的样子 这老爷平日里都是在三夫人的院子里住着 这间屋子一个月也就住那么七八天 昨晚只是回来换了一身衣服 纪云书点点头 便在外屋看了会儿随后走进内屋 没想到内屋里摆设的好多瓷器都打烂在地上 像是经过了一场打斗 见此张管家惊讶道 这是怎么回事 屋子里的东西怎么打烂成这样了 不会是进贼了吧 不会 外屋比内屋值钱的物件多了去了 没理由贼不偷外面的 而且 贼是来偷东西的 又不是来摔东西的 那倒是 可这里 那晚 当真只有你家老爷一个人进过这个屋子 老爷是来换衣裳的 那可发生过打斗 不会呀 若是老爷昨晚跟人屋子里打起来了 回到宴席的时候 没理由不说呀 张管家纳闷 纪云书蹲下身来 用手帕将地上的碎瓷片拿起来看了看 而外屋的柳志良压低声音 转身于景荣说 王爷 你要不要 去休息或是坐一坐 景荣抬手打断他的话 并且严肃地告诉他 本王的人 自己盯着就好 你若是累了 就坐下休息吧 他哪敢呢 下官不累 那就别多话了 记线上查案 这烟雾被人吵着 王说 是是是 说着便有意地往旁边退了两步 这个荣王 有个刺猬病 见谁不爽就怼 偏偏那位纪先生是铜墙铁壁 正好对症下药 纪云书捡起好几片碎瓷片 接在上面发现了细细的毛 他搓在手指尖上 放在鼻子上 闻了闻 是猫将东西打烂的 张管家当即反驳 不可能 老爷最讨厌猫了 所以院子里 是不准猫进来的 怎么会是猫呢 这是猫毛 你若不信 拿去对比一下便知 这是怎么回事 这猫怎么会出现在老爷的房里 那就要问问养猫的人了 大夫人 先生 这猫进房间 跟老爷的死 有什么关系吗 不管有没有关系 事情查清楚 总是没错的 但张管家却十分为难 咽咽口水 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人 旁边站着两个小丫头 那女人一身华丽的锦段 满身贵气 那脸上透着一丝冷漠 一看就是那种十分精明的人 而细细双眉下的眼 更带着让人畏惧的寒光 此人便是大夫人 她的怀中正窝着一只 纯白色的小猫 干净的手一遍遍地 抚在光滑的猫身上 猫的脖子上 也带着一颗和田玉座的珠子 她乖巧得一动不动 两只透着光的毛子 只是盯着前面 大夫人 张管家喊了一声 然后赶紧攻身迎了出去 大夫人 是柳大人带了一个查案的先生过来 说是 我都知道了 大夫人抱着猫 走到柳志良面前 朝屋里的纪云书 眯了一眼 柳大人 莫非案子还有什么疑点 竟还要派个武座 来府上一趟 将我家老爷的尸体 给剖了 大夫人 本官也是为了查明真相 查 还有什么可查的 凶手都已经抓到了 就应该立马处决了才对 大夫人的眼神中 带着阴狠 都说当官的最怕有钱人 这一点其实也没错 柳志良对这个大夫人 明显也有些胆触 倒是旁边的张管家开了口 大夫人 是公子答应让那位先生 剖开老爷式身的 也是想为老爷讨回公道 一个庶出的小畜生 竟然还做起主来了 这 传本夫人的命令下去 将那小畜生绑起来 打他三十个板子 不然 还真当张家没当家人了 使不得大夫人 毕竟还有三夫人 本夫人说的话就是老爷的话 三夫人要是敢拦着 连着一块打 没办法 张管家只好交代下去 这位大夫人的确不是个善茬 纪云书从内屋走出来 朝大夫人客气拱手 夫人 在下姓继 得知府上发生命案 便多事让柳大人 带在下过来一趟 大夫人冷眼上下扫视着他 而那只原本乖巧的猫 在纪云书靠近的时候 竟然开始骚动起来 甚至要扑过去 结果被大夫人用手重重拍了一下 入府便是客 怎么能对客人乱叫 那猫被打 便缩回了大夫人的手臂间 纪云书眸子一紧 奇怪 太奇怪了 这时大夫人问他 纪先生 柳大人会带你过来 你这人 必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这案子明明就已经结了 你为何还要剖开 我家老爷的尸体 之前来到贵府验尸的武作 的确验出了张老爷 是中了银霜毒而死 可银霜的毒发时间 是在五个时辰以后 按理说张老爷喝了那杯茶后 是不可能这么快毒发身亡的 所以在下了解之后 便带着一位神医朋友 一块来到贵府 果不其然 那神医查出张老爷 实则是中了茶毒而死 但是那名一饭盛上来的茶杯中 单单只有银霜 既然如此 那茶毒从何而来 而且茶毒只有溶在人的血液中 才会导致人死亡 可在下在张老爷的身上 并未找到任何伤口 故而 为了验证茶毒是否灌喉而入 这才抛开张老爷的喉咙 查看他的喉骨 但却发现 茶毒并不是灌喉而入的 刚才过来之前 我听说你的那位神医 把了脉得知的 一个死的人 竟然还去把脉 当真是个神医 人死无脉 在下也认可这一点 可夫人不必有所疑惑 那位神医能道出是茶毒 便是茶毒 夫人要是不信 大可去找大夫 再验验尸体 天知道莫若是怎么查出来的 没有脉象还去把脉 古里古怪的 大概这就是神医和雍医的区别 大夫人胡一片刻倒也信了 那你查了这么多 不还是等于没查吗 那倒不是 纪云书将捏在手帕中的 那块瓷片给他看 这是在下 从张老爷身上找到的碎瓷片 碎瓷片 没错 是粘在张老爷衣服上的 在下还在碎瓷片上 找到了一些猫毛 想必昨晚 张老爷回房换衣服 正巧看到了一只猫 因为张老爷特别讨厌猫 所以便想将猫轰出去 那猫受到惊吓 随处乱窜 故而打翻了屋子里的碎瓷片 可你还是没说 那所谓的茶毒是从何而来 我看 你根本就是在胡说 什么神医 根本不可信 夫人 你还是弄错了在下的逻辑 在下是在向你抛一问呢 嗯 张老爷很讨厌猫 那为何 昨晚他的屋里 会有猫出现 大夫人眼眸微微缩了缩 平日里 倒是有人看着那些猫不到这儿来 但昨晚老爷大寿 便疏忽了 这有何奇怪的 当然不奇怪 只是多谢夫人替在下解释一个疑惑罢了 纪云说的话带着几分深意 大夫人正要开口 大夫人 不好了 不好了 突然有个小丝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大夫人文言立刻抱着猫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 东西 东西不见了 府上那块观音喜不见了 什么 第197集 大夫人双手一甩 将怀中的猫狠狠甩了出去 猫在地上窜了几下 便跑走了 大夫人眼神犀利地看着那名小丝 你把话说清楚 观音喜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去了慈航 发现观音喜不见了 让人找了好久 就是没找到 大夫人 会不会是昨晚老爷受臣 人来人往的 就给 偷走了 大夫人一脸焦急和怒气 拔开面前的小丝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而室内 景蓉走到纪云书身旁 看来 你还有别的话没说 的确还有一些事情没弄明白 想必 你该去一趟老中了 不得不说 景蓉跟了他这么久 连他的套路都知道 他回应了他一个笑容 没有说话 而这会儿 趁着大夫人去祠堂的空档 柳志良告诉纪云书和景蓉 那块观音席是张家的传家宝 先祖一代代传下来的 价值连城 据说那一块观音席能买下二三十个安抚线 所以张府便一直供在祠堂里 要一代代传下去 这会儿丢了就相当于是丢了一份家业 大夫人若是不紧张 那才真的奇怪 没多久 观音席丢了的事就在府上传开了 大夫人将府上搜查了个遍 还打了几个看守祠堂的人 都没什么结果 柳大人 如今府上丢了东西 你身为安抚县令 自要将那观音席追回来 大夫人 现在张老爷的死还 人已经死了 凶手也已经找到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我张府的观音席 你们衙门 一定要帮我找回观音席 大夫人说这番话的时候 十分强势冷酷 似乎自己丈夫的死 对他而言一点也不重要 柳志良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挤到纪云书身边 纪先生 这案子到底怎么说啊 若是结了 那本官就得去查这桩丢失案了 柳大人 你若想查 便查吧 毕竟两桩案子 没有任何冲突 纪云书说完 走到大夫人面前 夫人 张老爷的死 尚且还有一点 在下保证 明天天一亮 就将那凶手揪出来 大夫人身子抖了抖 纪云书又十分客气地拱了拱手 跟景荣走了 在经过灵堂的时候 纪云书又进去了 过了一小会儿再出来 景荣不知道他进去做什么 但也没问 纪云书只说 有些证据 还得那位詹默姑娘 亲口告诉我才行 这小妮子还卖起关子了 景荣心中好奇 又开始觉得这案子特别有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竟然觉得 跟着纪云书一路破案 成了一种享受 他也很喜欢看那女人 认真破案的样子 很有魅力 想到这里 他竟然笑了一下 正好被纪云书听到 他转过身来 严肃地问 我身上是不是有一股味道 纪云书拧着鼻子 在自己身上闻了闻 景荣倒是个实诚的主 身子轻了过去 将鼻子往他身上 使劲地蹭 纪云书肩膀一缩 往旁边退了两步 没让你这样闻 不这样闻 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味道 景荣说得十分严肃 可桃花眼 仿佛要将纪云书戳穿一般 弄得他有些不自在 索性快步往前走 不去理他 景荣追了几步 半清着身体 挨着他那小巧瘦弱的肩 云书啊云书 你身上倒是有一股味道 只是那味道 不咸不淡 不拙也不听 是什么呢 像是 女人香 纪云书差点没吐血 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然后伸出十根素纸 在他面前前后翻转了几下 抬起那双清澈干净的眸 对上景荣那双邪恶的视线 猜错了 不是女人香 而是湿味 方才我摸完张老爷的尸体后 似乎还未来得及去洗把手 你不如再仔细闻闻 看看是不是湿味 说话的同时 他将双手往景荣的鼻尖上凑去 景荣满脸厌恶 像踩了狗屎一样 立马弹开 景荣说 你这是陈欣在恶心奔吗 明明是你在恶心我 什么女人香 你这鼻子 真该找没肉去治治 景荣无言以对 这会儿 他想掐死他的心都有 但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 毕竟漫漫长夜 这女人还是自己的安眠药呢 景荣书皱着眉头 说了一句 其实 闻不出来也不怪你 毕竟 牛不是猫 说完快步朝前走 景荣书 你给本王说清楚了 本王原本就不是猫 是条龙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龙 闻言景荣书偷笑 有时候 景荣比胃义可爱 没多久 两人到了安府监牢 进去时 季云书没有让景荣跟着 而是单独去见了詹默 牢内的湿气很重 泛着一股恶臭和闷湿味 十分难闻 他醋了醋眉 看着牢房内的女子坐在地上 背靠着冰凉的墙壁 身上那套戏服被打得裂开了许多口子 能看到一道又一道的伤口 季云书蹲在他的面前 单膝跪地 伸手捏起他的腮帮子 指尖上的力度不轻也不重 迫使他对上自己的视线 沾默那张苍白的脸上 还挂着没有被狱族洗干净的油彩 他眼神空洞无力 嘴角更是一点点泛起笑意 是苦涩的笑 你是来救我的吗 不是 那你想知道什么 看你想告诉我什么 答案 我不是来要答案的 而是来要过程的 过程 他眼睛眨了一下 季云书的手擒得他下颌正脱不开 而泛白的双唇再次裂开一道笑意 在宫堂上 那位公子说 让我在这里等你 然后将所有的事情 都与你说 好 我告诉你 季云书松开了他 沾默脑袋往后无力地靠去 抵在墙上 微眯着眼睛 夹着一丝看不透的情绪 好久了 真的好久了 我娘说 我是出生在乱藏岗的 自小 就跟我娘相依为命 五岁那年 他去世了 只得将我迈进一家戏班子做学徒 指望能谋个温饱 这一待 就待了二十年 南城戏装 像是一场梦 这些年来 我唱了无数场的庄人梦 但是先生 你知道庄人梦的故事吗 苦寒人的故事 嗯 是苦寒人的故事 出生在 出生在富贵人家的苦寒人 爱上了富贵人家的老爷 最后怀了孕 却被府上的夫人乱棍打死 随后 丢到了乱藏岗 好在 人活了下来 那孩子也生了下来 这故事 凄美 也好凄凉 先生 你能理解那种从一出生 就只能靠药罐子养着的痛苦吗 你能理解 那种想死 却不能死的痛苦吗 你怎么会明白呢 我吃了二十五年的药 没敢断 好在 上天给了我一副金嗓子 这么多年 我唱了无数的戏曲 唱了无数次庄人梦 仿佛在重演着我娘的路 每唱一句 都撕心裂肺的疼 我深知 鱼和熊掌 不可见得 上天给我金嗓子 却剥夺了我活下去的权利 我的病 不能碰佛身 可服用佛身 却能让我的嗓子更好 为了成名 我选择服用佛身 终于一个月前 丈夫发来了帖子 城南西装 被妖镜府唱戏 我知道 我的机会来了 我也知道 那会是我最后一次 唱庄人梦 从今以后 再也不会有庄人梦 而我娘的故事 也终于结束了 我不用再一遍一遍地走当年的梦境 真好 詹墨偏过脑袋 望着侧面那道墙上的一个小小的窗户 余光透进来 洒在牢房内潮湿的稻草上 萦绕着淡淡的白雾 她缓缓抬起手 修长的五指张开 在碰到那些光时 手指缓缓卷曲 想要将其抓住 可那束朦胧的光 在她握紧拳头的那一刻 便穿过她的手 像一把流动的黄纱 从她的指缝间露了出去 可是 她为何没死呢 詹墨眼神中还带着不甘 她 她是谁 季云书撑起身来 俯视着这个伤痕累累的女人 你放心 你唱了这么多年的庄人梦 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局 而且 也必定是你期待的结局 谢谢 先生 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我有一个熏炉 那是我娘死前留给我的 若是我死了 麻烦你告诉城南西庄的人 让他们将那个熏炉 与我一同埋入黄土 好 季云书不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 牢房内 沾没双目重重的和尚 那只原本紧握拳头的手 一点一点地松开 季云书从牢里出来后 景荣正在门口等他 也不问他结果 这反倒让季云书纳闷了 你都不想知道 明日宫堂上 本王端端地坐着听 总比站着听舒服 他笑了笑 不语 后一刻 景荣朝他瘦小的肩膀上蹭了蹭 小妖精 本王方才 一直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你摸张老爷身体的时候 与摸本王的 有何区别 季云书再次毫不留情地白了他一眼 他实在是无言以对 景荣醋坛子打翻在地 想要问个究竟 你若能像摸张老爷那样摸摸本王 今后你想长爱也好 想独管闲事也好 本王也就不会拦着你了 你若是尸体 别说摸了 跟你睡都行 毕竟他在现代 跟那些白骨睡在一块是常有的事 甩了这句话 他扬长而去 留在原地的景荣先是蒙了一下 才赫然明白过来 脸色发青 快步追了上去 守着牢房的狱卒一脸的茫然 心想 这王爷和那位季先生 关系真够乱的 季云书和景荣没有回客栈 而是去了衙门 等柳志良回来 说是柳大人还在查张府 观音席被丢一事 大夫人闹得很大 家里的小厮丫头们 个个都被打了 结果还是没问出个究竟来 整个张府也被掀了个底朝天 愣是没有找出观音席 期间 季云书将石子金叫了过来 在他耳边交代了几句后 便让他悄悄去了一趟张府 因为等得无聊 季云书撇下景荣 去了一趟衙门的书房 想翻几本书出来看看 打发时间 书房里两面对立的书架上 堆满了书 那宽大的砖上 笔墨指砚样样俱全 摆得整整齐齐 可奇怪的是 不仅那张桌上 甚至是书架上都落满了灰尘 不像是经常进出和使用的地方 根本就是个摆设 不过也难怪 毕竟柳志良的官是涓来的 不进书房也不足为奇 毕竟也不是什么有真材实料的文人 他挑了几本书 正打算出去 却瞥见一本被丢置在书架角落的一本案卷 便好奇地捡起来翻了翻 原来是一本衙门的报案的记录册 上面写了许多来衙门击鼓报案的案件 倒也没什么稀奇的 只是 他越翻越觉得不对劲 上面记录了很多报案的案件 有些案件破了 有些至今都没破 而那些没破的案件 皆是偷盗案 出奇的是 这些偷盗案 皆是来自于一家名为临安客栈的 报案人皆称 在临安客栈丢失了物件或者货物 从四年前到前一个月 总共加起来 三四十起 一起都没破 更奇怪的是 这临安客栈 正是杜三娘开的那一间 他正纳闷 想要寻思个究竟 突然门外传来狗的叫声 他和尚记录册 将其收进自己衣袖中 出门一看 就看到一只狗 冲着一面墙叫 还是白天那只狗 也还是白天那面墙 只是换了个背面 他走过去 那狗似乎有些怕他 往旁边慌张跑去 却依旧使劲冲着那面墙叫 纪云书好奇地盯着那面墙 就两米高 和普通的墙没什么区别 甚至还有些破旧 此狗又在那叫 白天那位老翁追了出来 再次擒住那只狗 老翁朝纪云书攻了一下身 先生别介意啊 这狗就是只唇狗 老是喜欢叫 无碍 只是老伯 这狗为何要冲着这墙叫啊 我也不清楚 从上个月开始 就一直冲着这面墙叫 有时候啊 拉都拉不住 也不知道这墙里面 是不是装着骨头 那平日里 这狗对什么味道最敏感 这 老翁想了一下 顿时眼珠子一亮 金子呀 每次他闻到金子的味道 就喜欢往上面扑 有时候 带着他出门 路过金铺 你拽着走才行 金子 纪云书思存起来 又盯着这面墙 看了好一会儿 等老翁离开后 他从地上捡起一个尖尖的石头 在墙上刮了几下 墙上的白粉刷刷往下掉 他便拿帕子接了一些 揉在指尖上 琢磨了一会儿 最后 他笑了 真有趣 第198集 这时一名牙医 匆忙跑了过来 金先生 大人回来了 王爷让你过去 他点点头 将那些刮下的粉末 用帕子包好 藏进了衣服里 随着小厮到了公堂后 就看到柳志良类的双眼发直 却不得不恭敬地站在景荣身边 景荣正在喝茶 悠闲自在 柳大人 张府的偷盗案 可查出来了 你说那大夫人奇怪不奇怪 一开始 一开始嚷嚷着要查 哪里知道他一转身 又说不查了 哦 这是为何 不知道啊 不查了也好 闹了个底朝天 丈夫差点没让他连根拔起 真是个厉害的女人 既然如此 那不是最好吗 柳大人也可以多多休息一会儿 话是这样说没错 可 季先生 本官现在最关心的 是张老爷的死 你验了尸 也查看了现场 不知道 有没有个结果 嗯 等等吧 天亮就知道了 哦 为何要等到天亮 因为有些事 晚上才好办 柳志良不明所以 景荣坐在梨花椅上 倒了两杯茶 一杯推到旁边的空位上 然后与季云书说 季先生 坐一坐吧 距离天亮 还有好些时针呢 好啊 季云书乖巧得很 在景荣旁边坐下 端起茶 细细地品了一口 皱了皱眉 抬着手里的茶杯 对柳志良说 柳大人 你衙门里的茶 可不怎么新鲜 若是有时间 该让人重新去买点茶叶了 哦对了 再请个人去书房里打扫打扫 里面那么多书籍和案卷 若是落满了灰 就可惜了 是是是 稍后就找人去清扫一下 明日也让人去买些好的茶叶来 柳大人 柳大人 不如你也坐下来休息吧 长夜漫漫 你若站一晚 这腿大概也折了 季先生 这一晚是要 在这里坐着 柳大人很聪明 没错 就是在这里坐着 你不是想知道 张府命案的结果吗 天一亮 咱们就开审 柳大人觉得如何 既然季先生有把握 本官自然是认同啊 那柳大人就坐下来吧 柳志良不敢坐 而是看了一眼景荣 想等他点头 可景荣专心地 把玩着手中的茶杯盖 一上一下地 轻轻扣着杯口 发出一声又一声 清脆的响声 回荡在深夜的公堂内 有些甚人 柳志良没有等到回应 最后 只好十分尴尬地 提着官袍 在那张梨花椅上坐下来 公堂内一片寂静 一住香后 景荣突然让人 找了一盘棋过来 拉着柳志良一块下 柳志良也只好 硬着头皮上了 这是该赢呢 还是该输呢 这个问题 柳志良心里既纠结又矛盾 最后 每一把都选择了输 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 棋局下到后半夜的时候 两人越来越精神 那些牙医们更是精神抖擞 围在棋局旁观看 观其不语 真君子 那些牙医们可不是君子 一边指指点点 一边议论纷纷 都说自家献太爷太蠢了 这么把把都输 季云书因为不会下棋 所以在旁边看得一脸不明所以 偶尔抛出一个疑问来 为何走这一步 应该走 那为何走这步 应该走 这步呢 应该走 哦 请荣将指尖上的一颗白紫 递给他 来 你来下 季云书歪着脑袋 还真就将那颗棋 给接了过来 盯着整盘棋局看了一会儿 然后将紫落了下去 正好连着外圈的白紫 将黑紫团团包住 如何 我可是赢了 季云书很兴奋 景荣笑而不语 手朝柳志良一抬 意思是该拟了 于是柳志良捏起一颗黑紫 思量片刻便落入盘局中 柳大人赢了 玩了大半个晚上 终于赢了一局 可柳志良的心 微微颤抖 他尴尬地笑着 那有多谢季先生才是 应该是柳大人 起一高超才对 哎呦 先生真是过奖了 王爷赢了这么多局 我才赢了一局 哦 那大人的意思是 若不是在下搅局 估计这一盘也是王爷赢 那是肯定的 马屁拍得简直了 季云书笑了笑 景荣一边收拾棋盘上的棋子 一边说 柳大人 季先生既然给了你一万金水 你接了就是 何必如此谦虚托辞呢 是是是 那 咱们再走棋盘 好 棋子收了 接着又下了棋盘 季云书去了公堂外 深夜里的圆月 格外的明亮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天蒙蒙亮起来 公堂内 那帮人此时此刻还在围观 个顶个儿都仿佛杀红了眼 直到景荣落下最后一子 完胜 哎呀 王爷 厉害 行了 柳大人 这天也亮了 咱们就办实事吧 都听王爷的 两人起身 服了服有些褶皱的衣裳 王爷有何指示 本王不知 你去问季先生吧 是 于是柳志良走出公堂 走到季云书身边 季先生 天都已经亮了 张福的命案 怎么说 季云书伸了一个懒腰 顾作思索 不如 去请张家大夫人来一趟吧 大夫人 这案子 和大夫人有关 不清楚 来了再说 哦 还有 将三夫人和那位张公子 也一块儿带了 柳志良照办 遣人去了一趟张府 没多久 人就被带来了 大夫人和昨天一样 一脸的冷漠 甚至带着怨念 手里还是抱着 昨日那只白净的猫 猫窝在他的手臂里 睡着了 他身后跟着三夫人 三夫人将头埋得很低 双脚还有些瘸 由他的儿子张一默 搀扶进来的 仔细一看 两人身上都带着伤 脸上 甚至手背上 都有瘀青 想必昨天因为 要PO张老爷尸体的事 没少让这对母子挨打 柳志良上了高堂坐下 景荣坐在角落的一边 手边放着一杯茶 和一碟瓜子 一边嗑 一边看 纪云书则站在公堂内 大夫人问 柳大人 你一早就让人带我们来 所谓何事 是 为了张老爷一案 这话是什么意思 昨日就已经派人来府上查过了 没查到什么 现在怎么又说起这事了 大夫人稍安勿躁 昨天在下不是说了吗 天一亮 就将凶手揪出来 如今天也亮了 这凶手 这凶手自然得带上公堂来的 你什么意思 纪云书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 大夫人怀中那只睡着的猫 然后重重捏了一下 猫惊醒 身子一抖 瞪着发亮的眼珠 小家伙 你可算醒了 真是乖巧 纪云书用手指 轻轻在那只猫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大夫人将猫往后挪了挪 先生既然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那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纪云书不理会 继续逗那只猫 满脸的宠溺 猫也朝他扑过来 两只爪子不停地挠 小家伙 方才还说你乖巧呢 怎么这会儿就开始挠人呢 莫非 我身上有什么味道吗 没有啊 难道 是一些 只有猫才闻得到的味道 这么一说 大夫人竟有些慌张 眼神一晃 大夫人的神色变化 纪云书都收入眼底 笑了一下 问道 不知道大夫人可知道 猫最喜欢什么 与案子有关吗 当然有关 大夫人这么喜欢猫 没道理不清楚 猫一旦闻到猫薄荷的味道 就会十分兴奋 亦或是狂躁吧 嗯 这猫薄荷 其实也就是你们俗称的 惊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 那在下就将那碗发生的事情 仔细与你说个明白 张老爷大寿的那一碗 城南西装的詹莫姑娘 其实是递了两杯茶上来 两杯茶中都带着银霜毒 因为那姑娘要毒杀的人 不只是张老爷 还有你 可恰巧的是 你故意让猫打翻了自己面前那杯茶 将茶水泼到了张老爷身上 故此 他只能回屋去换那身 你早就为他准备好的衣裳 一身 被熏过经界味的衣裳 他刚刚换上 一只爪子上被涂了茶毒的猫便溜了进来 因为经界味的缘故 猫拼命想往张老爷身上扑 结果抓伤了他 毒液进到他的体内 等他回到宴席上时 便毒发身亡了 当然 那戏子的确是杀了人 可让张老爷毒发身亡的 却是猫爪上的茶毒 众人觉得诧异 人是大夫人杀的 原本低垂着头的三夫人 在听完记云书的话后 抬起头来 指指大夫人 是你杀了老爷 大夫人不屑理会 深吸了一口气 冷笑一声 季先生 你最好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的话 谁会信 一切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再说了 我和我家老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几十年 我岂会去毒害他 你这么污蔑我 居心何在 好 那就先说说境界的事吧 当我验完张老爷的尸体出来时 门外有两只猫 一直想往里面扑 甚至还想往我身上扑 而且后来见到大夫人你的时候 你怀里的这只猫 也想往我身上扑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验过张老爷的尸体 身上固然也沾了境界的味道 那现在就来说说那只猫的事 在下验完张老爷的尸体后 并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什么伤口 所以当时也不敢急着下定论 于是在离开张府之前 我又重新去了一趟灵堂 再仔细地验过一遍 发现张老爷的头上 竟然有一道抓痕 我验过了 那抓痕 就是被猫抓过的 而那道抓痕上 的确有茶毒 所以在下敢肯定 张老爷要换的那身衣服上 熏过境界的味道 而猫的爪子上 涂上茶毒 有人将其丢进张老爷的屋子里 这才有了屋子里瓷器打翻的场景 就算你刚才说的都对 猫是我的没错 可是 会在猫的爪子上涂毒药的人 可不是只有我 还有 这世上懂猫的人这么多 知道会在衣服上熏境界 而让猫兴奋的人 也不止是我 你说了这么多 只能证明我家老爷是如何死的 不能说明就是我 是 大夫人是个很聪明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 昨天在下没有直接拆穿你的原因 好在 虚心之人到了晚上 便会原形毕露 你什么意思 大夫人从头到尾 的确没有自己动过手 因为帮你用经界勋张老爷衣服的人 另有其人 纪云书刚说完这句话 门外就传来一阵响声 文生看去 就看到石子金手里 拎着一包用黑布包着的东西 一边压着张管家进来 张管家缩着身子 进来时裂窃了几步 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不敢抬头看坐在高堂上的柳志良 却朝大夫人投去一道求助的眼神 夫人 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我不能死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要是死了 我有一家人也就没法活了呀 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大夫人满眼惊恐 手臂一松 手里的那只白色猫便掉在了地上 猫窜了几下就跑了出去 而石子金则将手里那包东西往地上一丢 露出里面一只满身是土的死猫来 纪先生 张管家正要将这小畜生埋了时 被我打了一个正招 守了一晚上 没摆手 纪云书点点头 他就乖乖退到一边去了 地上的张管家还在哭泣地求着大夫人 夫人 是你让我这么做的 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不能死呀 大夫人一脚将他踢开 满眼惶恐 你胡说什么 什么是我做的 张管家跪坐在地上 纪云书走到大夫人面前 此时此刻 你还不愿意承认吗 你在诬陷我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 你何必再狡辩 当时我其实还在想 到底是谁让猫进的张老爷的屋子 又是谁在事后将猫带走的 而且将猫带走后 竟然连张老爷屋子里打碎的瓷器都不收拾好 还留下了一些猫毛 我想那个人 当时一定很忙 或者说 他在当时宴席上不能离开太久 必须在张老爷换完衣服 回到宴席上时 他也要在现场 那那个人 是谁呢 除了张管家你 我实在想不到别人 张老爷一出事 张管家你身为管家 自然也没有时间再返回屋子里去收拾 当然 也没有时间去处理那只爪子上被涂了茶毒的猫 所以我便让紫禁去府上守株带兔 想看看晚上是否有人会出来 将那只同样中了茶毒的猫埋了 或者 毁尸灭迹 结果 便逮到了你这批老狼 大夫人这么喜欢猫 没理由自己的猫丢失了一只而浑然不知 甚至提都不提 可想而知 你就是与张管家串通好的 也故意打翻茶水 让一切 都跟着你早早不好的局 一步步走 就在纪云书说完最后一个字 大夫人整张猙獰可怖的脸孔 也一点一点录了出来 第一百九十九集 大夫人那双深不见底的可怖毛子 闪过一丝鲨鱼 仿佛随时都会从里面刺出一把刀来 将纪云书捅得血肉模糊 可他心里也很清楚 此刻的自己就如同束缚住了双手双脚 等着他的只有牢狱之灾 和那把要砍在自己脖子上的大刀 哼 对 你说得都对 可我却错了 我不应该杀了张翰的畜生 我应该砍断他的手脚 将他慢慢折磨死才对 让他感受一下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满满的怨恨和愤怒 纪云书静静地看着他 不回应 这时三夫人瘸着腿走了过来 大姐 你为什么要杀了老爷 这么多年来 老爷何时对你不好过 几十年了 府上大大小小的事也都是你在做主 老爷他究竟对你做了什么 你要这么狠心 张一默赶紧将自己的母亲拉了回去 娘 都到这个时候了 别说了 为何不说 这些年来 他何时拿我当过张家人 又何时拿你当做张家的人 这几十年来 处处针对我们母子俩 现在 还狠心到要杀了老爷 姨默 那是你爹呀 娘 张一默出了名的孝顺 也出了名的温和 为人和善 从不与人吵闹 尽管此刻知道是自己大娘杀了自己的爹 他也没有脑 反倒心里难受极了 他拉着自己母亲的手 如何也不松开 大夫人勾唇一笑 双手掉在两侧 他已经没有半点求胜的欲望 拖着摇摇欲坠的身子 走到三夫人面前 我真后悔 我应该连你也一块杀了 让你和张汉畜生一块下地狱 不 还有你儿子 你们都敢下地狱 当年如果不是你撞了我 我也不会滑胎 张家张子的位置 也轮不到你儿子坐 我原本以为那畜生将张府交给我打理 是想弥补我 可其实 我是为他做了二十多年的嫁衣 他前段时间竟然跟我说 想将府上的一切都交给你儿子 凭什么 张府的家业是我辛辛苦苦熬下来的 你们凭什么从我手里拿走 凭什么 大姐 你错了 我从没有想过要跟你抢 对 当年我是不小心撞了你 害你滑胎 可这二十多年来 我何尝好过 你处处打压我 我说过什么 我和墨儿身上大大小小的伤 哪一处不是你打的 老爷说要将家业交给墨儿 我是极力反对的 就算他给 我和墨儿也不会要 是啊大娘 我和娘是不可能要张府的家业的 爹死了 我和娘就说了我们会离开张府 从此再也不会回来 东西 也在昨晚就收拾好了 本打算今早就离开的 如果不是柳大人叫我们过来 我们已经走了 你们 你们舍得张家这份家业 大娘 我们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跟我娘 我只想跟我娘回到安朗去 好好生活 没想到我没想到 我处心积虑地算到最后 输的人 却是我 说着 眼泪落了下来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其实也挺惨的 三夫人也哭了 没一会儿大夫人 深吸一口气 看向高堂上的柳大人 柳大人 我承认了 我承认了 人是我杀的 你将我抓起来吧 但是 能不能放了那个戏子 那戏子 的确在杯中下了毒 她的罪免不了 等本官上报刑部后 自然会处置她 这才说完 外头就跌跌撞撞 跑进了一个狱卒 大人 不好了 那个 那个 那个罪犯 死了 你说什么 就是杀了张老爷的 那个女戏子 死了 是病死的 死了 这 哎 柳志良吃惊 一时语色 叹了一声气 毕竟是病死的 他还能说什么呢 大夫人在听到 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无力地 瘫坐到地上 草孽 都是造孽呀 都说 渊渊相报 何时了 我以前不信 现在 我信了 众人不明白 他为何说这番话 但继云书明白 他蹲下身来 单膝着地 看着大夫人那双 充斥着悔意的双眸 那姑娘去了 是解脱 她活了二十五年 也恨了二十五年 无数场的庄人梦 其实就是一场梦 大夫人 大夫人看着他 再一次落泪 旁人听不懂他们的话 那杀人的戏子与张佛 有何干系 为何要下毒 毒死张老爷 季云书起身 退到一旁 一只手伸进自己的衣袖里 握住了袖子里藏着的报案路 柳志良想 案子已经结了 便下令将大夫人和跪在地上的张管家 关进牢中 张管家被擒住时 奋力挣扎 朝着高堂扑去 大人 人不是我杀的 是大夫人指使我的呀 大夫人说 事成之后会给我一笔银子 大人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不能死呀 大人 我求求你了 带下去 大人啊 大夫人冷静极了 想丢了魂 可当牙医要将她拉出去时 她突然说了一声 等一下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要报案 纪云书握着衣袖中那本报案路的手 用了几分力 等柳志良缓过神来 问道 你要报什么案 一起偷盗案 临安客栈的杜三娘 偷盗我张府的观音喜 你是说 观音喜是临安客栈的杜三娘偷的 你可有证据啊 没有证据 是杜三娘亲口跟我说的 她很清楚 整个安府 只要是我想查的 就没有查不到的 杜三娘在宴习开始前 亲眼看到我将查毒 涂在了猫的爪子上 然后交给张管家 她便要挟我 让我不要再查观音喜的下落 她也不会去报官 可观音喜是我张家传家之宝 我不能不说 然后大夫人看向三夫人 我死后 张府 就交给你了 大姐 记住 一定要将观音喜拿回来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落在别人手上 大姐 你放心吧 大夫人释怀地笑起来 心甘情愿地跟着牙医走了 三夫人和张一墨留了下来 柳大人 我丈夫的观音喜 是一定要拿回来的 三夫人 你别急 本官会去查实 如果真是丽安客栈的 杜三娘偷的 本官一定帮你追回来 本官稍后 会命人将杜三娘带来盘问 你们先回去吧 有了消息 立马通知你们 好 母子准备离开 纪云书喊了一声 慢 母子俩停了下来 疑惑地看着她 纪先生 还有何事 柳志良问 审完张府命案 那现在 就审一审 近几年来 一直未查出的偷盗案吧 纪云书面色清冷 说出的话也淡淡的 正因为如此 反而让柳志良心 咯噔一下 偷盗案 纪先生 是指这次张府的偷盗案 柳大人 何必与我装糊涂呢 你下棋时 一步一子都落得 恰到好处 只为让荣云 讨他的欢心 这么精明 怎么会犯起糊涂了呢 柳志良 似乎察觉出了什么 低了低头 故作一副思考的模样 纪云书 将袖子里那本 报案录拿了出来 柳大人 可认得这个 柳志良盯了一眼 慌忙挪开目光 点点头 认得认得 这是衙门的报案录 原来你还认得 那柳大人再猜猜 这报案录 在下是从哪找到的 是在书房 没错 就是在书房里找到的 而且都掉到地上了 全是灰 柳大人你也真是的 怎么连请个人 打扫屋子的钱都没有 书房里全是灰 大概是衙门太久 没有接到案子的缘故 所以柳大人 也不经常进书房了吧 纪先生说得对 好些时间里啊 衙门都没有接到案子了 也是因为 安抚十分太平的缘故 所以没怎么去书房 纪云书丢给他一个 捉摸不透的笑 然后开始当着他的面 一页一页地翻起 手里的报案录 柳志良便盯着 纪云书翻看的速度慢一点 他的心就紧一下 他翻看的速度快一点 他的心就松一下 完全被纪云书的节奏 带着走了 弄得他满头大汗 时不时抬着袖子擦擦汗 这些年来 安抚发生了很多偷盗案啊 桩桩渐渐都没破 而且每一桩都是来自 临安客栈的客人报的 前前后后好几十起呢 没有一起是破了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临安客栈 丢了这么多东西 这些年来 却一起都没有查出来 而且临安客栈 依旧开得风生水起 如果在下要是没记错的话 临安客栈 是那位杜三娘开的那间客栈吧 真是奇怪 在下和王爷也在那间客栈待过一晚 凑巧的是 也有人东西丢了 好在最后找回来了 那客栈莫不是闹鬼了 怎么总是丢东西 方才大夫人又说 张府的观音席 是杜三娘偷去的 这其中 是有什么联系吗 纪云书眯了眯眼 又开始翻起手中的报案路 柳志良心理承受能力 有些抵不住了 手心都开始冒汗 景荣看着纪云书 有模有样 认认真真翻看报案路的样子 实在忍不住笑了一下 小家伙 不错嘛 这么快就学会逗人了 将那柳志良逗得全身哆嗦 一直在嗑瓜子的他 也终于将最后一颗瓜子吃完了 擦了擦手 起身 拍了拍衣袍 走了出来 然后轻轻在柳志良的肩膀上拍了拍 柳志良 当年那个官 花了多少钱啊 柳志良已经被纪云书之前那番模糊的话 搅得有些心慌 景荣又来搅他 这可将他弄得更加心慌 王爷的意思 别紧张 这捐官的钱花出去了 这些钱 也都应该挣回来了吧 柳志良脸色一轻 景荣已经开始细细盘算起来 这样吧 本王替你算笔账 捐官的钱 花了一万两雪花银 柳大人你的俸禄 每月朝天下坡只有四五十两 算一算 那也得十八九年才能赚回来吧 实在是亏大了 柳大人看着 不像是个会吃亏的人吧 你这当官当了才几年 想必 赚回来的 应该不止一万两了吧 下官不明白王爷的意思啊 柳志良啊柳志良 你一身官府在身 衙门后院的布置也十分简陋 而且衙门被制的长 也不是明长 瞧着你这副模样 倒是个精管 偏偏 是只穿着乌鸦毛的金丝券 有钱得很吗 景荣带着调侃的语气 甚至用手在柳志良 鼓起来的肚皮上拍了一下 弄得纪云书忍不住笑起来 索性合上手里的报案录 从昨晚到现在 两人就一直抱团 调侃柳志良 想让他自报 可这只老狐狸 就是喜欢装傻冲愣 王爷说笑了吧 下官可不是什么金丝券 也没几个银子 还在藏 生怕本王讨鸟银子似的 看你那小气样 下官 行了行了 你这只老狐狸 不将证据丢给你 你是不会脱了乌鸦毛的 在景荣和纪云书的 双面夹击之下 柳志良心中的防线 早就被击垮了 瞪着眼珠 双手藏在衣袖里 手心冒着汗 虚心的眼神 也不知道朝哪里看 最后只得低下头 嘴角抽笑 下官 着实不明白 王爷说的什么意思 什么乌鸦 什么金丝券 下官是真不明白啊 而且此时 不是应该查 张府观音喜丢失的案子吗 这不是正在查吗 柳大人 你还不愿承认 柳志良哑口无言 纪云书则扬了扬手里的报案录 这上面记录的一切 其实已经将柳大人 你的罪状 列得明明白白了 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罢 这都已经是事实了 临安客栈的偷盗案 至今一起都没破 刚才大夫人说 观音喜是被杜三娘偷取的 你却一点也不意外 还让三夫人先回去 怎么 柳大人是想等着我们离开后 依葫芦画瓢 像处理之前 临安客栈的三四十起偷盗案一样 也将张府观音喜的事情压下去吗 先生是怀疑 我与那杜三娘同流合污啊 不是怀疑 是确定 这些年来 你跟杜三娘私下勾结 她在临安客栈偷盗刑商者的货物 或者一些贵重的物件 那些人前来报官 你通通都接 但根本没去查 而那些人因为是客商 又不是安抚人 所以不会在安抚多留 拖着拖着 时间久了 最后也只好任栽离开 然后杜三娘便将偷盗而来的东西 换成金银 和柳大人你一同分赃 没有 本官乃是安抚的父母官 绝不会做出这种贪赃枉法 和包庇贼人的勾道来 本官尊重先生 也知道先生聪明 可单单凭这个报案录 先生便说我与杜三娘勾结 这 这话从何而来呢 临安客栈是山间里的客栈 行人络绎不断 每日进进出出 人流量较大 查起来实在是难呢 就当是本官无能 查不出来 王爷 你一定要相信下官 下官冤枉 第二百集 本王谁都可以不相信 却唯独相信戏先生 他说你有心勾结他人 拿权位来谋取私利 本王就信 就算说你杀了人 本王也信 言而总直 总而言直 既先生说什么 便是什么 刘志良心中忐忑 最后只能硬生生憋出一句 下官 是真的冤枉 你口口声声说你冤枉 那好 本王问你 你是如何得知 本王来的安抚 王爷奉命去玉府县 消息一路言下都传开了 所以 消息传是传开了 却未必会传到你耳边 在来安抚前 本王就已经下令 不用通知你 也不准惊动安抚的人 所以你不可能知道 偏偏 你柳志良早早就在 衙门里恭候本王 莫非 是本王手底下的人 将消息带给你的 我 柳大人你这么精明 没道理和你暗中勾结的杜三娘 糊里糊涂吧 他若不是察觉了本王的身份 暗中通知了你 你有岂会知道 本王来了安抚 不仅如此 这些年来 安抚县十分太平 没有一桩案件 是上报到朝廷上去审的 人人都说安抚太平 除了一位好官 也都说安抚县 人节地灵 适合修养身心 可一在下来看 分明就是柳大人你 为了营造出世人眼中的好官 而粉饰太平的假象 不然你也不会传令 让狱卒对那女子严刑拷打 因为无论真相如何 只要揪出张府命案的真凶 安府就依旧是太平之相 柳大人 你说在下说的 对不对 说完 他微微一笑 让人心慌 柳志良在心中呐喊 不对 当然不对 可他已经心虚地要死 更是有意往后挪了一步 没有底气地辩驳 先生所言一切 都是没有根据的 这担子 本官如何接 昨晚季先生给你金水 你不接 现在要扒了你的皮 你也不认 柳志良啊柳志良 你真是不见棺材 不丢泪 说完他打了个响指 门外两个侍卫 押着一个女人进来 墨若竟然跟在后头 这是什么情况 那女人就是杜三娘 他双手被捆绑在身后 露肩的衣服扯得更低 隐约露出胸前的雪白 他脸颊有些泛红 眼神抽着血丝 带着些许的沧桑疲惫 身上是浓浓的酒味 显然是喝了酒 曼妙的身材 比之前还要软几分 被压着进来 就跪下了 在看到杜三娘的那一刻 柳志良眼睛瞪大 浑身颤抖 其中一个侍卫的手里 还抱着一个盒子 进来时递给纪云书 先生 东西就在里面 他接了过来 也不打开 直接递给了 一直在宫堂上的三夫人 东西就在里面 三夫人接过 将盒子打开 是观音喜 这是你们张府的 现在交给你 往后可不要再丢了 是 激动的三夫人捧着盒子 眼中含着感动的泪水 靳云书跟张一默说 张公子 带着你娘回去吧 多谢先生 随即 张一默便带着三夫人 回去了 激云书又走到 已在门边的 墨若身边 朝杜三娘指了指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这副模样 他不是喜欢喝酒吗 昨天勤住他后 我就与他喝了一晚上的酒 靳云书白了他一眼 墨若晃着脑袋 叹了一声 十分可惜地说 唉 他若不是个贼 那该多好 娶回去 这种女人 我可不敢去 单单只是想做个酒友 所谓 一生酒 一生醉 杜三娘 确实不错 激云书又白了他一眼 他索性晃着身子出去了 坐在外头的石阶上 继续喝酒 而公堂上 柳志良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杜三娘跪在地上 冷笑一声 抬起那双眼睛盯着他 柳大人 这次 可真是灾了 事情已经败露 你这官 怕是也做不下去了 柳志良身体一个裂借 背后狠狠地撞在了高堂上的那个大桌上 咚的一声 发出一声闷响 他满头虚汗 柳大人 你是不是很意外 为什么杜三娘会在这里 其实很简单 本王的眼皮底下 是见不得半点偷蒙拐骗的 这杜三娘竟然偷了洗班子的东西 本王岂能放过他 所以 早就已经命人暗中盯着了 可没想到 就在本王刚来安抚的那晚 他也来了 居然回报 他那晚偷偷捡入张府 没多久就出来了 其实也不算奇怪 杜三娘手脚不干净 张府在办宴席 他若进去偷东西 也是正常 张府关系被偷了 除了他 本王也想不到有谁了 所以昨晚夜里 就命人将他抓了起来 就等着今天一早 张府的命案过了后 将他带过来 没想到虾猫碰到了死耗子 季先生偏偏又找到了一份报案录 竟将你这只老狐狸给引了出来 现在足以证明 你和杜三娘暗中勾结已成事实 柳志良也不再狡辩 身体滑倒在地上 像是一副死尸 跪在地上的杜三娘 一点也不胆触 反而笑了几声 没想到我杜三娘 竟然会栽到你们手里 不过我也认了 我向来不服人 现在是服了 敢做敢当 也就是一条命 杜三娘的魄力 可比柳志良洒脱多了 我呸 别拿我跟这畜生病 他贪生怕死 还处处要老娘替他办事 要不是因为他是官 老娘需要他打掩护 不然早就宰了他 他还能活到现在吗 杜三娘 要不是我 你也早就死了 我要是死了 也要拉着你垫背 刘大人 这些年里 你究竟贪了多少钱 柳志良低着头 眼神飘忽 不说话 刘大人 在下给你一次机会 你贪赃了这么多年 手里应该有很多金银财宝吧 不如你就主动拿出来 这样 兴许你的罪名 还能轻一些 那些钱 我早就花完了 他偏过目光 不敢去看纪云书 生怕自己的谎言被拆穿 好 那咱们就将你那万贯家财 找出来 转身跟一个牙医交代 还请你将衙门里那条大黄狗找来 牙医愣了一下 正准备去 他又叫住他 再着急把大锤过来 牙医挠着脑袋就去了 没一会儿 牙医就找了几把大锤子过来 扔在门口 而那老翁就牵着自己那条黄狗过来 当看到宫堂上的场景时 老翁一脸的困惑 而那只狗仿佛天生就怕纪云书似的 在看到它的时候 下意识地往老翁身后缩了缩 也不叫 反而显得十分乖巧 纪云书走过去 蹲在那只黄狗面前 伸手摸了摸它光滑的毛发 那黄狗居然不躲了 反而将脑袋往它掌心上 使劲蹭了蹭 百姓们的辛苦钱 可就靠你了 你若是能找出来 我便给你骨头吃 怎么样 那狗叫了一声 那你是答应了 那狗又叫了一声 好 那你去找吧 大黄狗从老翁的手里正脱开 跑了出去 众人都傻眼了 这纪先生是属狗的吗 竟然还会跟狗对话 走 拿上你们的锤子 咱们找宝藏去 景荣示意自己的侍卫 将柳志良和杜三娘一块 压着去看热闹了 跟着狗 大伙到了那面墙的前面 黄狗冲着墙使劲地叫 季云书又拍了拍狗的脑袋 乖 你可是大功臣 先到一边去 待会儿就给你骨头吃 那黄狗乖乖跑到一边 悬缩到地上 你们手里拿着锤子的人 将这面墙给凿了吧 宝藏就在里面 很快 几个牙翼便挥着锤子 开始凿墙 随着墙一点点地被凿开 里面的东西也一点点露了出来 仿佛闪出一道黄光 墙倒下的那一刻 众人诧异 目瞪口呆 是黄金 墙里面竟然有黄金 那一块块金条 混合着凿碎的墙 显得格外扎眼 一根一根 几乎将整个墙面都填满 那狗冲了过来 狂叫着 事实和证据都已经摆在眼前 柳志良那老狐狸脸都清了 怕是想死的心都有 来人 将柳志良和杜三娘押入大楼 立即上书朝廷 将此事禀包上去 安抚县 是该换一位官了 是 至于这些黄金 暂且收起来 等户部派人来处理 是 柳志良和杜三娘便被拖了下去 景荣凑到纪云书身边 十分好奇地问他 方才 你是真的 跟狗在说话 不然呢 你是狗 你才是狗 他摊开手掌 手心里是一颗小小的金坠子 那狗对金子的气味很敏感 我捏在手里去摸他的毛发 他闻到味道 自然会叫 那他怎么知道 去找这面江啊 不知道 也许 他是真的听得懂我的话 没多久 事情就在安抚县传开了 百姓们议论纷纷 都说有位纪先生神通广大 不仅破了张府的命案 还将贪赃枉法的县太爷 给关进了大牢 同时他们也在准备着 安抚县一年一度的花灯节 景荣等人原本是打算 立马离开安抚县 可柳志良被罢免了 加上那些黄金 还要处理后上报到户部 一时间 朝廷也不可能立马派新官过来 这担子自然就落到景荣的肩膀上 这大概也要一两天的时间 索性就搬到了衙门 景荣处理事情 纪云书帮着写完了两份刑案 出来时就看到魏毅缩在一个石墩后面 盯着不远处 魏毅 你在做什么 噓 魏毅拉着纪云书一块儿蹲了下来 怎么了 马上就要报了 说让你小声一点 什么要报了 纪云书放轻了声音 魏毅指着远处立起来的爆竹 我在放炮杖 纪云书一看 就看到远处放着一个爆竹 可火线上的火已经灭了 冒了一缕白烟 你放炮杖做什么 火都灭了 魏毅失望地站起来 叹了生气 哼 我听他们说 今天是花灯节 姝儿你还记得吗 半年前的彩灯节 你给我画了一个灯笼 还跟我一起放了孔明灯 嗯 记得 他当然记得 半年前在锦江的彩灯节 他给魏毅画了一个灯笼 一盏画着梅花的灯笼 他也还记得 自己和魏毅放了孔明灯 孔明灯上写着 愿人心无尘 死者一以九个字 今天是他们这里的花灯节 可是景容哥哥不让我出去 说是外面很危险 可别人都说外面很好玩啊 到处都有漂亮的花灯 还有好多好多的烟花 之前我就看到了烟花 好大一树 哇 就在天上炸开了 而且比我们那里放的烟花还要好看 所以我就花了五两银子买了那个炮杖 就可以在这里放烟花了 你找谁买的 老大哥 五两银子 他就给了你这个 嗯 老大哥说了 这个炮杖放出来的烟花 比别人的多好看 所以让我给他五两银子 魏毅一副完全信任的模样 的确 五十三两银子 郎博士该一一讨回来 不然娶媳妇的钱都没有 季云书笑着敲敲他的脑袋 傻小子 你很想出去吗 他用力点头 好 那我带你出去 真的 那书二会像以前一样 给我做灯笼吗 你想要什么样的灯笼 当然是最好看的 最特别的 只有我才有的 季云书想了想 最好看 最特别 那 好 那就做最好看 最特别的 他的嘴角处 渐渐溢出了一抹 宠溺的笑容来 魏毅开心得不得了 可郎博却不知道 从哪冒了出来 将地上的火苗 已经熄灭的炮烛捡起来 拿在手里 往身后一藏 一脸严肃地说 季先生 王爷交代了 你和魏公子不能出去 郎大哥 这衙门何时成牢笼了 牢笼 季先生说笑吧 这衙门怎么会是牢笼呢 那为何要捆绑住我们的双手双脚 啊 既然不是牢笼 那我们出去看个花灯 有何不可 而且看完就回来 郎大哥你也无需担心 再说 还有紫金在暗中跟着 不会出事的 不行 王爷说了 要是你和魏公子出了衙门的门 我就死定了 王爷一定会杀了我的 季先生 你就别出去了 王爷现在还在处理那些黄金的事情 不能照顾你 我一出去了 出了点事 我 好 就不为难你了 我们不出去了 季云书显得十分懂事乖巧 可魏毅一听就急了 眼巴巴地望着他 我说 真的不能出去了吗 季云书轻点了下头 嘴角却勾起一个狡猾 且充满深意的笑 让人捉摸不透 郎大哥 麻烦你帮我去找两个形状 稍微圆润一点的南瓜来 可好 先生要做菜吗 嗯 差不多吧 想做一道家乡菜 好 我这就给你去找 于是郎伯离开去找南瓜了 很快 他就找到了两个不大不小的南瓜过来 季云书便拉着魏毅去了厨房 找了一支笔和一把刀 开始在南瓜上大做文章 魏毅 你坐在一边 乖乖看着 只见 季云书在两个南瓜的顶端 切开了一个口子 将里面的丝和阳刮了干净 内壁也刮薄了一些 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一双素白而灵活的手 拿着小巧尖细的刀子 开始在南瓜上一点一点的雕刻起来 十分专注 大概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两个南瓜上便被刻出了一圈镂空的竹子竹叶 当看个形状就栩栩如生 随后他又找了几根细细的绳子将南瓜穿起来 用两根光滑的长棍吊着 最后将蜡烛放了进去 橙黄色的光线在里面隐隐晃晃 将南瓜上镂空的竹映了出来 投射在周围泛白的墙壁上 随着竹光的晃动 竹影也微微动起来 就像身在一片竹林 那画面美轮美奂 魏意惊呆了 身子缓缓直了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周围的竹影 唇角上渐渐展开一抹惊喜的笑容 哇 舒二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灯 纪云书笑着将其中一盏南瓜灯递给他 提着他 咱们去逛花灯节 魏意小心翼翼地接过去 可是狼大哥在外面 那就从后门走 嗯 魏意满心欢喜地提着那个南瓜灯 跟在寄云书后面 悄悄到了后门 刚开门 坐贼呢 传来没弱浑厚的声音 他就坐在门外的石阶上 懒泱泱地侧着半边身子 一只脚伸得长长的 直接将后门的去路拦住 他手里还拿着一壶酒正喝着 身边全都是东倒西歪的酒瓶子 季云书将手里的南瓜灯朝他凑了过去 照亮了他那半张轮廓清晰的侧脸 你怎么在这儿 大概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奇特的灯 莫若揉了揉眼睛 伸出指头往南瓜上敲了几下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还会发光呢 这是舒尔做的灯 灯 有趣啊 这要是放到市场上去 肯定赚大钱 怎么做的 教教我呗 等回经号 我将玉华阁关了 专门做灯路买 我知道 这是南瓜做的 先用刀将南瓜的脑袋砍了 然后再把里面的肉全部都挖出来 然后再 大猪 你当杀人呢 我才不杀人呢 杀人是要成命的 是杀了个南瓜才对 而且是舒尔杀的 不是我 舒尔做的这个灯可好看了 上面的竹子 都是他用刀子一点点刻出来的 你看 这上面竹子 是不是很好看 还有这个叶子 是不是也很好看 是好看 舒尔又用绳子 把南瓜绑起来 再将绳子在 两人蹲在一块 津津乐道地开始谈论起南瓜灯的做法来 莫若仿佛发现了一个偌大的商机 决定要去把玉华阁关了 然后开个花灯店 专门卖南瓜灯 想到要发财了 他眯着眼睛狂笑 又往嘴里灌了一口酒 旁边的纪云书 嘴角抽搐得十分厉害 纪云书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 卫义 还去不去看花灯了 去啊 当然要去啊 那就别与人多话了 快些走吧 好 两人正要走 莫若却伸着懒腰起身 挡在了两人面前 无赖般地笑了一下 这么好玩的花灯节 我怎么都不去呢 没酒没女都在 可不能错过 要不带上我吧 不行 你若在外头喝醉了 我们可扛不动你 我喝是真的醉过 就带上我吧 我保证 不闯祸不喝醉 就带上我吧 不行 当真不行 纪先生 你要知道 景荣那块冷石的 现在正在处理柳枝凉 柳血的烂摊子 这会儿要是让他知道 你们偷偷溜出去啊 后果可就 竟然敢威胁他们 卫义挺着步子上前 你要是敢告诉景荣哥哥 我就 我就把你埋了 然后用草罩着 你信不信 小卫义啊 小卫义 给你胆子也不敢 我 他还真不敢 身子往后缩了缩 景荣叔被闹得头疼 回头看了院子一眼 立即将后门关上 一面狼搏追过来 他十分嫌弃地 瞄了莫若几眼 无奈道 你想去 就一块去吧 好嘞 莫若仰头大笑一声 便晃着身体 跟在了后头 花灯节上 三条宽敞的大街上 挤满了人 男男女女 个个都打扮得干净利落 偶尔也能看到 几身妖艳的打扮 街道的上方 一路都挂着 各式各样的花灯 将整个安抚线 都照得十分透亮 人们热热闹闹地嬉笑着 完全沉浸在 花灯节的狂欢中 丝毫没有被 柳志良那个 落马官员的事情 影响到 卫义提着那盏 南瓜灯走在最前面 挺着胸膛 仰着下巴 还刻意将手里的 南瓜灯 抬得高高的 生怕别人看不见 得意的小模样 藏都藏不住 那盏独特的 南瓜灯一出现 就吸引了 大街上人的目光 大家都羡慕不已 还有小孩子跑过来 好奇地围在 卫义周围 看那盏灯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一路上 卫义也没少乱逛 一会儿要这个 一会儿要那个 身上吊着许多 大大小小 好玩的玩意儿 这要是都带去景江 估计一辆马车 都不够他装的 莫若虽然一边喝酒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 护着两人 寸步不离 不靠得太近 也不离得太远 偶尔还好奇地 问纪云书 你还是赶紧给 卫义找个婆娘吧 最好是能管钱的 你看她 再这样滑下去 刀里的银子 非花光不可 我都头疼 多买几滩酒多好 银子不用来花 难道是用来吃的 莫若无言以对 突然 人群中开始骚动起来 好些人都朝一个地方 涌了过去 只听到有人在说 木槿姑娘在对诗呢 走 快去看看 木槿 对个诗还这么轰动 纪云书向来好奇 便跟了过去 原来是在桥边的 回廊架里 摆的对诗台 周围围满了人 旁边还摆着许多张 工人休息的桌椅 上面放着好多坛酒 任人喝 这简直就是 没弱的天堂啊 他二话不说 就找了一张空位坐下来 纪云书拉着卫义坐下 一边看他闷声喝酒 一边往人群里看去 就看到一位紫衣女子 站在河边 秀雅绝俗 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 清零之气 美目流盼间 逃塞待笑 那气质 说不上可人 却带着几分睿智 自带清雅高华的气质 此人就叫穆锦 长得不仅美若天仙 更是安抚县出了名的才女 三岁识字 五岁识读四书五经 十岁时便满腹经伦 更是将自己的教书先生 给比了下去 多年来 还无人能抵得上她的才能 若不是女儿身 恐怕早就上金赶考去了 不过这女子也是个清高的人 虽说早已过了标眉之年 可总是没对上核心的人 她那双好看的眸 一扫面前的四名男子 然后红唇清起 道出一句诗来 春妇勾粮 宜香煮 主人看重不问客 客从故里 归香饮 饮入寻空 不作悲 悲成高适 知不思 没人再接了 几名男子语色苦恼 实在想不出绝句去对了 木槿姑娘以一敌似 完胜 她仰着微微的笑 仿佛天生带着一种自信 纪云书观望着 心中思索着该对什么 可她做师的能力不算好 倒腾人骨的能力还不错 就在大家都撑赞木槿时 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句 思君散距 去何处 众人立刻看了过去 就看到人群中 一席淡紫色身影的人 那人身着光亮华丽的贡品柔断 身姿挺拔 发带顺在背后 微仰着头 深邃的眸中 溢出一道冰寒的光 带着魅惑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景荣 几云书都傻眼了 他怎么在这儿 木槿原本傲娇的眸 收敛了几分 带着欣赏的语气 公子这句 思君散距 去何处 对得极好 姑娘 可有在对的 处暗条条 实礼情 好事 景荣笑了笑 随即目光穿过面前的人群 落在纪云书的身上 四目相对 纪云书浑身一个机灵 仿佛被抓到了小辫子 这一下可惨了 然后就听到景荣说了一句 情虚微云 仪式转 像是对着自己说的 文言目紧嘴角 溢出笑来 小女子服了 公子赢了 这句情虚微云 仪式转 我接不了 姑娘才是好学识 方才你说的那些诗句 着实让在下佩服 不知公子 尊姓大名 丹姓景 景公子 小女子木槿 景荣轻点了下头 木槿温和一笑 示意自己身边的丫头 将早就准备好的东西 拿了上来 丫头小心翼翼地 捧着一本书上前 公子 这是我家姑娘 今天作为对师的筹码 你既赢了 这本杂男记 就是你的了 请收下 景荣侧眸瞄了一眼 伸手推了回去 不用了 杂男记 可是一本真记古书 姑娘还是自己收着吧 这 丫头为难 看向自家姑娘 木槿便接过那两本书 景公子出的诗句 乃是绝句 让人折服 我也对不上来 着实输了 今日花灯节 我在此摆了对师台 拿这本杂男记做酬彩 公子赢了 便要收下 这是规则 可不要破坏了才是 丫头再度将书奉上 景荣依旧未接 而之前答不上诗句的那几个书生 则接了话 木槿姑娘 既然这位公子不要 不如就给我们吧 好书配才子 各位公子答不上我出的诗 这杂男记 怎能给你们 木槿姑娘 你是偏心才对 众人一哄而笑 木槿也没有不好意思 始终面带笑颜 景荣脸色冷了下来 只好从他手里将那书拿了过来 好 这是我说了 雨霸跨步离开 木槿看着那道离去的身影 桃花唇上欣喜几分 景荣穿过人群 泰然自若地走到纪云书那张桌子旁 默默地坐下 谁也不看 一坐下来就喝酒 只是那张脸简直冷到了极致 纪云书也不出声 心知这王爷是生气了 气自己偷偷跑出来 他低了低眸 将身子偏向正在大口灌酒的墨弱 哪知 魏翼却兴奋地问 景荣哥哥 你怎么来了 出来追贼 贼 哪里有贼啊 你的东西被偷了吗 嗯 是什么 人 魏翼不懂 目光在他身上徘徊了一会儿 索性转头问纪云书 啊 叔儿 你知道吗 纪云书不知如何回答 偷偷看了一眼那冷王爷 偏偏小眼神被逮了个正招 好玩吗 嗯 还行 偷偷摸摸地跑出来 这癖号 还挺不错的 王爷喜欢接姑娘家的诗 这癖号 也挺不错的 吃醋了 在下只吃辣 不吃醋 吃了就吃了 也没人说你 我 郎大哥人呢 汤啊 被我分尸了 你放心 处理完汤 回去后 你也逃不掉 本是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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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却成了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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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了 动的一声 桌底下 景蓉毫不留情地踢了他一脚 墨若捂着被踢腾的膝盖 哎呀叫了一声 启云书瞪了他一眼 活该 行行行行啊 你们我都招惹不起 个个都是祖宗啊 比卫衣那小子还祖宗 墨若带着一丝怨气 正准备端起桌上的酒 其料 一只纤细修长的五指 压在了酒壶上 视线顺着那只手腕 一路往上移动 便对上了一双硕大 且灵气逼人的眼眸 和一张小巧 且有些稚嫩的脸 女子身着一袭红衣 梳着一个不属于中原的发际 发际上还带着一些小小的银饰 身上也挂着许多奇奇怪怪的物件 很多都是中原没见过的 微风拂过 将他脖子上那串铃铛 吹得叮叮作响 诡异得很 他一只手压在酒壶口 一只手挑着自己腰间上 那根红丝带打转 丝带上端 系着一颗小小的骷髅头 下端则绑着一本泛黄的古卷 整个人都怪得很 却被他那调皮的行为 和古灵精怪的眼神一扫而去 女子仰起嘴角笑了笑 不急不徐地将手下压着的那壶酒 端了起来 豪迈地往嘴里灌去 清甜的酒 从嘴角两端溢了出来 沿着下河流到脖梗处 胸前的衣裳处 以及地上 莫若嫌弃又困惑地看着她 哪儿跑来的丫头 女子将酒坛子重重砸在桌上 不拘小杰地用衣袖擦着嘴巴 等酒彻底咽进肚子里 才瞪了一眼 你才是疯丫头 这酒是你家的吗 虽不是我家的 可哪有人从别人手里 多久喝的道理 莫若指了指旁边 那一堆叠起来的酒坛子 瞧瞧们 那边全是酒 自己去拿就是 我偏不 本姑娘就喜欢 抢夺别人手里的东西 那你这可是病啊 给治 治 那你有药吗 莫若嘴巴见是出了名的 谁怼她谁遭殃 这姑娘的嘴 好像比她还要厉害些 可她也不恼 手指一伸 快速扣住那姑娘的手腕 指尖在她脉象处点了几下 片刻后将她手腕甩开 女子一脸蒙 莫若则一本正经道 脉象急错 此乃臣慢 如石头水陛下浅 成有力为冷透 有力为实证 浅秋三浅 水耿一浅 上花灼七浅 以炉火煎熬三个时辰 再加上井水服用 一日一天方可 那女子拧了拧自己的手腕 你胡说八道什么 姑娘方才不是问我要药吗 药我已经开了 你照着去抓就行 女子冷笑一声 将一只脚搭在了凳子上 一副脾相 原来是个江湖术士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本姑娘听都听不懂 尘脉是内病 不在表 尖秋为白草首位 能去燥热 而水梗通脉 上花灼静心 加甘甜冰冷的行水 冷热融合 治病良样 什么意思 这位公子的意思 是说你有病 病在内中 也就是俗称的 狂犬症 景龙和莫若相视一笑 双剑合璧 天下无敌 第二百零二集 竟说她是狂犬症 女子气急败坏 脚一蹬 直接将踩在脚下的 那张凳子给蹬坏了 莫若被迫起身 却也不忘将桌上 另外一壶酒顺走 就算破罐破摔 也不能摔了她的酒 风丫头 可是犯病了 敢说我有病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说着 她手在腰间上一摸 瞬间抽出一根银色的鞭子 就像一条灵动的水蛇 从她身体里窜了出来 然后用力地挥向没弱 可力道足 方向不对 最后只挥在地上 尘土飞扬 周遭的人群 也顿时避开 生怕绞尽这场纷争中 莫若盯着她手中的鞭子 嘲讽道 手劲倒是够大 快小姑娘 你这鞭子 可不能乱挥 打我也就罢了 若是打了无辜的人 遭殃的可是你 废话少说 看你这样子 也不像是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江湖术士 不如把看家本领拿出来 与本姑娘一决高下 也好让你尝尝我这夺命鞭的厉害 姑娘别闹 晚了 雨落 鞭子带着力道 再一次挥了过去 莫若没有还击 而是处处躲避 时不时的还能空出点时间 喝口酒 而那鞭子不是挥在地上 就是挥在回廊架的柱子上 噼里啪啦作响 臭小子 你倒是出手啊 本公子不与小女子计较 你最好烧了你那根鞭子 不然啊 我便烧了它 好啊 那你倒是出手试一试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于是两人又打了起来 周围的人原本还害怕地朝旁边躲避 但是两人打了这么多回合 像是在表演 大家就都欢呼起来 大头 大头 快打 甚至有人要掏腰包丢银子过去 花灯节被这一幕闹得更加欢腾 许多人拥了过来 魏毅也提着手里的南瓜灯 在旁边欢呼 慕容哥哥加油 打他打他打他 那画面十分滑稽 那两人一个打一个躲 静云书实在看不下去了 朝景荣说 你不去劝劝 景荣喝着酒 看都不看那边 只淡淡回了一句 男女之间的事 轮不到外人插手 这样打下去 非闹得人人皆知不可 万一出了人命怎么办 出了人命倒好 到时候给魔弱配个阴婚 免得他做人的时候孤单 下了阴曹地府 也孤单 他深深感受到了 莫弱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痛苦 这个王爷 真冷 若是我死了 你会跟我配阴婚吗 配你 妹 他话还没说完 那边正在打斗的声音突然没了 就见莫弱扯住那根银色的鞭子 手腕一个用力 女子被惯性扯得一个裂去 放手 莫弱面色冷静 轻笑一声 直接将自己手里的酒往那根鞭子上撒去 然后看向景荣 景荣接到他的信号 将原本点在桌上的一个蜡烛拿了起来 衣袖带风轻轻一挥 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莫弱的手中 奇怪的是 那蜡烛竟然还没灭 莫弱将烛火对准鞭子下端 带着威胁的口吻说 姑娘 你若再不将你的鞭子烧起来 我就真的将你鞭子给烧了 那女子气急败坏 又真的担心起来 你要是敢烧了我的鞭子 我要你拿命来赔 那你最好给我安分点 本公子虽然出了名的怜香细雨 可你却是换完食啊 闹得我不高兴了 别说烧了你的鞭子 就是把你丢进火炉里 也是有可能的 你 再问你一句 鞭子烧还是不烧 女子咬着牙犹豫半晌 莫弱耐性本就不好 拿着蜡烛正要点那根鞭子 输得 不知道从哪打过来一块细小的石头 将她手里那根蜡烛的火苗打灭了 趁此 女子立即将银鞭从她手里抽出来 正想再次朝她挥过去 可鞭子还没出手 第二颗石子就打中了她的手腕 一时无力鞭子挥在了地上 只见罪魁祸首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姑娘 今日乃是一年一度的花灯节 何必闹得这么不愉快 不如就此算了 你若是想继续喝酒 我便盛情招待 声音十分好听 是木槿 没想到她竟然还会武功 女子吃痛地捂着自己被石子弹红的手腕 瞪着她 你是谁 我叫木槿 正在这里摆对师台 姑娘这么一闹 雅兴都没了 我打我的 你对你的施就是 管我做什么 我这还没分出胜负呢 可是姑娘 你显然不是这位公子的对手 何必自讨苦吃呢 所谓不打不相识 倒不如一块坐下来 我让人拿几壶上等的陈年好酒 一边赏灯 一边喝酒 如何 其实那女子也不傻 知道莫若是让着自己 不然自己早就吃亏了 斟酌片刻后 她挪了挪嘴 便将鞭子收了回来 重新缠到自己腰间上 然后借着这个台阶下来 好吧 本姑娘就给你面子 你听着 我可不是怕了你 要不是因为这是花灯节 我一定杀了你 莫若也不争 着实闹得有些累了 笑了笑 觉得这小妮子其实挺可爱的 没一会儿 木槿就命人上了好几坛酒过来 这几坛酒 酿了一年 是我亲手酿的 各位尝尝 她还特意将一碗酒 推到景荣面前 景公子也尝尝 景荣盯着那碗酒 悄悄朝纪云书看了一眼 然后面带桃花的应道 好啊 那就尝尝木槿姑娘 酿的酒如何 景荣喝了一口 嗯 不错 酒香浓而不腻 入口清甜 带着醉意 真是应了李良的两句诗 孤不知酒为酒 风不知香不香 公子知道李良 怎会不知 李良心有在外 不许束缚 做的诗 也都带着灵性 公子果然渊博 连李良这个 隐墨的才子都知道 姑娘 不是也知道吗 两人对视一笑 女子效忠待凶 木槿虽是个 书香气十足的女子 骨子里却带着一股霜了 久有可教 惠有可教 说的简单些 这是一个双面桃巧 且十分玲珑的女子 李良算不上是我最喜欢的才子 可如公子所说 她的诗 最具灵性 月下西龙 品竹霜 但看末世 如下路 我最爱的还是她这两句诗 不过 论诗中的道义 李良 却训了朱墨汉几分 只闻墨汉 称一仙 一仙之中 如一间 她做的诗 一字一对 不落瑕疵 每每念叨她的诗 总让人心旷神怡 久久回酿 没错 朱墨汉 倒是个先诀 有路中 详继着她生平所做的 全部诗句 每一首都堪称武艺 可你听过一番话没有 汉墨不如董宋 肃老盼望肃宫 公才败文屈身 而屈子吗 又相仿时问 听过 只是这话 很少有人挂在嘴边 其实真要论文采的话 谁也不如谁 谁也抵不上谁 两人对酒互饮 谈得十分欢心 真是相见恨晚呢 而关于这些文人学识的东西 纪云书只是个略懂的人 实在插不上话 若是说些人骨之类的 她还能分析出个寸骨来 灰鞭子的那名女子 毫不掩饰地比 哎 你们当我们都是死人呢 在酒桌上谈什么事 真没意思 说完 大口地往嘴里灌了一口酒 莫若看她喝得如此豪迈 卷直傻眼 小姑娘 你叫什么 唐思 唐思 名字倒是文雅 可看你 却不是个丝闻啊 本姑娘喜欢骑马射箭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那些文周周的可不适合我 你这身打扮和喝酒的气质 想必是袁牧人吧 都说你是江湖术士了 我虽喜欢骑马射箭 可身上哪点像野蛮的袁牧人了 好 那你是什么 你们在座的 闻的闻武的武 却连个聪明人都没有 本姑娘真是高看你们了 捧着南瓜灯的卫翼 突然蹦得出一句 我知道 你是花果山的猴子 说说过 那些猴子就跟你穿的一样 你说什么 你敢说我是猴子 金云书立刻拉下卫翼 让他不要多嘴 姑娘误会了 她说的不是猴子 是猴撩人 你怎么知道的 其实很简单 看姑娘挥鞭子的手法 和那根鞭子上的纹路 大概就能猜到了 她下意识地摸着自己腰上 缠着的那根银鞭 你继续说下去 猴撩人 虽然是大林边境的游牧民族 可十几年前 也是归在中原境内的 不管是习性也好 都保留着大部分中原人的特点 所以会有重龙祭天的习俗 可重龙祭天 必须避火 上的香都是石香 更是用灰鞭着地 来顶替祭天的炮主 可灰鞭也不能乱灰 灰之前 无论是祭天还是像姑娘一样用来打人 第一边都必须打在地上 方才姑娘的第一边 显然是故意偏的方向 这才打在地上 而这个习俗 是猴撩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还有 你鞭子上缠的银线 是粘银所致 也就是通常说的原银线 这种原银线 目前只有猴撩才缠 当然 更重要的一点 还是姑娘你缠鞭的方式 只有猴撩人 才会将鞭子缠在腰间上 一字一句都十分笃定 而随着他一边说 几双目光也朝唐斯腰间的银边看去 还真是这样 唐斯愣了几秒钟 忍不住赞叹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大林境内 还真是人才辈出 说话的同时 他已经绕过面前的桌子 一屁股坐到纪云书身边 立马倒了两碗酒 将其中一碗 直接塞进他手里 来 我敬你一杯 纪云书笑着推了推 在下不喝酒 你可真不够意思 酒不仅容易伤身 还容易伤脑 心肝脾肺肾和脑 本就是一家 在下 还想多活几年 唐斯也不为难他 不喝就不喝 索性将那碗酒 推给了莫若 他不喝 那你喝吧 对于酒 莫若来者不惧 直接端起来就喝 唐斯眼巴巴地盯着 纪云书 满眼崇拜 你们大林的男人 长得还挺漂亮的 而且 还那么聪明 说完 修长的手指竟在 纪云书宽大的袖子底端 勾了一下 是的 他被一个女人调戏了 然而 景荣和莫若两人 竟在暗自偷笑 他万分无语 别扭极了 挪了挪身子 这时 木锦出声 锦公子的朋友 个个都是奇才 能文能武 聪明过人 竟然连猴两人 都猜得出来 姑娘弄错了 在下不懂武学 只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 穷酸书生 偏爱读些冷门的书罢了 公子谦虚 在下真不是谦虚 与姑娘相比 简直差了一大截 姑娘不仅满腹经轮 博学恰文 而且还会武功 在下顶多 也就是班门弄斧 公子说笑 我也就会丢几颗 石子罢了 往年请了几个先生 学下了这弹弓之术 用作仿身 魏义突然问 什么是弹弓之术啊 就是用弹弓 去射鸟的意思 景荣一脸正经 眼珠子也不转一下 正与莫若对着酒 喝得痛快 大家差点就相信了 卫义兴奋地问木槿 那你可以教我吗 其实 木槿早就察觉出 卫义的异样 可面上不说 温柔道 当然 唐思是个直爽的人 心里藏不住话 看了魏义一眼 原来是个傻子 最怕空气突然冷掉 静荣书脸色顿时一沉 握住魏义的手 你不是喜欢灯吗 我们去放盒灯 魏义心中委屈 却依旧重重点头 于是两人离席 唐思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可傲慢的性子 却将他心中那份歉意 给演了过去 立马跟上了 军云书 莫若子抱着酒坛子 吆喝了一声 放盒灯去了 也跟了过去 河旁 许多男男女女 在放盒灯 水面上漂浮着 各式各样的盒灯 一盏一盏 有挨在一起的 也有散开的 也有直接沉下去的 周围灯笼的光线 映照在平静的水面上 随着缓流的河水 轻轻晃动 美得如同仙境 季云书不信佛 不信邪 偏偏信许愿 他找了两盏花灯 递给魏意一盏 姝儿要许什么愿 秘密 他将河灯捧在手心 闭着眼许了一个愿望 然后将灯置入河中 手指微微波动了下水面 那灯便伴随着 荡起的水波 一点一点飘去 魏意也默默许了一个愿 按照他方才的动作 也用手在水面上 拨了几下 让那河灯 飘了过去 与寄云书那一盏 贴在了一块 苏儿 你看 我们的灯在一起 苏儿 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吗 我许了 咚的一声 话还没说完 魏意就看到自己那盏河灯 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 里头的火光瞬间灭了 然后被水浸湿 渐渐沉到水里 啊 我的灯 我不是故意的 唐思走了过来 手里还捏着几颗石头 魏意豁然起身 兴师问罪 你为什么要砸我的灯啊 都说了不是故意的 随手一丢 谁知道那灯是你的 那是我和叔儿 一起的河灯 大不了再陪你一盏 魏意被呛得说不出话 生气极了 纪云书立刻拉住他 安慰道 一盏灯 沉去水里 便让它沉吧 我那盏灯 让给你 好吗 那叔儿怎么办 只要你的愿望能实现 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嗯 魏意欣喜 全然望了 唐思砸他灯的不愉快 然后蹲下身来 遥望着那盏上存的河灯 几步之远的墨若 靠在河边的石墩上 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笑起来 又悠悠地喝起酒来 唐思则扔掉手里的石子儿 蹲到纪云书身旁 用手扯了扯他的一脚 你姓什么 记 记什么 你想换什么就换什么吧 那就叫阿记 在我们那儿 他们都叫我阿思 你也可以这样叫我 嗯 纪云书淡淡点头 对于唐思 他算是用足了自己的忍耐力 第二百零三集 唐思有意朝纪云书靠了靠 好奇问 喂 你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我们猴寥人最豪爽 天生敬佩你这种聪明人 在下不是聪明 只是比别人多了双眼 所以看的也就多了 是吗 那你说说看 你从我身上 还看到了什么 唐思伸出双手 在他面前晃了晃 衣服上那些吊坠 叮叮作响 不觉得吵闹 反而像风铃被风吹动的声音 空铃又清脆 季云书注意到 他腰间那根红丝带 用下颌点了点 那是什么 唐思将骷髅取下来 拿在手里把玩着 这个 你一定猜不到 这是豪的头颅 是我在山里寻来的 豪你知道吗 那是一种夜行动物 被它咬上一口 必死无疑 当时为了追这只豪 我可是在山里寻了一两个月 阿爹说 我就是被野鬼带大的孩子 什么都不怕 可咱们猴了女子 就该有这份气魄 他十分骄傲 手里的骷髅被他高高抛起 又稳稳接住 季云书的目光 落在了渐渐飘远的河灯上 而此时旁边的桥上 立着两道身影 一高一矮 影子倒映在水波清廉的水面上 仿佛融进了 橙红的光线中 很是惬意 景戎双手背在身后 冷峻的冰眸带着深情 久久凝视在桥下河边的 季云书身上 见他蹲在河边 那小巧的脸带上带着笑意 看着渐渐远去的那盏河灯 深邃的眸像星光一般动人 对于季云书的一颦一笑 他毫无免疫力 他深知 自己这辈子 唯有季云书一人 木槿站在他身旁 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视线 景公子 应该不是安抚人吧 嗯 路过 公子是哪儿的人 南风 去哪儿 北风 方才那位公子真是聪明 单单凭一根银边 就到出这么多学问来 的确 他是我见过的 最聪明的人 不仅聪明 也是这天底下 唯一能让我为他牺牲的人 说话的同时 景容唇角也点点一出一抹笑 木槿愣了一下 他们是什么关系 正要开口问 他身体被桥上的一人撞了一下 身子亮枪 朝旁边倒去 正好跌进景容怀中 而景容也顺势将他护住 这一幕 偏偏就被桥下不经意间抬起头的寄云书看到 他心里说不上失落和难过 可胸口却像被人扎了一下 下一秒他又立刻移开目光 觉得自己太小气 太不信任景容了 走到如今 景容对自己如何 他怎么会不知 于是暗暗甩头 将那想法抛诸脑后 身旁的唐思好奇地问 在想什么 你都还没有告诉我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熊书生 不信 为何 忘了告诉你了 我唐思不仅胆子大 手脚也快 方才 季云书有不好的预感 就见唐思背在身后的手 缓缓抬到前面 手上不知什么时候 捏了一块牌子 晃荡在季云书眼前 那牌子正是季云书的娘 留给他的那一块木牌 他神色顿时一沉 冷到极致 给我 伸手去夺 却扑了个空 唐思腾伤而起 晃着那块木牌 这东西 是你的 快还给我 东西还给你可以 但是你要告诉我 这东西 是谁给你的 你想做什么 唐思收起了 原本狡猾 调皮的嬉笑模样 摸着牌子上那个图案 眼神微沉 认真道 这个图案 我见过 你说什么 这个 话还没说完 突然一只利剑 如带着一道急速的光 穿过拥挤的人群 朝着季云书射了过来 那只利剑的剑心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瞬之间便到了 季云书眼前 速度很快 力道很大 季云书甚至还来不及反应 身体就不知被谁 猛地撞开 重重地扑倒在地 掌心磨在粗利的石板上 火辣辣地疼 当他抬眼一瞧 那只利剑已经狠狠插进了魏翼的胸膛 直接穿膛而过 射到河对面的一块石头里 魏翼 季云书目瞪口呆 差一无 嘶喊声震破天际 只看到鲜血顺着魏翼的胸口溢了出来 染红了他那身素青色衣裳 格外刺眼 他甚至不大清楚周围人的反应 周遭的一切在他眼里都虚幻模糊起来 只看到脸色顺时苍白的魏翼 嘴角染着血丝 眼帘缓缓落下 身体朝他重重压过来 魏翼 他接住了魏翼虚弱的身体 看到他胸膛上那个被贯穿了一个窟窿的伤口 整个人被吓得脑子嗡嗡作响 而见到这一幕 桥上的景容神情一紧 郑玉赶过来 发现另一只剑对准了他 那剑的力度很强 他接住时 手掌被剑刺伤 流了一地的血 这时人群也开始骚动起来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跳出来二三十个黑衣蒙面人 个个戴着长剑 杀气腾腾地冲着季云书和景容而来 唐司是离季云书最近的 他当即抽出腰间那根银边 朝几名黑衣人挥了过去 竟然偷偷摸摸摸案算人 本姑娘非要了你们的命不可 说着 唐司狠狠地挥边而去 暗中的十家兄妹和狼博也都跳了出来 莫若杀了几个黑衣人后 便奔向了重剑的卫衣 从山上迅速逃出一颗药丸 给卫衣服下 救他 救他 季云书声音发颤 极力恳求 一双手紧紧按在卫衣重剑的伤口处 染着满手的鲜血 可那血如何也止不住 卫衣眼眸微微颤抖着 气息很弱 他干净的双眸望着季云书 轻坏了一声疏而后 便晕厥了过去 几名黑衣人杀了过来 莫若挑起之前 唐司扔在地上的石子儿打了过去 然后二话不说 将卫衣抱起 奔出人群 季云书麻木了几秒 紧追上去 此时桥上也一阵混乱 景荣担心季云书的安危 可木槿在旁 他只得先将他推至人群中 快走 锦公子 木槿担忧 景荣腾身一跃 从桥上到了河边 命令石子然 去保护季先生 可是王爷你 去 是 石子然领命 跟上了季云书和莫若 那些黑衣人则一路追杀 整个花灯节惨叫连连 季云书等人绕过繁华的花灯街 试图逃脱 但被另一伙黑衣人截住了去路 黑色的深夜下 充斥着杀气和诡异圣人的气氛 向头有令 一个不留 领头的黑衣人紧握长剑 杀 下一刻 二十几个黑衣人便冲了过来 莫若只得将卫义放下 一边与石家兄妹一同杀敌 一边保护季云书和卫义 那些黑衣人招招要命 渐渐都想要季云书的命 纵使莫若和石家兄妹不容小觑 寡步敌众 双手难敌四拳 眼见一个黑衣人举剑刺向莫若 前军一发之际 一根银鞭挥来 将剑直接搅去 剑锋在空中旋转方向 刺进那名黑衣人的喉咙 一箭封喉 唐思收回鞭子 一脸得意 朝莫若挑眉 你欠我一命 多谢 你的命可是我的 别人休想拿走 这时 景荣和他的暗卫 也汇合到了此处 那些黑衣人不敌 大部分都被一一绞杀 剩下三四个 也都被生擒了 我先带卫义离开 莫若扶起卫义 赶紧去衙门 季云书正要跟上去 却无意间瞥见了 景荣那只受伤的手 鲜血顺着掌心上的身纹 滴到了地上 他胸口一颤 景荣捕捉到他 看着自己手掌的目光 有意将手收进衣袖中藏着 吩咐石子巾 带他走 是 石子巾硬下 拉着景荣书离开了 看到人安全离开后 景荣这才质问 被擒着跪在地上的那几个黑衣人 谁派你们来的 那几人不答 他其实心中已有数 脚尖挑起地上一把剑 一连刺下了几个黑衣人蒙在脸上的黑布 那几个人满脸倔强 丝毫不切 眼神中甚至看不到半点对死亡的畏惧 景荣的死侍 个个都是厉害的主啊 迟迟不见那些人回答 狼伯便一脚踹上去 大声问 说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哪里知道 这话才问出 几个黑衣人突然笑了 吐了一口血 纷纷倒地身亡 狼伯赶紧上前 掰开那些人的嘴 查看 王爷 他们牙缝里有毒 景荣那双锐利的目光 扫着地上十几具尸体 不说话 王爷 现在怎么办 见识尸体 那就直接将这些尸体 带回京吧 再禀告父皇 就说本王途经安抚县 遭人暗算 已经命人将凶手押送进京了 记得 要声称是捉到了活人 活的 景荣的这些死尸 未必个个都是硬汉 贪生怕死的 也不是没有 王爷的意思 他不是想杀本王吗 好 那本王就跟他来玩一招 往中捉鳖 他若知道本王抓了活人送进京 唯恐是有辩解 定会再派人半路拦杀 到时 便将前来拦杀的人留下活口 直接送到大理寺去 可大理寺清是翼王的人 别忘了 大理寺少卿于大人 可是本王的人 当初太子为公 还是那位于大人 让本王进的宫 他既想要本王做他的靠山 那他这把斧头 也该做点实用的事 再说 本王可不是要状告翼王 而是要给父皇 敲衣击中 一场朝中暗战 即将展开 衙门里 莫若正在给卫衣止血 一盆一盆的血水 从屋子里端出来 纪云书站在床边 紧紧地看着床上 脸色如同一张白纸的卫衣 尽管处于昏迷中 可卫衣的眉依然拧在一起 让人心疼 纪云书嘴里 一遍又一遍地自责 是我的错 我不该带他出去 都是我的错 他眼眶通红 双手紧紧地握在一块 指甲更是一点一点地 伸陷到了皮肉中 泪水划过脸颊 磕磕硕大 像一串串连着线的银珠 内疚和担忧 此刻几乎搅得他生不如死 门外 唐司坐在廊下 用衣服擦着自己的宝贝银边 时不时朝屋里看起眼 然后朝此刻正守在廊下的石子金问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会有人刺杀你们 而且招招要命 石子金不答 这里安抚衙门 我听说县官贪污被抓了 你们怎么会在衙门里 莫非你们也是官 依然不答 问你话呢 还是不答 一个个的都是怪物 我好歹也帮了你们 一句谢都没有也就算了 还爱搭不理的 石子金看了一眼 你要是赶紧走吧 哎呀 说话了 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唐司扬着手里的鞭子 走到石子金身旁 露出那双刁蛮的小眼神 本姑娘发现 你们中原人 比我们猴聊人有趣多了 现在要我走 没门 我呢 打算留下来 万一有人再要杀你们 我也可以帮你们 不用 用的用的 刚才要不是我 那个江湖术士就死了 他欠我一条命 我怎么也得拿回来啊 让我走 我不是亏了吗 再说了 说着 他将从寄云书那里 顺来的小牌子拿出来 晃在手里 勾着薄薄的唇 这中原有趣的东西太多了 我可舍不得走 石子金逆了这小姑娘一眼 索性抱着手里的长剑 懒得搭理她 唐司觉得百般无聊 便蹦跋到屋子里 见莫若坐在床边 神情凝重 一边给魏一支血 一边为她施针 大概过了半个多时辰 才终于将血止住 因为湿血过多 魏一那张脸 苍白得可怕 莫若擦了擦手 往魏一嘴里 又塞了一颗药丸 这才起身走到桌边坐下 写了一张药方 给衙门的丫头 赶紧去抓药 气氛火候煎熬 是 丫头拿着药方去抓药了 纪云书坐到床边 双手却不敢去碰魏一 生怕将她碰疼了 看着满床肝的血 她心都拧到了一块 魏一 她轻唤了一声 没有回应 转头问莫若 她现在怎么样 情况不好 不好 什么叫不好 那支剑 如果再拼一丝 就直接射在心脏上了 体内大量出血 又伤及心满 所以 看情况吧 是我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带她出去 如果她真的出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她轻轻握住 魏一的手 你怎么那么傻 为什么要救我 莫若朝这边看了几眼 慢悠悠地倒了一杯茶 喝完后才说 放心吧 这小子命大 死不了 我这神医的头衔 可不是随便戴的 不过是与你开开玩笑 缓解下气氛罢了 开玩笑很好玩吗 静云书仿佛坐了一场过山车 他也没去计较 反而欣慰地掉了几滴眼泪 吸了吸鼻子 又哭又笑 莫若则先跑起身 拿着药箱 我去看看景荣 静云书这才想起了景荣 他的手 我知道 你好好照顾魏一 景荣那边 有我 说着 莫若便出去了 唐思跟在他后面 你真是大夫 怎么 不像 不像 你就像个江湖术士 小姑娘 你还是走吧 免得待久了 惹祸上身啊 说着 莫若加快了步子 唐思像块牛皮糖 跑了几步跟上 用手肘撞了撞他的胳膊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哪有赶走恩人的道理 第二百零四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难道真的是官 还是什么江湖侠士 或者说 你们杀了人 正在逃亡 嗯 的确杀了人 我们都是杀人的凶手 而且杀人不眨眼 所以你最好赶紧走 不然你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吓唬我 哼 本姑娘什么没见识过 岂会被你三言两语吓唬走 我看 你们就是一帮侠士 所以 本姑娘决定 以后就跟着你们 一起浪迹天涯 唐思脸上露出一脸 仗剑走天涯的侠女风范 莫若始终表情冷淡 快到景容屋子时 她停下脚步 对唐思道 不要再跟来了 为什么 莫若没有理她 迈步走进了景容的屋子 唐思要跟上 一道身影突然跳到她眼前 拦住去路 姑娘 留步 实自然可没有莫若 那么好的脾气 唐思知道自己不是她的对手 只能眼巴巴看着莫若的背影 就此打住 景容屋内 她站在窗前 目光遥望窗外 双手虽然背在身后 却藏在了袖子里 地上还有几滴干确的血迹 莫若一进来 便将药箱打开 过了 景容闻声转身 走了过去 乖乖坐下 然后将受伤的手抬起 甩给莫若 宽厚的手掌伤 被利剑的尖头 刺了一道十分深的口子 血已经止住 可伤口上的血有些粘稠 有结痂的趋势 莫若一边给她上药 一边说 我说你啊 都这样了还死成长 王爷又如何 有不是神 少点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若我不在你身边 你还当真要等到 血流干了再找大夫吗 小伤 小伤 景容啊景容 你说你这逞强的喜相 能不能改改 不能 行 你说什么都对 莫若给她擦药的手 故意用了点力 只见她手掌微缩了一下 眉头一皱 莫若偷笑 等将她的手包扎好 便严肃地说 此事 你没道理咽下去吧 有句话说得没错 人越是退缩 敌人便会越强大 此事 景容不能厌 她抽回受伤的那只手 摸着缠在手掌上的 白色绷带 如今我前去玉府 她还不愿收手 我还如何做到亲之当 为之礼 这么说 你已经有主意了 景容点了点头 将之前交代给狼博的话 转述给莫若 就算你真的抓到了活人 管进大理寺又如何 状高意望 可依我看啊 消息还未出大理寺 就会被拦下来 根本传不到谎上耳边 我何时说过 要状告景容了 那你此举 是何意思啊 景容 一定会想尽办法杀了那个人 人只有死了 才会死无对症 她也不用担心追杀我的事 被父皇所知 可我的目的 正是要那个人死在大理寺的监牢里 到时 大理寺绍兴于大人 便会按照我的吩咐 亲自上报到父皇面前 虽说没有证据 凶手也死了 可有些事 是无需证据 也无需结果的 父皇心系 怎会察觉不出其中的可疑 无端的有人追杀我 被押送到大理寺的凶手 又突然死了 而且这些年 景一一直与大理寺 情暗中挂钩 要在大理寺监牢杀一个人 简直轻而易举 但纵使父皇明白 他也终究会因为担心 这种皇室丑闻外泄 而将此事曹操了结 可你猜猜看 父皇对景一 还会如以往那般吗 这是给你父皇的一记警钟呢 你也不算傻 景一雄心勃勃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可父皇从未取深究 如今 他竟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放过 而且 只要父皇再细想下去 便会发现当初太子 围攻一事的端倪 太子天生胆笑怕事 自小 又在父皇身边长大 又怎会做出 围攻弑君的蠢事来 背后 必定有人煽风点火 而一直作为太子老师的 那位潘先生 为何在太子倒台后 却安然无恙 偏偏 又在举家礼经当日 一家七口全都丧了命 父皇只要能想到此处 必定会对景一多一份戒心 那也算是我这个做儿子的 一份小心了 我明白了 看样子 当中这道风 始终还是吹到你身上了 或许吧 莫若开始收拾起面前的药箱来 你都不关心一下 魏仪的伤势吗 你能这么快地来给我砍销 说明他已经安然无恙了 那倒是 只是威仪受伤啊 季先生心中十分自责 这几天啊 估计也要逗留安抚了 你自己好好处理吧 该办的事都赶紧办了 嗯 景荣轻点了下头 再次起身 走到那扇敞开的窗子前 外头已经很黑了 鱼角上挂着一盏灯笼 光线正好照在墙角下一只鸟儿的身上 那只鸟的翅膀似乎受了伤 在原地扑腾着翅膀始终飞不上去 一片叶子落在那只受伤的鸟儿旁边 鸟儿失去了飞翔的韧性 开始用尖嘴一下下地 灼起那片树叶来 不一会儿便将树叶灼出了 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窟窿 他目光渐渐森冷起来 浑身散发着一股寒气 和外头虚暖的光线交织在一起 诡异又让人捉摸不透 半晌 他才将窗户关上 转身与莫若说 你不用管我了 去休息吧 现在这个时候 我哪里还睡得下 反正你有得清醒着 那就一块坐着吧 随你 两人便在屋子里闲聊起来 说的不是琐碎的事 就是一些陈年旧事 而那些陈年旧事 偏偏跳过了孔鱼那一段 谁都没有提 外头 唐司迟迟不见 没弱出来 实在等得乏味 打了一个哈欠 只好折回了 卫衣的屋子 纪云书还寸步不离地 守在床边 那张书生气的脸 明显憔悴了很多 他侧眸看了一眼 撑着下巴 坐在桌边的唐司 你怎么还没走 这么晚了 你让我去哪儿啊 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你们这些人说话 怎么都那么奇怪 难道你们真是杀人 不眨眼的逃犯 唐司回想着 没弱之前跟自己说的话 纪云书却没有回答 又过了一会儿 唐司闲不住地 走到他跟前 睁着那双大大的眼睛 指了指卫衣 他是你什么人啊 亲人 哦 我看到那只剑 是对准你射来的 那些黑衣人 为什么要杀你 他们到底是谁啊 是啊 那只剑的的确 确是对准的他 若非卫衣推开他 他这具身体 怎么受得了那一剑 而要杀自己的人 除了锦衣 还会有谁 他垂眸沉默 始终没有回答 唐司的话 纪云书伸手道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什么东西 你可不要污蔑我 那东西对我很重要 不是拿去跟你玩的 拿来 唐司眼珠子一转 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将那块牌子 取了出来 捏在手里 是吗 那你告诉我 这东西是谁给的 我就把它还给你 金云书眼眸一深 魏魏一眼了眼被子 面色冷酷地 拉着唐司出去 将门轻轻关上 唐姑娘 这块牌子 是我娘留给我的 一直戴在身边 对我很重要 我很感激你帮了我们 可这块牌子 是绝对不能给你的 你娘留给你的 唐司有些不信 可看金云书 似乎没了耐性 只好乖乖将牌子 还给她 你这牌子上的图案 我小时候见过 你真的见过 金云书略显激动 这是她唯一能知道 自己母亲 为何留下 这块牌子的线索 甚至是唯一能解开 她母亲 真正身份的线索 可唐司却摇摇脑袋 很小的时候见过 印象里有 就是不大记得 究竟在哪儿见过 唐司并没有说谎 小的时候 他的确看到过这个图案 可是印象里 模模糊糊的 金云书对他的话 则半信半疑 将牌子装进腰间 好生护着 唐姑娘 你方才的话 我就当你是在开玩笑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我没有开玩笑 唐司跺脚辩驳 可金云书已经推门进去 将门关上 唐司捏起拳头 打算锤门 可手才抬起来 念头又打消了 只得没出息地放下 他憋憋嘴 觉得整个世界 都对他不友善 可自小练就的厚脸皮 还是让他赖在了衙门里 衙门里的牙钗 被他闹得不行 只好给他找了一间 干净的屋子 随便丢了两床被子 走之前还不忘提醒 你明天一早就赶紧走 咱们衙门没多少扣粮了 老娘有的是钱 说着唐司将一个枕头 丢了过去 牙钗无奈离开 唐司窝在那张小床上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探着头顶上落了灰的纱杖 脑子里一直在想 那个木牌上的图案 想着的同时 手指也在空气中 一点一点地描绘起来 渐渐地睡着了 此夜 纪云书一直陪坐在床边 彻夜未眠地守着卫衣 临近天亮时分 有丫头过来敲门 让他去吃点东西 不用 纪先生 你要是不吃 饿坏了肚子可怎么办 我来帮你守着卫公子吧 放心吧 一有事我就通知你 不 我想自己看着他 有些疲惫 涣散的目光 一寸不离地看着卫衣 卫衣的脸色稍微好了些 窗外的光线 洒在他那张干净无暇的侧脸上 是那么地慵懒闲适 从外面灌进来的丝丝凉风 吹拂着他长而浓密的睫毛 那睫毛隐隐颤抖着 仿佛他随时都要苏醒 丫头见他如此坚定 也只好闷声出去 刚出去就撞上了莫若 莫公子 去把药端来吧 是 丫头去端药了 莫若抬不进去 走到床边摸了摸卫衣的额头 又将他的眼睛翻开查看 他会醒过来吗 会 只要醒过来后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说完他拳起手指 在卫衣的脑袋上敲了一下 傻小子 你的命可真的 倘若你出事时 我不在你身边 这会儿 你应该和阎王爷再喝茶了 不过你这傻小子 也真是傻得可爱 就这样为你的心上人挡了一剑 勇气可嘉 佩服 何止勇气可嘉 其实他和景柔一样 纪云书是值得他去牺牲的人 莫若调侃完 转身与纪云书说 你赶紧去休息吧 垂有我 我 放心 我保证 会给你一个健全的卫衣 它会像以前一样 甚至啊 比以前更好 纪云书犹豫了一会儿 点了头 多谢 说完便当着 沉重的步子出去了 回到房间后 刚退去外衣准备休息 定了几秒后 又将外衣重新穿上 出去了 景柔屋内 郎伯急匆匆地进来通报 王爷 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 消息也即刻送进京了 死的那几个人 也都被关在牢车中 头上戴着黑布 五花大绑地 准备押往京城了 景柔听完 并没有及时回应 食指一下下地敲击着桌子 手边放着一小包 用黄皮纸包好的东西 瘪瘪的 像是一包药粉 沉默片刻后 他将那一小包东西 架在食指和中指间 交给郎伯 半路有人来解释 务必要抓到活的 以防那些死尸自杀 你尽快用这包药 将它们迷晕 应该 能撑到至少将一个火人 送到大理寺监牢 是 还有 你让子然 亲自将人押进京 也好让他观察下 京城的局势 明白 昨晚发生那事后 安抚的百姓 可有受到影响 那些百姓的确被吓到了 好在昨天及时 绞杀了那些黑衣人 消息也没有透露出去 所以 有情无险 新上任的县官 何时能到 已经在路上了 是朝廷下派文书 直接就近安排的 说只是暂时 后面另一部 还会再选派官员来接受 好了 你出去吧 那个 说 一个叫木槿的姑娘 现在在外面 她怎么会在这 不知道 说是来找王爷的 属下知道 她昨晚是跟王爷在一起 所以就没好打发她走 景荣心中思虑 木槿怎么会知道 她在衙门 你让她进来吧 是 郎伯应声而去 没一会儿 木槿就进来了 行了一礼 民女木槿 参见荣王 相比昨晚 她多了几分 小家女子的礼数 不似酒桌上 那个与人 谈论诗词歌赋的 洒脱女子 可也不奇怪 毕竟现在 身份有别 景荣 站在一面 屏风前 阴谋一扫 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 又有何难 安抚本就不大 装不下多少心面孔 而且王爷等人 昨晚在河边 遭遇刺客 动静闹得如此大 木槿比别人 多了一个心眼 将最近 安抚县官 贪污仪式顺了一遍 自然就猜到了 木槿姑娘很聪明 木槿的目光 落在景荣受伤 包扎的手掌上 露出心疼之色 立即将自己 带来的膏药递上 昨晚将王爷的手 受了伤 今日便斗胆前来 为王爷送药 多谢 景荣接了过来 放在一边 并没有打算 要使用的意思 木槿眉梢烧微微一皱 这药 是一定要擦的 景荣还未反应过来 已经被他拉着坐下 手上缠着的绷带 被他小心翼翼地解开 掌心上的伤口 也随之露出 伤口上擦了一层 薄薄的粉末 是末若上的药 也不知道是什么 景荣有片刻的愣争 以至于忘了反抗 木槿着突然的行为 第二百零五集 木槿一看景荣的伤口 心疼得眼眶含泪 赶紧打开自己的药膏 给他上药 剑伤不容忽视 可大可小 一定要及时上药才行 这药 是我祖辈传下来的 对治疗剑伤 有很大的作用 擦上两三天就能好了 景荣看着他如此细心地 为自己上药 心中既排斥 又觉得疏暖 心想 若能换作寄云书 那该多好 可他哪里知道 门外一道瘦小的身影 在停留片刻后 便走了 手背重新上了药后 景荣说 多谢 手可千万不能碰水 刺激性的食物 也不能吃 一定要忌口 王爷自己要多多注意 嗯 王爷这些天 是否 一直在安抚 嗯 还要助理之境 那 我可否 常来看望王爷 木槿鼓足了勇气说 这当然不行 景荣冷着眸说道 木槿姑娘 你的好意 本王心灵了 可近来 雅门出了事 本王爷要忙 怕是无法招待你 木槿不需要人照顾 其实不瞒王爷 木槿觉得 与王爷十分投机 更加倾慕王爷的才华 所以才斗胆这样说 王爷若忙 木槿在旁就行 衙门里都是些男人 自然不会照顾人 而且听说 有位工资也受了伤 所以 就让木槿来照顾王爷吧 绝对不会打扰到您 木槿那一双眼里满是期待 可景荣却态度坚决 不必 只是小伤 木槿姑娘还是去忙自己的事吧 以免被人误会 被人误会 木槿心中一触 景荣都将话说到这份上 他还能说什么 只能点了点头 可接下来的一两天里 木槿还是来到了衙门里 终日不离景荣身边 而继云书也再也没有 往他的院子里去 一直守着 依旧昏迷不醒的魏毅 偶尔从丫头们嘴里听说 木槿姑娘又来了 木槿姑娘好才华 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继云书总是竖着耳朵去听一听 心里仿佛沉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景荣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次也没有来看过魏毅 关于魏毅的病情 也都是由莫若告知他的 那个男人究竟是无情 还是有别的意思 继云书也懒得去猜测 索性关上耳朵 不去听那些事 至于唐思 则死皮赖脸地蹲在衙门里 一天到晚不是在继云书身边唠叨 就是跟在莫若身边唠叨 比当初的李时言还要粘人 六月的毛毛雨斜飘而下 打在高高的红墙绿瓦上掀起了一层薄薄的青雾 放眼望去朦胧一片 仿佛身在仙境中 给神秘诡异的宫围增添了几分生机 破败的同仁殿里 久久未修剪的杂草又长高了一些 脆弱干枯的枝条被雨水打得垂到地上 加上满院子飞落的树叶 显得死气沉沉 景贤刚从内殿出来 身上披着一件单薄的衣裳 小步缓慢地走到自己休息的踏前 骨节分明的手指捏起一块沉香 轻轻丢进旁边的香炉中 又顺手取了一本书 这才半躺到踏上看起书来 手中的书一页一页地翻着 淡淡的书香味一阵阵萦绕在空气中 景贤自小就颇爱书香味 时常因为这样而一天到晚地在看书 即便是困了乏了 也会在身边放本书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安眠 突然嘎吱一声 微风吹过那扇摇摇欲坠的破窗 发出刺耳的响声 随即一只鸽子落在窗台上 低头开始啄上面的米粒 景贤眉心一皱 顷刻间又斩平了 他撑着笨重而疲惫的身子走到窗前 伸手抚摸起那只鸽子 鸽子也不怕他 更是缩着脑袋往他掌心上蹭 真怪 景贤笑了笑 将绑在鸽子脚上的孤慢慢解开 把小桶取下来 握在手中并未立刻打开 而是从旁边的小杯子里 捏出一些米粒撒在窗台上 小家伙 别急 有的是 那鸽子仿佛能听得懂人语 咕咕两声 景贤觉得有趣极了 他缓缓摊开手掌 将小竹筒里的纸条取了出来 打开 那纸上写着两行字 看完后 他沉默了几秒 那原本空洞无神的眼 精神了许多 台眸望着窗外那棵参天大树 竟笑了 而那张纸条 则被他揉成一团 然后丢进炉子里 燃起了火苗 正在这时 福禄端着药进来 王爷 你醒了 奴才将药熬好了 您趁热喝了吧 福禄将药放下 惊呼 外头正下着细雨 天气冷得很 王爷 王爷还是将窗户关上吧 景贤没有理会 依旧站在那儿不动 直到那只鸽子 啄完窗台上的米粒飞走后 他才将那扇破旧的窗 给关上 工地修气的人 什么时候来 啊 已经催过了 说是南北处的宫殿漏水 要等那边修好了再过来 全都去了 是这么说的 主仆二人都知道 宫里太监这么多 不可能全都去那边修漏水的宫殿 不过是宫里的人觉得 同仁殿晦气 住着一位多病且不受宠的皇子 都找理由拖着 就算最后实在拖不下去 也只是打发几个犯错的太监 过来看一看 随便弄弄就走了 可福禄却心生奇怪 往日自家主子压根就不在乎 有没有人过来修气 今天怎么突然问起来了 正纳闷着 景贤转身又问他 南北那边的宫殿漏水 是赵妃娘娘生前住的地方吗 正是 景贤惊讶 赵妃是景荣的生母 自从被打入冷宫后 这些年 赵妃宫早就慌了 别说去修屋顶漏水 一些宫里太监们都是绕道走的 赵妃宫和同仁殿 简直就是半斤八两 父皇下的令 不是 是萧妃娘娘 说赵妃生前虽犯了错 可人已经死了 就不必将赵妃宫慌着了 这才遣人去休气 听说 也是经过皇上点头的 哦 有些奇怪啊 她坐回榻上 琢磨了一会儿 喃喃自语道 萧妃想做什么呢 福禄并没有听到她的话 而是担忧道 王爷 还是赶紧将药喝了吧 这是莫公子离境之前 让小童送来的药 一剂也不能断 你还是赶紧扶下吧 景贤看了一眼那碗药 说 放着 你先出去吧 王爷 出去 福禄拗不过 只好退了出去 然后将门关上 门被关上时 景贤便将那碗药端起 轻轻晃了晃 眼眸一深 手里的药便倒进了一旁的盆栽里 那棵宝兰树的泥土 原本是橙黄色的 因为被一碗又一碗的药浇着 黄土越发泛红 出奇的是 宝兰树长得越来越茂盛 上面甚至还结了一个小小的果子 药碗被景贤重新放回原处 快了 真的快了 雨越下越大 宫围被蒙进了浓浓的迷雾中 萧妃亲自煮了银耳羹 又亲自端到了复阳殿 奇珍帝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 刚送上来的折子被他狠狠地治到地上 地上跪着一名城门隐官 身子扶得很低 额头紧贴在地上 人有没有事 伤了 但好在有墨家公子在 伤势并无大碍 并无大碍 堂堂王爷在外遭遇行事 你与朕说无碍 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 臣不知啊 荣王夹急从暗府送来的信件 一到城门 臣便立刻送进宫来了 王爷只说 凶犯已经押送进京 等到了大理寺 自然会审问清楚 具体的 臣不知啊 说着 隐官的身子又浮低了些 奇珍帝一脸怒火 放在龙岸上的手 双拳紧握 手背上的青筋依稀可见 胸口起伏 命令旁边的张公公 传朕旨意 到大理寺去 凶犯一道经 立马审问 朕倒要看看 究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连大林的王爷都敢行刺 是 不过此事不宜生长 暂且对外保密 是 地上的隐官不知声 跪了一会儿 奇珍帝便让他下去了 可是刚出殿门 就撞上了萧妃 臣参见萧妃娘娘 起来吧 李大人 谢娘娘 萧妃觉得奇怪 朝殿内看了一眼 问道 李大人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找皇上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这 不能说吗 啊 微臣只是进宫来与皇上 禀报一些事 这样啊 那就不打扰李大人了 臣告退 隐官匆匆下去 萧妃进到殿内 奇珍帝手撑着额头 那张稍显憔悴的面容 面无表情 眼睛微微闭着 旁边的熏炉正冒着淡淡的白雾 奇珍帝已经完全不见方才 怒气冲天的样子 萧妃行礼 臣妃参见皇上 奇珍帝不应 臣妃近日问了御膳房 说是皇上没什么胃口 吃得极少 臣妃便亲自煮了一碗银耳羹过来 说完 他便端着那碗银耳羹上去了 在奇珍帝身旁坐下 闻到味道 奇珍帝睁开眼睛 看着那碗放在面前的银耳羹 这些年来 萧妃坐过无数碗银耳羹 可终究坐不出先皇后那一碗 奇珍帝没有吃过一口 可这一次 奇珍帝竟端了起来 出奇地喝了一口 点头称赞 嗯 萧妃手艺越来越好了 萧妃既觉得惊讶 又觉得惊喜 从来奇珍帝都没有这样说过 他眼圈放红 皇上喜欢 臣妃每天都为皇上做 你也不用太辛苦 朕只是因为前段时间 漏了许多奏折没看 所以才没什么胃口 萧妃有心了 是臣妃应该的 萧妃笑着 又一边替奇珍帝捏起肩膀来 皇上一定要注意身子 好好休息 您是大林的皇帝 天下百姓 还指望着您呢 朕知道了 奇珍帝又喝了一口银耳羹 萧妃眼见形势不错 眼珠子便转了转 试探性地说 翼儿跟皇上真相 终日里就只知道 忙着朝中的事 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身体 翼儿年纪也不小了 府上虽有几位侧妃 可正妃的位置 却一直空着 臣妃就在想 也是时候 给他那个正妃了 好颜免子嗣啊 奇珍帝听完 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景仪那正妃的事 朕会好好想想 既然皇上要想 那臣妾便提个人选 如何 谁 季家嫡女 季木卿 这话才说出来 奇珍帝脸色就变了 可依旧是那一句 你的建议 朕会好好想想 萧妃也不好再提 他从抚养殿回去 便立刻吩咐太监 去让翼王来攻了一趟 是 很快 景仪便着潮幅前来 太监在旁给他打着伞 一路急奔 可那把伞哪里挡得住 斜飘下来的大雨 一时间 景仪的衣袍下端和鞋子都湿了 他那张轮廓清晰且冷峻的脸上 也飘着一些细细的雨珠 进殿时 用衣袖扶了去 萧妃立刻命人 取了一碗姜茶 让他扶下 母妃有要紧的事 算吧 事关景荣 萧妃眉头紧锁 减散了殿内的宫女太监 就在之前 本宫在复阳殿外 碰到了城门尹官 李大人 他向来无事是不会进宫的 这次 却无缘无故进宫来 本宫问了他 他吞吞吐吐地没说 想必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所以便让你进宫 想让你旁敲侧击地去问问看 若是大事 你也心里有底 锦衣思索着 手指轻轻地扣在茶杯上 李大人是城门尹官 他进宫来 难道是此次 儿臣派人刺杀景荣的事 很大可能是 父皇怎么说 你父皇没说 不过从李大人那边看来 应该是你父皇 不让他说出去 难道是景荣送了信件到城门 然后由李大人送进宫了 那带来的消息 一定是此次在安抚行刺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这样 父皇一定会通知大理寺 看来 不是要去探李大人的口风 而是要去找大理寺卿问问看 嗯 大理寺卿是你的人 如果你父皇真的有所行动 他那边 应该会主动递消息给你 儿臣出宫后 便去弄弄明白 对了 本宫与你父皇 提了一下你的婚事 也提了一下季家的嫡女 你父皇没有反对 也没有答应 只说要好好想一想 这事儿 他算是放进心里了 等想好了 自会给个回应 其实景荣很清楚 自己的婚事 说白了就是一步棋 他正非的位置 本就是摆着用来为自己拒权的 也是自己能不能荣登大位的 最重要的一步棋 所以他早就妥协了 一切都听母妃的安排 你放心 这条路 母妃会帮你走 季木轻 你是一定要取的 季家兄弟的实权 你也迟早会捏在手里 萧妃那张精致的脸上 满是对权力的欲望 而相较于萧妃 锦衣显得冷静多了 她的心思暂且不在自己的婚事上 而是城门隐关 进宫到底所谓合适 外头的大雨 非但没有要停的意思 反而越下越大 萧妃本想让她再坐一会儿 等雨停了再走 可锦衣没有留 说是要立刻去大理寺一趟 不能干误 便匆匆离开了 从皇宫离开后 锦衣立刻去了一趟大理寺 并未惊动到大理寺上下的人 单单召大理寺卿进了内屋 不知翊王 冒雨前来是为了何事 可有密令 从皇宫里出来 虽说大理寺卿是锦衣的人 可是 翊王 那是皇上的密令 臣怕是 说 一刻钟前 皇上身边的张公公 亲自来宣的圣旨 说是近日荣王遇刺 凶手正在被押近经的路上 一旦到了大理寺 要立刻审问出究竟 不得有误啊 第二百零六集 锦衣瞳孔瞬间一缩 表情凝重 大理寺卿暗中观察 小心上前 荣王遇刺一事 话还未说完 就被锦衣一记犀利的目光 全都堵了回去 只好站在一旁 漠不作声 半晌 锦衣才豁然起身 双手背后 本王来这里的事 不准透露一次半句 是 大理寺卿唯有答应 锦衣推门而出离去 回翼王府的马车上 他面色冷俊 看不出一丝情绪 一双放在膝盖上的手 握成拳 不知过了多久 双拳才渐渐松开 可眉梢却赫然一惊 换道 抖拳 马车外正冒着 雨骑行的抖拳 立即应声 魁梧的身子 从马背上 倾斜至马车的方向 可马车帘子 却并未撩开 只是从里面冷冷地传来一个字 啥 是 雨水从他头上的斗笠边流下 打湿了他的衣巾 和那双黑色长裙 一切 整一点一点地掉进井戎 早早设好的圈套里 雨未停 雨珠像一颗颗圆润的珍珠 落在地上 六月的大雨纷扰京城 可安抚的雨 却并不大 只是空气 总让人觉得闷闷的 喘不过气来 纪云书撑着额头 在桌边打盹 却被外头突然响起的 雷声惊醒 看了一眼 始终昏迷的卫意 他的心越发悬了 正好莫若进来 端来了一碗 屈寒的药给他 喝了 这天下容易惹风 纪云书乖巧地喝下 都两天了 怎么还没醒来 要不是小伤 怎么会这么快醒过来 伤伤得这么深 自然要多睡会儿 你就别担心了 我已没事的 莫若这样说 他也只能安下心 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 唐思突然插了一句 我看那小子就是故意的 觉得床上舒服 所以躺着不肯起来 你胡说什么 我只是说说我的看法而已 闭上你的嘴 不说就不说 小姑娘啊 你都没事吗 整天缠着我们做什么 唐思仪屁股坐了下来 撑着下巴 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盯着他 我不是说了吗 你欠我一条命 我是一定要拿回来的 哪那么容易就让你占了便宜 现在我是你的债主 说着还不忘撞一下 纪云书的胳膊 对吧 阿记 阿记 莫若打了个冷战 纪云书却习以为常 这两天 唐思张口闭口就喊他阿记 一开始还觉得肉麻 到了后面 他是真的习惯了 可他没心思去理会 索性偏过脑袋 去想别的事 莫若心细 看出了些端倪 唇角一勾阴阳怪气地说 这两日啊 那位木槿姑娘 总是过来小作 这小作又变成了长作 经过景容那处院子时啊 总能听到里面 传来一些好诗 听上去 好气呀 纪云书眉眼微动 表情冷漠 那只多嘴的唐思 立马接了话 何止是诗啊 我还看到他们说说笑笑 郎才女貌真是般配呢 只是般配 依我看 是你弄我弄才对 你真恶心 什么你弄我弄 在我们猴俩 若是女人喜欢男人 根本不会像你们中原人 这样扭扭捏捏 喜欢就是喜欢 我看到木槿姑娘 就有我们猴俩女子的气魄 就是那块冷石头 不知道会不会开花 你怎么知道 它是块冷石头啊 这两天不是你一直 挂在嘴边的吗 有吗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季云书却听得脸色越来越沉 没有搭话 突然 唐司眯了眯眼 哑低声音 身子往前蹭了蹭 你们还想瞒着我 我唐司可不是傻子 没想到 大林的王爷 竟然会被人行刺 这话一出 墨若和季云书 齐齐地瞪着他 唐姑娘 有些话该说 有些话 可就不能到处去说 放心吧 我们猴俩人不多嘴 这时候 丫头端着一碗药 走了进来 季先生 魏公子的药熬好了 他接了过去 让丫头将魏义的脑袋 轻轻抬起 一勺一勺给他喂药 因为魏义处于昏迷 季云书只能用手 一边掰开他的嘴 一边将他下巴 往上猛然一抬 好让药能灌进 他的喉咙 莫若问那丫头 景容的药煎好了吗 快好了 再过半炷香就端过去 我去端就行 还是我去吧 你去 这两天你可是 一直待在这儿 怎么突然 顺便而已 莫若耸了耸肩 坐回原位 给魏义喂好药后 季云书便跟那丫头 去了药房 装好药 去了景容那里 景容所在的院落里 没有人 他端药进去放下 四处看了看 注意到桌上放着的 那本杂难记 手荡在空中半晌 还是将那本书 拿了起来 翻了几页 上面的诗词 他只看得懂五成 真是苦恼 古人就是麻烦 总是喜欢摆文弄墨 说点白话 又不会少一块肉 正想到这里 想要 景容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文言他转过身去 景容站在门口 那张脸 隐在若隐若现的光线下 微观勾勒着 他脸颊上的轮廓线条 分外清晰 季云书有一瞬间 是看不清他表情的 只是用指尖 轻轻滑在书籍的封面上 摇摇头 没想要 看不懂 景容走了过来 知道为何 叫杂难记吗 季云书摇头 就是一本杂乐无序 毫无章法的废数 景容直接伸手 将杂难记 从他手里拿了过来 随手翻了几页 满脸嫌弃和不屑 你看不懂是对的 里面 全都是些明阳的东西 虽算得上是本古迹 可古人杂念太多 若是看过了 不仅伤脑 还浪费时间 说完 直接将书丢在桌上 不见半点爱惜之意 季云书就纳闷了 是吗 可这书是木槿姑娘亲手给你的 她学识渊博 满腹经伦 读得书也累积成山 她送的 应该是好书才对 只要是你不懂的书 那便是杂书 形同摆设 景容那双深邃的眼眸 认真极了 这话分明是情话 季云书汗颜 无力还嘴 喉咙里的话 被声声呛了回去 索性一开目光 顺势落在她 缠着绷带的手上 手上的伤 好点了吗 好了很多 我听莫若说 是木槿姑娘带来的药 那药 还挺有效的 只是没想到 木槿姑娘 也懂得药力 景容暗自勾了下唇 在旁边的梨花椅上坐了下来 抬着受伤的手 在空气里翻转两下 你是特意 来关心我手上的吗 不是 季云书撒了谎 直接将那碗药 往他面前推了一下 只是顺路过来跟你送药的 天起凉 干净趁热喝了吧 莫若说 药入喉 也分热度和时辰 早点喝 药效会更好 景容看了那碗药一眼 嘴角上的笑意更加四起 并没有要端起来喝的意思 而是收敛了眼神 莫若开的药实在太苦了 它根本就是心怀叵测 故意给我开这些苦药的 就算喝了 也只是养养身的 对手伤 没什么好处 于是 又将药给推了回去 良药苦口 季云书再次将药 推给景容 还不枉酸溜溜地说一句 虽说这两日 木槿姑娘一直在照顾你 可美人在旁 药也不能停 景容笑了一下 这小妮子嘴上 一直犯着醋意呢 她也不打算继续逗她了 你看看 那木槿姑娘 可在这儿 既然不在 何来照顾一说 屋子里和院子里是没有 但说不定 是在来的路上 季云书抿着唇 没答她的话 景容撑起身来 解释道 这两天 木槿姑娘 的确是常来 但并不是在本王身边 而是在郎伯那儿 季云书困惑地盯着她 景容嘴角上的 笑意收敛 露出严肃认真的模样 本王一直在忙衙门的事 还有此次次刻来袭的事 心里既担心着唯一 又顾及着你 哪里还有什么闲暇的时间 去和别人做事 谈什么人生哲学 那姑娘性子难缠 却着实是个好姑娘 为人和善不说 也算得上是个洒脱的人 可偏偏 本王不吃她那一套 种花群中 开得再也又如何 不是本王喜爱的那只 自然不回去采摘 所以便让郎伯打发她 没让她进这院子里来 就是苦了郎伯 一边要替我挡着 一边还要替那姑娘 说一大堆的狮子歌赋 耳朵都几茧了 可我听莫若说 都说莫若那小子心怀叵测了 她的话你竟还信 喜云书一正 心中恍然大悟 原来方才 莫若和唐思 是在跟自己演双簧呢 而自己竟然上了套 还是太年轻 景荣突然握住 她冰凉的手 低头看着 她好看的杏仁眸 云书 本王心意如何 这半年来 从未藏着 你该不会 还糊里糊涂的吧 本王这一生除了你 眼里根本容不下 别的女人了 这是摆在你眼前 十分清楚的一点 由不得你去怀疑 我没怀疑过你 你是如何对我的 我清楚 那你还与本王致近 有吗 都写在脸上了 季云书有些心虚 不得不承认 其实他心里的确不舒服 就像这两天的天气 闷闷的 他偏过身子 不做回应 景荣看着他这副小模样 展唇一笑 请客间 笑容又立刻收住 松开他的手 目光转向外头 从屋檐上留下的绵绵细雨 背身走到门口 其实这两日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魏翼出了事 你自责的要命 心里比谁都难受 我本该第一时间去安慰你 陪在你和魏翼的身边才对 可我没有这样做 你当我冷酷也好 说我无情也罢 可孕书 我比你还要害怕 因为该自责的不是那个人 应该是我 从头到尾 景一要铲除的人 也只有我 看到躺在床上的胃衣时 我好害怕 自己会变成第二个 杀人不眨眼的景一 是 他真的很怕 他怕看到魏翼满身是血的 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时 自己心里对景一 最后的那点仁慈 会完全消失 然后狠心到下了杀心 杀了景一 那么 他不就真的成为了景一吗 季云书很意外 心崩得很紧 看着他那伪暗如山的后背 张了张嘴 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景荣转过身来 所以这几天 都是摸若来告诉我 关于魏翼的消息 知道他情况很好 我也很安心 云书 我答应过你 我不会成为第二个景一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所以这一次 我依旧选择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我无法确定 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 景荣的眼中带着寒意 他秉着自己最后那一点善心 依旧选择放过景一一马 不将他置于死地 可他着实不能保证 今后也会这般心慈手软 季云书心知景荣的无奈 他身为皇室的一员 从出生开始就注定 要在皇权斗争中回旋 那就仿佛是一根无形的线 将他慢慢牵扯进了那场 水深火热的深渊中 万般的煎熬 季云书原本希望景荣远离朝堂 去做个自在的逍遥王 但事实证明 一切美好的憧憬 都无法安在一位王爷身上 因为党争从未停止过 这些他都知道 他久久凝视着景荣那一双 诚恳深邃的眸 去做你该做的吧 云书 我说过 龙子夺狄的故事 向来都是应验的 我不信天 也不信神 但我信命 身在帝王之家 是你的命 如何也绕不过 以翼王的心形 终究是做不了皇帝的 也难成天下之才 就像你说的 他若登基为帝 遭殃的 是朝堂里鞠躬尽瘁的大臣 和天下百姓 而我拼命拉着你远离朝堂 实则是在害你 你心里早有部署 何必为了顾及我 最后将自己弄得如此矛盾 你想为太子报仇 又想为孔鱼成为 棋子一世讨回公道 心里的恨 不比那些含冤入狱的人少 翼王不念兄弟之情 一次次加害于你 现在连魏义也被牵扯其中 你说过 不让我牵扯朝堂的事 那么 我又有什么理由 拦着你呢 景容诧异 一直以来 他只将一只脚 伸进了挡征中 如今季云书的话 就仿佛是一双 在他背后 用力往前推的手 将他直接推进了挡征中 离京之前 你说过 等到黄卫落在 应该拥有他的人手上 你都会陪着我 对吗 那是我对你的承诺 好 那你就去做 你身为王爷 应该做的 等你做完 就来履行 你对我的承诺 那一刻 景容说不上是感动 反倒心中澎湃 这一阵责任感 他重重点头 王爷 狼博急匆匆地 冒雨跑了进来 站在门口 双肩用力抖了几下 雨水从他的头发和衣服上 飞溅到周围 有几滴溅到 季云书的额头上 不由地打了一个哆嗦 景容健壮 立刻挡在他面前 面色冷酷地质问狼博 什么事 第207集 狼博看了一眼 记云书 然后压爹声音回道 王爷 木槿姑娘 他又来了 说是带了一些 屈寒的茶 王爷 要不要 你自己看着办 本王不想见到他 可是这两天 木槿姑娘 他一直缠着我 王爷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要受不了了 如果你拦不住他 他只要往这院子里 踏进一步 本王就当真将你分尸了 王爷 下去 狼博那张脸委屈极了 他又不是什么文人 没什么学识 就是个拿刀拿剑的粗汉子 可这两天对着那位木槿姑娘 听她说一些诗词歌赋 道理哲学 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 简直要疯了 不 是要抓狂了 好几次 她恨不得直接拔剑自吻 可景荣是她的主子 主子的命令不得违抗 便只好转身去拦那位木槿姑娘 可她突然 手掌往脑门上用力一拍 对了 纪先生 你看我这个脑子 刚刚过来的时候 墨公子让我告诉你 魏公子他醒过来了 让你赶紧过去 魏义醒了 啊 墨公子是这样说的 静荣书唇角顺势展开笑颜 直接奔出门外 拿起外面靠在柱子旁的一把伞 撑着奔进雨中 朝魏义的屋子跑去 景荣见状 也取了一把伞跟了上去 狼伯先是愣了一会儿 也立马跟了上去 绕到一个回廊 静荣书刚将雨伞收了 便静止撞上了一个人 啊 那人脚步裂窃 身子往后仰去 完全失去重心 栽倒在地 还伴随着瓷器落地的巨大声响 静荣书被吓坏了 手里的雨伞掉在了地上 身上也不知道被泼了些什么东西 黏黏乎乎的 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茉莉香 她定睛一看 只见木槿姑娘有几分狼狈地坐在地上 手边是一个被打烂的瓷器罐子 木槿姑娘 抱歉 在下不是故意的 木槿一边揉着坐腾的肩膀 一边从地上站起来 吃痛地拧着细细好看的柳叶梅 微微喘着气说 没事 可有摔到你 季公子不必在意 是我自己走得太急了 她又注意到 季云书衣袍上那一块污渍 赶紧掏出帕子去擦 弄脏了季公子的衣服 真是不好意思 不碍事 季云书指着地上打翻的东西 这是什么 很香 像茉莉的香味 木槿惋惜地看着地上打碎的瓷碗 这是我熬的茉莉水 加了些白糖 能驱寒 是要端去给王爷的 哦 季云书嘴角抽搐 正在这时 景容和狼博已经赶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场景 两人都愣了一下 一见景容出现 木槿挤步上前 屈膝行礼 尽管端着小家碧玉的姿态 却分明有种恶狼扑石的感觉 王爷的伤好些了吗 景容沉着一张脸 并未回应 只是看着满地的碎瓷片 木槿是个明白人 捕捉到了他的眼神 立刻唇角微起 都是我不好 走路没看路 一不小心撞上了季公子 还弄得他衣服也脏了 明明是季云书跑得太快 这才撞上他 反过来 倒给前者戴了一顶高帽 不过这帽子 季云书可不敢戴 景容并不关心这个话题 眼神一转 朝季云书说 你先过去吧 季云书拍了拍 身上被打湿的那一块 点点头便走了 带人离开 景容才吩咐身旁的狼伯 好好招待木槿姑娘 是 他正要离开时 木槿却抓住他的手臂 王爷 那双温柔如水的眸 带着一丝渴求 他渴求景容留下来 可景容直接将他的手甩开 木槿姑娘是个聪明人 自该明白良人不献冤的道理 你的好意 本亡领了 可你我不是同书人 还请你明白 雨落 木槿身子往后跌了好几步 双眸睁大 眼睁睁看着景容离开 她是安抚有名的美女 也是出了名的才女 多少男子赠失于她 只为博她芳心一笑 偏偏这位王爷 居然千里之外 郎伯处在原地 犹豫着要不要走 双脚挪动半晌 还是留了下来 木槿姑娘 王爷有要事去办 你还是先回去吧 郎伯虽说是个操汉子 可见他放心被拒 心里难免流露出 几分心疼之意 叹了一声气 索性另起话题 指着地上打翻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么香 木槿没有回应她 目光始终遥望着 景容离去的背影上 郎伯好生尴尬 抓着脑袋大笑两声 木槿姑娘 其实不瞒木槿姑娘你说 王爷心里其实是有人的 所以 是刚才那位季先生吗 木槿姑娘你别误会啊 季先生他是个男的 我的意思是说 王爷看他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想来 我应该称呼那位季先生 为季姑娘吧 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早在花灯节那一天 就看出来了 郎伯原本就嘴笨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木槿苦笑一声 我明白了 这是我带来的驱寒的茶叶 你交给王爷吧 这 他从衣袖中掏出一包东西 递给郎伯 郎伯看着木槿 失魂落魄地离开 心里很不好受 这两天 他们是一直待在一块的 虽说木槿 饱览群疏 说出来的话 都是些知乎折掩 可若再也听不到了 他又觉得有些失望 郎伯重重地叹了一声气 拿着手里驱寒的茶叶 在原地僵硬了好一会儿 季云书一到魏翼的屋外 门口接散的丫头 就十分欢喜地说 季先生 公子醒了 他点头进去 屋子里 魏翼躺在床上 白净的脸上 病若感未散 那双清澈的眼眸 一动不动地盯着头顶上 微微掉垂的白色沙杖 目光看似呆愣 却又透着几分 盎然的神气 莫若坐在床边 先是为他把了会儿脉 又在他手上和身上 按起来 这里疼吗 魏翼不达 这儿呢 还是不达 那这里呢 依旧不达 不达也就是不疼 莫若舒了一口气 笑道 你小子真是命的 这都死不了 没事 好好休息几天啊 我再给你开几副 强身健体的好药 保证你三天后 就能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 到时候咱们也能出发了 在这安抚 可是耽误了好长一段时间啊 说完便收起手边的药箱 起身走到桌边 开始携起药方来 又抬眼看了看 近来的寄云书 他醒了 你也不用再整天愁眉不展了 季云书没有回应他的话 走到床边坐下 轻轻握住魏翼那双宽厚而冰冷的手掌 魏翼 闻眼 魏翼原本一动不动的双眸 才有了反应 扑扇了几下 才侧过头 迎上寄云书的视线 他那干枯苍白的嘴唇 一点点溢出笑容来 双眸不似以前那般呆滞无光 反而带着一股灵气 聚着光 他侯杰上下滚动许久 才缓缓吐出一句 姝儿 我在 大概是喜极而泣 季云书流下泪来 正好落在魏翼的手背处 魏翼抬起手 摸向季云书那张巴掌大的脸 修长的手指 抚在他颤抖的眼角处 为他轻轻逝去了那道泪水 姝儿别哭 我没事 答应我魏翼 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 如果你出了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姝儿别哭 姝儿 别哭 我没有哭 是因为你醒来 我高兴才哭的 他笑着将眼泪憋了回去 魏翼的脸上始终带着温婉如玉般的笑 那笑仿佛春日里的一缕阳光 让人十分舒适 安心 莫若写完一张药方子 便直接递给了丫头 拿去抓药吧 是 丫头抓过那张单子便去了 莫若扭了扭泛酸的脖子 迈着步子出了门 门外 景蓉背身站在屋檐下 仰着头 看着头顶上那一块乌云 莫若也不叫他 只是走到他身旁 用雨水洗起手来 这水可真冷 比天气还冷啊 莫若分明话里有话 景蓉也不看他 依旧看着头顶上的一片乌云 莫若洗完手 用手帕擦干净后 朝他瞄了一眼 心里可暖 有话说话 要不是我 季先生也不会去找你 想必你将你的顾虑 也都告诉他了吧 不然啊 你也不会过来 嗯 嗯 这嗯是什么意思啊 景蓉压根儿不想理他 莫若笑了几声 随即野仰头 看着头顶上那一片乌云 表情凝重地说 也不知道 是好是坏 什么意思 或许啊 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万一那小子扶他命大 一只利剑穿过胸膛 都死不了 竟然病也有了起色 你说的病 是指 话还没说完 唐思那疯丫头 也不知道又从哪冒出来 身体直接挤到两人之间 将两人生生地往旁边挤去 随即 他也照葫芦画瓢 学着墨若的样子 用雨水洗起手来 这水干净吗 这是无根水 专门做药引的 无根水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雨水啊 雨水就雨水 还什么无根水 你们中原人说话 就喜欢文周周那一套 三人并排而站 两边高 中间低 画面十分滑稽 卫义自打醒来后 脸色虽好了一些 但画也比平时少了很多 下毛毛细雨的时候 他就披着衣裳 站在门外的雨脚下 那清澈干净的眸 一动不动地 看着雨水 沿着屋檐渐渐落下 不下雨的时候 他就站在院子里 看着郁郁葱葱的树 而卫义每每这么一站 就是几个时辰 丫头拉着他进去喝药 他也不去 外头冷 要给他多加一件衣裳 他也不听 就连听到丫头说 做了清炒肉 他也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 他不是最爱吃肉吗 丫头使了很多招数 也拉不动他 无奈 最后只能去找 季云叔亲自出马了 这会儿 天色逐渐变得晴朗 阳光漫出山间的头顶 微弱的光线 照进了院子里 卫义站在院子里 仰头盯着树枝上 那一片被虫灼的 满是窟窿眼的树叶 树叶被风吹得左右摇摆 仿佛随时都要飘下来似的 季云叔从丫头手里 取来那件深灰色的披风 走到他的身边 将披风披在他身上 事先要苦 所以才没有喝吗 卫义听了 摇了摇头 你伤还没好 回屋吧 依旧摇头 见他这么坚定 季云叔也只好作罢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视线也盯在那一片 满是窟窿眼的树叶上 沉默许久 季云叔问他 看出什么了 卫义眨了眨眼睛 薄薄地澄清起 好美啊 是树美 还是叶子美 卫义侧过目光 看着季云叔 眼神中带着暖意 树儿最美 卫义说得认真极了 弯弯的眸里 流露着男子爱慕的深情 还带着以往天真可爱 季云叔脸上呼得一红 直直迎上他的眸 只觉得心头猛然一紧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卫义仿佛变了一个人 一个熟悉又不是很熟悉的人 正奇怪时 卫义突然伸出袖中那只宽大的左手 一点一点地触碰到季云叔 纤细的右手 然后紧握 那一刻 季云叔浑身一颤 他先是低头看着自己被卫义握住的手 愣了一会儿 目光便缓缓而上 看着卫义那张轮廓清晰的侧脸 他仿佛若无其事 视线依旧落在那片满是窟窿的叶子上 安静极了 随后 他握住季云叔的手 又微微用了几分力 然而 季云叔并没有挣脱 就由他这样紧握着 清风徐徐 轻轻地浮在两人身上 携手而立 树影之下 美得像一幅画 可季云叔心中隐隐觉得奇怪 卫义大难不死醒来后 的确变了 尚且不说 他说话少了很多 就连整个人的气质也不一样了 完全不似以前那般呆萌傻愣 门口 景荣也不知道站了多久 静静地看着里面的一幕 其实 他和季云叔的想法一样 都觉得胃义大病出狱 像是变了一个人 加上之前莫若说的话 想到此处 他不知是该忧还是该愁 这时 朗伯跑了过来 俯身压低声音道 王爷 果不其然 一往真的派人来接人了 自然来报 来接的人已经抓到了 也用迷药给那人迷晕 直接押送进京去了 过不了多久 就能到京城 景荣恩了一下 并未多说其他的话 郎伯纳闷 便往院子里看了一眼 瞬间明白了 王爷 你立刻同志子然 让他一定将人看好 本王要景义的人 活着到京城的大理寺 是 过了一会儿 景荣去找了一趟莫若 那小子也不知道 在跟唐司说些什么 两人围坐在石桌旁 嘻嘻笑笑 这两人不是一直都在拌嘴吗 怎么这会儿关系这么好 景荣过来 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坐了下来 拿起石桌上的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默默地喝起来 就像一个不速之客 第二百零八集 莫若和唐司 目光齐齐地盯着景荣 心事重重 莫不是刚才去找了温义 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 别板这张脸 有心事 你就说出来 景荣始终不回应 唐司眼珠子一转 凑到他面前 王爷 你想不想知道 刚才我们在说什么 不想 哼 无趣 莫若暗自一笑 伸了个懒腰 起身走到栽种竹子的地方 伸手折了一只 绕在手里不停地转 不一会儿 季云书也过来 他先是看了一眼 正在喝茶的景荣 与唐司说 唐姑娘 可否回避一下 为什么 有什么我不能听的吗 季云书沉着脸 道士莫若赶紧说 就听季先生的话 回避吧 出人意料的是 唐司竟然听了 手指挑着腰间上 那根红丝带 横生走了 季云书纳闷 他何时这么听你的话了 因为他想寻音 自然就得听我的 说吧 你想问什么 想必你和景荣的来 是一样的 我想知道 魏翼的情况 空气仿佛凝滞了 莫若沉着一张脸 把玩着手里的竹条 魏翼的情况很好 我不是问这个 那是问什么 我将魏翼交给你半年 这半年 你替我诊治 他的疑难杂症 不可能现在 也没有结果吧 我说过 要治病 少则几年 多则几十年 莫若 你直接告诉我吧 所以啊 你察觉出了什么 我不知道 说实话 魏翼的情况 我也不说你清楚 他可能好了 也可能没好 至于到底好没好 无从而知 或许啊 你就当他是真好了也可以 这句话说得磨棱两可 让人捉摸不透 然而一直没有说话的 景荣却突然说 既然魏翼已经好了 那就立刻出发吧 不要再在安抚 耽误时间了 很快 景荣就真的下令出发了 显得十分匆忙 他手底下那些侍卫 手脚也很快 一炷香的时间 就将东西收拾好了 衙门大门口 景荣立在那儿 看着东西 一一被装上车 郎伯忙完 好奇地问 王爷 不是说 要等新上任的官员 过来再走吧 不用等了 是 另外 你先让衙门里的事业 将事情接管过去 等新的仙官来了再说 是 景荣说话时 眼眸越来越深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 唐思死皮赖脸的 要上纪云书的马车 被莫若像拎小鸡似的 直接拎到他的马车内 别打扰到别人 放手 我要去跟阿记坐 你要是想跟着我们 就最好乖一点 否则 就将你丢出去 放手 他恨得牙痒痒 可人已经被丢到了马车上 只听到 莫若的马车内 传出一句 你想学医 就别吵闹 吵的人耳膜都烫 唐思不甘心 可又的确想跟着他学医 所以就忍了下来 纪云书带着卫义 上了马车 警戎跟上 三人同城 一上去 卫义就靠在 纪云书的肩膀上休息 却不知那双 毫无焦距的双眸 在看着哪 纪云书游着卫义 为他拉了拉身上的披风 伸手在他额头上探了探 发现烧已经退了 这才安下心来 只是想起 莫若之前的话 他心里百思不得其解 景戎将他的举动 看在眼里 心里说不上 是什么感觉 纪云书似乎想到什么 突然问 方才 我怎么没有看到谢大娘 他已经提前去医府了 这一路上 也不知道还会耽误多长时间 我就命人护他先去了 纪云书点点头 很快 车队便离开了安抚县 然而一直跟在后面的赵怀等人 毋庸置疑 也跟了上去 没想到 一行人刚出门没多久 乌云就押了过来 下起雨来 让人始料未及 六月的天 阴雨绵绵 这场雨 已经断断续续 快下了七八天了 马车队从安抚离开后 原本是小雨 却渐渐下成了暴雨 整个空气里总是湿湿的 弄得人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在安抚耽误了好些时辰 所以这一路上为了加紧行程 景荣便下令快马加鞭 很少在路上休息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车里 一路上 卫义不说话 景荣偶尔说两句 也都是无关痛痒的话 季云书则默默地坐着 可莫若和唐思的马车 却像在打仗似的 时而传出一阵吵闹声 时而又传来嬉笑声 唐思总是仗着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将莫若全部的话 都堵进喉咙里 最后他只能吃哑巴亏 当然 两人有一小段路是安静的 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爱好 那就是喝酒 酒香飘到外面 混着泥土的味道 请让人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马车外 狼博和那些侍卫 穿着缩衣和斗笠 迎着暴雨在山间 小心翼翼地骑马行车 周围狂风呼啸 哪怕是铁骑战马也会受不了 大雨密密麻麻地 将视线冲得越发模糊不清 马车队也越来越慢 每行一寸路都万分小心 旁边的侍卫问 狼博 还有多久才到驿站 再上下去恐怕不行啊 响亮的声音 被雨水冲得绵软无力 狼博看着远处 朦胧若现的山景 用湿透的袖子 擦了一把满是雨水的脸 前面就到北梁境地了 北梁 那再行半日路程 就能到锦江了 那侍卫一听 朝后方马车看了一眼 那岂不是快到锦江了吗 那可是季先生的家乡 随行的那些侍卫都听到了 个个笑而不语 自家王爷有断袖之痞 大伙都看在眼里 狼博瞪了他们一眼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好好赶路 别想些乱七八糟的事 笑声这才戛然而止 马车队大概又行了一炷香的时间 便到了北梁 路旁垒着一块大石头 石头上赫然写着北梁二字 狼博冲马车里的人说 王爷 已经到北梁了 大雨路滑 小心点 是 马车内 景容面色冷漠地端坐着 马车颠簸不断 他却丝毫没有受影响 因为大雨闷湿的缘故 季云书只觉胸口沉沉的 听着外头如雷的雨声 和方才狼博的话 他心里一紧 这么快就到锦江了吗 他撩开帘子往外观望 外面倾盆大雨 几乎遮去了视野 雨也瞬间随着冷风灌了起来 袭到他那张精致的脸上 见状景容刚要抬手 却慢了魏毅一步 魏毅握住季云书的手说 舒二 别着凉了 说着将他的手拉了回来 那一刻 景容的表情一点也不好 这时马车突然一颠 伴随着一声马儿的嘶吼 整个马车倾斜到了一边 季云书身子往旁边猛然轻去 撞进了景容的怀里 景容双手抱住他 牢牢地护着 外头传来狼搏的声音 王爷 马车的轮子陷到泥土里去了 景容眉头紧皱 将季云书扶着坐好后 撩开帘子往外头看去 外面雷雨交加 路面泥泞 因为马车倾斜的缘故 雨水从车窗灌进马车里 仿佛要淹没整个马车舱 赶紧解决好 是 王爷 郎伯下令让那些侍卫全部下马推车 推了很久 马车东倒西歪 轮子在泥泞的坑洼里来回滚动 也未能滚出来 马儿吃力的狂丝 夹杂着雨声震破天际 实在是没办法 郎伯说道 王爷 马车轮子出不来 可能需要你们先下马车 于是景容便带着季云书和魏义下了车 打着伞避雨 但是雨太大 衣服几乎都湿透了一半 景容不顾众人的目光 直接将季云书拉到怀中 后面马车里的堂丝也打着一把伞跳了下来 手里还抓着一个饼 站在一旁 仿佛再看一场好戏 季云书窝在景容怀中 没有反抗 只是朝前面看了一眼 既然已经到了北梁境地 那再走一小段路 应该就可以到驿庄了 驿庄 众人的目光奇奇看向他 福伯看守的那家驿庄 锦江的驿庄 设在偏僻之处 进了北梁 再走一段路就能到了 那间驿庄 简直就是景容人生中的污点 想到怀里这个女人 当初将自己丢在驿庄睡了一晚上 她就欲哭无泪 景容眼角微微一抽 季云书看着大雨倾盆的天 担心道 现在这种情况 雨只会越下越大 万一起了洪水 或是山体倒塌 后果会不堪设想 应该先赶到前面的一桩群 那些侍卫 还在不停地推内辆 陷在泥里的马车 尽管使出全部力气 还是没能将车的轮子推出来 那些泥水 像滚动翻腾的泥浆 从上坡激流而下 冲下来不少东西 和一些杂乱的树枝 景容看着怀中的女人 见她左肩上的衣裳 已经被大雨全部淋湿 一双脚也已经被泥水淹没 于是景容立刻下令 先留几个人 在这里继续退车 本王先带季先生去前面的衣装 你们后面再跟上 是 郎伯应道 吩咐几个侍卫留下来 景容等人刚要上后面那辆马车时 季云书突然开口 等等 马车上还有一幅画 我要带着 你别动 我去去 景容说完打着伞 到马车里取了画 交到他手里 一同上了后面的马车 一进马车 扑鼻而来的 是一阵浓浓的酒香味 莫若像一个死尸一样 躺在里面 身边都是一些 东倒西歪的酒瓶子 这小子究竟藏了多少酒 景容一脸嫌弃 将他推到了一边 季云书抱着那幅 已经湿了的画 用还算干的袖子 在上面擦了擦 卫义眨着眼睛问他 舒二 这是什么 画像 是谁的画像 死人的 卫义眼眸一簇 表情却很淡漠 一双眼 依旧紧紧地盯着看 他额尖打湿的碎发 正往下滴着水 落在他长长的睫毛上 和那张秀气的脸蛋上 景容也伸过脑袋 好奇地问 这画像里 画的是谁 这是醋坛子又要打翻了 季云书轻轻回一句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临京暗中 那句奇怪的海骨吗 记得 这些天 我一直在组合 那幅海骨的画像 这两天 差不多已经成形了 嗯 景容点了点头 原本下马车 做围观群众的糖丝 也蹭了上来 手里的饼还没有吃完 一屁股坐在 没弱旁边 真是个酒罐子 还好意思说什么千杯不倒 不过跟我喝了几坛子而已 这就倒下了 对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 去驿庄 驿庄是什么地方 跟你们中原的客栈是一样的吗 嗯 真好 赶了这么久的路 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那不是给活人休息的地方 不是给活人休息的 难道是给死人的 静云叔笑了一下 没有回应他 整个车里的气氛 冷到了极致 唐斯整张脸扭曲到一块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看了看自己手里还没有吃完的半个饼 完全没了胃口 直接甩到了车窗外 很快 马车便绕过前面那一辆 深陷在泥土里的马车 进到了北梁境地 朝着驿庄而去 过了半个多时辰 终于到了驿庄 大雨下的驿庄 显得十分诡异 门外挂着的两盏红灯笼 摇摇晃晃 郎伯下马 带着一个侍卫 去敲驿庄的门 也许因为雨声太大 加上福伯 原本耳朵就不好使 敲了好久 那扇破败的大门 才缓缓地打开 福伯撑着一把 破旧泛黄的油纸伞 只打开了一半的门 从里面探出半个身子来 那张苍蓝的目光 看了看外头的两个人 两位是 福伯 纪云书的声音 从马车里传来 他撑着伞下了马 提着湿透的袍子 走了过来 看到纪云书的那一刻 福伯万分震惊 纪先生 雨落 他立刻将另一半门打开 诧异地问 纪先生 你不是去京城了吗 近来有一些事 经过这里 哦 这样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一早走了几个月 不见你来 我这里都冷清了许多呀 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纪云书嘴角一抽 而这会儿 景荣他们也下了马车 莫若一到地方就行了 但却是迷迷糊糊 瞇着眼下的马车 要不是唐斯 好心好意地扶着他 估计这会儿 就得跌到地上 福伯看向众人 见大伙身子都是湿的 赶紧说 怎么冒着这么大的雨来啊 来来来 赶紧都进来 外面这么大的雨 快进来 福伯将大家迎了进去 可当卫义从大门进来 经过福伯面前时 他明显愣了一下 双眸一瞬之间 骤然放大 手里那把油纸伞 猛然一颤 这一切被纪云书 看在了眼里 可他没放在心上 一会儿人匆匆进来后 从门口挤到院子里 留了一地杂乱无序 染着泥土的邪印 随着大门一开 大风呼啸而入 带着一阵雨水味 院里的香植 被那阵风一吹 全部从地上纷纷卷起 飞乱在院子里 伴随着香烛的白烟 整个一桩 甚人又诡异 福伯带着大伙进了大厅 里面除了香烛的味道 还充斥着一股浓浓的仓烛味 最左边 齐齐地放着许多具棺材 还有几具尸体 没有放进棺材里 放在棱板上 用白布盖着 唐司一进来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一手揪着末若的衣裳 一边凑到纪云书身边 阿记 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不是说了吗 是个给死人休息的地方 这 还真是给死人休息的地方 虽然他天不怕地不怕 可他从没有以这种方式和死人待在一块过 于是本能地朝纪云书的方向缩了缩 大伙儿在厅里坐好后 福伯赶紧生了一堆火 又取来一大壶热茶 最近的天气就是这样 特别是这两天 北方一带都快被水淹了 再这样下去 悲像前几年一样洪老不渴 估计啊 朝廷又有的忙了 他一边说 一边给大家倒热茶 静云书手里捧着茶 先是朝外头看了一眼 然后问 福伯 近来你身体还好吗 也就那样 都是些老毛病了 每次刮风下雨啊 屋头都会痛 对了 季先生 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办什么案子吗 嗯 你装在玉府县的案子 玉府县 从这里过去 可还有好些时日呢 是什么案子啊 你不是去了京城吗 这玉府县的案子 怎么会让你去查 天南地北的 难道玉府县就没有能办案子的县宽和武座了吗 不要你去 这案子各有各的难 那倒也是啊 那季先生 以后 你还来紧张吗 随远吧 福伯又倒了一杯热茶 给魏义递了过去 落在魏义身上的目光总是倍感慈祥 甚至有一丝喜悦 这是魏公子吧 还记得上一次见你 还是在打机上呢 那时候 你才这么高 现在一下 都长这么大了 福伯好 好好好 福伯脸上是掩盖不住的笑意 手也在魏义的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 等魏义将那碗热茶喝完 福伯又给他倒了一杯 谢谢福伯 只要你好 福伯就好了 魏义却将手中的热茶递给季云书 书儿 你喝 不用了 你身体才刚好 多喝点热茶 嗯 魏义抿着温和的笑 点头 一旁的福伯却一直盯着魏义看 脸上带着一种 仿佛父爱般的慈祥 这异常的举动 让人觉得很是诧异 就连坐在对面的景容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会儿 静云书想起自己那幅画 赶紧拿了出来 对着火慢慢展开 纸上的画像栩栩如生 唐思坐在他的对面 扭着头看了看 看得不清楚 索性绕过来坐下 盯着那幅颜色被水运开的画 阿姬 这是谁啊 你怎么带着一个男人的画像 这是一个死人的画像 死人的画像 唐思往旁边一挪 福伯文言也走了过来 看了那画像一眼 手里的茶壶 碰得一小 季先生 你这画像都是了 你给我吧 我帮你拿到那边屋子去烤干 那里有干炉 也好 季云书将画卷好 递给他 福伯将画接过去 出了大厅 去了旁边那间 时常用来烧白醋水的屋子 过了一会儿 景荣问郎伯 马车上 还有没有取寒的药 好像 有 是取寒的茶叶 去拿来泡一壶 是 郎伯立刻去取茶了 很快就泡了一壶过来 可那壶茶才刚上上来 正要倒的时候 一直迷迷糊糊的莫弱 鼻子微微一拧 整个人顿时都清醒了 猛然坐起身子 手掌往茶壶口一盖 一脸的严肃 这是什么 驱寒茶 谁给你的 这 是 是之前木槿姑娘送来的 景荣眼眸一惊 季云书也听到了 却在若无其事地烤火 随即 砰的一声 那壶驱寒的茶 直接被莫弱 推到了地上 在场的人都愣了 这驱寒茶里有毒 什么意思 茶叶中 有一种叫蛇梨香的毒 一旦喝进嘴里 便是慢性毒药 短期之内不会察觉到 而毒发时间 是在一个月后 慢性毒药 这茶 真的是木槿姑娘给的 的确是木槿姑娘给的 说是驱寒茶 所以属下 派人返回安府 去查清楚 是 季云书也很诧异 木槿姑娘下的毒 众人正在惊讶 突然 砰砰砰 一桩大门 被人用力地拍着 福伯从一旁的 小屋子里出来 步履蹒跚地去开门 门才打开一个缝 就被人从外 用力地推开 福伯顺势被撞得 劣切几步 重重地摔倒在地 只见五六个 身穿官服的牙翼 带刀闯了进来 各个凶神恶煞 领头那个牙翼 一进来就下令 缓人抓起来 几个牙翼 立刻就将地上的 福伯给架了起来 季云书一看就知道 是锦江县牙的人 只是 他在衙门办了五年的差 这几个人 虽然穿着锦江牙翼的官服 却都是些生面孔 从来都没见过 莫非 自己离开锦江后 刘清平的糊涂蛋 来了一个大洗牌 眼见福伯要被带走 他立刻追了上去 慢着 几个牙翼闻声 这才注意到 一庄大厅里 坐着一伙人 领头牙翼冒雨 立在原地 上下打量着纪云书 握着刀的手 向前一伸 你是什么人 在下只是一个过客 想问问 这位老人家 究竟犯了何罪 跟你有什么关系 紧人带走 难道你们刘大人 就是这样让你们办案的吗 纪云书语气冷立了几分 领头那人 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你到底是什么人 敢过问我们刘大人办案 纪云书也不像之前 那样客客气气 眉头一皱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 福伯究竟犯了什么罪 买尸杀人罪 他乃是凶手 我们现在奉命将他带去衙门 你是哪里来的人 竟敢拦着官府办事 信不信将你也一并带回衙门去 福伯被人架着 瘦骨如柴的身子 仿佛要被折成两半似的 智在雨中 隐隐地颤抖 他摇摇头 眼中流露出阵阵恐惧 急信查 我没有杀人 我是冤枉的 闭嘴 政绩确凿 有人亲眼目睹你埋尸 等将你押到衙门大牢 看你还喊不喊冤枉 带走 慢 这位官爷 听你的口气 是打算驱打成招吗 你胡说什么 在下只是想知道 所谓埋尸杀人案 从何而来 小叔叔 我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这可是衙门里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过问 再敢党中办事 就要你 话还没说完 一颗石头从厅里飞出来 打在那名嚣张的牙翼脸上 因为石子儿力道很大 牙翼被击退了好几步 还是由身后的人 将他扶住 才勉强站稳 头儿 没事吧 走开 领头那个牙翼怒火中烧 又觉得十分丢脸 满带杀气地看向厅内 你们这帮不辞死活的人 连牙门的官差都敢打 来人 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说着他正要拔刀冲进去 可那刀才拔出一半 又一颗石子射了过来 正好打在刀瓣上 力道依旧很足 将拔出一半的刀 击回了刀壳内 此时 景荣起身 走了出来 狼伯跟在身后 见来人气度不凡 眉眼之间颇有几分气场 那些牙翼心中犯畜 可脸上的恶煞之气 却半点未减 虽然个个往后退 却依旧挑生质问 你 你是什么人 这锦江衙门 何时出了你们这几个畜生 手里佩戴的刀剑不斩贼人凶手 却用来滥杀无辜 简直如山匪一般猖狂 用朝廷的俸禄养着你们 简直多余 你们是哪里来的不张言的东西 我们可是衙门的人 那人刚说完 狼伯便抬起脚 猛地踹向那人胸膛 将其踹得口吐鲜血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家公子 也是你能随便出言不逊的吗 若不是见你是官差 这会儿便送你去地狱 你们 几个牙医吃了亏 不敢再惊举妄动 听好了 现在问你什么 你就答什么 这位老人家究竟杀了什么人 为何说他埋尸杀人 他的确杀了人 说清楚 最近洪水泛滥 从山林里冲出一具女尸 有人看到几天前 福伯就在那里埋什么东西 而且那死者手上 还抓着一根长条的带子 那带子就是福伯的腰带 并且死者是被先奸后杀而死 福伯杀人 先奸后杀 季云书惊得双铜骤然放大 顺势看向福伯 福伯双铜放大 拼命地摇着头 不是他 人不是我杀的 既然 你要相信我呀 说完 福伯还咳了起来 季云书自打五年前 在衙门当差 跟福伯就一直有走动 只要有命案 尸体往易装送 他就定会过来 福伯也习惯性地 在尸体送来后 就烧一锅白醋水 等着他过来咽尸 福伯心地善良 岂会做出先奸后杀的命案来 他是断然不会相信的 牙医喘着粗气 咽了咽口水 忌惮地看了他们一眼 好吧 事相已经告诉你们了 人争物争俱灾 由不得他抵赖 你们若是失去 就不要挡着洋门办事 他可是杀人凶手 你们要是想给他翻案 那就自己上衙门去 可刘大人吩咐我等过来 将人犯带过去 若有闪失 我们也会遭殃 景容犹豫 索性看向季云书 你来拿住一帮 静云书思量 走到福伯面前 福伯 你放心 如果人不是你杀的 我一定帮你洗脱罪名 你现在先跟他们去衙门 稍后我就过去 姬先生 你要相信我 我自然信你 可衙门办案 程序不能乱 你没杀人 自然不会有事 福伯既惊恐又担忧 最后也只能点头 几个牙翼见此 哪里还敢多留 赶紧带着人走了 景容和季云书返回厅内后 郎伯就奇怪道 这刘清平好大的架子和威力呀 怎么才几个月的时间 手底下的人都给吃了火药似的 一个个杀气腾腾的 不对劲 福伯是什么人 刘大人不可能不知道 他又怎么会相信福伯会杀人呢 就算人证物证俱在 刘大人也不会让手底下的人 就这样冲过来抓人 而且 方才那几个衙门里的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景容洞悉到了他的想法 也不过问 直接下令 你们都赶紧收拾一下 立刻出发去整理 不得耽误 是 是 侍卫们纷纷起身收拾东西 一听说要进城 魏义很开心 用手拉着靳云书的衣袖 叔儿 是要回家了吗 对 回家 嗯 魏义重重点头 很开心 可那笑 似乎收敛了很多 不似之前那般夸张 离开之前 季云书去旁边的小屋 将那幅已经烘干的画像取了回来 重新卷好 带上 就在一行人要出一桩时 墨若突然靠近景容 指着地上打翻的那一壶茶 我提醒你 那木槿姑娘 绝非善赖 我知道 已经暗中派人返回安府去了 我想 应该不是景亦的人 怎么说 景亦要置物于死地 何不直接用毒 反而要用药效在一个月后的舍利香 说得对 可是 你又得罪了事 一个景亦杀你不够 现在又多了一处 这个景容哪里会知道 一会儿人匆匆上了马车后 就朝城中去了 天色快暗下时 才到了锦江城 一行人在魏府安置下来 魏义跟着季云书回京后 魏家的管家魏父 并没有将下人遣散 魏府的产业 也几乎由魏父打理着 看到自家公子回来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些下人们 也跟着哭得稀里哗啦 魏义斩着笑颜 将自己带回来的东西 从马车的底座下取出来 一一分给大伙儿 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把大伙儿给乐疯了 奇奇哄强 看着那画面 既觉得温馨 又觉得滑稽 魏父问 公子 怎么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傅说 我没事 哦 那就好 公子 我看你好像比以前精神了些 我们公子看来是长大了 说着 魏夫便在他脑袋上摸了摸 魏义扬着暖心的笑 傅叔 我早就长大了 我来保护你们 说着还挺了挺胸膛 好好好 公子啊 是真的长大了 魏家的人围着魏翼 都想听听他在京城里发生的趣事 季云书默默在旁看着 可唐司却醋了醋鼻子 朝周围看了看 喃喃自语 没想到 这傻子原来是个贵公子 这时候 景荣的暗卫突然从外面跑进来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景荣脸色一变 赶紧将纪云书拉到一边 看来 这仅将几个月以来 没怎么太平啊 这话意味深长 纪云书不明 又隐约察觉出了什么 后院的亭子上 挂满了密密妈妈的鸟笼 笼子里传来许多不同种类的鸟儿叫声 叽叽喳喳的 经过时偶尔一听 还算悦耳 可听久了就觉得吵闹 刘夫人听了好几个月的鸟叫声 听得每天心痒痒的想打人 加上这些天暴雨不减 心情就更加浮躁 他跑到厨房取了一把大勺子 怒气冲冲地朝后院的亭子里冲过去 这会儿 刘清平正在亭子里斗鸟玩 那胖乎乎的身子 在鸟笼子底下钻来钻去 手里拿着一根细竹 不停地往各个鸟笼子里戳 惹得那些鸟儿 叽叽喳喳地叫 他乐得两个虎牙都露了出来 斗鸟的同时 嘴里还嘖嘖出声 好生地悠闲自在 这几个月来 他除了每天在这儿斗鸟 就是吃吃喝喝 哪儿也不去 闲得整个人一副慵懒闲散的模样 就连身材都胖了一圈 刘清平 怒吼的声音由远而近传来 吓得他手里的戏竹掉到地上 一脸大难临头的表情 赶紧提着袍子往桌子底下钻 死婆娘又来了 正咬弯腰钻到桌底 耳朵一下就被人揪了起来 放手放手 放手 刘清平 老娘跟你说了多少回 这些死鸟吵死人了 你还不停地买这些鸟回来 你是不是要气死老娘啊 夫人 你先松手 松屁 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些鸟送走 我就将你和这些宝贝鸟 一块扔出去 刘夫人一手揪着刘清平的耳朵 另一只手操着一只硕大的勺子 刘清平整个身体都偏向一边 疼得面目扭曲 宽大的袖子用力一扶 将耳朵挣脱开了 赶紧揉着自己 被拧得发红的耳朵 你这婆娘 能不能温柔点 温柔 老娘不杀了你就算你祖宗八代积德了 刘清平 你看看你 养鸟养鸟 把自己跟这些畜生养得一样肥 哪来这么多粮食养你们 刘夫人一脸地嫌弃 然而刘清平却眼睛眯了眯 朝他上下看了几眼 然后一副委屈又惧怕的小表情 身子一偏 你不也一样吗 尽管外头雨声很大 可还是让刘夫人听到了 她顿时怒火上头 挽起袖子 挺着自己肥胖的身子 老娘哪里跟你一样了 哪儿哪儿都一样 你 刘清平 老娘再警告你一次 赶紧把这些鸟给我放了 要不然我就把它们全红烧了 刘夫人火气上头 双手插腰狠狠地瞪着她 刘清平一脸愁苦 拱了拱身子 决心服软 我说夫人哪 我现在也不当官了 整天闲得发慌 也只能养养鸟打发一下时间 你要是不让我养 我岂不是要闷死了吗 别跟老娘来这趟 每次让你放鸟 你哪回不是说这样的话 再同情你 就是老娘傻 哎呦夫人哪 你看这鸟养在院子里 多好玩啊 每天听听鸟叫声 心情也好 要是把他们丢掉 岂不是可惜了 每天叽叽喳喳地叫烦死了 别废话 你不放是吧 好 那我亲自动手 刘夫人说着就伸手去开鸟笼 夫人食不得 我的鸟 我的鸟 他一边开 刘清平就一边关 闹腾了好一会儿 直到一个小丝急忙跑过来 看到亭子里这一幕 先愣了一下 然后说道 老爷 有人找你 刘清平哪里管得上 谁来找他呀 忙着拦自己的夫人 都忙不过来 老爷 门外有位 自称纪先生的找你 纪先生 是自称纪先生的人 长得还十分清晓 刘清平小小的眼珠 夫人 这鸟笼子 你还开不开啊 开什么开 这些鸟都是老爷的宝贝 你要是敢弄丢一只 我就把你给炖了 夫人 这 前院大厅 刘清平奔了过来 一进大厅 就看到纪云书坐在里面品茶 那一刻 他满眼激动 眼里仿佛都带着泪 云书 你可回来了 说着 刘清平便扑了过去 纪云书起身 立刻往旁边一闪 让他扑了一个空 刘清平尴尬的一笑 又难以掩饰激动的心情 死皮赖脸地往纪云书身边蹭 云书呀 咱们好几个月 快大半年不见了 我真是想死你了 日日夜夜 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你呢 你想我没 想我没 纪云书憋着笑 说了一句 不想 刘清平可不在乎 又上下打量纪云书一番 眉头一皱 带着一丝心疼 云书呀 你怎么去趟京城 看着比以前瘦了呢 对了 你怎么回来了 难道是专程来看我的 不是 那 是王爷不要你了 刘清平心里一紧 纪云书还是憋着笑 想想 这糊涂蛋 还是和以前一样 唉 云书呀 你都不知道 你一去京城这么久 整个紧张 安静地要命 而且没有你在 这日子过得 真不舒服 好了 我不跟你废话了 你实话告诉我 你这关 是怎么被撤的 迅叔 我可都听说了 你一去京城 就破了大理寺和刑部 几个月都破不了的失踪案 还有 那个 曲江将军的命案 都被你给破了 现在又得到皇上胜令 巨查十四年前的灵精案 云书你真是 打住 先别管我的事 我现在是在问你 你的关 为何被撤了 刘清平不想提 扭过那肥胖的身子 半晌 手背贴手心拍了一下 他叹了生气 眉头紧锁 纪云书追问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你若没犯错 朝廷为何无缘无故地 撤你官职 总要有个理由吧 迅叔 你是了解我的 就算自己吃亏 也不会让百姓吃亏 我又怎么会犯错呢 也许京城没多久 朝廷的官文就下来了 直接将我的官先给罢免了 也没什么理由 就说办事不利 这朝廷掉下来的官文 我只能认 没多久 新官就上任了 就是现在的县官刘谦 这个人 原先是玉门道上的一员武将 这几年才开始改走官长路 此次也是从辽江那边调过来的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货 他一来 直接将原先衙门里的官差 都给换成他自己的人 也不知搞什么鬼 而且最近发生的案子 只要一进衙门 不到两天就解决了 办事效率极高 所以啊 紧将这段时间十分安静 反正现在呢 我就是个闲人 天天斗鸟玩乐 称成了两袖清风 刘谦 纪云书不识此人 可说他办事效率高 这一点纪云书不以为然 之前那些官差到一桩抓人 各个凶神恶煞 显然有要将浮薄驱打成招的意思 手底下的人如此 可见刘谦也绝非善累 他思索片刻 直到 朝廷撤你官职 又选了一个武将来替你 无非是两种理由 一 是你在职期间 处事有误 造成后果 二 就是你得罪了什么人 那人暗中尚书到吏部 并且以权势之力压了过去 吏部迫于无奈 这才下了官文 直接把你给撤了 什么 得罪人 谁这么缺德呀 玄书 我的姓子你是知道的 咱们紧将百姓谁不抖的 我怎么会得罪人 是 都到你的好 你刘清平可是想当当 爱民如子的父母官 不然逢年过节 百姓也不会送鸡送鸭 送鸡蛋到你府上 纪云书也知 就算他平日里犯点糊涂事 但也不至于被朝廷撤了官衔 那么 那个在背后拉他下马的人 究竟会是谁 罢了 此刻也倒不明白 我今日来 还有另外一件事 是关于福伯的案子 你知道多少 你是问 福伯埋尸杀人的案子 看来你也不是整天闲着 说吧 这其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案子说起来也怪异 这些天 一直在下抱怨 昨天中午 驿中旁边的山林里 突然冲出来一具尸体 失去二十来岁的女尸 死因 据说是被献剑后杀的 女尸手里 握着福伯身上的长腰带 加上后来有人上衙门 说亲眼看到 福伯几天前在山林里买什么东西 官府才认定是福伯杀的人 武作怎么说 说是死者被监后 被内肝腰带累在脖子上 窒息死他 不可能 福伯是什么人 你我都清楚 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是啊 可人证物证都在 衙门去抓人也是理所应当的 除非现在 找出证据 证明人不是福伯杀的 你说 你可以过来问我这些 难道这案子你是打算接了 如果福伯是被冤枉的 我不能眼睁睁的不管 待会儿 我会去一趟衙门 你还是明天再去吧 刘贤说了 明天公堂上 当场胜利则案 你若真想帮福伯 就趁着今晚 先去找一些证据来 若是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我随时候着 那句女诗 还在衙门里吗 应该还在 那就好 可现在你不是衙门的人 若想去掩饰 似乎说不过去 我自会想办法 那你此次回来 是不走了吗 不 我只是经过锦江 荣王也一块来了 现在在卫府 因为玉府那边 还有一桩案子 我们会一块过去 天色不早了 我要先走了 明日 我会去衙门 刘青平见他要走 很是失落 云书 你来都来了 不如留下了一块吃晚饭吧 我已经命人 做了一桌子 鸡亚鱼肉 你吃了才走 不用了 有腻腻的东西 你也少吃 对身体不好 说吧 纪云书立刻出了大厅 撑着伞离开 刘青平遥望着 那抹瘦弱的身子 既心疼 又心有不舍 本在酝酿着心中 滔天的伤感情绪 哪里知道 自己那耳朵 又被人给揪了起来 疼疼疼疼疼 刘夫人依旧火气正望 一手插腰 你就知道吃 云书一来 你就找借口 摆鸡鸭鱼肉出来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 咱们家现在 没有多少粮食养你了 你还敢鸡鸭鱼肉 我看你是找抽 哎呦 夫人 我知道错了 已经走远的纪云书 隐约听到 身后传来的声音 嘴角处 不由浮上了一抹笑意 还是那个糊涂蛋 卫府 景蓉站在夜色下的回廊里 目光落在那朦朦的细雨中 漠不作声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晚上的大雨下得更加凶猛 丝毫没有停下的趋势 冷风将雨水吹进了长长的回廊里 打湿了一半的地面 就连景蓉衣袍的下端也湿了一小块 莫若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在长廊里坐下 靠着身后那根红漆柱子 一只脚搭在上面 懒泱泱泱的 出奇的是 手里竟然没有酒 她也看着外面的雨 喃喃自语 六月 一个多雨的季节 一场进一场的雨 也不知何时能见 景蓉偏过头 灯笼的光正好落在她的脸上 卫义呢 正和她那些小伙伴 讲述京城里发生的故事呢 我出来时 好像才讲到什么 灵档的事 乱七八糟 听得不太明白 就出来了 她现在怎么样 你说卫义啊 嗯 我给她把了卖 从卖相上来看 姿势渐渐好转了没错 加上她这些天来的反常 确实接近一个正常人的表现 可是啊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呢 你有什么想法 她若是好了 是种好事 云书心里也踏实 可我看你 并不是很高兴啊 我心里 有一个顾忌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季先生又说过 是关于 外异父母死亡的真相 没错 我最担心的 是为已清醒后 得知自己父母 是因为她的无心之举 而被无辜毒死的 到那时 她一定会自责 而且 我也不希望 她会因此恨允术 你的顾忌 会不会有些多余了 或许吧 话题到此终结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郎伯匆匆前来 禀报道 王爷 纪书汉来了 在门口求见 外头大雨 我只好令着她去了前厅 纪书汉 那老家伙的耳朵 倒是挺灵的 这么快就知道 她来紧张了 去泡杯热肠 给她暖暖身 然后 让她等着 是 纪书汉 纪先生的爹 一只老豉狼 此人好像在朝中 做个礼部侍郎 你记性倒是不错 还行吗 她儿子纪元旨死了 纪家的老太太也死了 不知道是该同情呢 还是该倒一生活干 等了半个多时辰 景荣才慢悠悠地过去 厅内 纪书汉 毕恭毕敬地站着 见到景荣前来 立刻拱手相迎 行了 纪大人 就不必可逃了 她坐下 手往旁边的椅子一指 你也坐吧 一把年纪了 不要把腿给占坏了 纪书汉脸色都轻了 只好坐下 第二百一十一集 这么大的雨 纪大人还专程过来 是有事呢 还是 知道王爷来了 不敢怠慢 不而匆匆赶来 问候王爷一声 你这问候 等王接了 景荣笑了笑 气氛有点冷 两人还没聊上几句 纪云书此刻 刚好从刘府回来 那道瘦弱的身影 渐渐走近 纪书汉望去 那双眸紧紧盯着这个 被自己逐出家谱的女儿 那眼里充斥着恨意和杀气 衣袖内的手 也紧握成拳 额头上青筋爆出 却因为景荣在旁 故而收敛了一些 如若不然 他必定上前杀了这个不孝女 这个害死清歌 气死祖母 烧了家房的小畜生 纪云书缓步走到大厅外 将伞上的雨水抖了抖 收好 放在外头的门框边 才走了进来 看到纪书汉在此 他一点也不意外 整个人神色冷淡至极 仿佛那个与他身上 留着同样血液的男人 是个透明人 他更是旁若无人地坐下 自顾自地倒了一杯热茶 喝了两口 抱怨了一声 外头的天 可真冷 景荣暗自偷笑 如果纪书汉是只老豺狼 纪云书就是一只小豺狼 专制各种不服 厅内的气氛冷到极致 就像一月的天 冻如寒冰 纪书汉只是默默地坐着 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等纪云书将那杯热茶喝完 才与景荣说 王爷可否让我与我爹 说些话 当然 景荣答应得爽快 抿着笑起身 与纪书汉说 纪大人 本王就在外头 你父女二人 好好拒绝 言外之意 本王就在外面 你要是敢动手 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纪书汉唯有点头答应 景荣出去后 厅内两人默默不语 持续了大概一刻钟的时间 纪云书又喝完了一杯茶后 才率先开口 你身体本就不好 最近天气又多变 要多多注意身体 今天这样的天气 你大可不用来见荣王 你来不来 他是不会在意的 这是礼数 不能少 自小教你的东西 你全都忘了 爹教给我的东西 我怎么会忘呢 只是有些东西 不必摆在明面上 不然就显得有些刻意了 我记得 这也是爹说的 我不是你爹 你早就不是我纪家的人了 是啊 我已经不是纪家的人了 您不说 我倒有些忘了 我纪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女儿 原直是你害死的 如果不是你拼死要查 他也不会死 当时卵儿都已经顶罪了 你还要出来查 结果弄得你祖母 也被你活活气死 我纪书汉造了什么孽呀 让你成了我纪家的罪人 罪人 纪原直是罪有应得 他的死 不值得任何人同情 也不值得任何人内疚 我不只是为了卵儿 也是为了真相 他杀了人 就必须付出代价 我知道你恨我 觉得我是纪家的羞耻 恨不得像当年你打死纪培那样 打死我 但你该恨的人应该是我 而不是利用你自己的权势 上书到朝廷 仗着你和大哥二哥的势力 去压迫吏部 将刘大人的官彻了 他秉公处理纪原直的案子 没有错 原来 那个害得刘清平 丢了官职的人 是纪书汉 目的是为了报复 纪书汉被纪云书一语道破 纪书汉是个小心眼的人 自己儿子死在监牢中 他岂会善罢甘休 纪云书被景荣带去京城了 他没办法 可刘清平却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自然成了他开刀的对象 撤了他的官职 还不算打击报复 顶多算个提醒 如若不然 纪书汉宰宰了他都是有可能的 纪书汉虽说狡猾多端 但面对纪云书的指控时 完全没有要推脱责任的意思 反而理所当然道 他被撤了官职 是罪有应得 只要我还在一天 他的官就休想当下去 所以 刘谦上任 也是你安排的 那是朝廷的安排 纪云书笑了笑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外头的大雨 下成了暴雨 打在砖瓦和青石板上 发出了一阵阵响亮的声音 纪云书深吸了一口气 脸色凝重地看向他 问出了一句 自己从未问过的话 你能告诉我 我娘是谁吗 她母亲是青楼女子 是在生她时难产死的 这不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吗 而除了这些 别无其他信息 整个纪家上下 大概是因为觉得羞耻 以至于鲜少提起 纪书汉一听 胸口一紧 愁愁许久 才慢慢说道 你娘就是个青楼女子 若不是当年我犯了错 也不会生下你这个逆女 没有别的了 例如 我娘是哪儿的人 在进入青楼之前 又在什么地方待过 你问这些做什么 你娘都已经死了 谈一个死人 有什么意义 纪书汉用力挥了几下衣袖 整张脸难看至极 是的 她不想谈 一个青楼女子 还是已经死了的人 大概真是问不出什么来了 纪云书也懒得和这个 留着同样血液的男人交谈 索性出了门 外头 景荣站在大门左侧 纪云书说 人 你打发走吧 好 那你先过去 我马上就来 纪云书应下 走了 景荣再次进门 看到纪书汉那张极其难看的脸 眼眸中还仿佛聚集着一团极力克制的火焰 他缓缓坐下 嘴角带着笑意 纪大人 你若没有别的事 就请回吧 这雨 也越来越大了 这就下了逐客令 纪书汉前来拜见 礼数上算是坐足了 自然也就没有再待下去的理由了 只是离开前 却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话 王爷 虽说云书已被我纪家逐出家铺 此生不再是我纪家的人 我儿子纪元之一事 我虽万分痛彻 但说到底 他始终是我女儿 扫的你 也是我纪家门楣上的祸 日后 若云书犯了错 还是希望王爷能多多包容 纪大人可放心 本王很看重他 自会处处着料 那就好 那就不打扰王爷休息了 告辞 纪书汉攻了攻身便走了 等人离开后 景荣去找了纪元书 他正在等他 那老家伙 心里倒是蛮计划着你 临走前 还请求本王 多多照顾你 我爹是什么人 没人比我更清楚 他不过是收了尾巴的狐狸罢了 不过这老狐狸 栽得也挺厉害 死了个儿子不说 原本要成为太子妃的女儿 也落归无望 他万年失策 也怪可怜的 语气里分明不带半点同情 反而揣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笑意 明天早上 衙门会公开审理福博的案子 刘青平怎么说 这案子 人证物证据在 可能 会有些棘手 所以呢 我要去一趟衙门 现在 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必须找出证据 证明人不是福博杀的 现在的县官刘谦是什么人 无从得知 倘若福博真的被驱打成招 这案子 恐怕就真的难了 所以你现在去衙门 是想 验尸 一个时辰后 景荣殿暗中带着纪云书来到了衙门 接近此时时分 衙门里除了大门口的衙拆外 里面也只有几个打着盹的衙拆守着 季云书因为熟悉衙门里的布局 成功绕过了那些人的视线 到了放置尸体的房间 他一身黑色的夜行衣 一身的雨水 双肩抖了几下 将斗笠和缩衣摘下 推门进去了 一股难以掩盖的腐蚀味 顿时扑鼻而来 景荣捂着鼻子 他向来不喜欢这味道 于是便站在门口 乖乖把风 屋内 季云书点了一盏小油灯 微光照在屋子里 不算明亮 勉强能看清 那具被大雨从泥土中冲出来的女尸 用一块肮脏的白布罩着 周围更是一片狼藉 这哪里是什么停尸间呢 分明就是乱葬港 季云书叹气 摇了摇头 以前他在衙门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将此处弄得如此糟糕 里面摆放的尸体 他总会放些仓竹和造角 在旁边 以免因为暗自拖延 或者天气炎热 导致尸体腐烂 产生大量气味 他将手中那盏灯 放在尸体旁边 拧着绣眉 伸手将白布掀开 露出那具面容溃烂的女尸 大概是因为 埋在地下有几天时间了 尸体上一部分皮肉 已经腐烂了 眼窝凸起 眼角炸开 鼻梁更是歪扭着 再加上是被大雨从泥土里冲出来的 整具尸体略微浮肿 而腐烂的肉里还夹杂着许多细碎的黄泥和碎木屑 总而言之 整具尸体十分地恶心 但这不是纪云书见过最恶心的尸体 他戴上自己准备好的手套 在尸体上细心查看起来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包括女尸的下体 外面电闪雷鸣 一道道聚光照射进来 搭在尸体上 显得十分诡异 大概半个时辰后 他才将手套脱去 将那块白布重新盖在尸体上 然后将油灯吹灭 出了门 景荣乖乖站在门外 倾盆大雨依旧下个不停 查好了 那走吧 纪云书刚将缩衣和斗笠带好 就听到远处传来声音 什么人 只看到两个提着灯笼的牙钗 急匆匆地奔了过来 握着大刀的手蠢蠢欲动 景荣立刻抱住纪云书 双脚一蹬 跃上房梁 消失在了大雨诡异的夜色下 两个牙翼扑了空 其中一个本想推开停尸间查看 却被另外一人阻止 你干什么呢 看看里面是不是少了东西 这里面只有尸体恶丑难闻 能少什么 那刚才那两个人 行了 都这么晚了 你要是去通知大人 咱们就有的忙了 想想也是 于是两人决定将方才的事给压下去 随后便提着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灯笼走了 第二天 大雨转成了小雨 因为要在衙门 宫审那桩埋尸杀人的案件 小小的锦江城早就传开了 关心此事的百姓都围到了宫堂外 一双双好奇的眼神使劲往里面敲 季云书和景荣也去了 却隐在了人群中 唐思因为好奇也跟了过去 却被季云书摁在身边 以免他蹦蹦跳跳 发神经误了事 很快 刘谦穿着官服 从宫堂左侧那道门出来 上了高堂坐下 此人面向凶急 眉头紧压着那双犀利的眼睛 脸上续着精短细碎的胡子 紧闷一线的唇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乍一看 着实不像个父母官 倒像个山匪贼人似的 不见半点文人雅士的气质 大概是因为他武将出身的缘故 所以看上去 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 刘谦一坐下 就抓起手边的金堂木 奋力一拍 那声音可比刘清平 麾下时有利多了 围在公堂外的百姓 都闭着嘴巴 不敢发出半点响声 来人 将疑犯带上来 刘谦下令 很快 福伯便有两个牙差架上了公堂 毫不留情地 用刀柄打向他的膝盖 迫使他跪了下来 众人哗然 不是因为此案的一范现身 而是因为福伯身上那横七竖八的血痕 衣裳被抽得裂开 依稀可见里面皮肉上的鞭伤 可福伯脸上却没有伤 他跪在地上 摇摇晃晃 毫无力气地支撑着 最后整个人浮到了地上 大伙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唐思是个急性子 脚一跺 怒道 这是什么鬼 竟然把一个老人家打成这样 还有没有王法了 竟然还敢拿鞭子抽人 我非给他一点教训不可 说话同时 他双手往腰间上一抓 准备将那根银鞭抽出来 但立马被警戎挡住了 斥了一声 你若这样 我便让郎伯将你送回去 唐思手一顿 本能地看向一旁的郎伯 发现他也在看着自己 只好将心里那团火克制住 心不甘情不愿地 将手从银鞭上松开 此时公堂内 又喘了一声金唐木的拍击声 刘谦立谋看着 无力浮在地上的浮泊 庞下之人 你可知罪 浮泊直起脑袋 勾搂着身子颤抖得厉害 我没杀人 人证物证俱灾 休想抵赖 你若从时招来 还能免受皮肉之苦 大人 人不是我杀的 好 你既然不承认 本官只好将证据摆在你面前 刘谦锐利的眼神 扫了眼旁边的牙翼 牙翼点头 很快便将证据呈了上来 放在托盘上的 正是那根长长的腰带 而衙门里的舞座 也一块儿到了宫堂上 刘谦盯着地上的浮泊 质问 你好好看一看 这东西 是你的吗 是 是我的 可我 是你的就对了 刘谦看向那名四十多岁的武座 老楚 你来说说看 你在尸体上都验出了什么 老楚哈腰点头 指着那根腰带 笃定地说 大人 这根腰带 当时正握在死者手中 经过对比发现 死者正是被这根腰带勒似 我在死者鞋底的凹槽内 也发现了一些细碎的造胶粉 那些造胶粉 一般都在一桩洒的较多 而且死者手腕上 有青紫的抓痕 加上有人亲眼看见 浮泊在那片林子里 买过东西 可见死者生前 必定去过义庄 符伯起了色心 女子反抗 他就用力握住女子手腕 带煎屋后 再用自己的腰带 降起雷死 围观群众一惊 又小声议论起来 有道符伯凶残至极的 也有半信半疑的 却弄得纪云书 哑口痒痒 欲爆粗口 他现在还不能进去 他还在等 只见符伯摇晃着头 想出声辩解 可话卡在喉咙里 支不出声来 满眼的无奈 刘谦冷酷的脸一崩 符伯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大人 我是冤枉的 那你怎么解释 你的腰带会在死者手中 又怎么解释 你在山林里埋尸 我 你若说不出来 本官就将你定罪 前几日 那个姑娘突然跑到我义庄来 她说她遭人所害 丢了真结 再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希望死后 让我将她葬在山洞里 随黄土而去 也不要通知她的家人 一面蒙羞啊 当时我极力阻拦 也安慰了她一般 她情绪稳定下来后 我本以为她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哪里知道啊 我才去走开一会儿 回来时 她就已经悬梁自尽 正是用她这根腰带上的吊 我本想保管 可那姑娘人已经死了 人死后最怕的 就是死后不宁 这姑娘被人糟蹋 已是可怜 我便迎了她生前的遗愿 将她给葬了 可她死前 抓着那根腰带不放 过而 我就一起卖了 当然 我真的没有杀人 更没有做出那等事情来 福伯眼泛泪光 可刘谦根本不信 铁了心地要将福伯定罪 这些都是你一面之词 不值得本官信你 话才说完 围观人群中突然传了一句 那 可否信在下 众人随着声音看了过去 围观群众不由让开一条道 退到了两旁 纪云书越过众人 举步而进 这不是纪先生吗 这是原先衙门里的画师纪先生 是啊 就是纪先生 可他几个月前 不是已经离开锦江了吗 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我看啊 纪先生是专门回来查福伯这个案子的 所以这案子肯定另有真相 不然 纪先生怎么会出现啊 一定是的 是啊 围观人群十分亢奋 又十分的激动 纪云书已经迈步走到公堂中央 那清秀肃立的眉目 大胆地迎上刘谦犀利的目光 丝毫没有胆处 反而将刘谦看得心中生慌 这就是当初衙门里那个聪明过人的画师 纪先生 在来锦江任职前 刘谦也了解过一番 听闻此人一双翘手 可将死人的生前向复原 不管是腐烂的尸体 还是一堆生生白骨都可复原 并且从未失守 而且还侦破了桩桩其案 他在衙门的五年间 经他之首的案件 没有一桩是断不清的 更没有一桩是被送到大理寺进行二审的 刘谦是个贪心的人 出闻时 他打着要将此人收入囊中的想法 才接了锦江县官的官职 哪知来后才得知 那位纪先生已经离开了 刘大人 这案子还未查明 你就急于断案 是不是太草率了 都说你纪先生断案了得 本官也常盼着能见识一番 今日终于遇到纪先生来此 还是为了福婆的案子 那不知纪先生有何高明 高明不敢当 在下几月前离开锦江 如今折回此地 本是想顾地重游 却没想到 竟遇到了一桩命案 更巧的是 这命案中的一范 还与在下相熟 本想着当个旁人 等大人断案 查明真相 哪知这案子 大人不仅断得马虎 还相当的荒唐 大胆 你竟敢对本官出言不逊 在下只是在论案件 并非攻击大人本身 众人也好奇 唯独围观群众里的景荣 勾唇浅笑 崇拜欣赏的眼神 看着那小书生 这可是自己的女人 不崇拜她 崇拜谁 纪云书子冷冷地看了一眼 托盘上那根 绕成一团的腰带 然后问那名武座 您姓楚 那在下便尊称您一声 楚师傅 楚师傅方才说 死者是被勒死的 这武座虽然四十多岁 艳果的师也多不胜熟 可在济云书面前 他却有种 不鼓雷门 搬门弄斧的感觉 老楚木讷地点了点头 当然是 那 楚师傅可仔细验过 死者的勃梗 正是因为验过 所以才说他是被勒死的 那手腕处亲子的抓痕呢 当然也验了 是福伯将他强行按住作制 简直荒唐 你身为武座 本该协助衙门 通过验尸查明死者死因真相 为死者沉冤昭雪 可你单凭肉眼所见 便将不切实际的证据端了出来 呈上公堂 简直荒唐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 好 那我就将你方才所说的证据 再一一陈述一遍 首先 死者的确是被这根腰带致死的 可他不是被勒死的 而是自己上吊死的 怎么可能 你不用着急 我既然敢断定 自然是有根据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根腰带 足足有十八尺 试问谁会在自己腰上 缠一根六米长的腰带 而这根腰带 也并不是福伯日常所用 而是用来班师所用的 尸体放在一桩 无非有两种结果 一 是埋入黄土 二 是直接焚烧 而这根腰带 福伯是绑在 放置尸体的长板上 以腰带代替绳子 将尸体脱去埋葬之处所用的 试问 他在监污死者的同时 本应该直接解开 自己腰上的腰带 去勒死死者才对 可他为何要舍尽求远 去解那根绑在长板上 被打了死结的腰带 去勒死死者呢 这是你荒唐的第一处 刘大人 若想得知真相 还请将死者的尸体抬上来 刘谦犹豫片刻 但还是命人去抬了 尸体被抬上来的时候 恶臭味也随即传来 那味道比昨晚更加恶心 围观群众纷纷掩鼻 尸体放置在公堂内 好些牙抑的脸都清了 胃里泛酸 干呕不止 刘谦做过武将 上阵杀过无数的敌人 可那味道 还是让他有些不舒服 眉头紧了几分 目光偏向纪云书 纪先生 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查吧 纪云书点头 下一刻 立马将那具尸体上的白布掀开 天哪 有人惊呼 尸体溃烂得面目全非 被大水泡得极为恶心 纪云书取出手帕包着手 然后将尸体的头掰到一侧 露出脖子上那道红紫的勒痕 从前景来看 是被勒死的 可是 他将死者的脑袋抬起 又偏到一边 顺势将头发撩到一边 露出死者的耳朵和后脖梗 一般武座在判断死者 是被勒死或吊死 除了看舌头卷缩的方向 还要看勒痕所致的方向 倘若勒痕延伸至后脖 后脖处呈现交叉状的痕迹 则可以肯定为被人勒死 若是延伸至耳根后方向上 后脖处没有勒痕 则分两种情况 一 是上吊而死 二 是被人用膝盖或物件 抵住后背或后脖勒死 可这名死者脖子上的勒痕 是延伸至耳根向上的 我也检查过死者的后脖和后背 皆没有被东西抵过的瘀青 综合这一点便能断出 死者的确是上吊自杀的 你查看勒痕却不分情况 这是你荒唐的第二处 那你怎么说死者手腕上的抓痕 这正是我要说你荒唐的第三处 众人眼巴巴地看着 等着他打老楚的脸 而老楚一文更加心惊胆战 只见济云书已将女士的两只衣袖挽了上去 抬起一只手 手腕上的确有深浅不一的抓痕 明显是被人用力勤住所致 若是被奸杀的话 那倒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可是 他又当众将死者上衣袋子一一解开 往下轻轻一扯 直到露出鲜兽的双肩才罢休 惊得众人直冒冷汗 连尸体都敢摸的 已经算是奇人了 现在竟将女尸的衣服扯下 古时候 女子清白是最为重视的 可懂得济云书行事风格的人 却也不觉得大惊小怪 毕竟这济先生办案时 没少做过这种龌龊事 只见 女尸双肩两侧 接近薄桓的位置 也有于清 乍一看还以为是被重物袭击所致 可仔细一看便知 是被一双手用力按住所导致的 这两道于清 和死者手腕上的抓痕是一样的 皆是被同一个人所致 那岂不是和老鼠说的一样 一样 完全不一样才对 你查看手腕的于清 虽能证明他死前曾遭受过摁压 但却不能证明凶手就是浮博 反而正因为死者手腕和肩上这两处于清 但为浮博洗清了嫌疑 什么意思 这处于清 虽看不出什么奇怪的地方 可是 他指向死者的双肩 但死者双肩上的于清 却大有文章 被摁压的痕迹 看似没有手腕上的明显 不过却能清晰地证明 奸污死者的人 另有其人 大伙越发好奇 纷纷伸长脖子往里看 只见纪云书已经将死者左侧的肩膀往上抬了几分 轻轻将其反侧过45度的斜度 露出了女子双肩后被手指头摁压的印记 但奇怪的是 明明是一只手摁住女尸肩膀的 为何出现在上面的手指头印记只有四个 常人不都是五根手指吗 大家都看到了 凶手摁压在死者肩上的手指头只有四个 按照印记的位置来看 少的正好是食指 而摁压在死者右侧肩上的手指头印记 五根指头印记皆在 可见 尖污死者的是一个右手少了一根食指的人 但福伯双手健全 何来凶手一说 楚师傅 你身为武座 只看于卿不做实证 这便是你荒唐的第三处 这三点足以证明 凶手确实不是福伯 老楚正了正 无力反驳 低垂着头羞愧难当 纪云书看向刘谦 在下已将事情详述完 根据所说的这三点 便能证明福伯根本没有监污死者 也没有杀人 而是死者因自己贞洁丢失 选择了轻生 人群骚动起来 赞叹纪云书艳师查案的本领 眼神充满了崇拜和震惊 果然 文明锦江和京城的纪先生 名不虚传 刘谦听完后 四在心中琢磨了半赏 看了一眼那具尸体 又看了一眼浮在地上的浮泊 最后才看向低头不语的老楚 老楚 纪先生所言的 你可认可 纪先生 反省的是 本官听了一轮 也觉得纪先生所言有理 如今这些证据 都证明福伯是被冤枉的 那福伯无罪 可以走了 福伯含泪磕了个头 谢大人 转而又给纪云书磕了一个头 多谢纪先生 你快起来 你这样给我磕头 会让我折瘦的 他赶紧上前 将伤痕累累的浮泊扶起来 吩咐两个牙差 劳反二位将他送去卫府 自有人为他诊治 躺枪的墨若表示 他很难受 是 牙医搀扶着福伯离开了 老楚被打了脸 自然没有底气再开口说话 唯有往后缩了缩 刘谦却困惑起来 这人既然不是福伯杀的 而是自杀的 那个 那个监污了死者的人 到底是谁呢 死者已经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们了 他都死了 怎么可能告诉我们 当然 还要从死者肩上 那个瘀青来看 他再一次将女士的身体 掰到一边 指着那一块瘀青上的 某一个位置 这块小的瘀青 形状看似规则 却又不规则 而且显然要比周围 瘀青的颜色重 倘若凶手在用手 摁住死者双肩时 肩上瘀青最重的那一块 应该是手掌的下端处 其次才是手指摁下的瘀青 可这块看似不规则的地方 却是瘀青最重的 而且只有左肩上有 右肩上没有 这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当时又受伤 戴着一枚纸环 说完 他将自己昨晚就已经 画好的纸环图拿了出来 这就是那枚纸环的图案 纸上画着一个 形状不规则的圆 圆里面画着一个 栩栩如生的菩萨 然而刘谦却质疑 这图 你是何时画的 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就是那个瘀青的图案 难道纪先生 你有未不先知的能力 早就知道了 所以才将这个图案 早早地画好 还有 你之前说 死者后背没有被膝盖 和物件抵过的痕迹 那你分明没有查看过 死者的后背 这一截 你都是从何得知的 不瞒大人 在下昨晚来过衙门一趟 早已将这女尸 重新验了一遍 第二百一十三集 听了纪云书的话 刘谦震惊地问道 什么 你来过 本官怎会不知 刘大人 线下最重要的 不应该是查这桩案子的原委吗 但将凶手擒拿归案后 在下自会给刘大人一个解释 刘谦盯着他 想了想 只好点了头 纪云书则扬着手中的图案 若要去找出一个 右手断了食指的人 说简单 却也像大海捞针 但我手中这个图案 却能缩小范围 想必很多信佛的人 都应该知道 咱们锦江有一座寺庙 叫清安寺 十分灵验 求财求子的人不在少数 而清安寺的方丈 每年都会发一枚 刻着这种图案的戒指 给有缘人 而且名单都会记录下来 只要去一趟清安寺 找到那份名单 再对比断了食指的人 便能找出奸污之人了 听了纪云书的这番话 刘谦二话不说 立刻吩咐手底下的人 来人 赶紧去趟清安寺 务必要将凶手 缉难归案 是啊 牙役正准备去 却被纪云书叫住 其实 还有一个更便捷的路子 这抓个凶手 还能有便捷的路子 牙役愣在原地 看向高堂上坐着的刘大人 刘谦白手 将二人潜到了一旁 然后问道 什么便捷的路子 济云书不答 只是眉心一皱 退到老楚旁边 楚师傅应该知道 即便是刚入行的武作 也不可能看不出 我方才所说的这些疑点 可楚师傅你 当了几十年的武作 没道理这么简单的一具尸体 一个案子 也弄不明白吧 竟还会犯一个 连初学的武作 都不可能犯的错误 我 楚师傅 你也不必紧张 俗话说得好 鸟为食王 人为财死 谁还没个贪心的时候 这话中带话 季云书嘴角也浮上一抹 神秘莫测的笑 老楚不大敢 与季云书对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季云书绕着他踱步 目光落在他腰间那块 露出一个角的羽配上 武作这个关头 拿的俸禄并不多 我看楚师傅 你鞋子都磨破了 也没换双新的 而且身穿这身衣裳 还有几个补丁 不像是个有钱人 可你腰上那块玉配 一看便是块新玉 而且还值不少的钱吧 一个连双新鞋 都不换的武作 却有一块上等的玉 这也太奇怪了 只见老楚脸色 十分惊慌 双手立刻捂着 自己的腰间 想将那块玉给挡住 正是因为这个动作 反而显得他更加的心虚 难道我买块玉也不行 当然行 可是这玉 却不是你自己买的 而是别人送给你的 这就是我自己买的 方才我便说了 你做个几十年的武作 没道理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加上你腰间上这块玉配 都在证明一件事 那便是你故意混淆证物 将杀人凶手的矛头 全都指向浮薄 因为有人给了你一块 价值连成的玉配 要你帮忙做假证 以此来掩盖他监污的事实 我没有 楚师傅 事到如今 你还不肯说出那人是谁吗 你要知道 只要去一趟清安寺 最后还是会将那人揪出来 你为何不自己说出来 也免得重罪 是啊 他应该转为污点证人 老楚心生惶恐 那双眼毫无焦距地扫射在地上 大概是在心里将此事轻重斟酌了一遍 随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将腰间的玉配掏出来 捧在手上 含泪道 刘大人 是小的见钱眼开 输了这块玉配 答应给人做假证 冤枉了福部 笑的错了 就大人开恩呢 说 到底是谁指示你的 是城北御史部的谢元谢老爷 他追到小的要给死者验尸 当晚便找到小的家中 塞了这块玉给我 小的见着玉配之前 一时鬼迷心求就答应了 小的上有老下有小 一家的人都指问我养活 大人 您就开开恩找了小的吧 大人 那个谢远 右手确实少了一根指头啊 来人 去将谢远跟本官绑过来 是 好你个老楚 本官见你武座一直担了多年 将你请回衙门协助破案 你却在背后做起这种勾当之事来 来人 将他拉下去 打五十大板 撤去武座一职 关进大牢 容后再论 老楚 老楚 你现在可以解答 你现在可以解答本官的疑惑了吧 在下知道 夜闯衙门不对 跑去验尸更是乱了章法 可为了查明真相 在下也是无奈之举 这里是衙门 季先生你夜闯一室 本官论公论私 都不能视而不见 该罚还是得罚 季云书只是一笑 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 那 是不是连我也要一块身 景荣走了进来 那不凡的气质里 仿佛凝聚着一团寒冷的气息 刘谦认得他 五年前 大陵和曲江完战后 他跟随自己领头将军 进宫面圣 在朝上见过景荣一面 当时景荣话不多 甚至一翻下来一句话也未说过 都是太子和翼王在讲 线下见到 他虽愣了一下 又立马缓过神来 听闻皇上下令 让荣王前往御府查赈灾淫的事 本以为按照行程 他早该到御府了 没想到才到锦江 刘谦赶紧下了高堂 却不似刘清平那般畏畏缩缩的 自带一股武将的气魄 因顾及还有百姓在场 只好说道 这位公子 还请一驾后庭 景荣点头 后庭 景荣坐在正位上 纪云书在旁 刘谦则站着 上了一壶好茶侍奉着 谁都没有先开口说话 直到外头传来 唐思尖尖细细的声音 才打破了沉静 你们衙门里 怎么连个练武的台子都没有 安抚衙门就有 往外头看去 就见唐思朝一个衙役埋怨着 郎伯赶紧将他拉回来 唐姑娘 王爷正在里面说话 你要么就安静点 要么 我现在就送你走 我不过是问问 有没有练武的台子 你那么凶做什么 我何时凶过了 刚才啊 郎伯白口莫辩 屋内纪云书扑哧一笑 纪云书这一笑 将屋子里原本凝重的气氛 缓和了几分 刘谦这才拱手道 不知王爷前来 下官未能及时接驾 还请王爷恕罪 那模样 好像负荆请罪般诚恳 可明明是个武将 偏偏穿着文官的衣服 还要端着文官的腔调 让人看着出戏 就像一只健硕的大猩猩 非要披着兔子的皮 别别扭扭的 一点都不搭 景蓉喝完手中的茶 撇开方才的话 而是赞叹了一声 果然 还是锦江的茶好喝 入侯清甜 让人神清气爽 等本王回京 必要向礼部 推推锦江的茶 好列为贡品 只要王爷喜欢 都好都好 这是原先 刘清平留下的那波茶叶吧 正是 刘清平虽糊涂 可调查的品位 却一直没变 不错不错 昨晚本王夜访衙门 没有通知刘大人你 是本王唐突了 不过张法不能乱 这该访 还是得访 刘千心想 您老还是别开玩笑了 我要是敢罚你 这官也别做了 说不定还会被你封杀 落个人才两空 再说了 他可是上有老下有小 虽说张法不能乱 可是王爷带着季先生 夜入衙门 却是未能替无辜之人 洗脱嫌疑 应该是下官多谢 王爷和季先生才是 刘千说着便深深地 鞠了一躬 是的 他用的是入 而不再是之前的闯 有趣 这是景荣此刻心头冒出的 两个字 没想到 刘千不仅贪心 还是一个十分狡猾 且圆滑的人 这事被他这样一说 还真给圆了过去 不过景荣可没那么好忽悠 既然刘大人不再追究了 那 本王却想追究一下 刘大人的过失 下官的过失 王爷的意思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下官真的不知 他当这个官 当得兢兢业业 何尝有过过失一说 但凡经过自己手上的案子 没有一桩是破不了的 且破案效率极高 景荣笑了一下 淡淡地瞟了他一眼 然后悠悠道来 刘大人 你一上任 就将原先衙门里的人 全部撤走 一一换成了 你自己带过来的人 此举 也的确像你们做武将的 能做出来的事 而你虽从武将做到了文官 却依旧执行着 你在军营里的那一套 习惯动用武力 去牵制和压迫他人 但凡被拉进大牢里的人 大部分 应该都是横躺着出来的吧 若是挨了党 忍受不了的 相比也都花压了 可忍受得了的 便会拉到衙门公堂上 再审一次 审到他忍受不了认罪为止 相比 这就是刘大人 你办事效率极高的缘故吧 王爷 此次浮薄一事 的确是下官办的鲁莽 但绝非是想将他驱打成招啊 只因人证物证俱在 他还矢口否认 故才动了刑啊 是下官的错 自当领罪 如何领 全听王爷吩咐 好 景荣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那本王便撤了你的职 如何 什么 刘谦确定自己没听错 撤职 不是在开玩笑吧 一旁的纪云书一点也不意外 反而期待着接下来的戏码 屋子里的牙翼 不可置信地 齐齐看向景荣 景荣露出半开玩笑 半严肃的模样 甚至悠悠自得地笑了一下 刘大人 本王现在要撤了你的职 你有何想法 不想说一说吗 王爷 官员调遣一事 向来是吏部负责的 你是搬出吏部来压本王 下官不敢 只是吏部队调遣官员一事 本王何时说过 要调遣你了 本王说的是 撤你的职 刘谦 本王知道你为我大林征战杀场数年 自也建了赫赫战功 按理说 武将做文官 不是没有先例 可你既做了文官 偏还带着当初做武将时的陋席 你不愿改也就罢了 却还变本家立 王爷 此话怎讲 你不必狡辩 本王已命人查清楚了 你之前在辽江做官 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网官 百姓人人不敬你 而是怕你 入了衙门的案子 不到两天便解了案 说得好听 是办事效率高 说得不好听 便是草菅人命 想必辽江含冤入狱的人 不在少数吧 你放心 很快 吏部便会派人去辽江 将你这些年所办的案子 再重新翻查 包括你在锦江 这几个月内办的案子 都会一一彻查清楚 一旦属实 刘谦 别说文官了 你若再想当武将 也是春秋大梦 刘谦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请王爷明鉴 下官班事 绝对没有学资王法 冤枉好人 庄庄案件 都是有实证的 有没有 等力不派人一查便知 王爷 行了 一本王看 你这官怕是也做不成了 你手底下那些人 该如何打方 自己要早早做好准备 别落得成了落马官员 还要搅得鸡犬不宁 严霸 警戎撑起身 甚至在同一时间 毫不顾忌旁人的眼光 拉住纪云书的手 牵着他出门了 那一瞬间 纪云书还没回过神来 人已经被他拉出了屋子 外头 唐司还在跟狼博 刷嘴皮子 那女人出言 总搅得他无言以对 狼博实在是头疼 见人出来 狼博立刻上前 王爷 是要走了吗 你先带唐姑娘回去 等王与纪先生再去走走 趁着现在雨也停了 不如属下 不如属下跟着吧 可话还没说完 自家王爷就拉着纪云书 离开了县崖 两人刚出去 纪云书便将手抽回 往衣袖里一藏 朝周围警惕地看了几眼 怕什么 没有 哦 景容勾唇坏坏地一笑 再次伸手去拉他的手 这是慢了一步 纪云书索性将手往后一藏 那模样叹得景容忍不住一笑 可爱极了 还是赶紧回去吧 我担心福伯的伤势 你都将人救鬼没落了 有他在 还担心什么 我 你好不容易再回锦江一趟 总不能一天到晚 都窝在魏府里吧 走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但王饿了 那就回家吃饭呢 可他已经被景容拽了过去 强行拖走 第二百一十四季 一场暴雨过后 整个锦江街道上 都有着一股草木清新的味道 连日来的大雨 弄得北方各地都阴沉沉的 线下雨总算是停了 百姓也都出来做起了买卖 走动走动活动活动筋骨 顺便置办些必须的生活用品 和其他物件 一时间大街上倒有几分热闹 很快 景容带他去了一处路边的面摊坐下 他要是没记错的话 以前和景容来过这儿 那小子一坐下来就点了两份面 还教老板下面的布置 景容从块筒里取了一双干净的筷子 用顶头那一端在被雨水冲得十分干净的桌面上戳了两下 这地方还记得吗 记得 记得就好 景容脸上带笑 没了平日那般冷漠严肃 景容书眉心一宁 懒得理他 摸了摸自己干瘪的肚子 加上又闻到香味 一下就饿了 肚子咕噜咕噜叫了两声 正好被对面的景容听到 老板 赶紧上两碗面 越快越好 好嘞 很快上了两碗面出来 景容将其中一碗推给纪云书 这样真好 若能与你生活在这安逸的小县城里 多好 景容谋中是一抹深情 纪云书也难得地回应了他一个笑 然后便吃了起来 偏偏景容的视线像沾了胶水似的落在他身上 也不动筷子去拨一拨面前的面 纪云书一抬头便迎上那道视线 伸手在自己脸上摸了一下 有脏东西吗 别动 他还没反应过来 景容就已经朝他伸手过来 轻轻碰到他的唇角 动作很轻 看起来很轻腻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火花四射 周遭的一切仿佛正在一点点的虚化 纪云书的心砰砰地狂跳 明知道那个男人的套路 他也早就习惯了 偏偏就是忍不住心动 他又觉得无比幸福 尤其是在对上他那深邃而不见底的谋时 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进去 最后无法自拔 可他还是往后缩了缩身子 以至于景容那只手落在了半空中 良久才收回去 紧张什么 你我这样的关系 你还害什么扫 胡说什么 小妖精 你总是这样 赶快吃东西 别废话了 纪云书吃起面来 看着女人娇羞投币的模样 景容心里都乐开了花 没一会儿 一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小孩子 从两人身边经过 蹦蹦跳跳的 手中还拿着一个转动的风车 一边跑一边吹 很可爱 景容黄眼一看 目光无意间瞥见了转动的风车上 他眼睛一眯 仿佛想到了什么 云书 啊 怎么了 得不到景容的回应 他顺着景容的那道目光看去 一个小孩 又见他眉头紧锁 金云书奇怪地问 为何盯着那孩子看 不是盯着那孩子 而是他手里的风车 风车 那风车 有什么奇怪之处吗 你还记得 我之前跟你说过 为以他爹那块 玉上的月阿星图案吗 我说 我仿佛在哪里见过 话题一下严肃起来 金云书愣了一下 放下手中的筷子 所以呢 刚才看到那小孩手中的风车 我有些想起来了 是小时候见过 还在巴默府的时候 有一次父皇与于国公下席 我不小心打翻了旁边的茶水 水溅到了于国公的身上 又正好打湿了他腰间上的一块玉 他当时非常紧张 起身擦拭着那块玉培 黄眼之间 我仿佛看到了那块玉上的 一个月牙形的图案 而那块玉的正面 也有一个同样的胡头印记 跟为以他爹那一块 很像 可如果说 那块玉是于国公的 为何会在为以他爹那里 这完全不对 是啊 完全不对 玉国公乃是皇室中人 与为以他爹并未有过任何交情 甚至是交道 他又怎么会有那块玉呢 这也正是纪云书觉得奇怪的地方 他索性将玉拿出来 朝锦戎递过去 你再仔细看看 到底是不是这一块 他接过去 一边用手在上面摸缩着 一边细想 他微微摇头 眉头紧皱 那时 我才三四岁 都过去了这么久了 的确不敢断定 也有可能 是因为两块玉太像了吧 说吧 他将玉又还给了纪云书 纪云书手指在凹凸不平的玉面上 来回摸缩着 当时 赵怀也说过这块玉 似乎很紧张 我是不是这块玉的主人 加上这一路 他一直跟着我们 我有理由相信 这块玉 一定不简单 而且你刚才这样一说 我就更加觉得 这玉 一定有什么秘密 而且 可能跟魏家有关 跟魏义有关 甚至说 跟玉国公有关 景荣见纪云书 眉心拧在一块 愁眉不展 他有些认可他的话 刚要说什么 却被一阵吵闹声给打断了 闻声看去 是从一家绸缎铺子里传来的 只听到有女人 大吵大闹的赤叫声 没一会儿 门口便围满了人 纷纷平头论足 指指点点 本以为是件闲适 无需理会 哪里知道 里面传来了 寄碗新的声音 这不是我弄破的 我方才 只是拿过来 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 你还狡辩 分明就是你划破的 这可是我用来做嫁衣的布料 整个锦江城里 就只有这最后一匹了 现在你给我弄破了 你说 怎么办 不是我 和往常一样 纪碗新的声音 依旧楚楚可怜 委屈极了 纪云书默默将那块 橙红色的玉收好 表情冷淡 看不出什么情绪 可谋中 却透出一股狠劲 坐在对面的景容 漠然不语 心底其实已经看了个明白 仿佛察觉出了什么 之前还在伤怀县的时候 纪碗新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回锦江去了 听几个丫头说 当时他是从纪云书的屋子里 被人搀扶出来的 用手捂着脸 满眼是泪 说是他不小心跌倒 磕到了脸 再加上身体不适 这才忍不住哭了 也因为此事 才出发回锦江的 此事景容并没有深究 他哪里知道 其实是那时的纪云书 摘了纪碗新脸上的假面具 还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甚至割袍断意 他这才离开 只是这些纪云书都没有说 倒不是因为他心存善心 亦或想包庇纪碗新的所作所为 而是不想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 说到底 他是觉得累 每天摸摸白骨 为何还要去想那些女子之间的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 你不是着急 想回去看看福波怎么样了吗 那走吧 说着景容掏出一定碎银子 放在桌上 两人起身离开 经过那间铺子时 里面吵闹声更重 人群也开始起哄 这不是纪家二小姐吗 怎么也来买婚嫁的布料 要嫁人了呗 嫁给谁啊 这你都不知道 对方可是京城礼部上书的儿子 听说那人是人中之龙 长得一表人才 温文尔雅 而且还学富五车 多少名家小姐指望着攀高枝呢 这纪家的二小姐 也不知道上辈子修的什么福 见了如此大的便宜 但对方也真够倒霉的 纪二小姐从小就多病 紧将成谁人不知啊 说不定嫁过去没多久就 有人撞了她一下 打断她 别胡说八道 这要是让人听到了 有你好果子吃 那人立刻闭嘴 这些话全都被纪云书给听到了 纪婉欣要嫁人了吗 这么快 不由得纪云书的脚步也放慢了些 朝里面看了过去 就见纪婉欣那弱不禁风的身子 由丫头搀扶着 她则楚楚可怜地低垂着头 额尖上那颗红质 像朵含苞带放的花朵 印在她饱满的额头上 为她那可怜动人的模样 锦上添花 甚是好看 谁不知道那女子是锦江 出了名的大美人呢 所以即便真是她将人家的布料弄破的 大伙依旧心生同情 而她对面 站着一位算得上标志的女子 稍微比她要高一些 身子骨宽一些 脾气也大了很多 是张府的小姐 张家小姐手里扯着一块 被划开一道口子的红布 往前一甩 你倒是说呀 现在怎么办 这布是你弄坏的 你怎么也要给我一个说法 真的不是我 我没有划破你的布 你还在抵赖 东西一到你手上就扯开了一道口子 不是你 难道是鬼不成 你误会我了 站在她身边的丫头 也随了她的性子 唯唯诺诺 含着委屈 接了话 我家小姐 不会划破你的布的 方才掌柜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破了 你休想赖在我家小姐头上 你这个小丫头多什么话 莫非我还栽赃她不成 之前她就说喜欢这块布 只是被我先买了 心有不甘 这才将我做嫁业的布皮给划了口子 不是的姑娘 我真的没有 她抬着那双满含泪水的凤毛 仿佛再多说两个字 就会活活咽了气似的 掌柜见到形势不对 赶紧冲了过来 抓过那块布 这布整个锦江就这么一块了 价格不斐啊 姑娘 这块布料 是张小姐先付的钱 已经卖给她了 这布 我是你弄坏的 你就把银子赔了 不就行了 不行 怎么 赔银子就想算了 我张家还真不缺这点银子 这块布 可是我专门挑来做嫁衣的 你现在将它划破 不是诅咒我吗 真不激烈 那张小姐这事 我知道你是纪家二小姐 背后有的是人给你撑腰 不过本姑娘就是讨厌你这种人 仗着有两个哥哥在朝中围观 就这么蛮横霸道 暗地里耍心机使坏 我看呢 这使坏的心 遭罪的 就得是你这张脸 人人都到纪婉心美貌如花 那既然划破了我做嫁衣的布料 那 那张小姐阴险一笑 顺手就将放在柜台上的一把 才不用的剪刀拿了过来 勾着阴冷的唇 走进纪婉心 那我就划破你这张脸 当你给我赔礼道歉了 围观群众一正 纪婉心猛然抬起那双惊恐万分的眸 那把剪刀已经逼近自己眼前 他心头猛然一正 自己若是乱动 那把剪刀恐会扎进眼中 他身子颤抖着 那小巧的唇也不由自主地颤了颤 张小姐笑着 拿着剪刀的手往前凑了一点 眼看着就要划上他的脸 啊 突然 手腕被人抓住 也不知道是按到什么穴位 他只觉手腕处的脉络 像被黄蜂扎了一下 疼得很 五指被迫松开 剪刀掉到了地上 纪云书只用了三分力 擒住了他手骨处的弱点 这才使得张小姐疼得咬牙 瞧着张小姐吃痛的模样 纪云书道 姑娘 不过是一匹布 不至于伤人性命吧 突然冒出一个人 还将自己手腕捏得如此疼 张小姐自然一肚子地活 扭着手腕 一边上下打量他 你是什么人 在下见姑娘拿着剪刀要伤人 所以便来管管闲事 你知道是闲事还管 因为在下是个闲人呢 你 他将我做嘉义的红布给划破了 难道我还不能教训他吗 纪婉馨没想到 纪云书会出现在这里 只知道他来了紧将 想不到的是 他会帮自己 他想起在山淮县的事 心头又不由涌上一丝心虚 眼底也慌了一下 根本就不敢看纪云书的视线 只好弱弱地跟他解释 这布 不是我划破的 吉儿小姐 这布 分明就是你划破的 你说什么 在下说 这布 的确是你划破的 我 没有 不是我 他红着眼拼命摇头 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真是让人心疼啊 可在纪云书眼里 却觉得虚伪极了 甚至有些让人作呕 他不想废话 直接将那块被划破的布料扯了过来 用手在上面摸了摸 这块布 乃是西域运送过来的上等桑残丝布料 质地光滑 亮而不透 摩擦时还会发出独特的丝鸣声 而且延伸性很好 耐热性也好 乃是众多布匹中最上乘的 不过 也有一个不好的缺点 就是不耐盐水浸湿 但凡沾了盐 蚕丝就会变黑 而这滑口处的边缘却黑了 说明 是一样带有盐性的物件 将其划破的 这公子 您都给说对了 这布的确是桑残丝做的 绝对不能沾盐水 若是沾了便会变黑 可这道滑口 一看就是被刀子之类的东西划破的 再说了 这沾了盐的地方 不应该是一块一块的黑吗 哪有像这样 一条被划开的口子边缘是黑的 那你倒是快说呀 到底是被什么划破的